最小奶团子进入凡尘历练 却引无数仙界大能为之疯狂 只因他用来交换唐葫芦的唐文 竟能直接让凡人脱胎换物 随手送出的垃圾礼物 更是引来天地一向震动仙界 然而他的第一个历练任务 竟然还是挑战十大圣主 此时仙界百炼宗门外 一个年纪五六岁长得粉雕玉琢的小姑娘正插着腰 奶兄奶兄地盯着他对面的男兄 男人叫叶修是百炼宗外门大师兄 看着眼前用水汪汪大眼睛瞪着自己的小女孩 叶修哭笑不得 我收我收还不行吗 叶修接过小女孩递给他的小盒子 见此灵瑶才满意地笑了 这就对了 爸爸说过被帮助时 要给谢礼表示感激 叶修在城外遇到迷路的灵瑶 得知他要来百炼城就干脆把灵瑶送了过来 毕竟小女孩一个人不安全 只是灵瑶非要送他礼物 弄得他有些不好意思 你一个人在百炼城行吗 叶修有些怀疑 没事的 爸爸说过这天下就没有我去不得的地方 灵瑶说话的时候有种老气横丘的感觉 叶修真想见识一下小女孩的父亲是个什么人 这么小的姑娘也放心他一个人出门 那你小心点 要是有什么需要 就去百炼宗报我叶修的名号 灵瑶却完全不在意地往城门走去 叶修哥哥白白 看着小女孩很快消失在人群中叶修滚笑 虽然他没有见过灵瑶的父亲 但他可以看出这对父女心都大 进入百炼城后 灵瑶瞬间就被城内各种稀奇的东西吸引住 背着小包四处逛了起来 走到一处摊位前灵瑶卖不动脚了 爷爷这个怎么卖 指着糖葫芦灵瑶不禁咽了口口水 小朋友 糖葫芦一闻钱一串 灵瑶有些为难 他不知道钱是什么 出门的时候父亲明明告诉他 买东西用零食就可以了 老汉看出灵瑶的为难 心底生起爱恋之意 便拿着一根糖葫芦递给灵瑶 看着近在咫尺的糖葫芦 灵瑶咽了口口水 但还是压抑住接过糖葫芦的想法 不行 爷爷我没有钱不能要你的糖葫芦 老汉哈哈笑道 不要紧爷爷请你吃 看着色泽诱人的糖葫芦 灵瑶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诱火接过糖葫芦 玄机认真的在包包里翻找起来 拿出一个瓷瓶放在老汉的手心 仰起小脸认真的看着老汉 爷爷你请我吃糖葫芦 我请你吃糖豆 你上往来 说完灵瑶一蹦一跳地走远了 老汉笑着摇了摇头 还真是个可爱的小姑娘 看着手中的瓷瓶老汉 从里面取出一粒糖豆放入嘴中 针铁 忙完任务 夜修从城外回来 刚回到城门口就被守城师弟叫了 大师兄 今天咱们百炼城出了一件怪事 怪事 夜修眉头一皱 莫不是有妖魔混进了城内 这城东头卖糖葫芦的刘老头 竟然一招顿物 直接跨过炼体踏入凝气气了 跨过炼体 夜修满脸的不可置信 他当初炼体速度在门内已经是上架 可也用了三年才凝气 一个年老气衰的老汉 一招顿物跨过炼体 直接凝气 扯淡了 师兄你别不信 张峰长老刚过去调查 估计这回马上要回来了 正说着一中年人 带着一个浑身脏兮兮的老汉走过 老汉虽然浑身被黑色的污垢包裹 可是那双眼眸却是明亮 走起路来剑步如飞 完全不像是个老汉 什么味道好臭 夜修皱起眉头 这味道实在是有些难以形容 各位仙长实在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怎么了 下午感觉身上暖洋洋的 就排出这些个脏东西 刘老汉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你有遇见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这点我刚才也问过 完全没有误视天才地宝的经历 对啊仙长 老汉我今天下午 一直在卖糖葫芦水都没喝一口 这就是怪事了 如果真的没吃某种天才地宝 凭借刘老汉这样子也能顿物 他们干脆找个豆鼠撞死算了 老伯你仔细回忆一下 你今天吃了些什么 今天早上在家吃了老婆子准备的白粥 然后就出来卖糖葫芦 一直到中午吃了张烙 听着刘老汉的说明 众人陷入沉思 刘老汉说的这些明显 跟天才地宝没有半点关系 哦对了 我下午还吃了粒糖豆 能给我看看你下午吃的糖豆吗 师兄糖豆有啥好看的 都是小孩子才喜欢的玩意 对糖豆是小孩子才喜欢的玩意 一个生活节俭的老汉 为何会买糖豆给自己吃呢 叶修觉得这之中有些疑点 当然他也并不知道 自己所想的是否正确 只是下意识地想要检查一下 刘老汉摸索着 从怀里拿出一个精美的瓷瓶 叶修接过瓷瓶 从里面倒出三粒圆滚滚的糖豆 看着掌心的糖豆 叶修按道自己多疑 然而拿起瓷瓶 叶修眼前猛然一亮 老伯你这糖豆拿哪个 怎么这个瓷瓶这般精美 今天一个小女孩给我的脸 我给她一串糖葫芦 她非说什么礼尚往来 塞给老汉这瓶糖豆 刘老汉说着脸上露出微笑 这么有礼貌的好孩子不多见了 叶修心底慢慢肯定问题 就出在这个糖豆上 诗之难道是这瓶糖豆的问题 诗书不觉得奇怪吗 什么样的糖豆 需要放在如此精美的瓷瓶之中 叶修粘起一粒糖豆 稍稍用力糖豆上出现一道猎物 一瞬间精纯的灵力 夹杂着药香散发出来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几人眼神映明 叶修只是吸入一丝 其中灵气无需提炼 直接融入她的丹田中化为她的真气 精纯到无需炼化的灵气 还有药香 怎么会 这是什么品级的丹药 就闻了一下 我感觉修为上涨了一丝 几人看向叶修手中的瓷瓶 眼神明显变得炽热起来 如此神奇的丹药一粒 可以抵他们多年的修行 几位仙长要是喜欢就拿走吧 刘老汉虽然心中肉痛 但是他也明白 名不语仙斗这个道路 放心吧 我们也不白拿你的 说着张峰丢给刘老汉一个储物蛋 里面的东西足以补偿刘老汉 他拿走丹药 是调查拿出这丹药背后的人 而不是想摊没这灵丹 刘老汉忙不迭地接过储物 带脸上笑出嘴 张峰看着叶修手中的丹药 显然这并不是什么糖豆 而是实实在在的二品丹药洗水丹 我也吃过洗水丹 但是效果不如这个的十分之一 是啊 哪有洗水丹能让人直接跨过炼体期的 这件事情我要迅速禀告掌门 咱们百炼成很可能来了个了不得的炼丹事 张峰和叶修去两人一路通报面见掌门 掌门是个原因期大老名叫吴青 听了两人的描述吴青陷入沉思 让一个老汉跨过炼体期 直接突破宁气期的丹药 绝对不是洗水丹这般简单 吴青拿起一粒丹药 看向修为最弱的叶修 你吃了它 叶修将丹药放入嘴里 第一感觉就是甜 这种东西也就小孩喜欢了 紧接着一股精纯的灵气散发 浓郁的药力在他身体内流淌 他感觉身体暖洋洋的无比舒爽 若不是在掌门和长老面前 叶修绝对会舒服地叫出来 好臭 叶修闻到一股臭味 低头看去他手臂身上 也浮现薄薄的一层黑色物质 要知道他已经是宁气气圆满的修饰 按理说洗水丹这种 针对炼体期修饰的丹药 对他应该是没有用的 可这些就是从他体内排出来的杂质 一瞬间叶修感觉身体都轻松了不少 静心通明灵光一闪 困扰了他一年的瓶颈碎 身上气势爆发 他要突破住气器了 静心抱圆手一 吴青抱贺一声 把叶修从尸神中拉了回来 叶修迅速坐下 就在这百炼东大殿完成突破 两久叶修醒来 感觉身上无比的轻松 叶修你先回去吧 我已经让人去找那个炼丹大师了 可刘老汉说是一个小女孩 吴青摇了摇头轻笑道 这般丹药能够随意送人身份 必然不一般 出行必然有强者保护 那名炼丹士必然就在附近 走出大殿叶修忽然想到了灵瑶 那个非要送自己谢礼的小女孩 她不就是一个人出门的吗 想到这叶修记起 她身上还放着灵瑶送的小盒子 回到住处 叶修坐在桌旁 看着手中的粉色的盒子 盒子上还扎着一个粉色的蝴蝶解 还真是少女心呢 打开盒子里面放着一个玉剪 拿起玉剪叶修用临时探查 一瞬间玉剪上散发光芒 紧接着玉剪悬浮起 天瞬间就按了下来 无数乌云凝聚散发出怒吼 不是吧 叶修看着窗外这明显就是雷姐 而且他明显感觉到 这个雷杰批的 就是他面前的这预警 恐怖的杰云在百炼宗上空凝聚 宗门长老弟子瞬间乱婚一趟 吴卿站在百炼宗大殿门前皱着眉头 这杰云是怎么回事 一个鹤发童年的老者出现在吴卿身边 老者是百炼宗的太上长老 被杰云吸引出观察看 这是怎么回事 这杰云来得太快 若是批下我百炼宗的千年积累将复制一具 吴卿语气无奈 这杰云出现得太突然 从出现到现在不过几个姑息的时间 而现在雷杰要批下 一道水桶般粗壮的雷电从杰云中批下 骑上的毁灭气息看得吴卿心底悚然 此刻在雷杰中央的夜修已经绝望了 这是什么东西居然会出现雷杰 要知道修仙界只有金丹七突破 原因七会隐挨雷杰 而且肯定远不如眼前的雷杰恐怖 见雷杰批下夜修闭上了眼 在这般恐怖的雷杰下 他全然没有反抗的必要 就在雷杰将批到夜修的时候 一道金光从玉杰上射出 接触雷杰的瞬间将雷杰化解 接着似乎不满意 金光直冲云霄射向节云脚乱节云 瞬息百炼宗风轻云淡 好像刚才蔑视一般的场景从未出现 夜修看着自己的双手 还未来得及庆幸自己活了下来 玉杰一道金光闪过直冲他的灵魂 无数信息闪过他的脑海 大日如来绝 引大日真火凝练几身 大臣后手捧大日镇压仙佛 接着夜修承受不住冲击昏了过去 此时整个修仙界震动 无数老怪物从闭关中走出来 查雷杰出自何处 金光又是什么 一个中年人正坐在亭子中下棋 看到金光后吩咐 金光异象出示修仙界的大气云孕育 大时代来了 让圣子下山历练吧 一处凡人城池 一个算命先生看到金光掐指一算 癫狂大脚 夜修迷里呼呼地醒来时 看到吴清正满脸凝重地看着他 这个是哪来的 看到掌门手上拿着的玉剪 夜修把事情的原委交代了出来 你是说你这个也是一个小女孩送你的 是的 当时弟子推辞他还不高兴 吴清看着夜修一脸苦笑 你还推辞 你知不知道你获得的玉剪是什么东西 吴清拿着玉剪的时候 明显感受到其上普普的气息 这可是仙家传承秘书 接着夜修也把他获得功法传承的事情说了出来 再联想到维杰 吴清脑海中浮现一个可怕的答案 你说小女孩一个人出门 所以他不知道这玉剪的价值 随意把玉剪送给你 但小女孩父亲 他父亲要是知道了我们拿了这枚玉剪 他肯定会认为是我们从他女儿手里骗过来 你说他会怎么做 夜修本来还兴奋于自己获得了无上传承 听到吴清的分析后瞬间后背发凉 要我是那等强者 一定会讨伐那个欺骗我女儿的宗门 夜修毫不犹豫说出这句话后 只感觉头皮发麻 所以我们必须赶快找到那个小女孩 然后把这个还给他 吴清拿着玉剪心中不舍 但是他知道 这个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占据 林瑶在百炼城待了一天 他也明白了零食可以买东西 但是那只是针对修仙者 普通人用的是钱 而他刚从当铺用零食换了很多钱 一个零食足足换一百个铜钱 而他换了一千枚可以买一千个糖葫芦 站在卖棉花糖的小贩的摊位前 林瑶等待着 背着的小包口忽然露出一丝缝隙 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从里面露了出来 旺材别挤等会就好了 林瑶将包中的小狗抱到怀里 随后从老板那接过一根棉花糖 未给早就迫不及待的旺材 然而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林瑶面前 叶修哥哥 林瑶有些惊喜 毕竟是他离开家后遇见的第一个人 吴清跟在叶修的后面 看到此场景暗自点头 看样子遇见是如叶修所言 是林瑶送给他的 忽然吴清看到了旺材心中生起一丝恐惧 叶修苦笑着靠近 没想到随便在路上遇到的小女孩 竟然身是惊人 走近后叶修却发现掌门不见了 回过头才发现吴清立在原地 脸上满是汗珠目光死死地盯着旺材 掌门你怎么了 叶修走到吴清的身边 挡在了旺材和吴清之间 吴清这才缓过神来大口地喘着粗气 恐怖 他从那只小狗身上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只是对视了一瞬 他仿佛过了千年一般衣服都被汗湿 这位大叔你怎么了 林瑶凑拐 吴清赶忙用手遮住自己的眼睛 避免和旺材对视 没事没事 可能最近有点感染了风寒 原因妻也会感染风寒吗 林瑶单纯地点了点头道 大叔上了年纪就要照顾好身体 我爸爸说了普通人不要太勉强自己 普通人要是旁人这么说自己 吴清非得好好教育他一下 让其见识一下什么是普通人 但说话的是林瑶看在旺材的面子上 他选择接受这个称号 旺材见吴清不再看自己 觉得无趣便回小包睡觉去 吴清这才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转过头来 刚才那种命不在自己手里的感觉真不好受 那个小妹妹我是带夜修来将这个玉剪还给你的 吴清拿出玉剪递给林瑶 我不是说了吗 这个是我送夜修哥哥的 林瑶鼓起嘴小脸上写满了不高兴 不是我们不愿意收 实在是这份礼物太贵重了夜修受之有愧 吴清给夜修使了个眼色 你也不想他恐怖的爸爸来给你一拳吗 对的对的 这个我不能收太贵重 这个玉剪你就收回去了 是啊是啊 要是你爸爸知道你拿这么贵重的东西随意送人也不好 吴清连忙附和如果说再来之前 他心底还有一丝侥幸心理 但在见到了旺财之后就只剩下了 原来是这个呀 爸爸才不会怪我 他都说了这些东西又没什么用拿来送人正好 林瑶扬起脑袋似乎为自己能为爸爸分忧感到骄傲 吴清被惊到了 他做梦也想得到的仙法传承 到了林瑶嘴里就变成了那种实之无畏弃之可惜的鸡肋 林瑶单纯地眨了下眼睛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人要表现出那么震惊的腰 对啊 这种东西除了拿来送人 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吗 林瑶天真的话语在吴清和叶修而盼回响 仙法没什么用 天哪吴清感觉自己的心脏受到一万点伤害 从十三岁那年踏入修仙路到现在已经一千三百名年 这一路上他闯蜜境寻机缘九死一生终于突破原因期 可自己这跟林瑶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随便拿出一部仙法就是他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宝 叶修的虽然大为震惊 但是他的感触倒是没有吴清那么深 境界太低导致他只能本能地感觉到林瑶的背景很恐 但是到底有多恐怖就不是他能知道的 掌门要不我们就收下吧 叶修咽了口唾沫 林瑶都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 再拒绝是不是有些不好 吴清干巴巴地看着自己手掌中的玉姐 这不好吧 便说着吴清心口不一地将玉姐收到了怀中 拍了拍胸脯感受到了胸口的玉姐 吴清无比满足 那就多谢林姑娘了 叶修 林姑娘可是我们百炼宗的贵客 这段时间就由你陪着林姑娘为林姑娘引渡 吴清对着叶修说完就跟林瑶告别离开 林姑娘你想去哪玩 叶修本来想要叫林瑶的 但是想到林瑶恐怖的背景就怎么也叫不出口 你还是叫我林瑶吧 叫林姑娘你不觉得很别扭吗 我才五岁 林瑶掰着手指认真的跟叶修说道 叶诗直 我查到了 一道声音喊住叶修 是张峰 他手上拿着一张纸向叶修招手 叶诗直我查到了糖豆的处处 你看这是那个小姑娘的花香 张峰兴奋地和叶修说着 这可是结实一个炼丹宗师的好机会 就算是从人家手指头里露出一点也够他受用终身了 但是张峰很快就发现了叶修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叶诗直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个大机缘 为何你一点都不高兴 叶修面无表情道 你画像上的女孩是不是背着个小胯包然后长这样 是的是的 张峰看到林瑶兴奋地点头 旋即他猛然地感受到了什么 仙子我是百炼宗长老 负责百炼城的治安事宜 不知道仙子的来到我百炼城 实在是我的诗直有所怠慢的地方 还请仙子多多包涵 张峰一本正经地弯下腰对着林瑶行物 脸上写着大大的谄媚二字 林瑶有点不自在 叶修哥哥这位大叔是不是这里有什么问题 林瑶指着脑袋认真的向叶修询问 张峰听着这话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张长老不用自责了 掌门已经吩咐我陪着林瑶姑娘了 林仙子这样的贵客你一个人怎么行呢 张峰看着叶修小眼睛挤到一起 叶师直带上我 叶修无奈地点了点头 于是两人组合变成了三人 张峰一路上不停地说着各种去世 逗得林瑶哥哥直笑 叶师兄 几个在路上巡逻的弟子叫住了叶修 张长老这是怎么了 这还是他们平时认识的 那个冷淡严厉的掌峰长老吗 笑眯眯的脸上的褶子都笑出来 叶修无奈地摊开手 表示这个跟他没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在百炼城上空乍响 吴清出来 一个身形壮硕满脸落腮胡的壮汉 站在百炼城的上空 我当时谁 原来是你这个老家伙 莫远我百炼宗可不欢迎你 吴清冷冷地望着莫远 同时他也猜到了莫远为了什么而来 昨晚百炼城上空雷劫声势浩大 还有那贯穿环宇的金光 势必会引来其他势力查看 这个莫远是百炼城外的一个原因后期散修 一身实力强横无比 和吴清不相上下 呸平时就算你请我莫远来 我莫远也不会多看一眼 只是昨夜百炼城上空先是节云密布 又是金光贯穿 想必是有重宝出世 如此重宝 凭你一个百炼宗无法吃下 与我合作一同吃下如何 听到莫远所言 吴清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莫说我百炼宗没有你要找的东西 就算有我凭什么和你共享 既然这样那就只有手底下见真章了 莫远一言不合便出手 吴清也不惯着他在百炼城上空与其交手 数百个回合后两人平分秋色 莫远突然神色一变冲向下方人群 吴清看到莫远冲向的方向 正是灵妖所在的地方 脸色瞬间一变 瞬间燃烧精血击射向莫远 对撞后吴清摸着自己的胸口嘴角有血迹流出 莫远神色却是玩味起来 为了这些人就拼命 还是说为了那个小女孩 吴清挡住她的时候特意护住了那个方向 而林瑶身边又有两个助击修饰陪同 一看便是身份部分 吴清脸色难看 要是让莫远冲撞了林瑶 到时候林瑶背后的势力问责起来 她百炼宗是万万承受不起 不说话了 那我今天就非要拿下那个小女孩 你敢 吴清冲上前阻止莫远 而就在两人交手的时候 人群中一个老玉脸上露出笑容 也就在吴清和莫远打得难舍难分的时候 老玉出手了 那老玉看周身气势也是一个原因期大秀 此刻来到林瑶身前 秀要伤害林仙子 老玉随手将张锋拍飞 再将上前阻止的叶修一掌拍飞口涂鲜血 小妹妹好像他们都很关心你了 老玉看着林瑶嘴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林瑶看着冲到自己身前的哭蝉婆婆 丑八怪 你为什么要打伤叶修哥哥和张大叔 林瑶脸上完全不见害怕之子 丑八怪这句话顿时把哭蝉婆婆惊 小姑娘 今天老生就要划烂你这张可人的小脸 哭蝉婆婆沉着脸音侧侧的看向林瑶 腰婆而敢 看到哭蝉婆婆手伸向林瑶 无倾目自欲裂 要是林瑶在他们百炼城出事 他们百炼中就完了 说什么鬼话 老生今天就非要动他一动 说完哭蝉婆婆手直接抓向林瑶 就在那双形如枯稿的手将要触碰到林瑶的时候 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从林瑶的背包里钻出来 嗡的一声声音很小 但这声音却在他脑海中炸裂 瞬间将他的神魂震成碎片 无倾这个时候终于摆脱默远一掌机向哭蝉婆婆 老妖婆休要伤害林瑶姑娘 哭蝉婆婆完全没有反抗无倾 直接被一掌击飞 怎么回事 无倾这一击只是仓促使出并不是很强 可等无倾在看过去的时候才发现 哭蝉婆婆死了 而此时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 映入无倾的眼里 旺财正吐着舌头表现呆萌可爱的样子 无倾想到他初次见到旺财时的恐惧 此时他才知道那时的恐惧不是错觉 这小狗真的能够杀他 看上去就是平平无奇的一只小奶狗 居然能够瞬间秒杀一个原因气大秀 哈哈无倾 跟我交手还敢分心 莫远见无倾发愣 出其不意地从背后向无倾出手 然而靠近之后 莫远对上了旺财的眼睛 小奶狗的眼睛散发着一股水人浑阔的光芒 只一瞬莫远眼前一飞灵魂被震的七零八路 无倾看着此刻呆立原地的莫远不寒而立 旺财将头蹭着林瑶的手臂撒娇 无倾看了一眼旺财却不敢再看下去 不一会儿莫远似乎清醒过来 但是眼神呆至一副吃傻的样子 掌门这个怎么办 张峰指着莫远和他旁边的哭缠婆婆问头 压下去吧 无倾语气平淡 他从来没想过两大原因高手会这般折在这 甚至可能到死他们都不知道是谁干的 想到这无倾愈发认识到林瑶背景的恐怖 只要抱好这条大腿 他们百恋宗兴起还不是指日可待 林姑娘你的战利品 无倾拿出从哭蝉婆婆和莫远身上搜来的储物件 战利品 林瑶歪着脑袋看着这两个储物件 都有些什么呀 无倾轻点了一下两个储物件 哭蝉婆婆里面有十万中品零食和一百块上品零食 其他的就是一些工法和毒药之类 莫远的储物袋里就比较平均 只有几千块中品零食 看着这些东西林瑶皱起了眉头 掌门大叔要不你把这些东西收起来 啊 这些都是你的战利品 以应你来处置 无倾虽然想要 但是也不敢随意把它据为己有 没事的 这些不就是一些残刺零食和一些杂物吗 残刺零食 无倾看着这一堆零食陷入了沉默 一般的筑基金丹修饰都是用中品零食来修炼 上品零食只有原应期以后的修饰才会用 而林瑶居然把这些叫残刺零食 难道不是吗 爸爸告诉我一定不能用这些零食修行 这些零食都不纯净 用多了会影响修行速度 影响修行速度 在一旁听的叶修直接麻了 爸爸说了这些零食里面混着杂质 只能用在阵法之类的功能上 林瑶天真的说着众人彻底麻了 什么样的家庭才会说出这样吗 叶修下意识地开口反问 不用零食修炼那用什么 对啊 不用零食那用什么修炼 林瑶有些无奈倒 我说的是不能用残刺的零食 又不是说不用零食 你们看这个才是零食 林瑶从胯包里拿出一块 晶莹剔透的零食 零食出现的一瞬间 一股极其精纯的灵气 散在空气中 叶修只是闻了一口 便感觉到丹田内真气增长一丝 这是什么 叶修脱口而出 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 居然有零食不用炼化 就能直接耐为己用 零食啊 叶修哥哥不知道吗 林瑶脸上疑惑 对于叶修的大惊小怪 他表示很不理解 极品零食 无亲看着林瑶手中的零食 脸上流露震惊之刺 零食还有极品 叶修感觉他此刻 就是个小白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也正常 极品零食无比真心 而且有价无事 就算是我也没有用过 一枚极品零食 至少能换一百万枚夏品零食 一个百炼宗外门弟子 每月月宫是二十枚夏品零食 一年就是二百四十枚 算下来一个外门弟子 不吃不喝四千年才能攒下来 看着林瑶手中 拿着一个外门弟子 四千年的过目 叶修妈了 宗门告诉他天赋加努力 才是修仙者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叶修只想说 这都是构品 难道你们用的是 那些残刺的零食修行吗 爸爸说过穷苦的人 就会用残刺零食修炼 林瑶看着吴清 和叶修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连女 吴清无奈 神探马穷苦人家 他好歹也是称霸一方的大狗 怎么到了林瑶嘴里 就变成了穷苦人家 那个林姑娘 不知道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吴清绕过修行的话题 太扎心了 爸爸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所以我打算出去看看 林瑶歪着脑袋 似乎在想下一步去哪里 吴清瞄了眼林瑶怀里的旺财 那你爸爸不担心你吗 你还这么小一个人在外面 不会啊 因为爸爸说修行 就应该四处走走看看 林瑶天真的眨巴着眼 修行 吴清暗自点头这个他说 既然林瑶的父亲不在身边 那么他岂不是可以指导一下林瑶 那么以后 他不就稳稳地抱上了这条大笔 那个林姑娘 要是你有什么修行的问题 你可以随时问我 虽然我可能比不上令尊 但是我一定知无不言 吴清拍着胸脯保证到 林瑶的脸上却突然显现出一丝为难 要是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吴清还以为小女孩不好意思 不好吧 林瑶神色为难看着吴清 没事 我吴清修行千年经验丰富 一定会好好知道你的 吴清已经完全陷入自己美好的幻想之中 我是说吴大叔你修为比我还弱 白教我这不好吧 什么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林瑶姑娘 你有所不知我可是原音大原满 林瑶修为比他强怎么可能 吴大叔你也不要伤心 我知道一把年纪才原音七 让人很难受 但是这也不是你的错不是 你看看叶修哥哥不也才是住击七吗 林瑶还以为吴清难受 自己天赋太差安慰呢 叶修内心无语关我什么事 吴清神情勉强 林瑶姑娘不知道你是什么修为 恋虚啊 爸爸说肚结前最好要红尘历练一下 所以我出来了呀 林瑶眨巴着眼睛 似乎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这下吴清是真的被震惊住 怎么可能 原因后是化神 化神后还有分神 分神后才是恋虚 眼前这个不过五岁的小女孩 比她这个修行千年的百练中 掌门还要高两个大阶层 吴信你看 林瑶手在续空中滑过 一个空间裂口出现 林瑶踏了进去 下一刻林瑶在空中出现 吴大叔你看 现在信了吗 林瑶的语气有些无奈 此刻吴清心底震撼到无以复加 横渡虚空 这是练虚七修士的标志 忽然林瑶感觉跨包里一阵阵的 随即拿出一块玉剑 叶修和吴清也看了过来 林瑶的包里似乎装着无穷的东西 吴清知道这一定是一件十分厉害的储物宝 只见玉剑上出现亮光紧接着投影 这个是爸爸给我 他会在上面给我布置历练任务 叶修和吴清也是了然 原来人家爸爸早就安排好了 紧接着光幕上出现林瑶的任务 这个任务一出 叶修和吴清直接震惊的亚麻呆主 只见光幕上赫然出现一句话 前往十大圣地挑战十大圣主 并占而圣志 这些圣地圣主哪个不是杜杰七的大修士 让一个小女孩去面对圣地圣主 简直就是胡闹 周围不知道林瑶身份的那些弟子和长老 红彤感觉这是一个玩笑 宗主这个小女娃是谁啊 这是玩笑吧 对啊怎么可能 圣地圣主是何等存在 九州十地都屈指可数的强者 让一个小女娃去对战这些圣主强者 不是开玩笑吗 下面七嘴八舌 显然这些不知情的长老弟子 完全不相信这是真的 只觉得这是有人弄出来戏弄他们的 吴清也是心底震惊 但是相较于这些完全不知情的长老弟子 吴清是震惊于林瑶的父亲还真敢 叶修有点摸不着脑子了 他眼前这个不够五岁的小女孩 要去把个大圣地圣主挑战个面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疯狂了 三天后林瑶带着吴清和叶修跨续空而去 几人来到一个硕大的城池青连城 这里也是他们的第一站青连圣帝所在 刚一入城林瑶便一步跨出 直接来到青连圣帝外 紧接着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 在青连圣帝上空响起 在下林瑶欲挑战青连圣帝圣主 还请出来一站 林瑶的声音在续空中炸响 传遍整个城池 无数修士面容惊讶 在青连圣帝面前叫嚣挑战青连圣主 这是不把青连圣帝放在眼里啊 这是哪个魔道大佬来解决和圣主大人的恩怨吗 就是啊这下子有好戏看了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而叶修和吴清两人相视一眼纷纷鼓笑 林瑶这个执行力实在是太强了 青连圣帝内长老弟子纷纷停下休息 怎么可能从未听过圣主和哪个强者结仇 而且这个声音怎么听起来像是个小孩 别开玩笑了 肯定是哪个妖女修炼什么邪功 导致模样是个女童 也是 血红老祖不就是童子模样 说着青连圣帝生起树道身影 来到林瑶面前 小女娃 就是你来挑战我们圣主大人 王队身为青连圣帝外门大长老 修为化神妻 掌管青连圣帝大小事宜 他看着林瑶 眉头皱起 他从林瑶身上没有感受到一丝真气波动 哪里来的小女娃还不速速离开 真当我青连圣帝是你游玩的地方不成 王队旁边的大胡子长老大声道 不 我就是要挑战青连圣帝圣主 林瑶眼神坚定 丝毫不被几人影响 大胡子长老神色一变 你这小娃娃 今天我就要替你家大人教育教育你 说着 大胡子长老以手为掌 射向林瑶 巨大的真气大手靠近林瑶 大胡子脸上露出笑容 小女娃就是欠管教 还不带大胡子笑完 神色突然僵硬 真气大手在靠近林瑶的时候 轰然碎裂 这怎么可能 王队神色瞬间凝重 看向林瑶的眼神也变得警惕起来 不知前辈明慧 林瑶震碎真气大手的瞬间 王队感受到虚空震荡 这是炼虚七修士才有的手段 炼虚七无论在哪都是一方剧情 所以在不必要的情况下 他也不会直接跟对方冲突 林瑶 前辈 我清廉圣帝 往日与您似乎并无冤仇 为何要前辈要上门闹事 王队拱着身子 言语尊敬 他实在是想不通 眼前这好人物 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家圣帝门前 而且他思来想去 也没有想到 一个名叫林瑶的炼虚七修士 哪一个炼虚七以上的修士 不是名真一方 像林瑶这般不知根底的炼虚七修士 王队还是第一次见 第九章天机推算 圣主震撼 而此时的清廉圣帝内 一座庭院 一清廉对面坐着一个老者 二人正在下棋 圣主真是雅兴 被个小女娃堵住圣帝门 还有兴致在这根老朽下棋 老者是清廉圣帝客亲长老 莫天机 玄黄大陆推演之道最强者 应受过上一代清廉圣帝圣主的恩惠 所以 留在清廉圣帝做一个克亲长老 而清廉就是清廉圣帝的圣主 叶清廉 以清廉圣帝为名 代表叶清廉是千年内 天资最出众的一个圣主 拥有成仙之资 不过是一个小女孩罢了 我若是出手 岂不是叫人笑话 叶清廉目光如炬 隔着云雾 看到清廉圣帝门口场景 倒不知道是哪位道友 清廉我也看不出一丝痕迹 就好像真的是一个小女孩一样 叶清廉随意的语气 也变得认真 他本以为是一个喜欢装作小女孩的老妖怪 可是他一眼扫过去 竟没有发现一丝端倪 倒有这般怪事 这样 老朽就为他算一挂 墨天机也被叶清廉的话语 引起了兴趣 当场施展了推演之法 就让老朽算算 他到底是多大的老妖怪 墨天机闭上眼 运转推演之法 测算林瑶的年纪 不一会儿 墨天机神色一变 不对 只见再次推演 怎么可能 墨天机大惊失色 这一幕 让叶清廉产生了好奇 墨飞这个小女孩 是某个年岁极大的老妖怪不成 叶清廉神色也变得凝重 要真是那样 恐怕这个 就真的是来着不善了 圣主有所不知 老朽算出奇 非但不是一个老妖怪 而且年岁极小 极小 墨飞此人是一个修为天父 极佳的年轻一辈 如果是天父极佳的年轻一辈 老朽也不必这般吃惊 只是这小女娃 就如同外表一般 只有五岁 什么 怎么可能 叶清廉真的坐不住了 五岁的恋须妻 怎么可能 她也是八岁 才开始修行的 五岁的时候 还在玩泥巴呢 老朽也不相信 只是测算过多遍 依旧是这般结果 墨天机在推演之道 无人能及 叶清廉从未怀疑过她 可是这也太夸张了吧 就算是她是九百岁时 突破恋须妻 就这样 还被称为清廉圣帝 千年来 最有可能成仙者 五岁的恋须妻是什么概念 五岁的时候 她自都没认权 功法都看不懂 根本没法修炼 或许是老朽失手了 推演下她的背景 也好知道 究竟是什么样的势力 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妖念 说着 墨天机闭上眼 细细推演起来 几个呼吸后 墨天机忽然浑身抽出了起来 紧接着口吐白沫 倒在了地上 叶清廉连忙出手 阻断了墨天机的推演 睁开眼后 墨天机满脸惊悚 恐怖 有大恐怖 叶清廉心底 瞬间产生不好的感觉 墨天机可是号称 算天半子 就算是仙 也无法完全逃脱她的推演 可是现在却满脸惊恐 莫非其人来自仙剑 清廉圣地外 灵瑶拍了拍手 生气地 看向倒在地上的王队 刚才王队污蔑林瑶爸爸 导致林瑶生气 一掌把她打在地上 快把你们圣主叫出来 不然 我就不客气了 灵瑶挥舞着小拳头 威胁王队 若是平常 一个如此可爱的小姑娘 对着自己这般说话 王队或许还会上去逗逗她 可现在 她面前的 却是一个恋虚期的小女儿 一拳能够打死她的那种 小女娃 我清廉圣主 岂是你相见就见的 还不带王队说话 一个人影 就出现在王队身前 直勾勾地看着灵瑶 圣子 见来人 王队差点就泪流满面 来得太及时了 清廉圣地圣子 赵无言 一身实力 早就达到恋虚后期 只等其突破杜劫期 便可执掌清廉圣地 而圣主 便可外出寻找成仙契机 就凭你也想挑战我 将你拿下 赵无言目光盯着灵瑶 神色不屑 同境界内 他赵无言从来没有败过 不过一个恋虚期修士 竟敢妄言挑战圣主 他马上要让他知道 黄妄的下场 圣子 把他打趴下 让世人看看 在我清廉圣地叫嚣的下场 就是 什么档次 也敢在我们清廉圣地撒野 今天要是不好好教育他 我们清廉圣地的脸 还往哪放 场下 清廉圣地的弟子 都很激动 圣子手下留情 一声几乎在围观众人中响起 接着 吴清和叶修二人 气喘呼呼地赶来 他们是一刻 也不敢停啊 看着倒在地上的王队 吴清心里一咯噔 这真的打了起来了 完了 完了 圣地乃是玄黄大陆 最强的势力 这在家门口 被灵瑶打脸了 岂会放过灵瑶 圣子殿下 他还小 其实我们是来学习的 吴清低着头 咬着牙说出这句话 共犯 来人 拿下 赵无言看着二人 眼神一宁 圣子 愿望啊 我们真的是来交流学习的 而且 这位还小 他才五岁 还是个孩子 你们就不要与他计较了 吴清高呼 他可没有灵瑶的背景 在清廉圣地面前 不过是一只大典的蝼蚁 此刻 也是额头冒汗 尽力解释 交流学习 一来便扬言要与圣主战斗的交流 你莫不是当我等是傻子不成 赵无言冷笑 今天他非要好好教训他们不可 赵无言身后的长老弟子们 也都纷纷出言 圣子殿下快镇压了此聊 说不定就是某个老妖假扮的 就是来我清廉圣地闹事 就要承受相应的后果 否则岂不是真的当我清廉圣子 无人不成 还请圣子殿下速速出手 拿下这几个萧小 群情激烈 吴清和叶修越听 越感觉不妙 难不成今天就真的要栽在这里了 叶修也是神色灰暗 他的美好的修仙生涯 才刚刚开始 怎么有种就要结束的感觉 既然如此 本圣子就 慢着 吴清大喊一声 这位来历可不一般 要是你们清廉圣地伤到了他 他父亲来了 清廉圣地将成为历史 第十章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击败圣子 吴清的声音 在清廉圣地外的上空回荡 瞬间让空气安静 沉没了几息后 人群中爆发出笑声 这个是逗逼吧 我们清廉圣地会没了 这是我修仙后 听到过最好笑的笑话 不得不说 老头 你不应该去修仙 你应该去说说啊 就连赵无言也忍君不惊 他甚至都没有生气 实在是这个威胁 说的就像是一个笑话 就像是一个蚂蚁说 他要咬死一只大象一般 可能吗 大象的皮都咬不破 吴清脸色难看地看着周围 他知道周围的人都不相信他 他也不相信 他只知道 林瑶的父亲很强 但是能够随意毁灭一个圣地 这可能吗 吴大叔 别说了 圣子 只要我打败你 就能和圣主战斗了吧 林瑶看着赵无言道 小脸上满是认真 赵无言此时也是忍君不惊 如果你今天能够战胜我 我去向圣主禀报一声 又如何 开玩笑 他赵无言可是圣子 同境界无敌的存在 会被打败 不存在的 好 我林瑶正式向清连圣地发起挑战 林瑶做出一个手势 微微鞠躬 这是修仙者 去另一个宗门挑战的礼仪 俗称踢馆礼仪 见此 赵无言也是眼神一鸣 将林瑶带到清连圣地的外的竞技场 这是专门为清连圣地 前来踢馆的人准备的 请 站在台上 赵无言对着林瑶摆出手势 作为圣地 对于挑战者 一般他们会给出一定的尊敬 同时也是表现出圣地的凄凉 林瑶也不客气 直接挥起小拳头 向赵无言挥去 然后在空中林瑶消失 赵无言脸色一变 下一秒 林瑶出现在他左边 冲着他的脑袋 给他一拳 砰的一声 赵无言被击退数十米 好险 看着林瑶 赵无言心中的轻视消散 刚才要是他再慢一点 恐怕就要被林瑶打伤 台下的长老弟子 以及前来观望的修仙者们 也都神色一变 怎么可能 这小女娃竟然差点伤到圣子 就算是杜杰七大能 圣子也能交手 这个小女娃竟然这般强 什么小女娃 我看啊 就是哪个老妖怪出山 装成一个小女孩的模样 或者是哪个大魔头夺射 不然凭什么这么强 是啊 圣子刚刚是轻敌了 等着看吧 管他什么妖怪魔头 马上就要在圣子的攻势下 献出原形 赵无言看着林瑶 神情凝重 刚才他明显感受到 林瑶消失在虚空中 直到他出现在自己左侧时 他才发现他 顿法 这明显是很强的顿法 赵无言神色不敢再带半点轻视 寻常就算是杜杰七修士 也无法这般进他的身 能够完全躲过他的虚空顿法 一定是极其恐怖 看到赵无言躲过自己一击的林瑶 并不吃惊 继续顿入虚空之中 准备从某个地方 再给他一击 砰砰砰 十几招之后 赵无言忠实 没能挡住林瑶的全部攻势 被一击击中胸口 一口鲜血吐出 受了伤 下面围观的长老弟子 都震惊不已 他们的圣子 居然被打伤了 怎么会这样 这个小女娃这么厉害 我怎么从来没听见过 这么强的一个炼虚七的修仙者 暗道理这样强的炼虚七 大能不会突然出现 而且 一般炼虚七大能 除了少数的伞修外 都是出自各大势力的 莫不是其他九大圣地 暗中培养的弟子 底下弟子们议论纷纷 吴清看着 也是松了口气 看着灵瑶游刃有余的样子 吴清也就放心了 而赵无言 脸色十分难看 他看着虚空 有种就不要做个藏头鼠背 堂堂正正的 跟我打一场 赵无言感觉自己 是在跟棉花交手 有力气没地方使 灵瑶每次都是出来 一击 不管成不成 都直接顿回虚空 这让他很是难受 不行哦 爸爸教过我 我们在和修士打斗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要稳健 赵无言脸黑得像是锅底一样 这是什么父亲 教女儿这些东西 他好难受啊 下面的弟子 也忍俊不惊 真的狗啊 这让我想到 万年前 哪个狗到成仙的强人 从来都不会真身现实 确实有那么一点味道 当时好像是整个修仙界 四处征战 大家打得你死我活 最后都被那个狗神捡了便宜 一跃成仙 不知道现在再仙界怎么样了 那等存在 恐怕就算是仙界 也能混得风生水起 不过现在圣子就要难受了 这种打法 圣子完全碰不到对方 几乎是必败之局 听到这些话 赵无言脸色更黑了 你如果还不现身 我就走了 赵无言已经不想再讲什么脸面 他要和林瑶过招 说他欺负人也好 为男人也罢 他不能这样耗下去 嗯 好吧 林瑶从虚空中现身 无清脸色一变 在他看来 林瑶完全是凭借顿法之力 才有击败赵无言的可能 如今放弃顿法 岂不是必败无疑 不是吧 清廉圣帝 连个小女孩都要欺负 就是还不让人家用盾法 太赖皮了吧 底下那些不是清廉圣帝的修士 纷纷出言 清廉圣帝弟子 纷纷低头 无他 太丢人了 圣子和人切磋 居然要靠这种下三滥的威胁 赵无言听着那些声音 脸色阴沉 不管怎么样 他代表清廉圣帝的脸面 他不能输给林瑶 来吧 只要你能接下我这一掌 便算你赢 说着 赵无言运转功法 天色瞬间阴沉下来 随着赵无言手上不断结印 一个巨大的手掌 慢慢在虚空凝聚 清廉无相掌 底下有人惊呼 无清 那是什么 清廉圣帝老祖所创的武技 据传 修炼到深处 能匹敌仙法 由清廉圣子施展 恐怕就算是杜劫大能 也要避其锋芒 这样说来 清廉圣子 倒是有耍赖的嫌疑 站在原地凝聚武技 去攻击对方 实在是让人不耻 听闻此言 无清脸色顺变 刚想提醒灵瑶 却只见灵瑶手上 同时开始结印 一个巨大的掌印 同时出现在灵瑶的面前 怎么可能 武技可不是流于表面 必须要配备心法才能施展 这小女孩 居然在模仿 看着吧 只是须有其表罢了 等我们圣子出手 必然让她溃败 赵无言也发现了 灵瑶在模仿她 心底冷笑 要是武技这么好模仿 修仙界各大势力 干脆解散得了 还传成啥 手上结印越来越快 终于 结印完成 而灵瑶也后发先制 同时结印完成 虚空中两个大掌印 瞬间碰撞 赵无言冷笑 她已经可以遇见 灵瑶被她掌印 打入地底的场景了 但是下一刻 赵无言瞳孔放大 怎么可能 赵无言施展的青莲无相掌 遇见灵瑶所施展的 被催枯拉朽的破开了 哄 一声巨响 赵无言被打入地底 比武台上 只剩一个大大的手印 全场鸦雀无声 模仿地把原版击败了 第十一章曲曲圣子 反首可灭 许久 场上爆发轰动 卧槽 我看到了什么 怎么可能 我好像看到了 圣子被他自己 最强一击击败了 自信点 你真的看到了 无亲默默地提醒 旁边围观的修仙者 兄弟 我看你和这位大能一起来的 不知道你们师臣何派 有修仙者向无亲提问 引得众人侧目 他们也想知道 这个如此强大的小女孩 出自哪个势力 就连清廉圣地的弟子 此时也侧耳倾听 好奇什么势力 才能培养出 林瑶这样的大能 看着众人眼神之中的 思思敬畏的目光 无亲和叶修 也不禁挺直了身板 刚才这些人 还不看好林瑶 现在还不是要向他请教 清了清嗓子 无亲道 这么说吧 我也不知道 众人眼神之中的期待之色 瞬间暗下 但是 无亲画风一转 众人又看向无亲 眼神之中流露出期待 虽然我不知道 林瑶小仙子 出自哪个势力 但是他的父亲 绝对是一个惊天强者 何以见得 对啊 怎么说 说到强者 众人可就太感兴趣了 你们见过五岁的 炼虚七大能吗 无亲此话一出 场下众人虚声一片 别装了 还五岁呢 五千岁我都信 就是 骑马千岁 五岁是什么鬼 五岁连字都认不全 修什么仙 对啊 别装了 我们已经知道 你们背后的势力很厉害了 就连清廉圣帝的 秘传武技 都能弄到 说到这个 一道人影 从大坑中爬了出来 清廉无相长 乃是我清廉圣帝 无上秘传 你从何处学来的 赵无言盯着灵瑶 很明显 就算灵瑶天资惊人 也要有五技传承 才能修炼 我从来没有修炼过啊 灵瑶眼神之中 带着纯真和清澈 纯真的眼神 看向赵无言 很无辜 就这样的五技 自家书房里 都不稀罕收藏 他怎么可能修炼 怎么可能 事到如今 铁正面前 你还不承认 赵无言死死地盯着灵瑶 希望从他的脸上 看到一丝破绽 但是 很遗憾 灵瑶很自然 他真的没有修炼过 围观的清廉圣地弟子们 第一个不同意了 怎么可能 我清廉圣地秘传 就算是圣地内掌握的人 也不足十人 你没学过 怎么可能掌握 修炼我清廉圣地五技 还不承认 使不定是哪里出来的萧萧 对 肯定是背后势力 见不得光 所以 在这里虚张声势 圣子殿下 快请宗门长老 拿下他们 逼出他背后势力 还我清廉秘传 底下群情激愤 无情看得一头冷汗 就连他也认为 灵瑶肯定是修炼过 至于怎么得到那等五技 以灵瑶父亲的手笔 想要拿到并不困难 这个要修炼过 才能施展吗 灵瑶清澈的眼神 看向赵无言 满是纯真 只是在赵无言听完 就变成了赤裸裸的嘲讽了 他可是参悟百年才入门 黄口小儿 满口胡言 倘若你不是学过 怎么会我宗门秘传 一个白发老者 出言质问灵瑶 对啊 如果不是学过 怎么会我圣地的秘传 怎么 说不出来了吧 接着憋啊 下面你一言我一语 因为 我会斗字秘术啊 演化一切功法之术 你们的秘传 看一遍就会了啊 灵瑶语气无奈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难不成五技这种东西 还要一样一样的去学 那得多麻烦啊 怎么可能 老朽今天就要戳破你的谎言 我有一五技 在一技中获得 修炼以来 还从未识人 要是你也能使出 老朽便信了 一位化神修士站了出来 灵瑶点了点头 示意他开始 半想后 不可能 这五技我从来没在人前施展过 你怎么会 而且 比我施展得还强 灵瑶无奈 都告诉你们了 我会斗字秘 可以演化一切功法之术 你不会是托吧 就是 这么大年纪 给人当托 底下有人质疑老者 哼 老夫修炼千余年 岂会干这种事 你们要是怀疑 便自己上来 一事便知 老者一挥袖袍 愤然下场 围观者议论纷纷 好 我来试试 紧接着 不断地有人上来试 其中不乏在 青莲城知名的修士 以及青莲圣地的弟子和长老 但是 无论他们施展何种武技 灵瑶都能一一施展出来 且都比原版的更强 怎么可能 一个人怎么可能学那么多武技 众人从开始的 怀疑到不得不相信 灵瑶说的是真的 这个名叫斗字秘的秘法 真的能够看一遍 就学会人家的武技 无情也目瞪口呆 此刻他明白了 灵瑶没有撒谎 仙法什么的 真的训报了 这秘法 恐怕要远比仙法珍贵吧 同时 无情感觉他之前 对灵瑶父亲的身份 还是嘀咕了 本以为是一个 隐识不出的杜杰七 顶尖大能 现在看来 恐怕不止于此 甚至有可能来自仙界 这个念头出现在脑海中 无情愈发感到恐怖 修仙界数万年 从来只有修士飞升仙界 还从未听说 有谁能够从仙界下来 看到斗字秘这般厉害 叶青连手上拿着的茶杯 也不禁顿珠 莫老可曾听说过 这般恐怖的秘法 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 若是有这般恐怖的秘法 那么还修行什么武技 有此秘法 岂不是等于学会了天下武技 墨天机刚从推演中醒来 还对那等恐怖的存在 心有余悸 恐怕是我等想象不到的存在 那般存在拿出的秘法 似乎也能够理解 墨天机想到推演中 模糊感受到的契机 便是他无法承受的 那等存在 恐怕就算再先见 也是一方剧情 能够拿出这等秘法 也是情理之中 叶青连皱着眉头 我青连圣帝 什么时候招惹了如此厉害的人物 叶青连心底担忧 若是灵瑶的父亲 这般恐怖 要是他想让青连圣帝覆灭 岂不是翻手可为 圣主也莫要担心 那般厉害的人物 要灭我青连圣帝 岂会这般麻烦 莫老的意思是 恐怕 人家就真的单纯的 是为了历练他女儿呢 第十二章 灵瑶施展皆自密 圣主慌了 所以 现在 我能挑战你们圣主了吗 灵瑶大眼睛扑闪着 认真地看向赵无言 众人也纷纷被这话引动 真的要挑战圣主啊 不会吧 圣主近千年 都没有出过手了 怎么可能破例 可是 圣子答应了 要是做不到 恐怕我青连圣帝 就要名声扫地了 赵无言听着众人所言 神色有些难看 他没想到自己会败 所以随口答应下来 结果不成想 灵瑶真的赢了 圣主多年不见人 就算是赵无言 也未必能见 说不定因为这件事 他圣子的位置 都会受到威胁 圣帝内 还有几人 对圣子之位 虎视眈眈眈 我 赵无言一咬牙 正要毁约时 小妹妹这么坚持 我叶青连再躲着不出来 倒显得我青连圣帝小气了 一道身影 打破虚空 在擂台上现身 圣主 赵无言见状 赶忙行礼 下去吧 台下众人彻底沸腾 圣主是何等人物 无论势力 还是实力 都是修仙界最顶尖的存在 本来是来看热闹的众人 心中激动 今日能见圣主出手 够他们吹一百年了 圣主出手了 这小女孩 没有机会了 那是 圣主是何等人物 随时都有可能成仙的存在 一个小女孩罢了 怎么可能是她的对手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小女孩 会产生奇迹 毕竟圣子也打不过 你是不是脑子嗅斗了 圣主岂是圣子能够相比的 她可是修仙界之强者之一 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林瑶 就算有为林瑶出生 也会立刻被其他人盖下去 吴清和叶修相识 苦笑 在他们看来 林瑶想要战胜圣主 也是不可能的 杜杰七的顶级大门 和练须七之间宛如天欠 岂是说跨过就跨过的 而此时 叶清莲心底 却是有些无奈 就在刚刚 她和墨天机分析了 既然林瑶的父亲 想要她挑战圣主 那么她要是不出来 岂不是要惹怒林瑶父亲 想到墨天机推演时的惨状 叶清莲还是出来了 只是她现在在考虑这个度 毕竟林瑶身后 可是站着一个 十分恐怖的存在 只是透露出来的一些 便让他们心生畏惧 要是她打伤了林瑶 她父亲找上门来 他们清莲圣地威仪 但她又不能放水太严重 毕竟是清莲圣地圣主 还是要保存清莲圣地的脸面的 所以这个度 把叶清莲为难住了 自从修行以来 就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 你就是圣主吗 我要挑战你 见叶清莲 主动说道 只要战胜眼前这个人 就算是完成任务的第一步了 小妹妹 我看你还是练虚期 要是我出手 打伤了你 免不得有人说我清莲圣地 以大蹊跷 怎么会 我爸爸说过 修仙者要是不越阶 还有什么意思 而且你未必能够打赢我哦 大叔 这话说的 叶清莲都不知道怎么回 越阶是认真的吗 修仙境界 越往后 差距越大 练虚期越阶肚截期 最多就是越那些 刚突破肚截的修士 他可是半只脚跨出肚截 随时都可能呈现的顶级肚截期 小姑娘 你认真的 底下圣地的弟子 也都一份填膺 从来只有他们圣主 越阶斩杀别人 什么时候 有人敢在他们 圣主面前 这么嚣张地说要越阶 圣主 不要心思手软了 好好教育一顿 让他知道 什么是圣地之威 对 圣主不要看他像个小孩子 就手软 养我清莲圣地威名 要不是这些都是他清莲圣地的弟子 叶清莲真想给这些家伙大嘴巴子 没看出来 他正为难着吗 要是灵瑶没有背景 他早就 一个指头摁死了 还要等他们说 既然如此 你先出出手吧 叶清莲副手而立 示意灵瑶出手 好 灵瑶也不客气 顿入虚空之中 叶清莲皱眉 灵瑶的顿术 实属奇怪 就算是他也感受不到奇痕迹 下一刻 身侧空间波动 叶清莲瞬间反应过来 出手挡住灵瑶 一击不成 灵瑶顿入虚空 接着 一击接着一击 可是叶清莲 毕竟不是赵无言 在有准备的情况下 灵瑶的所有攻击 都被叶清莲轻松挡住 我就说 圣主出手 一切都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圣主还是太仁慈了 都没有下重手 人家都打上门了 还让着人家 圣主大人 可能不屑于欺负小辈吧 毕竟身份摆在那里 围观着对清莲圣地充满信心 在他们看来 叶清莲不可能输 无情看着场上 灵瑶根本无法 对叶清莲造成伤害 心中叹息 这很明显 灵瑶根本不是 清莲圣主的对手 毕竟还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让他去对战圣地之主 还是太勉强了 数十招过后 叶清莲感觉差不多了 小妹妹 如果就是这般的话 我要出手了 是时候结束了 打了这么久 既保全了清莲圣地的面子 又给了灵瑶父亲面子 就算最后人家找上门来 也说不了什么 再下一次 灵瑶从虚空中顿出 叶清莲悍然出手 虚空碎裂 灵瑶无处藏身 这就是圣地圣主的实力吗 围观者均是目瞪口呆 圣主实力 回天灭地 恐怖如斯 他们遇见一个天之骄子 将再次折戟 许多人心中感到惋惜 可惜了 一旦妖孽前行的脚步 终究还是要被挡住 圣主岂是能够随随便便战胜的 圣主之威 势不可挡 破碎的虚空 向灵瑶满脸 就要将他包围 马上他挑战圣主之行 就要被画上句号 而他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可 真的就结束了吗 怎么可能 有人惊呼 无情瞪大了眼睛 是不是真的吧 叶清莲眉头紧皱 只见 灵瑶独立虚空之中 单手抬起 一道光目横立身前 挡住了蔓延的虚空 接字密 灵瑶嘴唇清起 又是一个惊天秘书 接字密是什么 众人心神震荡 第十三章 灵瑶施展数字密 打败圣主 众人震惊 叶清莲的神色 不负之前的平静 怎么可能 灵瑶的实力他感受到了 比赵无言强 但是也就相当于 一般刚突破杜劫期的修士 和他之间 依旧没有可比性 但是 他居然凭借着什么阶子密 挡住了他的攻势 此时 叶清莲也顾不得留守了 为了清莲圣帝的名誉 他使出了权力 煞世间 天地变色 虚空崩裂 圣主之威 尽显无遗 可 灵瑶依旧站在原地 叶清莲的攻击 被灵瑶挡住了 怎么可能 叶清莲失声 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 怎么可能凭借什么密法 就挡住了他的攻势 圣主 我知道了 一道身影出现 正是墨天机 老朽想起来了 我曾在上古典籍中看过 九字密数 乃是上古时代的无上密法 皆字密 能够瞬间激发十倍战力 而且 是攻击 防御 速度 全方位增强十倍 十倍战力 叶清莲神情惊恶 如此密数 怎么可能 不仅是亲身体验的叶清莲 就连围观的众人 也都纷纷张大了嘴 我没听错吧 十倍战力 还是攻击 防御和速度 都增强十倍 那可是墨老 推演一到第一人 他没必要说谎话 有人认出了墨天机 这样 众人更加震惊 十倍战力的密法 世间竟然存在这等恐怖的密法 再联想到小女孩 前来挑战圣主 一切又变得合理了起来 身负这等密法 挑战圣主 好像也没有什么罢 众人心中 圣主不可犯的念头 第一次产生了动摇 莫老说九字密 说明这等绝世密法 一共有九个 有人说到 众人震惊 想到之前 林瑶已经施展了斗字密 也就是说 这样的密法 还有七个 斗字密 演化一切功法之术 皆字密爆发十倍战力 两者结合 恐怕清莲圣主 今天要被这个小女孩击败了 叶清莲也想到了这个 林瑶现在 已经拥有和她一战的实力了 甚至说 要是她不使出权力 都无法击败林瑶 好 没想到你还隐藏了实力 那么 接下来 我将权力出手 叶清莲 神色凝重 不复开始的轻视 林瑶已经完全够资格 做她的对手了 现在 她将权力出手 作为清莲圣帝的圣主 她就是清莲圣帝的神 她不能办 一朵清莲 出现在叶清莲的脚下 其上带着恐怖的毁灭气息 这是 清莲圣帝最强武技 灭是清莲 有人认出了这招的名字 清莲圣帝最强武技 只有清莲圣帝圣主 才会 面对叶清莲 使出的蔑视清莲 林瑶不慌不忙 身上毁灭气息散发 一朵同样的清莲 出现在她脚下 斗字蜜 斗字蜜 再次被施展出来 这也太变态了吧 斗字蜜 加上接字蜜 简直就是越接力气 下面惊呼一片 所有人都紧紧地看着上空 他们也想知道 叶清莲是否能够挡住林瑶 要是没挡住 林瑶将名扬天下 见到林瑶脚下浮现清莲 叶清莲不为所动 面试清莲这门 武技她休息多年 早已圆满 林瑶就算模仿又如何 最多就和她一个层次 一击过后 以她丰富的战斗经验 战胜林瑶不难 下一秒 叶清莲心神不稳 差点武技施展都被打断 林瑶身边出现了第二林瑶 第二个林瑶一现身 身上也浮现毁灭的气息 同样的一朵清莲出现在她脚下 怎么可能 数字蜜 莫天机惊呼 什么 什么数字蜜 小姑娘怎么变成了两个 对啊 是幻想吗 怎么我看不出来 哪个才是真神 围观惊呼一片 实在是林瑶太让人震惊了 数字蜜 修行道至高处 可以幻化无数分身 每个分身都有原身的战力 叶清莲此时很想爆粗口 什么鬼 可以复制武技就算了 爆发十倍战力 她也忍了 现在还能分身 这怎么打 就好像两个人 实力本来相差悬殊 但是其中弱的有挂 开挂直接抹平差距 甚至超过 我擦 这也太强了吧 林瑶仙子 宁收徒地步 我一天24小时待命 还不要零食 我靠 你这是直接就背叛圣帝了 什么鬼 你看清楚 我不是圣帝弟子 林瑶强大九字蜜 让众人心持神望 交手还在继续 叶清莲感觉压力山大 莫名的变成了以一敌二 但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很快 空中的清莲撞到了一起 林瑶施展的蔑视清莲 和叶清莲的威力相差不大 但奈何 它是两朵莲花 虚空中出现裂缝 无数空间碎片闪过 最后出现两个人影 依然立在空中 叶清莲满脸复杂地看着林瑶 随后扑的一声 口吐鲜血 身上道袍中间 炸开一个大洞 你赢了 清莲圣帝弟弟子 瞬间都搭拉下脑袋 圣主竟然败了 我去 不是吧 真的赢了 我靠 这个我真的可以 吹一千年 别 怎么 你不信我 你还是先活过一千年再说吧 不管怎么说 清莲圣主输了 输在一个小姑娘的手中 清莲圣主心里明白 她输给了这个 只有五岁的小女儿 不过 林瑶最后施展数字 秘石身上玄妙的道运 倒是让叶清莲颇有感悟 阻挡在面前的成仙瓶颈 竟松动了一丝 多谢 叶清莲隔空抱拳后 转身离去 她要把这次修行的感悟 好好消化 林瑶也准备走了 她要去挑战下一个圣地 林姑娘 敢问令尊明慧 我爸爸叫林轩 林轩 修仙界有姓林的大能吗 墨天机陷入思索 或许需要去考证一番 林瑶走后 吴清立马跟上 下一个圣地在哪 林瑶已经迫不及待了 吴清苦笑 这次她没有出言阻止 能够战胜圣主 说明 林瑶确实有这个实力 从清莲城 一道道身影四散飞往各处 清莲圣主 被一个五岁小女孩击败的事情 很快就会传遍整个修仙界 第十四章 林瑶父亲身份推测 道一圣主应战 灵性大能 墨天机查看着清莲圣地古籍 其上记载着上古时代至今 那些出名的强者 能被记载在上面的 至少都是杜杰七大能 其中很多都以飞升仙界 找到了 墨天机在古籍中 看到一个极为亮眼的存在 万年前 一个无名青年 横空出世 挑战十二圣地 一身手段神鬼莫测 无意敌手 无论对方使用何武技 都用同样的武技击败对方 墨天机瞳孔收缩 多么熟悉的场景 这个小女孩 是那人的女儿 万年前 那次挑战 被称为圣地浩劫 打破了圣地不败的神话 而其中有两个圣地 因为圣主惹怒那个年轻人 而被除名 只剩下如今的十大圣地 所以 那个小女孩 要像她父亲一般 挑战十大圣地 墨天机猜测到这个可能 清莲圣地 只是第一个 按照诡计 下一个要挑战的是 道一圣地 道一圣地 圣主 道极 参悟道之极致 是十大圣主中 最为霸道的一个 一身全法功高造化 堪称近战无敌 此刻 道极正在道一圣 滴答殿内踱步 你说的可是真的 那金光 真的是一个小女孩 引起来的 一个黑袍人 正躬身向道极汇报 圣主大人 千真万确 属下在百炼城 听说 那个小女孩 一粒丹药 让一个七寻老人 跨过炼体 一招宁气 而这紧被她称为糖豆 还有 属下调查道 那个小女孩 用一枚极品零食 换取一百文钱 说着 黑袍人从后面 抓出一个中年胖子 八字胡 看上去 就像是一个肩上 仙人饶命 仙人饶命啊 我也不知道 那个小女孩 跟仙人有关 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求仙人放过我吧 胖子磕头如捣钻 要是重来 她一定不敢再 坑骗那个小女孩了 确实是极品零食 道极手上 拿着那枚零食 心底有盘算 极品零食 对于她来说 不算什么 但用一枚极品零食 换一百文钱 这种事情 明显是一个 不安事事的小女孩 还有那道冲天的金光 或许 小女孩 获得了惊天造化 黑袍人猜测到 机缘有能者得知 圣主的意思 是把那个小女孩 抓过来 黑袍人询问 能力与机缘不匹配 便是罪 道极手中的 极品零食 瞬间被捏碎 化成一团 极其浓郁的灵气散开 动动动 有人敲响了道钟 黑袍人 看向圣地外 敲响道钟者可挑战圣地弟子 生死勿论 道极看向圣地外 自从千年前 他连图十大天骄 千年来 便在无人敢敲响道一圣地外的道钟 没想到又想起了 看着灵妖 一下下敲响道钟 武清感觉自己的心脏 都要跳出来了 太他妈刺激了 千年前 他还是一个筑基期修士 外出历练 恰巧亲眼目睹了道一圣的圣子 也就是如今的圣主 道极 连斩十大天骄 那一日 血染长空 无数圣地震怒 门下天骄 被道一圣子斩杀 上门来讨要说法 谁知尚一认道一圣主 只是冷淡的回应 要战便战 没有任何废话 让其他圣地碰了一鼻子灰 从此之后 道一圣地的道钟 再没想过 终生想过 一道道身影 出现在圣地外 他们中很多人都没听过终生 其中经历过千年前 那场屠杀的长老 为那些弟子 介绍他们圣地历史上的 辉煌战绩 无数新进弟子眼中 闪现神网之色 谁敲响了道钟 一道身影 从虚空中踏出 是道一圣地外门大长老 刘宇 刘宇看着眼前的三人 皱着眉头 一个化神妻小辈 带着一个女娃 还有一个助击妻的小修士 目光从灵瑶身上扫过 最终锁定在吴卿身上 就是你要挑战 我道一圣地 面对刘宇 吴卿脑门瞬间就冒出冷汗 压力山大啊 道一圣地弟子 也有人纷纷出声 什么鬼 我还以为是哪个天才 居然是个化神器 看样子 还是刚突破化神器 管他呢 让我来 不要跟我强 什么救你来了 我也要上 都别跟我争 我一招镇压他 许多化神器弟子 争执起来 他们在究竟派谁去 秒杀吴卿这件事上 展开激烈讨论 这种必出风头的事情 大家都想上 吴卿脸都白了 这些人是不是眼神不好 借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 在圣地门前撒野啊 是我要挑战到 一圣地圣主 麻烦您通报一下 一道稚嫩的声音 吓响起 空气突然安静 圣地的人看着灵瑶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思索 你们是来搞笑的 来闹事的吧 长老 这种人 直接杀了喂狗吧 这么残忍 这么可爱的小姑娘 圣地威严不能灭 刘宇紧盯无亲 从她的脸上 刘宇看出 灵瑶说的是真的 怎么可能 小姑娘 我道一圣地 可是生死误论 念你年幼 放你一马 快走吧 有弟子也附和道 就是 小屁孩 牙都没长齐 还想挑战圣地 成这大长老 心情不错 快走吧 晚了就来不及了 无亲看着这些人 有点打退堂鼓 要不 我们先商量一下再说吧 叶修看着这些人 脸色苍白 其中几乎都是 金丹七修士 元英七修士 不少弟子都到化神了 威严对他来说太强了 我要挑战你们圣地圣主 灵瑶重复道 刘宇神色一宁 面色不善 他已经给机会了 结果有人非要走死路 我们圣主 岂是你想见就见的 敲响道中 就去旁边的演武场 你看可有弟子 愿意接受你们的挑战 否则就是回吧 说完刘宇转身 就准备离去 剩下的道医 圣地弟子也都到 小妹妹 回去吧 没有人会接受你的挑战的 开玩笑 去和一个牙 都没长齐的小女孩对战 他们丢不起这个人 大家都兴趣 缺缺的准备往回走 本以为有热闹可以看了 结果是个小女孩 然而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从虚空中传出 你的挑战 本座皆了 第十五章震惊 不是吧 这也行 所有人都愣住 怎么可能 道际是谁 杜杰七大能 半只脚踏入仙界的无敌存在 居然会接受一个小姑娘的挑战 圣主 你这 刘宇想上前询问 却被道际一个眼神制止 道际看着林瑶 却是看不出任何端倪 刚才 他看见林瑶 本来也以为是一场闹剧 但黑袍人告诉他 这个就是百炼成的那个小女孩 这下 道际才提起精神 百炼成离道一圣地 就算是炼须七修士 也要至少两天 而他派出去的属下刚回来 林瑶就出现在道一圣地 这其中肯定不寻常 不会吧 圣主为什么要离这个小女孩 对啊 这小女孩 不过是一个凡人 圣主接受她的挑战 不是掉价吗 晋升 圣主的意思 其实我们能够理解的 我们只要看好就好了 圣主肯定有她的考虑 下面议论纷纷 道际并未理会 一步踏入阎舞场 不是要挑战吗 本作给你这个机会 林瑶闻言 一步踏出 同样进入阎舞场 道际眼神微不可查地 闪过一丝波动 有意思 道际天生一双灵同 能够看破虚妄 她居然都没有看出来 林瑶修为 已是练虚气 五六岁的练虚气 道际心中震动 这世上绝对不可能 有人能够凭借修行 做到这种程度 机缘 这一定是今天的机缘 让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成为练虚气修式的机缘 道际心底狂喜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机缘 她拿定了 我靠 怎么可能 居然是练虚气大能 怎么可能 这真的是小女孩吗 不会是个老妖怪吧 怪不得圣主大人 接受了 圣主肯定看出来了 不对 这小女孩 最多五六岁 老夫学过一门上古铜术 能够看穿所有人的年纪 长老 你认真的吗 看穿年纪的上古铜术 有屁用 你别管 反正这小女孩 就只有五六岁 说话的老者 脸色微微红 这门铜术 让她有些丢面子 不会吧 五六岁的练虚气 怎么可能 就是啊 这么厉害 我五六岁还在玩你吧 这小女孩 是不是获得了什么机缘 有大能醍醐灌顶之类的 醍醐灌顶 恐怕要仙人才可以吧 此话一出 众人陷入沉默 仙人 可能吗 从玄黄大陆 飞升仙界的前辈 从未听闻 有人能够回来的 仙凡永阁 似乎是一个定律 练虚气吗 道极冷漠的 看向灵瑶 区区一个练虚气 就想挑战 她道一圣主 可笑 我爸爸说练虚气 就是修宪的 最后一个境界 修炼到深处 一日渡劫 而后飞升 只有废物修饰 才会在渡劫期 停那么久 道极冷淡的语气 让灵瑶不开心 练虚气怎么了 待在渡劫那么多年 才废 四 场下 所有人都一脸震惊 他们第一次听说 渡劫期是废物 那他们这些一辈子 都忘渡劫的修饰是什么 那岂不是废物中的废物 既然如此 就让本座看看 你这个天才是怎么 击败我这个废物的吧 道极歪着脑袋 俯过手臂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邪意 他不会因为灵瑶 这么一句话就生气 灵瑶得到了惊天机缘 在道极的眼中 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而他从来不跟死人生气 与必 道极先行出手 他从来不知道何为让 出手必是杀人数 一拳轰向灵瑶 一拳凝聚天地之势 势不可挡 带着毁灭之意 见此 下方围观的一些 心软的女弟子 已经闭上了眼睛 这么可爱 又获得今天机缘的小女孩 今日就要陨落于此 令人惋惜 唉 可惜了 这么一个天才 就要这样陨落了 所以说 做人还是不要太张扬 稳健才是王道 围观的弟子 心底浮现各种想法 但是 下一瞬 灵瑶挡住了 身上气势暴增 一瞬便跟道极相当 怎么可能 练须七 怎么可能挡得住圣主一击 他身上气息 怎么突然暴涨 众多弟子睁大眼 不可思议 他们眼中 将陨落在道极 这一拳下的灵瑶 竟然挡住了 道极眼中 也闪现惊恶之色 他拳头 即将打到灵瑶身上时 灵瑶气息暴涨 挡住了他的一击 这是 什么秘法 惊天机缘 道极眼神之中 贪婪之色无法掩饰 瞬间爆发十倍战力的秘法 这等逆天的手段 要是他得到了 十大圣地将止于一家 既然如此 道极身形变得虚幻 身上气息愈发恐怖 我这一世 截天指你可挡得住 一道指引在虚空凝聚 底下弟子震动了 截天指 可是他们道一圣地秘传 只有炼虚气以上的修士 才能修炼 如今由圣主使出这招 就算是杜杰七修士 也无法对抗 灵瑶就算用秘法 强行提高实力 又如何 五计这种东西 可不是醍醐灌顶就能得到的 要靠着时间的积累 不断地练习 领悟 可惜了 以为自己获得了机缘 就天下无敌了 要是他能稳健点 苟起来 千年后 凭借他那能够瞬间 暴涨实力的秘法 未必不能与圣主一战 可惜他太急了 可惜世上没有如果 众多弟子 已经对灵瑶不抱期望了 一个五岁的女娃 就算机缘巧合 获得今天机缘 达到炼虚气 但五计这种东西 可不是光靠机缘就行 那是常年累月的积累 你们看 怎么可能 有弟子惊呼 所有看过去 灵瑶竟然也使出了截天纸 假的吧 我眼花了 不 我们都看见了 他居然使出了截天纸 用截天纸 对圣主的截天纸 不可能 怎么可能 截天纸在道一圣地内 休息人不超过十人 修炼到高深处 只有圣主一人 这女孩怎么也会 道一圣地弟子 陷入怀疑 一个挑战他们圣地的小女孩 居然在用他们圣地的武剑 第十六章曝光 魏力而来 道极眼睛 也眯起来 灵瑶不可能学过截天纸 这门武剑 但是眼前的这一幕 又让他不得不相信 灵瑶确实会截天纸 且以道极看来 灵瑶不仅掌握 而且掌握极深 甚至不弱于他 这就十分恐怖了 但此时不是思考的时候 截天纸叙事待发 两个巨大的手指 在空中碰撞 虚空碎裂 底下弟子惊呼 竟然是真的 那个小女孩的截天纸 竟然能够和圣主不相上下 道极眼神一宁 心底冷笑 不知道灵瑶 从何处学来截天纸 但是 他会的武剑 可不止一种 灵瑶不过五岁 能会多少武剑呢 又能接下他多少招 九阶斩龙爵 道极师斩下一门武剑 就算灵瑶气息 能够和他相当 但是他会的武剑 何其多 好也好死灵瑶 就算他不知道 从哪里学了截天纸 又如何呢 圣主这数千年间 可不是白活的 修炼的武剑 不知几何 他不可能打得过圣主的 震撼过后 底下弟子 也都想到了这点 一个五岁的小姑娘 不管她的天赋有多强 机缘有多么惊人 时间是硬伤 没有时间去积累陈殿 是不可能掌握多少法门的 而像道极圣主这样的大能 其身上底牌 不知几何 又岂是一个小姑娘 可以撼动的 但是 下一刻 灵瑶身前 同样浮现一道刀印 九阶战龙爵 底下惊呼 不可能 怎么可能这要巧 这个他也会 道极眼神之中 也出现诧异之色 不过 他不慌 他会的武剑 可不止这两种 但接下来 魔魂天咒 灵瑶紧随其后使出 山河意 灵瑶依然能使出 昆蓬秘术 一道昆蓬虚影 出现在虚空之中 道极眼中 闪过一丝恍惚 这昆蓬秘术 是他在一处 上古秘境中发现 自从休息后 就没有试人 一直当做 压箱底的绝招 这个灵瑶 总不可能会了吧 但 一切都只是 道极自己以为 灵瑶依旧使出 昆蓬秘术 炎武场上空 早已在灵瑶 和道极的交手下 充斥着空间乱流 两人相像立在虚空中 底下的圣地弟子们 从开始的震惊 到现在的麻木 他们已经不知道 说些什么好了 灵瑶好像什么武技 都会 什么都能用出来 圣主 我知道了 这是窦字秘 传说中 九秘之一 能够模仿 任何公杀之术 号称最强的公伐之术 一个老者忽然开口 此人乃是 道一圣地藏金阁长老 道九 知道很多 不为人知的秘心 斗字秘 还有如此逆天的秘术 道极看着 灵瑶的眼神之中 充满了贪婪 如此逆天的秘术 只有他才能配得上 他一定要得到这个秘术 模仿任何公杀之术 这秘术 太逆天了吧 对啊 如果我会了这门秘术 还修炼什么武技 看一遍就会了 一个老者 从虚空之中踏出 是太上长老 道一 也是上一任的 道一圣地圣主 本来他是在暗中查看 听到道九说这秘术 瞬间忍不住 站了出来 道极 这门秘术事关重大 我们必须要得到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一个小女孩 身负金天秘术 还有之前震惊 整个修仙界的金光 也是他引起 各大实力 都在寻找金光的出处 很快就会知道 小女孩的存在 他们必须要先下手 若是被其他圣地 抢了先 后果不堪设想 这样的机缘 任何一个圣地得到 都将独霸修仙剑 将再无敌手 此言一出 吴卿脸色顺变 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了 无论灵瑶能否战胜到极 今天他都走不了 你们作为圣地 不能这么不要脸皮 吴卿硬着头皮喊道 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和叶修和灵瑶一起来 要是道一圣地 打算不要圣地脸皮 群起而攻之 恐怕他们几个 都要交代在这里了 脸皮 道一看了一眼无清 便无视了 一个区区化神器的小修士 还不值得他关注 脸皮有什么用 只要获得灵瑶身上的机缘 他们道一圣地 将成为修仙界最强的势力 甚至以后 圣地将只剩他们一家 比起这个 这圣地脸皮 又算得了什么 我一个人便可以解决 道一回应 作为一个时代无敌的存在 道一相信他 能够解决灵瑶 但是 下一刻 十道恐怖的气息 出现在空中 其中 甚至有垂垂老蚁的老者 看上去 大县降制的模样 道一 这是由不得你 我们必须迅速拿下它 这件事不容许任何错误 道一没有同意道一的话 道一 为何患无等出来 道一圣地 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吗 一个老人拱着身子 询问道一 不是 师叔祖 是因为这个女孩 道一将事情的原委 简单地介绍给老者听 什么 斗字密 可是真的 师叔祖 千真万确 好好好 天要心我道一圣殿 老者兴奋到 他是万年前道一圣地的圣主 而他是实实在在地 经历那场浩劫 也就是那场浩劫中 他产生了心魔 从此无缘成仙 他自然深深地感受到 九密的恐怖 听道一的描述 灵瑶至少掌握了两个九字密 阶字密 和斗字密 有这两大秘书 道一圣地 将成为修仙界唯一的圣地 而他也说不定 能从其中亏得成仙之计 加上道一和道吉 道一圣地 一共出现十二尊渡劫七强者 这可以说是道一圣地的底蕴 看得出来 他们对拿下灵瑶的决心 底下弟子看着上面 有人为道一圣地的行为 感觉不齿 有弟子又觉得很正常 机缘本就是能者得知 就算他们道一圣地不上 照样会有其他圣地上 妇人之人是要不得的 无论他们怎么想 他们都无法阻止道一圣地 要围攻灵瑶的事实 看着包围自己的十二人 灵瑶咬着嘴唇 这不公平 决斗就应该一对一 公平 修仙界从来就只有尔虞我诈 何来公平 我道一圣地 明明可以群起而公之 为何要和你对一 道一神色凛然 灵瑶天真的话语在他听来 异常可笑 无情看着空中 围住灵瑶的十二尊渡劫大修 心底难难 完了 谁能想到 圣地居然不要脸皮 出动十二尊这样恐怖的存在 来围攻一个小女孩 不要废话 拿下她 免得夜长梦多 好 动手 一声爆喝 十二尊大能 邪天帝之事 哑响灵瑶 这一刻 天地间安静了 底下无数人看着 心底无不为灵瑶感到惋惜 毕竟这样一个天才就要陨落 而他们就要见证 这样的天才陨落 夜修看着空中 眼神之中 闪过极强的怒火 灵瑶是多么可爱的小姑娘 在她给她带路时 还非要送她礼物 这样天真的小女孩 就要陨落在这些 所谓的大能的围攻之下 夜修一难平啊 无情已经低下头了 要是她劝劝灵瑶 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了 结束了 事已至此 这么可爱的小姑娘 刚入修仙界 就要死在修仙界的 尔虞我诈之中 唉 就在众人为之叹息 愤怒 无奈之时 虚空中 一道带着奶气的叫声响起 望 第十七章圣地出手 欲杀灵瑶 什么 无情抬起头 一个小脑袋 从灵瑶的胯包中探出头 望财 无情见识过望财的实力 但那时对面的 都是原因七修士 此刻 面对十二个杜杰七 大能围攻 望财能顶得住吗 下面到一圣地的弟子 也看到了这个小脑袋 一只小奶狗 看上去还没断奶的样子 和灵瑶看上去 倒是很搭的样子 可是 这么一只小狗出现 最多只会和灵瑶一起 神魂俱灭罢了 在十二位杜杰七 大能的围攻下 他们相信 修仙界 没有人能够凭借一己之力逃出 虚空之中的叫声 让道一心里一惊 定惊看去 原来只是灵瑶身上的一只小狗 灵瑶 交出机缘 秘法 我等饶你不死 道一指着灵瑶 惶惶到阴 企图以此迷惑灵瑶心神 不可以的 爸爸说过 这是师门机密 除非你们拜我为师 但是 你们天赋太差了 我是不会受你们为徒的 灵瑶打量这十二个杜杰七大能 眼神之中 没有丝毫畏惧 这些杜杰七 动辄年纪动辄数千上万 他才不要说这种徒弟呢 会被笑的 死到临头 还在嘴硬 既然如此 把你杀了 炼魂 我们同样 可以获得机缘秘法 见灵瑶没有被吓住 道一不再掩饰 眼神之中的杀意 就算灵瑶 把机缘秘法交出来 他也不会放过他的 这样的秘法 只能他们到一生地拥有 而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其他拥有秘法的人 全杀了 这个想法 不仅是道一 其他那些垂垂木椅的 杜杰七大能 也都眼神之中 充斥着杀意 他们甘愿静默自身 只为了在道一圣地危难时刻 出来护圣地周全 而现在 有一个让圣地彻底成为 修仙界最强圣地的机会 摆在面前 就算过程让人有些不耻 但他们无谓 骂名由他们担着 功在千秋 圣主 别犹豫了 杀了他 让我们这些老骨头 最后再为圣地做些贡献 对 圣主 今日之骂名 由五等担着 但功在千秋 我道一圣地 注定统一修仙界 功在千秋 道一圣地的弟子们 记住了 老祖 我名叫善春秋 让后世之人 别骂错人了 善春秋狂笑一声 张狂的不可一世 浑身气势散发 天地瞬间昏暗 他本是因为 没有把握 度过成仙节 所以静默苟活 只为给道一圣地留下底欲 本以为就要这样 在静默中死去 没想到 今日还有机会 为道一圣地做出贡献 流语震惊 是他 八千年前 道一圣地最妖孽的天才 以一己之力 镇压整个时代的天骄 本来注定成仙 可惜 后来修炼型差他错 无缘成仙 本以为早就作画 没想到 其在静默中等待数千年 成为了道一圣地的底欲 人群之中 惊呼胜一片 显然也有很多弟子 知道这位老祖 道一圣地 曾经某个时代的麒麟子 好 你善春秋 都有如此魄力 我力道元 又如何能够落后 今日老夫 便与你一同赴死 为我道一圣地 薄一个千秋万代 天空之中 乌云变得更加厚重 又一个杜杰七大能出手 被天道锁定 降下成仙雷结 我道铃鱼 吾阳明善 吾道一 十二尊杜杰七 大能合纵连横 吾上威压压向灵瑶 望 望才从灵瑶的胯包中出来 瞬息之间 身形便大数千倍 一条巨型神犬 立于虚空 雪白的毛发上 蓝色闪电击射 杜杰巅峰 气势惊陷无疑 众人惊异 没想到 灵瑶身边 还陪着一个杜杰巅峰的大妖 吾清眼中闪过希望 或许还有机会 只要望才 能够带着灵瑶突破封锁 那么道一圣地 就没办法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一只妖孽罢了 受死 道一神色冷冽 十二人结阵 威势无双 就算是仙人 他现在也有信心斗上一斗 一只杜杰妖孽罢了 何能阻止他们 道一圣地大兴 望 望才滋牙 向他们冲去 这群人太可恶了 居然欺负小主人 数个呼吸之间 望才乌叶一声 从空中掉落 落在了灵瑶怀里 虽然他很神异 但毕竟尚在幼年期 让他面对十二个杜杰妻大能的围攻 实在是太过于勉强了 吾清和叶修 看着空中落下我望才 心彻底如死灰 最后一丝希望 都被磨灭了 下面道一圣地弟子 也都唏嘘一片 圣地威压中 就不是一人能敌 纵使你实力再强 面对圣地时 还是得趴着 孩子 放弃抵抗吧 贡献你的灵魂 我道一圣地 将会永远记得你的功绩 道一语气冷淡 平淡地审判了灵瑶的生死 旺财 你怎么样 灵瑶神色之中 露出焦急之色 旺财从下 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旺 旺财声音虚弱地回应着 声音中 还带着一丝愧疚 他在愧疚他 没有保护好小主人 旺财 你已经很棒了 灵瑶摸了摸旺财的脑袋 把他放回了胯包 你们都是坏人 我生气了 灵瑶瞪着这些肚结妻大能 小女娃 生气有什么用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徒劳 善春秋张狂大笑 这样天真的言论他 还是第一次听见 在修仙界中 尔虞我诈 只有实力才是绝对的 下方有道一圣地的弟子 也哈哈大笑起来 让一个孩子来理解修仙界 还是太勉强了 对啊 小女孩 希望你下辈子 能有人教教你 什么是真正的修仙界 别太天真 天结降至 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了 速度解决他 善春秋道 十二人默念心法 一道巨大的手掌 带着无边威势 抓向灵瑶 灵瑶没有慌乱 默默从包里 拿出一张符禄 见此 道一等人心中冷笑 符禄而已 最多能够挡住 炼虚七 修饰一击 能有什么用 底下道一圣地 也心中叹息 灵瑶看起来 就像是病急乱投医 无情也没有别的想法了 符禄一道不过小道 玄黄大陆最强的符禄师 也不过能够制作 炼虚境界相当的符禄罢了 面对着滔天巨长 没有任何表示 只是将符禄摊在掌心 任由他燃烧成灰 下一瞬 虚空冻结 巨长凝结在空中 无法存尽 怎么可能 道一惊呼 一道弹幕的声音 在虚空之中响起 彼岸花开七色天 花落成仙一千年 仙门之内藏阴果 斩花之路莫问天 第十八章挥手间 十二大能挥飞烟灭 何人在装神弄鬼 道一神色凝重 他们的攻势 居然被挡住了 怎么可能有人做得到 难道是那个符禄 可是 怎么可能 符禄一道不过小道 怎么会 下面弟子也都发现了异常 他们圣地清尽全力的攻势 竟然被挡住了 无亲抬眼 难道是灵瑶的父亲出手了 对 一定是 灵瑶的父亲 只有那样的存在 才能够一下镇住 十二位杜劫大能 不管是谁 道一等人神色凝重 很明显 来者不好惹 就在他们神情紧张时 一个白袍踏破虚空 出现在空中 你们这些修仙界中的人 也太卑鄙了 居然联手欺负一个小女孩 实在是为人不齿啊 来人看不清面貌 摊开双手 语气颇为无奈 你是何人 要阻止我道一圣地 道一语气凝重 其中不乏威胁之意 白袍青年 语气之中 颇有一丝无奈之意 阻止你们 你们想要杀我小师妹 夺我师门秘法 还问我是谁 说着 白袍青年 语气变得凌厉 难不成你们以为 我师门是好欺负的不成 道一还想再说 却被善春秋阻断 还跟他废什么话 今日我们都出手了 要是不能有成果 我道一圣地 恐怕要被圣地除名 今天消耗了 他们这些抵运 要是不能得到秘法 道一圣地 恐怕将再无抵运 挤入圣地名号 一起上 就不信 杀不了他 天结降至 有人已经坚持不住了 上 我们十二个人 还怕他一个 那些默契沉沉的太上长老 无法坚持太长时间 就凭你们 一群躲在角落里等死的老头 也想杀我 白袍青年语气不限 一起上吧 省得我一个个解决 庶子 口出狂言 道一圣地的太上们 再也忍不住 纷纷出手 各种武器 在空中炸裂 白袍青年所在 化为空间乱流 可下一瞬 乱流过去 白袍青年 毫发无伤 不可能 众人震惊 有什么不可能 井底之蛙罢了 还妄图 燃至我师门秘术 就你们也配 白袍青年 歪了歪脖子 瞬息化为十二个身影 习向十二个杜结七大能 一瞬间 十二个杜结七 大能纷纷神色恐惧 他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无上的威势习向他们 啊 不可能 装神弄鬼 一瞬间 他们同时面对上白袍青年 但 下一瞬 他们脑海中 只剩下一个念头 不可能 虚影消散 只剩下一个白袍青年 拍了拍手 白袍青年道 师妹 都解决了 随着他说话 十二个杜结七大能都化为虚无 消散在天地间 就好像从未出现过 无清看着天空 张大了嘴巴 这就是灵瑶世门的实力吗 这好像还不是他父亲 他师兄 也就是他父亲的徒弟 就拥有这样的实力 弹指间杜结七 灰飞烟灭 无清一时间心绪激荡 这条大腿 他一定要抱好 哪怕一根腿毛 都够他受用终身了 无师兄 你看 旺财被他们打伤了 灵瑶抱着旺财 嘴巴鼓鼓的 委屈的对青年说道 白袍青年 摸了摸灵瑶的脑袋道 瑶瑶乖 武师兄帮他疗伤 说着青年手俯过旺财的身体 旺财身上的伤势 瞬间复原 旺财 旺财抬头冲着青年叫了一声 算是道谢 唉 师父也是 你还这么小 也放心你一个人出来 师兄 人家不小了 这个圣主还打不过我呢 灵瑶仰起头 瞪了青年一眼 武师兄 还把他当成小孩子 他感到不开心 小师妹不小了 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青年摸着灵瑶的脑袋 哈哈大笑道 本来就是 灵瑶插着腰 做出一副娇憾的样子 也只有在清静的人的面前他 才会流露出 这种娇憨可爱的模样 就在此时 天空之中 劫云密布 一股巨大的压力扑来 远比之前那些 杜劫器的修饰 出现时的劫云 要大无数倍 青年看了眼天 有些无奈道 这该死的天道 等师尊腾出手来 我看你还能嚣张到几时 师妹 师兄得走了 你自己小心点 要是实在应付不来 就使用师尊给你的预解 说完 青年踏破虚空离去 在青年离去的瞬间 找不到目标 便缓缓消散 看着师兄离去 灵瑶握紧拳头 我才不会放弃呢 从十二尊杜劫期 大能陨落到白袍青年离开 只不过是短短的几个呼吸之间 下面的这些弟子长老 才忽然反应过来 圣主 圣主陨落了 一个弟子 颤颤巍巍地指着天空 嘴唇颤抖着说道 暗卫何在 封锁圣地 任何人没有许可 不得离开圣地 刘雨站了出来 大喝一声 瞬间 人群中有几人就飞出人群 想要离开道夷圣地 杀 刘雨跨越虚空 没有任何言语 直接将那几人抹杀 圣主陨落 道夷圣地 封闭圣地千年 为抗者 杀无赦 刘雨雨气森然 道夷圣地 圣主 太上长老尽数陨落 危急存亡 任何一点失误 都会给道夷圣地 带来生死危机 圣地杜劫七强者 几乎死绝 但传承依旧在 但凡一点消息走落 其他圣地必将群起而攻之 一时间 道夷圣地外 充斥着一股凌然的气息 大张老 他们怎么办 有弟子低声在刘雨耳边说道 刘雨神情复杂 他刻意忽略了林瑶 道夷圣地全圣时期 便是惹了林瑶 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如今道夷圣地 已到了威王之际 又如何去影响林瑶呢 刘雨神情忽然落寞 若是林瑶放过他们 道夷圣地 他们才能谈后续 林仙子 我道夷圣地任凭发落 刘雨摇摇看着林瑶 躬身道 他们道夷圣地 已经沦落到 生死只在一个小女孩一眼之间了 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散发出去 吴清来到林瑶身边 神清气爽 之前道夷圣地 在他们面前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卑微 叶修只感觉浑身都爽 那种灵魂升华的感觉 虽然这些跟他都没什么关系 但是 作为紧抱林瑶大腿的男人 他此刻有种掌握一个圣地生死的感觉 这也更加坚定了 他紧抱林瑶大腿的信念 走吧 我还要完成爸爸给我的任务呢 下一个圣地在哪 林瑶握紧拳头 干净十足 吴清拿出地图道 百花圣地 叶修瞬间打起精神 就是那个 只收女弟子的圣地 第十九章百花圣地 金光贯穿环宇 看着林瑶几人 踏入虚空离去 刘雨长欲一口气 道夷圣地 暂时缓过生死难关 可接下来 才是最严峻的 刘雨扫过一片垂着脑袋的弟子 即刻起 道夷圣地 封闭千年 若是能够度过此劫 你们将是圣地未来的希望 千年内 圣地宝库内资源 敞开供应 藏经阁任由你们修行 说完 一道光幕升起 道夷圣地护宗大阵打开 道夷圣地 彻底断绝和外界的联系 而此时 从清连城离开的 各大圣地的探子 终于回到各大势力 清连圣地圣主 叶清连被一个小女孩 击败的消息 在整个修真界传开 整个修仙界震动 前有金光贯穿亘古 现有小女孩 战胜清连圣主 这是一个大势 即将到来的征兆啊 百花圣地 圣主 清轩 此刻他正听着探子 汇报清连圣地 所发生的事情 清连圣主那个家伙 一向自视清高 没想到 居然被一个小女孩击败了 不对 或许是某个老妖怪 扮成一个小女孩 去教训他一顿 也说不定 清轩红唇清起 好久没有听到 这么有意思的消息了 一代圣主 居然被一个小女孩击败 看清连圣主那个家伙 以后还怎么在他面前臭屁 想到从年轻时 就总被叶清连压一头 清轩就莫名的恼火 终于能看到 那个家伙出丑 他真的忍不住 想要去他面前 好好嘲笑他一番 实在是那个小女孩 太过神异 无论清连圣主 使出何等武技 都会被他模仿出来 探子接着汇报道 什么 你说的当真 当真能够模仿所有武技 千真万确 探子回答 清轩瞬间消失在大殿 甚至都没有听下去消息 陡自密 是那个人回来了 再次出现时 清轩出现在一处暗室内 一个女子 盘膝坐在蒲团上 师尊 那个复兴汉出现了 来到百花圣地外 吴清正劝说着林瑶 要不我们休息两天 再挑战百花圣地 圣主吧 吴清语气诚恳 叶修看着四处 全是美貌女修 咽了口口水 默默点头道 对啊 一路赶来 也太辛苦了吧 林瑶嘴巴鼓起来 是想看这里的大姐姐们 果然 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叶修 冤枉啊 作为一个单身五十年的男修 看看漂亮女修有错吗 林姑娘 你这就误会了 我其实一点都不累 叶修 本掌门对你 实在是太失望了 竟然贪恋女色至此 实在是令我不耻 吴清对着林瑶解释后 转过头 义正言辞地教训了叶修 叶修 我 掌门 命令 你刚才也在看 吵小声 逆徒 居然敢顶嘴 吴清立马吹胡子瞪眼 叶修委屈屈 别等他做掌门 男人 都是一样 娘亲说过 说完 林瑶大步走向百花圣地 叶修和吴清对视一眼 无奈也跟上前去 百花圣地前 一对貌美的女修 见一个如此可爱的小女孩走过来 惊呼 好可爱的小妹妹啊 姐姐好 林瑶仰起头 声音懦懦的 两个女修 瞬间母性爆棚 啊 小妹妹好 小妹妹 你一个人吗 你家人呢 林瑶指向吴清 和叶修 他们带我来的 打量了一下吴清和叶修 两个女修接着询问 小妹妹 他们是你家人吗 林瑶摇头 前几天认识的大叔和大哥哥 他们人很好的 还会买糖葫芦给我吃 两个女修 眼神立刻变得犀利 这话听起来 怎么那么像人贩子 你们在哪里 把这个小妹妹骗来的 从十招来 一下子被两个美艳的女修紧盯 叶修还有些无从事业 但听到两人所言 叶修连忙开口解释 没有 没有 我们怎么会骗人呢 开玩笑 他们骗林瑶 十条命都不够他们用的 真的 我看你们两个鬼鬼祟祟 四处张望 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两女修狐一的 看向吴清和叶修 林瑶拉着他们的裙摆道 两位姐姐 他们只是喜欢漂亮姐姐 没有坏心思的 叶修 吴清 还不如不解释 两个女修眼神之中 比一只色更浓了 小妹妹 这种拿糖果和糖葫芦之类的 骗小姑娘 欢心得大叔最坏了 你可要小心点 两女拉着林瑶 细心嘱咐 林瑶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吴清和叶修 面面相去 怎么感觉百花圣地 对南修的恶意好大呢 两女拉着林瑶 往百花圣地内走去 一路上为林瑶介绍 他们百花圣地 有多么适合女修 这里简直就是 女修天堂之类的 跟在后面的叶修 默默地点头 她想要补充一句 这里也是南修的天堂 接着 他们从两个女修的口中知道 现在是百花圣地 招收弟子的时候 他们以为 林瑶是来拜师的 又见林瑶可爱 心里喜欢得很 便带着林瑶 来到拜师的地方 百花圣地外门广场 也是百花圣地的招生处 此时 无数十岁左右的小女孩 排着队 有序的 在测试天赋 小妹妹 快去吧 你一定可以的 一个女修 对林瑶 做了个鼓励的手势 吴清和叶修猛了 被误会 是来拜师的 可还行 关键是 林瑶这实力 估计比你们 圣主还要强 拜什么事啊 姐姐 其实我 林瑶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女修推了过去 长老 这个小妹妹 也是来拜师的 你给她测下天赋吧 测试的长老 见他们两个 笑道 阿燕 阿娇 怎么有空 来看圣地招收弟子 两女显然也是 与测试长老很熟络 大概把事情描述了 一下 其中免不得 对吴清和叶修 两人重点描述 测试长老听了 皱着眉头 看了吴清和叶修一眼 你们最好安分点 要是敢有什么小动作 我摆花圣地 绝不轻饶 吴清 叶修 累了 不想解释了 毁灭吧 好了 小妹妹 不用担心 把手放到这个凹槽中就可以了 她会自动测试你的天赋 大姐姐 我 林瑶还没说完 测试长老就很温柔地把她抱起 将手按倒了凹槽中 别怕 很快的 下一刻 一道金光贯穿天地 第二十张经线 爸爸的固人 这是天赋石 颜色从赤橙黄绿青蓝子 分别将天赋分为七个等级 测试长老话音刚落 一道金光贯穿天地 阿娇问道 所以 金色是什么天赋 测试长老 颜色不在这七种之内 天资妖孽 不为天赋时可测 测试长老震惊 竟然真存在这种天赋 原本以为 只存在古籍之中 好 五百花圣地 竟然受到这种天才 众人见此人 纷纷神色变得肃然 圣主 清轩看着众人 大家接着吧 小妹妹 做我的弟子如何 众多在拜师的弟子 流露出羡慕的目光 灵瑶一来就能够 拜圣主为师 这个起点 就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了 然而灵瑶可不这么想 她扬起脑袋 声音懦懦的 不好意思 姐姐 我不是来拜师的 众人 无亲和夜休 则是苦笑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清轩温胜问道 我是来挑战大姐姐 你的 场面顿时一片安静 挑战圣主 再开玩笑吧 然而 清轩却不那么想 她联想到了 探子带回来的消息 清联圣主 被一个小女孩击败 你 就是那个击败 清联圣主的小女孩吗 清轩问道 如果真是眼前 这个小妹妹 击败清联圣主 那么她实力 比清联圣主 还要稍弱一些 必然也不是 灵瑶的对手 嗯 如果是那个大叔 那就是我了 灵瑶认真地点了点头 肯定的 众多在场的长老弟子 还没反应过来 良久有人出声 你听到了吗 那个小女孩 好像击败了清联圣主 不是吧 我还以为 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 还以为是修炼走火入魔 出现幻觉了 圣主大人 竟然点头了 难道这是真的吗 众人看过去 清轩 认真地看了灵瑶一眼 想到了什么 笑着道 好啊 但是小妹妹 可要对姐姐温柔一点哦 我可不是清联圣主 那样的操汉子 嗯 咱们只是切磋 灵瑶认真地点了点头 然后跟着清轩去演舞场 而这一切 都被一个暗中的身影看到 此刻她看着灵瑶 从灵瑶身上 她看到了很多 当年那个人的身影 她等了那么多年 想不到那个人 已经成亲了吗 女儿都这么大了 想到这些 她神色不经变得 有些黯然 到了演舞场 众多弟子 也都跟着过来 听说 圣主居然要接受 一个小女孩的挑战 他们都大为震惊 想要来看看 这个小女孩 究竟有什么神意之处 大姐姐 我要出手了哦 灵瑶对着清轩 不像之前 对清联圣主 和道极圣主 灵瑶变得温和了很多 因为娘亲跟她说过 对女孩子要温柔一点 嗯 好 清轩笑着道 小姑娘 还真的有礼貌呢 就连她也不禁对灵瑶 产生喜爱之情 但是 转念想到 灵瑶很可能是 那个人的孩子 清轩脸上 就流露出一丝苦笑 她师父等了这么多年 想不到等来了这个消息 希望师父知道了 不要太难过 清轩知道 她师尊 也就是上一任 百花圣地圣主 子轩 就在暗中看着 灵瑶出手了 和清轩两人 在虚空中交手 造成的声势 对于下面的弟子来说 足以毁天灭地 下面不少弟子看着 脸色变得苍白 他们没有想到 灵瑶竟然这般厉害 怎么可能 竟然真的能够 和圣主动手 而且 好像还不相上下 这个 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听小道消息说 三天前 清廉圣地圣主 就被一个小女孩击败 想来就是眼前的 这个小女孩了 一个女修 神秘兮兮地说道 这是她道旅告诉她的 还是因为道旅外出历练 然后才得知 这个轰动的消息 本来女修还以为 是她道旅在哄骗她 但是现在看来 真的有这件事 眼前的小女孩 实力深不可测 真的有这种事情吗 顿时一堆女修 围上了那个 讲这件事的女修 你们听我 细细给你们讲 一旁的吴清 和叶修对视一眼 都从彼此的眼神之中 看出了无奈之色 果然不管什么年纪 什么身份的女人 都是喜欢八卦的 灵瑶在空中 和清轩不断交手 声势浩大 很快 清轩使出五计 灵瑶同样使出五计 斗字秘 真的有这种秘术 底下听着 那个女修讲解的女修们 本来还不相信 世上有那种 模仿一切 公杀之术的秘术 结果 灵瑶就施展出来了 顿时一片惊呼 实在是太过震撼了 他们修炼至今 第一次见到 如此惊世大战 而且 主角两人 显得这般反差 一个奶娃 和一个圣主 暗中 子萱看着灵瑶 使出斗字秘 不再怀疑 那个人真的有了女儿 泪水止不住地 从眼眶之中流出 怎么会这样 他们的约定 就这样被忘记了吗 子萱不知道 心里究竟是怎么样的想法 在她还不是圣女的时候 她外出历练的时候 就遇到了那个男修 万年等待 没想到 最终只是枉然 数百个回合后 清萱摆着手道 不行了 你这个秘术 实在太厉害了 姐姐打不过你 姐姐认输 知道灵瑶 就是那个击败 清廉圣主的小女孩时 清萱就知道 她同样也不是对手 交手也只不过 是为了见识一下传说中 九密之一的斗字密 究竟有多厉害 灵瑶也挺手 姐姐也很厉害的 清萱苦笑道 你就别夸姐姐了 要是和你比起来 姐姐真的太废物了 底下弟子震撼 清廉圣主被击败 那是传言 虽然震撼 但是远远没有 亲眼见到这么震撼 现在他们的圣主 在他们的见证下 被一个小女孩击败了 这给他们 带了巨大的冲击 这 这小女孩 师承那派啊 怎么会实力那么强 恐怕又是那个 隐世不出的上古门派吧 这种实力 这种秘法 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底下弟子一轮纷纷 百花之行 就要结束 林瑶正准备道别 清萱先叫住林瑶 小妹妹 有个人想要见你 不知道你方便不方便 林瑶狐疑地指着自己 她没有认识的人啊 但是 既然清萱邀请 她也就答应了下来 好吧 第21章 阴阳逆乱时 魔血染青天 在百花圣地的大殿内 清萱散开左右 只剩下三个人 林瑶看着眼前 那个说要见自己的大姐姐 正一脸复杂地看着自己 大姐姐 就是你要见我吗 见子萱不说话 林瑶先出声问道 听到林瑶叫自己大姐姐 子萱心底失落感 愈发沉重 小妹妹 叫我阿姨吧 大姐姐这个称呼不适合 林瑶歪着脑袋 还第一次听见 有女生让她叫阿姨的 真是奇怪 娘亲教过她女孩子 都不喜欢被叫阿姨 没想到眼前的这个大姐姐 竟然主动让她叫阿姨 那好吧 阿姨 既然是眼前这个大姐姐要求的 林瑶也便顺遂了她 你父亲还好吗 爸爸 林瑶眼神之中 流露出一丝警惕 一个漂亮的大姐姐 问她爸爸还好吗 来自女人天生的第六感 告诉她 这件事情不简单 我爸爸很好啊 就是最近很忙 都没有时间陪瑶瑶了 林瑶如实回答 她有没有提过我 子萱还是没有忍住 问出了这个问题 清萱一拍脑袋 完了 想不到世尊活了万年 还是跟个小女孩一样 这是想要白给的节奏啊 提到你 林瑶眼神之中 闪过问号 这个问题 实在是太难了 爸爸从来不会说其他的女人 因为妈妈会生气的 没有 林瑶很干脆地说道 是吗 子萱神色暗淡 终究是她自作多情罢了 终究还是没能被人惦记啊 清萱很想安慰自家师尊 可是她没办法安慰 她也知道 师尊等了那个男人这么多年 一时之间 肯定不能接受 被人忘记的事实 哦 对了 爸爸让我把这个 交给百花圣地圣主 林瑶突然想到了什么 从胯包里翻找着 拿出一个信封 差点被她给忘记了 给我的 清萱指着自己的鼻子 下意识问道 不对 那个男人说的圣主 是万年前的 也就是自家师尊 子萱瞬间拿过信封 打开看 见字如雾 子萱姑娘 一别多年 不知尚且安好 当年之事 我林瑶多有愧疚 等姑娘帮助良多 却从未汇报 今趁女儿历练之机 赠子萱姑娘丹药一瓶 以报当年之恩 打开信封 里面果然有一个小玉瓶 将信封紧紧地攥在手上 子萱心虚激动 她没有忘了我 秦萱在一旁都看不下去了 师尊啊 能不能省省心 人家都说了 只是报恩 你在这里感动自己呢 林瑶看的眼神之中 流露出警惕 她一定要回去告诉娘亲 爸爸居然在外面 阿T 某个不可明说之地 一个青年模样的男人 忽然打了个喷嚏 我去 谁在骂我 掐指一算 原来是自己宝贝女儿 那没事了 看来宝贝女儿的历练很顺利 这是林瑶给门下弟子 定下的修炼历程 正好让林瑶出去 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林瑶出来后 就准备去下一个地方 准备挑战下一个圣地 路上想到给自己一堆 好吃的子萱阿姨 林瑶勉强答应 帮她带了一封回信给爸爸 看在那些好吃的份上 就不告诉娘亲了 正在虚空中飞行着 远处天空忽然 一片漠黑 吴卿看着眼神凝重 魔戒 这种气体 吴卿并不陌生 那是魔修修炼时 所产生的气息 能够影响人心智 低阶修士处在其中 甚至会被影响 失去心智 成为一个行尸走肉 看着地图 无精神情凝重 魔气的方向是 紫兰城 好像是由一个 叫紫兰宗的宗门镇守的 宗主是一个修为分神的修士 看到那边的魔气 林瑶神色也是凝重 想到爸爸跟他说的 妖魔祸害人的故事 他神色凝重道 走 去看看 紫兰城 此刻一道魔影 立在天空中 金光现世 天下动荡 我魔主中将引领 整个修仙剑 看着下方被恐惧 和慌乱包裹的紫兰城 魔主伸出血红的舌头 舔了舔嘴唇 他很享受这种恐怖的气息 这已经是第十座城池了 吞了这座城池 他就要去吞了 瑶池圣地 想到瑶池圣地 那些曼妙的女修 魔主神情 就变得非常的张狂 万年前 他被打散 变成一缕残魂 万年折服 这次 他终于能够出世了 这一次 他要彻底统一修仙剑 让玄黄大陆 彻底化归魔土 成为魔修的天堂 魔主 你这样桑尽天良 圣地不会放过你的 紫兰仙子 此刻浑身血尽 沙哑着嗓子喊道 天空之中 魔气下落 紫兰城的凡人 已经开始互相攻击 很快 紫兰城 就会变成一片炼狱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就是面前的这个魔主 魔主像是听到 最好笑的笑话一般 哈哈 圣地 圣地又能拿我怎样 很快 我就会亲自找上那些圣地 放心不会太久 你们会在黄泉路上相见的 魔主张狂的不可一世 天地动荡 仙道若 魔道险 万年不见之机遇 魔道当心 你这么做 不怕雷劫吗 紫兰仙子大喊 造成太多杀念 天道自会降下雷劫惩罚 魔主张开双手 冲着天空 无比享受此刻的氛围 天道 天道又算得了什么 亿万生灵为兵 百万神魔为将 待到逆乱阴阳时 以我魔血染青天 一股极强的气势 往下压去 魔主要强行献祭 整座城池 啊 杀了他 妈妈 我怕 老天爷 求求你放过老汉吧 娘子 你在哪里 紫兰城乱作一团 无数人在其中哭喊着 风魔着 跪地求饶着 可这不过是最后的爱好 魔主无比享受此刻氛围 魔主 你该死 紫兰仙子一箭刺出 被魔主一掌打成重伤 落地 好 既然 你那么极拙想要死 我便满足你 魔主猙獰的 看向紫兰仙子 一掌打下 紫兰仙子眼神之中 流露出绝望之色 修行千年 却要死在这魔头手里 只是可怜了这一成百姓 眼睛已经闭上 无力回天 住手 一个女童的声音 从虚空传出 第二十二章魔主 这样也行 紫兰仙子睁开眼 一个小女孩 站在她身前 魔主的攻势 已经被化解了 紫兰城的无数凡人 修士纷纷抬起头 他们在期待 这个人的到来 能够救他们 然而 当他们看到 空中那个小小的身影 一个小女孩 他们心底刚升起的希望 又降到谷底 又是一个徒劳 将自己 送到魔主面前的修士 小妹妹 快走 这个人不是你能对付的 紫兰仙子大吼道 魔主可是连圣地圣主 都无法对付的存在 就算眼前的人 有圣地圣主的实力 但是依旧不是魔主的对手 被魔主杀了 只会徒徒 增强其的实力 无清和夜修 来到紫兰仙子旁边 将其扶起 并为了他吃丹药 你们快劝他离开啊 紫兰现在看出来 灵妖至少实力 在练虚期 但在魔主面前 这只不过是一只 大典的蝼蚁罢了 无清淡定地摇了摇头道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给他多一点信任 紫兰仙子 他不明白 眼前这个刚刚突破 化神器的修士怎么回事 难道他还看不出来 魔主的厉害吗 一定是 紫兰仙子 感觉这个世界有些疯狂 不 你根本不明白 你们将面对 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夜修淡定的一挥袖袍 不 无论是怎样的存在 在我们这位面前 都将不值一提 从前面几次挑战圣地 夜修对灵妖的信任 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就算灵妖面对漫天仙神 夜修也会无条件地 站在他身后 不是因为灵妖实力 有多么惊人 而是灵妖打不过 还能摇人 这是对灵妖师门的信任 对灵妖师兄师姐的信任 对灵妖那个神秘的父亲的信任 紫兰仙子 感觉世界绝对疯了 要不就是眼前 这个助击漆的小小修士 吸了过多的魔气 导致脑子有点不清晰 不然怎么能够 说出这样的傻话 一个助击漆而已 凭什么说出这样的话 是谁给她的勇气 默默闭上眼 紫兰仙子觉得 她的死漆 只不过是被延缓了一些罢了 以她现在的状态 根本没办法逃走 更何况 作为紫兰宗掌门 紫兰成的最强者 她的傲气 不允许她逃走 魔主看着眼前 挡住她攻势的小女孩 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惊异 她竟然没有感应到 有人靠近 接着 她感受到灵瑶身上 练虚气的波动 猙獰大笑 我当是谁 不过是一个小娃娃 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角色 看着魔主 满脸猙獰的样子 灵瑶皱了皱眉头 为什么要杀人 魔主仿佛听到了 天大的笑话一般 为什么要杀人 因为我喜欢 我魔主喜欢杀人就杀人 这天下 又有谁能够阻止 我爸爸说过 杀人者 人横杀智 灵瑶认真地看着魔主 她已经做好战斗的准备 好一个杀人者 人横杀智 我今天就要杀了这一成之人 本尊倒要看看 谁能够来制裁我 魔主神色一宁 认真地看向灵瑶 我最喜欢的 就是你这种小女孩的鲜血 特别是你这种天才 虽然不知道你 怎么能够这么小 就达到恋虚期 但是相信 鲜血应该是极品 魔主鲜红的舌头 舔了一下嘴唇 看着灵瑶 眼神之中满是贪婪 无边血气 从魔主身上喷涌 席向灵瑶 满城之中 血污之中 无论是凡人还是修士 都期待地看着灵瑶 虽然灵瑶在他们心中 已经是必死了 但是 无论灵瑶做得怎么样 他们都会在心中 铭记灵瑶的恩情 义无反顾地置身进来 就他们的恩情 很多人 甚至闭上了眼睛 他们看来 灵瑶绝对挡不住魔主 但是接下来 坏蛋 为了自己的欲望 居然要杀那么多人 你就是一个恶魔 灵瑶使出皆自命 浑身气势暴涨十倍 将血气冲散开 有意思 魔主眼神之中 流露出罕见的一丝好奇 一个恋虚气的修士 竟然能够挡住他的攻势 就算是圣主 也不是所有圣地的圣主 能够挡住他的血气 只有顶级的杜绝七大能 才能够挡住他的血气 而灵瑶 以恋虚气境界 挡住了他的血气 底下 那些闭上眼的人们 睁开眼 看向灵瑶 眼神之中充满期待 他们看到了希望 灵瑶似乎展现 能够与魔主一战的实力 就连紫蓝仙子 也震惊地看着空中 旁人不明白 但是他不一样 作为紫蓝城 唯一一个分神七强者 他明白魔主的强大 这也是为什么知道 灵瑶失恋虚气的时候 他依旧第一时间叫他逃 因为魔主 根本就不是寻常修士 能够对付的 哪怕是杜绝七修士都不行 只有圣主级别的人物 有资格跟魔主交手 灵瑶刚刚出手 已经能够证明他的实力 已经达到圣主的级别 看向吴卿和夜修 紫蓝仙子 发现他们眼神之中 没有丝毫惊讶之色 他们似乎早就知道 灵瑶有这种实力 小女娃 就算你是圣主又如何 本尊又不是没杀过 杀过的杜绝七修士 都不知反击 魔主眼神之中 兴奋之意更浓了 平时想要遇到一个 落单的圣主级别的强者 可不容易 那些个圣主级别的强者 那个不是在一个势力之中 那些个圣地 可比单个的大能 难肯多了 弄不好 他也要崩掉牙齿 这也是 他没有直接去圣地的原因 虽然凡人城池 能够带来的血气 远没有屠戮一个圣地多 但奈何不住 凡人城池太多了 圣地才几个 等圣地发现他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 屠戮多少凡人城池 和那些小宗们了 那个时候 就算是圣地倾巢而动 对他来说 也不过是一份 绝佳的修炼血气罢了 是吗 灵瑶看着魔主 他生气了 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居然乱杀人 满城的凡人 多少生命 就因为他要修炼 就要被杀死 不再言语 灵瑶默默地从胯包中 拿出一张福禄 父亲对他的要求是 在完成任务的时候 不能用福禄和法宝 但 眼前的情况 是可以用的 魔主看着灵瑶 掏出一张福禄 哈哈大笑 小女娃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就这么一张 福禄就能把我收了吧 多么可笑 他魔主何等人物 一张福禄 就想要收了他 要是真的能那样 他早就死了 不知道多少次 子兰仙子脸上 也流露出担忧之色 拿福禄去对付魔主 这不是开玩笑吗 快劝劝他 你们在干嘛 你一个化神修士 难道不知道福禄这种东西 对魔主一点用处都没有吗 子兰仙子 冲着无亲喊道 这两人怎么脸上 依旧是一剩券在握的样子 无亲和叶修 同时转头看向子兰仙子 脸上带着一丝密之微笑 放宽心了 福禄一出 这玄黄大陆之上 别说是魔主了 就算是十大圣地加起来 也不是敌手 开玩笑 不用福禄的时候 魔主要面对的 只是一个天赋妖孽的 练须七小女孩 用了福禄之后 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想到在道一圣地 所出现的那个 看不清样貌的青年 无亲和叶修两人 依旧感觉心有余悸 十二个肚结七大能 说没就没了 紫兰仙子 双目无神地看向天空 第二十三章 六世界出手 魔主万年不出事缘由 疯了 这个世界疯了 一张福禄用来对付魔主 紫兰仙子 现在已经不抱什么期望了 心中为林瑶可惜 小姑娘年纪上小 不懂这些没有关系 怎么这个化神妻 修饰也不懂 可能我紫兰宗命中 该有此一件 雨从空中落下 洗涤着紫兰城之中的血迹 落在紫兰仙子的脸上 让她脸显得更加苍白 魔主抬起头 眼神之中 流露出一丝疑惑 这雨下得太过突然了 就好像是无垠之水一般 不知从何处起 又不知道该落向何处 这就是你的手段吗 求雨符 魔主被逗乐了 想要用求雨符杀死她吗 简直天方夜谈 魔主张狂的笑声 在整个紫兰城散开 无数凡人听着 心中压抑 那个小女孩 也无法制服那个魔头吗 难不成他们紫兰城 就要在今天化为废墟 但是 下一刻 魔主笑着笑着 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哦 你似乎对求雨符很不屑 一道清冷的女声 从虚空之中传出 谁 谁在装神弄鬼 魔主惊异地看向四周 居然连她都看不出来 有人躲藏在附近 雨水不再落下 凝滞在空中 而后聚集在一起 化成了一个紫衣女子 六师姐 见来人 灵瑶脆声声地叫道 来人揉了揉灵瑶的脑袋 转身看向魔主 就是你想要尝尝 我小师妹的鲜血 魔主神色惊疑 你是何人 我是何人 取你性命之人 小师妹 师父也知道了这里的情况 此人万年前被师父打散 但是留下了一缕残魂 于是 师父让我来处理了 万年前 魔主听到此言 瞳孔猛然收缩 你 你是那人的徒弟 魔主仿佛回忆起 什么极其恐怖的事情 脸上神色猛然改变 充斥着恐惧 跑 没有任何犹豫 魔主转身就跑 没有面对过那个人 永远不知道 他到底有多恐怖 万年前 魔主雄霸一方 所过之处 寸草不生 就连圣地 他也覆灭了一个 本以为就可以这样 称霸整个玄黄大陆 但是他遇到了那个人 那日的场景 变成了魔主这万年来 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 他变成了一缕残魂 这万年来 小心翼翼 直到万年后 他才敢出世 现在遇到那人的弟子 哪怕不是那人 魔主依旧立刻就跑 他明白那人的恐怖 绝对不可立敌 遇到了 即可就跑 还有一线生机 看到魔主跑了 紫蓝仙子一连猛 从半空中那个紫衣女子 出现到现在 最多几个呼吸的时间 魔主慌不择路是怎么回事 这就跑了 这不会是个假的魔主吧 紫蓝仙子 很难把现在看到的 这个抱头鼠窜的魔主 和之前那个不可一世的魔头 联系在一起 这还是一个人吗 你在逗我 满城的凡人 修士 此刻看到魔主逃跑 他们第一时间反应 他们活了下来 魔主一走 他们的命保住了 那魔头是被吓跑了 接着 他们发现了一个 让人细思极恐的问题 魔头多么不可一世 就连紫蓝仙子 也不是义和之敌 圣地也不被他放在眼里 怎么小女孩来后 魔头就跑了 我看啊 这魔头就是个耸包 也就敢欺负欺负我们 劫后余生 有修士道 不对 这个魔头一看 就不是一般的魔修 能把他吓跑 恐怕是圣地来人 两个修士聊着 旁边一个年老的修士苦笑 你们不知道 这个魔主有多厉害 别说圣地来人了 就算是圣主 都不是他的对手 万年前 他可是灭过圣地的 老修士是 紫蓝宗的藏金阁长老 这些弟子 显然也是认识的 长老说的是真的 这魔头来头那么大 周围的人 都看向那个老者 眼神之中 流露出一股不可知性 圣地可灭 永远立在那里 高高在上的圣地 居然可以灭 圣地无敌的信念 在他们脑海之中崩塌 老者苦笑着摇了摇头 何止于此 万年前 那可是一个 妖孽横出的时代 魔主万年前 就是被一个名叫 林轩的神秘人杀了 保留下一缕残魂 如今又出来作乱 神秘人 难道不是圣地弟子吗 有人发问 按照修仙界惯例 修仙界强者十成 九成出自圣地 不知道其身份 只知道 他就是忽然出现在 修仙界之中 连挑十二圣地 十二圣地 现在不是只有十大圣地吗 有人疑惑道 修仙界十大圣地 这个是大陆上公认的呀 清了清嗓子 老者接着道 是啊 现在大家都知道 修仙界十大圣地 可是没有人知道 万年前 修仙界十二大圣地 有多么强盛 那后来呢 为什么十二圣地 只剩下如今的十大圣地了 有人好奇地问道 那人连挑十二圣地 展现无数神奇秘法 引得其中有两大圣地的贪婪 他们和两大圣地之力 想从那人手上抢夺秘法 被那人横扫 那一日 血染苍穹 无数肚结期 大能陨落 死 众人倒吸一口冷气 想不到修仙界 还出现过如此逆天的人物 什么样的秘法 竟然能够引得圣地争抢 有人发问 众人一起看向老者 对啊 那可是圣地 什么样的功法 值得他们付出如此代价去争抢 在众人的眼神之中 老者不慌不忙道 九秘 九秘是什么 显然对这个很陌生 九秘乃是那人 所掌握的九大秘书 当时那人 便是凭借这九大秘书 打遍圣地无敌手 就举例 其中 斗字秘 可以模仿天底下一切功法之术 号称最强的功法秘书 死 这岂不是说 什么武器 只要看一眼 就能够用出来 何止 这还只是其中一种秘书 皆字秘 能够爆发出十倍实力 数字秘 能够身外化身 每尊化身 都和本尊实力相同 兵字秘 掌控天下灵宝法器 能够瞬间夺取对手法宝 还有其他几秘呢 众人看向老者 眼神之中满是期待 还有就不知道了 那个神秘人 只是使出这几秘 就已经打遍圣地无敌手了 老者苦笑 那些圣地 根本就没有让万年前这个人 使出九秘之中的其他秘书 众人惊呼 所以上面那位 是那位的弟子 看向空中 紫衣女子看着魔主逃跑 并没有任何表情 区区一个魔主 走的是剑走偏锋的小道 怎么可能逃走 第24章魔主陨落 灵瑶被曝光了 紫蓝仙子 看着魔主逃走的方向 眼神之中 流露出担忧之色 要是魔主跑了的话 又不知道 会惹出多少事端 很快 紫蓝仙子的担忧 变成了惊恶 魔主又飞回来了 怎么回事 魔主不是跑了吗 紫蓝仙子看着空中 迷惑道 魔主不是跑了吗 此刻 魔主眼神之中 带着慌乱 一副正在逃跑的样子 但是 他逃跑的路线 却是对着紫衣衣 这 紫蓝成众人也都看到了 去而复返的魔主 这家伙在干什么 来搞笑的 会不会是他不怕 怎么可能 他明显一脸惊恐 但是他又跑向那位紫衣仙子 真是矛盾 大家都发现了这点 紫衣衣看着魔主 眼神之中 流露出不屑 他只是略微施掌幻术 就蒙蔽了魔主 这样的人 根本没有道心可言 呈现的话 更是不可能 不再戏耍魔主 紫衣衣将魔主磨面 剩下一缕残魂 射入手心 小师妹 毁了这缕残魂 灵瑶没有问为什么要他来 按照紫衣衣的吩咐 将那缕残魂毁灭 一瞬间 天地空中 一道金色的气团 没入了灵瑶的身体内 看着灵瑶疑惑的样子 紫衣衣解释道 这是功德 能够帮你更好的修行 说着 紫衣衣抬头看了眼天空 结云凝聚 好了 师姐该走了 说完 紫衣衣踏破虚空离去 下面 无数凡人 还有修士 目送这紫衣衣离开 灵瑶看着底下的凡人 口念法诀 手一挥 一股纯净的灵气 席卷整个紫衣城 城内残余的魔气 都被灵瑶清理干净 而那些之前被魔气所污染 蒙蔽心智的人们 都恢复清明 所有人 看着空着的小女孩 纷纷鞠躬 道谢 一股信仰之力 从整个紫衣城四面八方 汇聚到空中 这是他们对灵瑶 发自内心的感谢 看着底下紫衣城中的人群 灵瑶若有所思 这或许就是爸爸说的红尘炼心吧 紫兰宗藏金阁长老 正看着上空 旁边的那些修士 本来还不相信他所说的九孽 还有万年前那个十分强大的神秘人 但是 见到了魔主 被随意抹杀 他们信了 这也太恐怖了吧 恐怕整个玄黄大陆的天 要变了 那些圣地 怎么挡得住这样的存在 你们说错了 要是人家贪图玄黄大陆 早就称霸天下了 怎么还会这么低调 不为人知 下面议论纷纷 所有人都对灵瑶的身世产生好奇 如此实力 在玄黄大陆 竟然没有什么名气 处理了魔主之后 灵瑶就带着夜修和吴卿离去 紫兰仙子 看着灵瑶他们离去的背影 美目之中满是思索 玄黄大陆 又多了一个圣主级别的强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清廉圣地 道仪圣地 百花圣地 三大圣地圣主 都被一个名叫灵瑶的小女孩 击败的消息传开 同时 之前引动整个修仙界的那道金光 就和灵瑶有关 紫府圣地 圣主 李玄 此时 圣地大殿内 众多长老分坐两边 圣主 之前那道金光 已经被发现了 据说是一片玉检造成的 而那块玉检之中 记录的是仙法 一人站在大殿中间 向李玄汇报 仙法 这要是真的 我紫府圣地 一定要去争一争 若是被其他圣地 得到这本功法 恐怕将远超寻常圣地 对啊 圣主 我们应该立刻让门内 太上长老出来 去争夺那不仙法呀 众多长老议论纷纷 所有人都觉得 一定要抓紧时间 仙法可是天大的机缘 现在的圣地之中 还都未有仙法 有了仙法 他们的底蕴 就能远超其他圣地 反之 要是其他圣地 获得仙法 那么他们圣地 也会远远落后于 获得仙法的圣地 李玄看着下面这些长老 七嘴八舌的 颇为头疼 从当上这个掌门开始 他就一直想要滑水 这些长老根本就没有脑子一样 暗戳戳的怂恿 他把必死关的 太上长老们找出来 诸位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部仙法只有一份 而圣地有十家 难道其他圣地 就不想拿到这部仙法吗 李玄开口 实在是这些长老太过上头 动不动就是要派杜杰七长老 去争夺那部仙法 十大圣地 谁能得到仙法先不说 就算他们子俯圣地 得到仙法 那么他们将面对的 就是其他九大圣地 那些圣地 会让他们安稳地拿着仙法吗 恐怕最后的解决 要么是交出仙法 要么是他们子俯圣地 被群起而攻之 所以 就是说 李玄对这些长老的脑子 是一点信心都没有 听了李玄的话 众多长老 面色一变 圣主不可 若是施此良机 恐怕我子俯圣地 将远远弱于其他圣地 就是 圣主 此等机缘 若是不去争取 我等无言面对 子俯圣地的先辈 还请圣主三思 李玄听着就头疼 他就知道 跟这群人聊不来 还会弱于其他圣地 仙法就一份 最多就一个圣地拿得到 最多 也就一个圣地会变强 而其他九大圣地 依旧在一条线上 还三思 李玄看 这群家伙 就是被仙法蒙蔽了双眼 正当李玄在心中吐槽的时候 又一道身影 踏入大殿 圣主 修仙界最近出现一个 修为恋虚妻的小女孩 挑战各大圣地圣主 现在清廉圣地 道一圣地 百花圣地圣主 军被其击败 此人这话一出 整个大殿 瞬间变得嘈杂 众多长老 吵作一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且不说那清廉圣主 和道一圣主 都是半只脚 踏入仙界的人物 一个练虚妻的小女孩 诸位觉得可能吗 就是 真逗 这消息 从酒楼里传出来的吧 众多长老 七嘴八舌的 完全不相信这个消息 够了 李玄怒吼 看来还是 他对这些长老 太过放纵了 导致这些人 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出去打探消息的 是子府圣地的暗卫 只属于他李玄 不相信暗卫的话 岂不是就是 不相信他吗 李玄生气 这些长老 瞬间安静下来 这些人 一个个都是人精 李玄实力 杜劫巅峰 这些长老 也就敢说说 真要到李玄生气了 就不敢说话了 见这些长老 不说话了 李玄 看向刚回来的暗卫 暗九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第25章震惊 这样子的吗 暗九本想和这些 老家伙争论 见李玄询问便回道 千真万确 我亲眼看见 清廉圣主 被那个名叫 林瑶的小女孩 击败的 不过道一圣地 我就晚了 去的时候 道一圣地 已经开启大阵 断绝和外界的联系了 百花圣地 倒是奇怪的很 我到的时候 百花圣主脸上带笑 送那个叫 林瑶的小女孩出来 看起来相处得 好像很融洽 听了暗九的话 李玄思索 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个名叫 林瑶的小女孩 出现得太巧合了 和那不仙法 出现得很巧合啊 对了 圣主 那不仙法 我听说 好像就是从一个 小女孩手中传出 暗九旁边的暗卫 暗无补充道 李玄眼神之中 冒出一丝金光 这就对得上了 不是最近奇怪的事情很多 引起这些事情的 都是这个名叫 林瑶的小女孩 只是她为什么 要挑战圣主呢 这是个问题 李玄正在思索时 下面长老又吵起来了 怎么可能 就算对方 拥有战胜圣主的实力 但是 道一圣地 开启护宗大阵 怎么可能 对啊 道一圣地那群人 可不好对付 难不成这个小女孩 把道一圣地的高端战力 都杀光了不成 怎么可能 要是她能够杀光 道一圣地的高端战力 那我就把脑袋 摘下来 给你们当球踢 这些长老 你一言 我一语 李玄听着 也不无道理 道一圣地 可不是随便什么小事里 杀了他们的高端战力 怎么可能 同为圣地 李玄可是明白 一个圣地的底蕴 到底有多么恐怖 这也是圣地 为什么能够 屹立在修仙界不倒的缘故 圣地底蕴 可是十几代 甚至数十代人的积累 但是 下一瞬 又一个人踏了进来 暗七 埋在道一圣地的案子 见来人 李玄问道 暗七 你可知道 一圣地发生了什么 为何开启护宗大阵 暗七看着大殿内的众人 不慌不忙道 世间只剩下道一宗 再无道一圣地 这话一出 众多长老一瞬间被震惊了 怎么可能 道一圣地怎么会 暗七的意思 明显就是道一圣地 已经不具备圣地的实力 而这只可能因为短时间内 道一圣地高端战力 尽数陨落 可 这可能吗 众人纷纷在心中问自己 就连刚说到 一圣地被灭的那个长老 也是满脸震惊 比起这个消息的劲爆程度 头到底 要不要摘下来当球踢 已经不重要了 就连李玄都皱起眉头 这个消息 实在是太难以 让人相信了 道一圣地 可不是什么随便什么小宗门 光是道极 那个家伙 就是一个棘手的疯子 李玄想到年轻的时候 还与那个疯子遇到过 那个家伙 可是动不动就要拼命地存在 而且 偏偏他是实力还超强 这样的人 再到一圣地 被人灭了 这 掌门 千真万确 当时我还用流影石 流影 说着 暗七拿出一个流影石 一道光幕 出现在大殿的上空 一个小女孩 挑战到一圣地 众人认真地看着 眼神之中闪过惊讶 想不到世上真的有这样的妖念 能够凭倩须七修为 和道极那个疯子交锋 众多长老看着影像 心中不禁产生疑问 这最多 就是和道极那个家伙打斗 凭借这种实力 想要覆灭到一圣地 还差得远吧 但是 接着看下去 众多长老 都不禁咽了口口水 斗字密 接字密 这么强大的秘书 就算是道极 恐怕也不是不能战胜的吧 但是 就算有这般神奇的秘书 这个小女孩 想要覆灭道一圣地 也是不可能的 要知道道一圣地 可不是道极一个人的 李璇也为之震撼 想不到 还真有如此强悍的小姑娘 能够以炼须七十力 打败圣主 她可不认为她比道极 和叶青莲要强 所以 要是她遇到这个小姑娘 多半也会败 暗期没有回应众多长老 心底暗笑 这些个长老还质疑她 不过 看到这些长老 看着刘影时震撼的样子 还真爽 接着看下去 什么 道一圣地 居然想要把这样强的秘书 占为己有 卑鄙 无耻 这要是让他们得到了 恐怕整个修仙界 都将以道一圣地为尊 这些个长老 显然也想到了这点 纷纷倒吸冷气 要是被道一圣地 得到了这么逆天的秘书 还了得 以道极那个嚣张的性子 恐怕会征战其他圣地吧 也有长老起了其他性子 圣主 既然道极想到了这点 那我子府圣地 岂不是也可以效仿 若是能够拿到秘书 我子府圣地 必将成为十大圣地中 最强的存在 届时 一统修仙剑 也不是不可能 你当道一圣地 是怎么覆灭的 还想去打人家秘书的主意 暗七出言嘲笑道 这些长老 不知道当时场景 有多么恐怖 还想要抢人家秘书 道一圣地 就是因为抢秘书 把圣地搭进去的 你 那个长老指着暗七 正要破口大骂 够了 李玄出声 底下长老们 瞬间安静下来 看刘影 李玄心中暗叹 这些长老 很多都是不堪大用的 这不明白的 道一圣地 已经出动了 十二尊杜劫七大能 对比子府圣地 十二尊 已经是能拿出来的极限了 而且 其中还有一半 是那种处于 静默状态的太上长老 那样的人物 可是用一次就无了 而且 那个小女孩之后 还去了百花圣地 想来 道一圣地 是必然没有成功的 但 那个小女孩 是怎么做到的呢 李玄带着疑问 看了下去 紧接着 众人看到了 十二个渡截七 使出浑身解数 是要一击必杀灵瑶 纷纷惊呼 这道一圣地 也太不要脸了 竟然用这种手段 还把太上长老 都叫出来了 无耻 道一圣地 又被子府圣地的 这些长老 问候了一遍 这样的攻势 李玄看着皱眉 就算是他面对 这样的攻势 也想不到任何办法 能够逃脱 恐怕死是最后的结局 所以 这个小女孩 是怎么完成反杀的呢 毕竟 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也跟着光影中 灵瑶被围攻所欺负 所有人都因为 灵瑶被围攻 心跟着紧张了起来 就要结束了吗 道一圣地真卑鄙 这些长老 看得很入迷 甚至忘了争论 所有人都认真地看着 眼前的这场 惊世大战 就在道一圣地 十二尊大能的攻势 将要落在灵瑶身上时 灵瑶手中的 一张福禄燃起 福禄 李玄皱着眉 他不理解 但是 下一刻 一道人影踏破虚空 来到灵瑶身边 第26章灵瑶 战胜道一圣地流影曝光 子府圣地震惊 什么人 众人看着 当那个人出现之后 道一圣地 十二尊杜劫七大能的攻势 被瓦解 然后 轻描淡写的 十二尊大能被杀 再当那人离去 只不过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而道一圣地就这样 开始封锁圣地 道一圣地 真的覆灭了 确实 道一圣地这样 和覆灭 也没有什么区别 毕竟圣地内的顶尖战力 尽数陨落 已经不具备圣地的实力了 但是 他依旧具备圣地的抵御 但有一点 道一说的很有道理 匹夫无罪 怀弊其罪 道一圣地 现在拥有的抵御 和他的实力不匹配了 恐怕消息传出 道一圣地 将彻底覆灭 道一圣地 一贯霸道 得罪的人可不少 以前道一圣地实力强悍 无人敢惹 可现在不一样了 道一圣地 已经失去尖端战力 恐怕那些以往的仇家知道消息 都不介意 痛打落水狗的 不过 这其中 更让李璇在意的 是那个青年 那个青年的实力 好强 以往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实力 那个小女孩这般实力 她所在的实力 不可能岌岌无名才对 对啊 那个人是小女孩的武师兄 那么按道理来说 他们宗门 最少也都有七个人 一个师父六个弟子 一个弟子 就可以覆灭一个圣地 那么他父亲的实力 又该多恐怖 有人皱着眉道 斗字密 我想起来了 大殿内 一个年长的长老大喊道 想起来了 众人看向那个长老 李璇也认出来了 那个长老 名叫赵珊 实力不强 所以 前段时间被他安排 去镇守藏金阁了 赵长老 不知道你想起来了什么 李璇问道 圣主 我知道了 斗字密这个秘书 其实万年前就有出现过了 万年前 不可能 这样厉害的秘书 如果出现 一定会受到广泛关注 为何无等都不知道 有长老出言 李璇也觉得有道理 他也从未听闻 什么斗字密 要是修仙界 有这样强大的秘书 他应该有所耳闻才是 赵珊没想到 看守藏金阁 本来是个苦差事 现在却能够在这些人面前显胜 看来多读书 还是有好处的 圣主有所不知 斗字密 也就在万年前出现过一次 而且 那次伴随的 也是一个年轻人 挑战当时的十二圣地 十二圣地 有长老发言 赵珊嘲讽道 对 就是十二大圣地 读书少就不要随便发言丢脸 让人知道你不知道 那个说话的长老 脸色发红 他确实不喜欢看书 但是修仙谁没事 去看历史啊 赵长老接着讲吧 李璇有些尴尬 因为他也不知道 本来他都要出生了 还好那个长老 抢先一步说了出来 不然作为圣主背对 面子尚可就挂不住了 万年前 修仙界本来有十二圣地 自一个神秘的年轻人 横空出世 挑战十二大圣地后 就只剩十大圣地了 其中有两家圣地 因为得罪了那个年轻人 而被覆灭 所以 各位还想打 那个小女孩的主意吗 赵珊冷冷地看向周围 那些提议去抢秘法的长老 不禁神色尴尬 毕竟有万年前的前车之鉴 而且就最近看来 还有一个道一圣地 有这样的前车之鉴 众人对这个给 也没有了其他的想法 也不敢再有抢夺的心思了 所以说 万年前 那个神秘的年轻人 也是这个神秘势力中的人 李璇岔开话题 问道 赵珊 这个年轻人 我查过古籍 名叫林轩 她的出现后 才有着九大秘书 而这个小女孩 名叫林瑶 光影中出现的她的师兄 是她父亲的徒弟 所以 我猜测 这个林瑶 很可能就是万年前 那个名叫林轩的神秘人的女儿 众人震撼 没想到 最近修仙界出现的这一系列 震动整个修仙界的世界 归结起来 居然能够推到万年前 那个名叫林轩的神秘人身上 这个小女孩的父亲 就算是万年前的那个神秘人林轩 可那人万年前就应该飞升仙界了 为何她的女儿 会出现在修仙界 而且 这个小女孩的师兄一出手 这些大能 根本就挡不住 而且她最后还有结云在空中凝聚 她似乎在被修仙界排斥 李璇听着 摸着下巴道 你们的意思是 这个小女孩是从仙界来的 而且她的师兄是仙人 实力远超修仙界的极限 所以会被天道排斥 按照推理 这么说 完全合乎逻辑 只是 仙界之中的人怎么回来的呢 圣主不要忘了 修仙界并非不能与仙界联系 赵山出声道 你是说 那群人 不会吧 那些人就算能够和仙界交流 可从来没有听说 有人能够从仙界下来的 没听说过 可能是我们不知道 而且 就算以往无人从仙界下来 也不代表 不能从仙界下来 李玄听着底下的长老的分析 心中也有了些方向 这个名叫林瑶的小女孩 如果真是万年前 那个横扫十二大圣地的 神秘人的女儿 那么 她很有可能是从仙界下来的 至于怎么下来的 那就不是他们该考虑的了 他们的层次还不够 没有接触过 所以不知道也很正常 所以 对于这个小女孩 我们一定要慎重对待 有长老开口 按妻诱到 圣主不妨问问在仙界的老祖 或许我们能从他们口中知道 小女孩背后的事里呢 去找那些人 李玄摸着下巴 陷入沉思 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修仙界 其实并非不能与仙界联系 只是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而且 和仙界联系的通道 由一个神秘势力所掌握 他们要想和仙界联系 就要通过一个名叫仙史的人物送信 那样才能联系到 他们子府圣地 以往去往仙界的仙辈 就这么办吧 按妻 就由你去联系仙史 李玄吩咐道 按妻领命 放心吧 圣主 按妻一定不如使命 李玄看着外面的 圣地上方的天空 心里微微叹气 这修仙界的天要变了呀 这是 一个黑点出现在天空中 李玄仔细看去 一个小女孩 带着两个修士 不是吧 这么快 就到她子府圣地了 第27张灵瑶实力 背景被曝光 诸圣地震惊 纷纷认输 子府圣地 我家小姐 要挑战你们圣主 叶修在吴清鼓励的眼神中 站在圣地上方 韵足真气 大喊道 从百花圣地出来后 吴清和叶修 就叫灵瑶叫小姐了 实在是灵瑶的师兄师姐 看起来都太恐怖了 叶修和吴清 可不敢自称灵瑶的长辈 索性就以侍卫自称 很快 许多修士 就从子府圣地出来 看到叶修一个 助击妻小修士 一个助击妻小修士 也敢在我子府圣地闹事 我这就将他请下来 一个弟子正要出手 李玄及时赶到 退下吧 圣主 他们 退下 李玄再次重复 那些弟子 见李玄严厉的眼神 顿时虚了 退了下去 本来想要装一波 结果被圣主叫住 你就是灵瑶吧 李玄无视了 上面叫战的叶修 直接看向灵瑶 你认识我 灵瑶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 他好像还没有见过这个人 李玄苦笑道 这玄黄大陆 还有谁不知道你的名号 连拜三大圣地圣主 之前百炼城那边产生的金光 也与你有关吧 金光 灵瑶疑惑 吴清和叶修 却有些尴尬地摸着鼻子 他们还以为 能够瞒天过海 没想到 人家都猜到了 见叶修和吴清的样子 李玄就知道 八九不离十了 听着上面圣主说话 下方子府圣地的弟子躁动了 圣主刚刚在说什么 那个小女孩 连战胜了三个圣主 你听到了吗 圣主说 那个小女孩 战胜了三个圣主 有人向旁边的同门问道 我又不是笼子 只是这也太恐怖了吧 要不是这话 是从李玄口中说出 他们绝对不会相信 不但不相信 甚至有可能 往那个说假话的人 脸上吐口水 但说这话的人是李玄 这事就是真的了 一个圣主 没道理会在大庭广众的情况下 讲假话 底下的子府圣地弟子 一个个都感觉到 自己内心在被冲击 一个小女孩 居然连拜三大圣地圣主 那可是圣主 不是路边的白菜 没有理会底下弟子们的轰动 李玄向前一步道 既然你是来挑战我的 那么上吧 上 灵瑶 速度有点快 灵瑶话还没说完 对面子府圣地圣主 就直接要跟他交手了 这也太干脆了吧 灵瑶呆萌地点了点头道 哦 好 玄机飞升到半空 对着李玄 那你先出手吧 灵瑶不愿意 占别人的便宜 好 李玄也很干脆 一副气势凌然的感觉 底下有女修 看到李玄这个样子 瞬间心里被他勾动 这就是圣主吗 真的太帅了 圣主大人 我要给你生猴子 圣主大人 我也要 叶修在一旁看着有点尬 这圣地的女修 都这么开放的吗 这就要生猴子了 李玄忽而抬头 仰望天空 眼神之中 仿佛有九天星辰汇聚 而后 其背后九天虚影 无数星辰显现 仿佛背靠着星辰大海 无亲看着感叹 无论是见识了多少次 圣主级别的人物 依旧觉得惊艳啊 叶修眼底露出羡慕 圣主恐怖如斯 总有一天 他也要成为这样的强者 以前 叶修对于成为一个 圣主那样的强者 识想都不敢想 但是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他认识了灵妖 那可是一个仙法 都能随便拿出来的仙二代 只要能够紧紧地 抱住灵妖的大腿 他就能够成为 圣主这般存在 甚至能够成仙 子府圣帝的弟子 看着 也都心持神往 修士当如圣主一般 封灵天下 女弟子 道理要找 就要找圣主这样的 帅气 实力又强 接着 李玄在背后虚影 凝聚完毕后 在众人心中 期待他使出何等绝学之事 他弯下了腰 对着灵妖诚恳地说道 你已经战胜了 三大圣帝圣主 我李玄自认为 不比其他圣帝圣主强 所以 我认输 认输 子府圣帝弟弟子 怎么回事 我没听错吧 圣主好像说他投降了 什么投降 明明是认输 这不都一样吗 主要是 圣主居然认输了 圣主说 他打不过那个小女孩 圣主浑身气势那么惊人 逼格什么的那么强 结果最后竟然认输 所以 前面铺垫那么多 都是为了什么 叶修和吴卿两人 正期待着李玄 能够使出什么样的绝学 结果 李玄来了剧认输 这是怎么回事 你的圣主骄傲呢 李玄认输完了之后 就潇洒离去 完全不在乎其他人的眼神 李玄心底不屑 圣主名声算得了什么 作为一个修仙者 就应该懂得 急流勇退 怎么能让这些外在的名声 影响到他自己 灵瑶也猛了 他已经准备好 和李玄交手了 结果李玄认输了 要知道 灵瑶的实力 面对这些圣主 也不是碾压 要想战胜圣主级别的强者 灵瑶也要全力以赴 可居然对方就认输了 爸爸不是说 这些圣地圣主 都有强者自尊吗 怎么会认输了 但是 人家都认输了 灵瑶也打不起来了 所以只能前往下一个圣地了 但是 当灵瑶他们 来到下一个圣地 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瑶池圣地 圣主瑶姬 认输 看着面前貌若天心的大姐姐认输 灵瑶猛了 怎么又认输了 万出圣地 万出圣主 认输 再下一个 天玄圣地 灵瑶 我们试来 天玄圣主 我认输 灵瑶 可我还没说出来 走完所有圣地 吴清和夜修妈了 以前听说的什么 圣主强者傲气 什么圣地脸皮都算得球 这些个圣主 一个认输的 比一个干脆 什么圣主傲气 完全就不存在 低头的速度 堪称离谱 吴清感觉 他可以写一本书 论圣主强者的脸皮和傲气 重点讲述 在圣主知道了 挑战者实力的强悍 贵的速度有多快 而所有圣地 在灵瑶离开后 都召集了圣地长老 商议事宜 至于认输 就会到心破碎之类的 在他们心中 就是个笑话 圣主无敌的形象 不过是圣地包装出来 给外界看的 不然十个圣地 圣主都无敌 那么他们孰强孰弱呢 会议后 所有圣地 都一致选择 和仙界的老祖联系 查查灵瑶的背景 第28章 轰动修仙界 仙界得知 大为震撼 仙人下见 而随着圣地 圣主的认输 灵瑶这个名字 也随之震动 整个修仙界 整个修仙界都在打听 这个神秘的小女孩 是来自什么势力 同时 整个修仙界也知道了 灵瑶在百炼成 仙法赠人的事情 一想到他们寻找 那么久的机缘 居然是灵瑶 在最开始送人的 他们顿时是懊恼不已 特别是 当他们知道 那个获得仙法的南修 当时只是一个 宁气气小修士时 更是顿足常叹 只恨这等机缘 不是他们的 只是为小女孩 带了路之后 就能获得仙法 这等机缘 实在是让人羡慕 而与此同时 仙界之中 也收到了这些 圣地发出的消息 仙界 十万大山 仙界和修仙界的连通点 那些从修仙界 飞升上来的修仙者 都会再次加入势力 十万大山之中 最大的四大势力分别是 东籍神宗 西皇神宗 北派仙门 南籍仙宗 分别占据 十万大山的四大位置 吸纳着 从下界飞升上来的修仙者 这日 十万大山之中 一子袍老者 盘坐在府邸之中 忽然有所感应 下界传来的消息 难不成我子府圣的 出了什么问题 老者名叫子玄 乃是子府圣地的老祖 在仙界修行多年 心底却一直惦记着 他最初创办的宗门 接收完信息之后 子玄满脸震惊 九密 这世上还有如此惊人的秘法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等秘法 就算再仙界 也是无可比拟的 而这样的秘法 居然出现在下界了 一个小女孩 居然身负如此机缘 子玄无心闭关 在府邸内夺步 至于那什么 林轩吴倒是没有听过 向来再仙界 也不是什么厉害的人物 倒是不必考虑 子玄仔细考虑着 能够在下界横扫圣地的存在 再仙界也不算什么 他这些徒子徒孙 不过是少见多怪吧 思考了一会 子玄心中有了定计 这样的惊天秘书 他一个人一定吃不下 而且就算要下界 也是要和四大宗门商议 他是没办法绕过四大宗门 下界去的 而且下界要付出的代价 他一个人也是吃不消的 类似的场景 在四大宗门均在发生 四大宗门中 从玄黄大陆飞升上来的老祖 纷纷收到下界圣地的消息 纷纷从闭关中出来 迅速将消息 向四大宗门上层汇报 东吉神宗 宗主封 宗主 东吴吉 子玄啊 你好像从下界飞升上来 已经有十万年了吧 修行的如何了 东吴吉手上拿着棋子 落在棋盘上 子玄默默道 我愚钝 这么多年 才侃侃突破天仙 渡劫之后 飞升仙界 境界变到了人仙境 而后分别是地仙境 天仙境 玄仙境 仙尊 仙王 仙圣 仙帝 你倒是谦虚 有多少人修行无数年 依旧在原地踏步 你不过十数万年 便跨过地仙境 还不满足 子玄也跟着笑 他不过是谦虚一下 实际上 对他修行速度 还是很满意的 天仙境 在东吉神宗 也是一个长老职位 虽然地位在长老里面一般 但也不是什么一般的角色了 不然 他也没有那么容易 就见到宗主 好了 说吧 这次找我设有什么事情 东吴吉起身 问道 子玄攻身 将子府圣地传来的消息 悉数告诉东吴吉 听完后 东吴吉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惊诧 九秘 如果这秘术 能够在玄仙境界使用 便足以震惊整个仙界 东吴吉没有像子玄一样 那么迫不及待 他首先想到了 这个秘术 是否有境界的局限性 毕竟很多秘术 只有在境界低的时候有效果 在境界高的时候 增益就会变小很多 他东吴吉境界 也不过是先尊后期 若是能够在玄仙境 也能发挥出那么大的作用 那么 玄仙境占仙尊 也不是不可能 玄仙境和仙尊之间 想要突破难度 可不止一星半点 堪称云泥之别 若是这个秘术 真的能够 让玄仙爆发出 仙尊级别的战力 他东吴吉神宗 又何必再拘泥 于这十万大山之中 子玄一愣 这些他倒是没有想到 虽然九秘上面 说是一切 但是 也许是夸大的说法 毕竟修仙界之中 杜劫期 就是无敌的存在 是杜劫期修为 宗主 只要有一丝可能 我觉得 就应该去尝试一下 子玄咬着牙说道 东吴吉哈哈笑道 你呀 本宗主什么时候 说不行了 宗主 你的意思是 子玄神色一喜 当然还是要下界去看看 那个九秘是何等秘法 只要能够再让 地仙提升十厘十倍 天仙提升两倍 对我东吉神宗 也是极大的助力 东吴吉对这个秘术的神奇 还保持一定的怀疑 但是 就像子玄说的那样 不能因为不确定 就不去干 如果这秘术 真的有那么神奇 就算只有消息上的十分之一 他们下界 就是大转特转 好 宗主 我这就去找其他几个 从玄黄大陆 飞升上来的长老 子玄面色一喜 他也想回去看看 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宗门 变成了什么样 不用了 你看 他们自己来了 东吴吉看向外面 三个人正在宗主封外 和守在外面的守卫弟子 说着什么 玄黄大陆 百炼成 在挑战完十大圣地之后 灵瑶又回到了这里 知道了 我再玩几天就回去了 说完 灵瑶就把传生珠 放回了胯包里 而在某个不可说之地 灵瑶无奈地 看着手中的传生珠 这才几岁 就开始叛逆了 在一旁看着灵瑶这样随意地 和那个万年前 就打遍玄黄大陆 无敌手的存在对话 都感觉心在产 这就是先二代吗 这就是底气 无聊 这些圣主 后来都不跟我交手了 都认输 真没意思 灵瑶不开心地 揉着旺财的脑袋 叶修和吴卿 无奈地看着彼此 就算是圣主强者 知道了灵瑶背后的势力 都很干脆地直接认输 这说明了什么 有背景就可以认信 哎 修仙界 还有没有什么强大的存在 我再去挑战他们 灵瑶睁着大眼睛 看向叶修和吴卿 叶修和吴卿 面面相去 纷纷摇头 圣主已经是站在 玄黄大陆顶级的强者了 比他们 还强大的存在 就不是他们能够知道的了 无聊 旺财你说 我们接下来要去干什么呢 灵瑶揉着旺财的脑袋 旺财无奈地叫了一声 旺 旺财 你也觉得无聊不是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 从修仙界上空 传遍整个修仙界 我乃子玄 有要是下界 各大圣地 圣主速来道玄风 第29章 道玄风上 此言一出 整个修仙界震动了 仙界来人 自古以来 一直默认 仙界之人无法下界 有仙界来人 难道仙界之人 还可以下界 子府圣地 李玄正坐在大殿之中 听着下面 长老们无聊的争论 一道声音 从天空中乍响 我乃子玄 大殿中 长老们 神色纷纷改变 是老祖 老祖下界了 所有人都面露狂喜 唯独李玄皱起了眉头 他明明只是让人 传递信息到仙界 询问关于灵瑶的背景 怎么老祖就下来了 而等守在圣地 无事不可外出 我去去就来 虽然不知道 老祖下界干什么 李玄依旧从子府圣地中 闪身出去 去盗玄峰上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清廉圣地 叶清廉看着手中的玉符 就在刚才 老祖传音给他 让他也去盗玄峰 联想到刚刚子府圣地的 老祖的话 叶清廉心中 隐隐有种不好的感觉 修仙界的天要变了 无奈 叶清廉只能从 闭关的地方走出来 动身前往盗玄峰 盗一圣地 天不枉我盗一圣地 老祖下界了 就在刚刚老祖发来传音 让我盗一圣地圣主 去盗玄峰 刘宇狂笑 盗一圣地顶尖强者陨落后 这段时间 不少那些往日 被盗一圣地欺负的宗门 对他们虎视眈眈 现在该轮到他了 他们老祖从仙界下来 他盗要看看 谁还敢来 他们盗一圣地闹事 盗一圣地的弟子们 老祖归来 即刻起 关闭护宗大阵 我盗要看看谁 还敢惦记 我盗一圣地的传承 说完 不过不是每个圣地 都有老祖下来 老祖没有下来的 也都被邀请前去盗玄峰 只不过 他们的心情 就没有那些 有老祖下界的圣地 那么有底气了 一时间 圣地圣主 纷纷前往盗玄峰 整个修仙界的视线 都关注着盗玄峰 所有人都知道 盗玄峰那些 从上界下来的老祖 会影响整个修仙界的格局 整个修仙界 都紧张地等待着结果 百炼城 林瑶听着声音 抬头看向吴清 和叶修 你们骗人 还说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这个盗玄峰 听起来就很好玩的样子 旺 看吧 旺财也觉得很好玩 林瑶抱着旺财 乃凶乃凶地 看着吴清和叶修 吴清脸上带着苦笑 这个盗玄峰 可不是什么 能够随便去的地方 传说是与仙界连通的点 这种地方 在吴清的脑海中 根本是不会去考虑的 所以 自然而然地 就被他给忽略掉了 不过 如果是林瑶 这天下自是都可去 好 那就决定了 去盗玄峰 出发 目的地 盗玄峰 天空中 一道道光影闪过 目的地 都是位于玄黄大陆中央的盗玄峰 而盗玄峰上 紫玄几人 端坐在盗玄峰大殿的上方 这次十万大山四大势力 合力送人下见 每个势力选一个人 分别是子府圣地老祖 紫玄 清连圣地老祖 清连 道一圣地老祖 道元 百花圣地老祖 百花仙子 四人修为 均为天仙境界 其中 紫玄修为最高 为天仙中期 其余三人均为天仙初期 一道道身影 陆续来到道玄峰上 清连圣主 百花圣主 紫府圣主 还有道一圣地 刘宇 刘宇最后一个道 没办法 修为最弱 只有炼须七巅峰 你就是当代道一圣地 圣主 道一圣地老祖 道元 看到刘宇 问生问气道 他不过是去了仙界十万年 怎么他道一圣地 已经没落到了这般地步 圣主实力 竟然比其他圣地圣 主要低上一个大境界 而且 年纪看起来还有点大 老祖 要是您不下来 我道一圣地 恐怕就要 流语神色复杂地看着道元 怎么了 道一圣地发生了什么 难不成有其他圣地 围攻我道一圣地 说出来 老祖在这里给你撑腰 道元眼神凌厉地扫过底下 其他圣地的圣主 呵呵 道元 你可真是好大的威风 后背过得好不好 全凭自己的本事 你掺和什么 清廉出炎嘲讽道 在修仙界时 他就和道元不对付 即使过了这么多年 他看到道元那个样子 依旧忍不住出炎对他 清廉 你别站着说话不要疼 你们清廉圣地 没有什么问题 你当然这么说 好了 大家都是从玄黄大陆 走出去的 在仙界应当团结才是 子玄出炎调节 他在这里修为最高 说话 自然没有人不给他面子 清廉把叶清廉叫到身边 和他交流清廉圣地的事宜 那边流语 则是添油加醋的 说了事情的经过 只不过 把他们十几个杜结妻 大能围攻灵瑶的事情 给一笔带过 主要说 灵瑶非常嚣张 要挑战他们圣主 打不过 还要叫人 把他们圣地杜结妻修饰 杀了个干净 与妻 那叫一个惨子了得 在一旁的李玄 听得都尴尬 要不是他看过影像 差点就真相信了他的鬼话 要不是 他到一圣地 贪图人家小姑娘的秘法 至于圣地杜结妻大能 悉数被人家师兄 杀了得干净 好啊 欺人太盛 竟然都欺负到我道员头上 看完不把他那个什么师门 给杀得干净 道员狠狠地说着 明明是你们道一圣地 想要抢人家小姑娘的秘法 抢夺不成被反杀 怎么就成了人家小姑娘的错了 一道清冷的女声响起 众人心中一惊 竟然有人会在这个时候 触到一圣地的眉头 没看到人家老祖 就站在旁边吗 这话一出 清宣吓了一大跳 赶忙拉住自家师傅 这话再私下说说就行了 在人家老祖面前 说不是找死吗 道员眼神阴逸地看向子萱 你又是何人 百花圣地 子萱 清宣拍着额头 自家师尊这恋爱脑真的没救了 道员手中一动 一道真气大手 就袭向子萱 够了 一道身影 出现在子萱和道员中间 道员 莫非 你以为这是在你道一圣地 你门下弟子可以坐 就不允许其他人说了 正是百花仙子 在他面前 欺负他百花圣地的人 真当他不存在是不是 好了 好了 大家都是从玄黄大陆走出去的 有什么事情 说清楚不就好了 何必动那么大的火气 子萱适时地劝说道 第30章清宣 师傅你的恋爱脑 有了子萱的调和 百花仙子和道员才 没有接着吵起来 子萱心中也是无奈 为什么来的人是道员这个疯子 明显和很多人都有过节 这样的家伙一起下届 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见气氛缓和了下来 子萱接着说道 其实这次下届 就是因为你们 往仙界传送的消息 关于九秘 九秘 众圣帝 圣主面面相去 那不是他们去询问 林瑶背景吗 老祖可是知道了 九秘的来历 李玄开口问道 他总感觉 老祖从仙界下来 这件事情不同寻常 其他圣主 也都看向子萱 显然 他们对于这件事情 也很好奇 九秘的来历 我也不知道 仙界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会使用这等秘法 子萱开口 众人惊讶 那个小女孩 明显很可能就是和几个老祖一样 从仙界下来的 而九秘那样厉害的秘书 在仙界不可能岌岌无名 而且 小女孩的父亲 疑似万年前那个横扫 修仙界的猛人 那位去了修仙界 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消息 那老祖下届是为了 李玄皱着眉头问道 他心里因应有种不太妙的感觉 如果没有好处的话 老祖是不会回来的 虽然他不知道 从仙界下来 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但是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从仙界下来 想来代价并不低 而这次 几位老祖已经下来了 肯定是有利可图 至于他们这些徒子徒孙 李玄才不认为 他子府圣地的老祖 会因为他们下界 他连剑都没有见过他们 这还要从你们 往仙界传递信息说起 我们才知道 有九秘这样逆天的秘法 李玄心里有了猜测 所以 老祖下界 是为了九秘 没错 这等秘书 如果获得 我们十万大山的四大势力实力 将得到极大好处 而且 这对你们也很有好处 只要你们配合 等你们去到了仙界 宗门也能给你们 更多的资源倾斜 当然 如果有人不想配合 也要看看 能不能挡住老祖我的手段 子玄先是劝说 慢慢的 语气中 又带着一丝威胁 李玄心中叹气 好一个恩威并用 这就是他们子府圣地的老祖 此言一出 底下没有了声音 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出来 做出头鸟 然而 我们这么一群人 去抢夺一个小女孩的机缘 不好吧 清轩被吓住了 师父啊 您的恋爱脑 能不能清醒点 没看到咱们老祖 都没有说什么吗 子玄眼神一宁 你的意思 是有违抗的大家的决定了 子玄的眼神之中 带着杀气 但是 子玄就好像没有看见一样 难道不是吗 这么多人 够了 子玄 子玄还没有说完 就被百花仙子打断 子玄停下了酝酿中的竖法 深深地望了一眼子玄 百花道友 希望你管好你圣地的人 到时候出事了 责任不是你能够担得起的 百花仙子 淡然看着子玄 子玄师兄放心好了 我百花圣地的人 自有我看着 就不劳师兄费心了 子玄拂袖 不再理会百花仙子 说着接下来的一些事宜 全是关于 怎么夺取灵瑶身上秘法 子玄咬着嘴唇 这些太可恶了 要是她的女儿 在自己眼底 被这些人杀了 她会不会一辈子不原谅自己 师尊啊 您就不要想这些事情了 这个事情 也不是你一个人能够改变的 咱们静静地看着就好了 清宣传音安慰着子玄 她从小就被子玄带回来 可以说 子玄与她一师一母 她可不想 子玄就这么 把自己搭进去了 小玄 要是我出了什么意外 百花圣地就靠你了 清宣神色一将 什么叫出了什么意外 师父 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 等等 有办法的 只要我们偷偷告诉小灵瑶 让她躲着这些人点 不就好了 子玄眼前一亮 她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快走 我们去告诉她 让她躲起来 然而 正在子玄准备 偷偷溜出去的时候 道玄风外 一道带着奶气的声音响起 哇 原来山风 还可以倒着悬浮在空中 好厉害啊 子玄刚抬起的脚顿住 这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道悬风外 灵瑶看着这个 倒着悬浮在半空中的山风 很是满意 虽然她也能让一个山风 倒着悬浮在空中 但这么新奇的东西 她还是第一次见 吴清和叶修 看着灵瑶满意的样子 他们却有点慌 虽然知道 灵瑶实力强悍 但是 要是他们之前没有听错的话 那个从仙界下来的 叫紫玄的人 可是 让所有圣地 圣主来这里议试 没算错的话 这里面有九位圣主 除了那个被灵瑶师兄 给嘎了的道仪圣地圣主 应该都在里面了 快 咱们快上去看看 灵瑶兴奋地说道 你就是灵瑶 一道身影 出现在倒悬风上空 其人身穿紫衣 正是紫玄 灵瑶看了眼眼前的这个人 神色变得有些警惕 她从眼前这个人身上 感觉到 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 你是谁 我 我是来自上界的仙人 紫玄自傲道 仙人 那你能手捧日月摘星辰吗 灵瑶好奇地问道 紫玄脸上一下就僵住了 手捧日月摘星辰 日月星辰 怎么可能是她能够摆弄的 看着紫玄的样子 灵瑶一下就领悟到了 你看你 都做不到这些 还说自己是仙人 真不害臊 紫玄的脸上一下憋红 她居然被一个小女孩嘲讽了 说得好 没有实力 装什么大尾巴了 紫玄说着飞声 站在了灵瑶身边 清轩想要去劝阻 却被紫玄一个眼神制止了 她不想连累清轩和百花圣地 这些都是她的个人行为 紫玄姐 阿姨 刚要叫出口 灵瑶想到 紫玄让她叫阿姨 连忙改口 小瑶瑶 放心吧 阿姨在这里 不会让他们欺负你的 紫玄看着紫玄 神情阴狠 你们谁去把她情下 数十个呼吸 无疑人回应紫玄 大家都不愿意出手 或者说 大家都不想听紫玄的 第31章 道貌黯然 恼羞成目 众圣主 没有一个回应紫玄 最后 李玄心中叹息一声 硬着头皮回道 老祖 实在不是我等不听您的 这小姑娘实力惊人 我等都不是对手啊 笑话 难道你们不知道合力围攻吗 紫玄一句话 就让众多圣地圣主 神色变得难看起来 围攻 紫玄真当他们圣主的面子 不是面子 让他们去围攻一个小女孩 这种事情 他们还做不出来 叶清莲看向紫玄 神色之中 带着一丝冷意 紫玄老祖 你究竟是紫府圣地的老祖 还是我玄黄大陆的老祖 紫玄脸色一变 有些难堪 这清莲圣地的圣主 明显就是告诉他 他们不是他紫府圣地的 他无权命令他们 清莲 这就是你清莲圣地的意思 紫玄看向清莲 目光灼灼 清莲摊开手 无所未到 是就是了 对于这次下界的主要人物 清莲不是很在意 他本是玄黄大陆上 一株清莲得道 崇尚自然之道 去抢夺一个小女孩的秘法 对于清莲来说 本来就是有为他的道 这也是 他给清莲圣地定下的道义 所以在清莲圣地 就算叶清莲他们 见识到了灵妖的秘法的厉害 他们也没有出手抢夺的意思 清莲圣地道义 道法自然 机缘不可抢求 好好好 清莲 你不配合之事 我上界后 自会向四宗禀告 百花仙子你呢 紫玄望向百花仙子 眼神之中 威胁之意明显 清莲看着百花仙子 眼神之中担忧的意思很明显 要是百花仙子动手了 他怎么办 一边是老祖 一边是自驾师尊 还有可爱的小林瑶 特别是林瑶 还赠了他担忧 吃了一定能够成仙的那种 他好为难 百花仙子 你可要考虑清楚了 有些时候 行差踏错 一辈子都会追悔莫及 见百花仙子 神情似乎有些犹豫 紫玄接着威胁道 老祖 清莲刚想说些什么 却被紫玄的眼神威胁 最终没敢说出口 百花仙子看了眼清轩 又看了眼 站在林瑶旁边的紫玄 终是叹了口气 选择了和百花圣帝 站在一起 既然自己百花圣帝的 两任圣主都不愿意 那么 他选择支持他们 这是他这个老祖 唯一能够做到的了 唉 我百花圣帝 不加入此次行动 之后 宗门若是有任何处罚 我自担着便是 清轩脸上露出喜色 不用再纠结了 紫玄神色复杂的 看向自家师祖 眼神之中 流露出愧疚之意 好 百花仙子 这是你自己选的 还有清廉 你们应该明白 为了这次我们下见 四宗费了多大的代价 要是就这么回去 我看你们如何回应 你们宗主 清廉无所谓地抱着头道 唯一秘书 就要一群人去围攻一个小女儿 这样的宗门 我早就逮你了 百花仙子美目 看了一眼清廉 默不作声 他没有清廉潇洒 没有宗门 他也不知道去了 可 他没办法抛下百花圣帝 紫玄脸色铁青 还没有开始任务 就已经有两个人 不听他命令了 扑刺 一道笑声传出 在这个环境下 显得很突兀 谁 紫玄感觉自己 作为仙人的威严全美了 叶修脸上微红 捂住嘴 但没眼见 明显就能看出来 他在笑 这也没办法 叶修也不想笑的 这是这个紫玄之前 弄得逼格那么高 还以为有多厉害 结果就这 你觉得很好笑 紫玄眼神阴逸地 看向叶修 叶修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模样有些滑稽 在场众人 许多已经有些憋不住 纷纷捂住嘴 说实话 他们早就想笑了 奈何紫玄实力太强 他们不敢 找死 紫玄手往虚空中一抓 叶修就感觉到 一股窒息的气息 脸色瞬间发白 脑门冒汗 一瞬间 他感受到了死亡 下一瞬 叶修感觉到 那种窒息的感觉消失 灵瑶出现在他面前 叶修心中才缓过神来 这个时候 他才真的意识到 灵瑶很强 但是他不是 他默默地站在灵瑶身后 他也没想 打这个仙界下来的人 会直接出手 大叔 你为什么要这么暴躁 爸爸说过 生气多了 对身体不好 伤肝 灵瑶小脸认真地看向紫玄 眼神之中满是真诚 小妹妹说得很有道理 紫玄师兄 你这个氧气功夫 还不到家啊 清廉孝道 言语之间 带着嘲讽之意 他已经选择退出 回去他就想远离十万大山 既然如此 离开之前 他不介意恶心一下紫玄 紫玄冷冷地看了清廉一眼 我就不劳师弟担心了 师弟还是多担心 担心自己回去 怎么面对你们宗主吧 说完 紫玄看向道元 道元兄 我们一同出手 拿下这个小女娃 之后回去 功劳你我同享 道元看向灵瑶 他已经知道了 他道一圣地 是因为灵瑶而濒临覆灭 脸上有些争鸣道 就算紫玄兄不说 我也要算一下 他和我道一圣地之间的仇怨 灵瑶 把他道一圣地的杜劫期 强者杀光 这个梁子算是杰大了 道一圣地 以一个圣地之力 去欺负一个小女孩 算什么圣地 我看 这种圣地 早就该覆灭了 紫玄看着道元 语气之中满是比一 他对于这种行为 最是看不起了 一个圣地去欺负一个小姑娘 丢不丢脸啊 成口蛇之力罢了 我倒要看看 等会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 紫玄冷眼看向紫玄和灵瑶 手中拿出两颗珠子 将一颗丢向道元 瞬间捏碎 道元兄 我们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速速解决他们 道元拿着珠子 宁笑道 一炷香时间 绰绰有余 珠子名为遮天珠 用于遮盖天机 在修仙界 爆发出仙人的实力 会被天道针对 就算是他们 面对天道 也不得不小心 快走 他们用了遮天珠 就能在短时间内 动用天仙级别的实力 百花仙子 对着紫玄喊道 遮天珠由紫玄保管 他和青莲没有 要是动用 超出渡劫的力量 就会被天道排挤 到时候必须立刻离开修仙界 否则可能会有陨落的风险 紫玄神色一变 喊道 灵瑶你快走 我来挡住他们 一股极其恐怖的气势 如排山倒海 扑倒整片天空 紫玄冷漠的声音 在空中响起 跑得掉吗 第32章 灵轩现身 道元 紫玄陨落 众人震撼 噗 紫玄猛的一口鲜血吐出 气息瞬间变得萎靡 这就是天仙的实力吗 面对紫玄 紫玄只感觉 他毫无还手之力 师父 清轩叫着 想要冲上去 却被百花仙子拉住 百花仙子对清轩摇了摇头 没用的 用了遮天珠 他们能爆发出天仙的实力 你就算去 也不过是多搭上你一个人 可是 我师父他 清轩 神色焦急地看着紫玄 师祖 替我拦住小轩 紫玄眼神虚弱地 看向百花仙子 眼神之中带着恳求 得到百花仙子肯定的点头后 紫玄才放心下来 呵 萤火也敢与浩月争光 今日我就让你们知道 你们和天仙之间的差距 紫玄一手背着 悬在半空中 冷眼看着众人 紫玄师兄何须出手 这个小女娃 便交给我吧 使用了遮天珠之后 道元身上 也爆发出天仙的气势 小心点 我们的目的是秘书 放心吧 师兄 说完 道元身形一闪 他动手了 一瞬间 紫玄只感觉 排山倒海的压力 往他这边压来 他脸色苍白 旁边扶住他的灵瑶小脸 紧绷地盯着虚空 在这般压力下 紫玄心底反而宁静了 他活了这么多年 其实早就够了 只是小灵瑶可惜了 他还这么小 忽然想到了什么 紫玄心底 流露出一丝留恋 可惜 死前 没有机会再见他一面了 万年过去了 他一定过得很好吧 毕竟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儿 吴清和叶修 则是脸上慌的一批 但是 心底却没有那么多害怕 他们相信灵瑶 出于对灵瑶的盲目自信 就算是现在看似无解 他们相信 只要灵瑶在 一定会出现生机 清轩心底无比压抑 心底流露出悲凉之色 作为圣地之主 在仙人面前 依旧是渺小无比 其他圣地圣主 眼神之中 也都流露出可惜之色 灵瑶的实力 他们是知道的 这样的妖念 就要陨落在这里了 实在是可惜 其中 唯独叶青莲看着空中 神色之中 露出思索之意 他可是亲眼见到 墨天机推演灵瑶父亲的样子 什么都没推演出来 就受了重创 伤识到现在还没好 要知道 以墨天机的推演能力 就算是仙人 墨天机也不是没有推演过 但从来没有像上次那般 什么都没有看到 就受了重创 那样的人物的女儿 会在修仙界 被擒住 也清廉不幸 虽然他没有直接的理由 但是 直觉告诉他 不会这么轻易结束 子璇看着道元 完全压制住灵瑶他们 流露出满意之色 就算清廉和百花仙子拒绝合作 又如何 就算这些圣地圣主 都不服从如何 就算只是他一个 照样镇压 然而下一刻 他脸上笑容僵住了 道元倒飞了回来 落相的地方 正好是对着他 伸手接住道元 你在搞什么 然而很快 子璇就发现了不对劲 道元死了 没了声息 神魂俱灭 眼神瞬间变得凝重 看向灵瑶那边 一个模糊的身影 在虚空之中出现 两个天仙 欺负一个小女孩 太过分了吧 什么人 子璇亥然 那道人影 明明就站在那 但是他完全感受不到 那人的气息 叶清廉面上不动声色 心底震撼 来了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人 就是灵瑶的父亲 一出现 就杀了一个天仙级别的强者 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般 百花仙子和清廉对视一眼 从对方的眼神之中 均感受到了 对方的心底的震撼 道元 实力在天仙初期 在仙界 不算是顶级强者 但是也绝对不算是弱者 轻描淡写地杀死 这道神秘身影的实力 究竟有多恐怖 清廉眼睛瞪大 这就是师尊 一直在等的那个男人吗 他以前还总劝师尊 要往前看 但是现在他觉得他错了 这帮男子 就算再等一万年 也不为过 子轩看向那道虚影 虽然看不清样貌 但是他感受得到 眼前人就是他的心上人 等了这么多年 不会有错的 子轩眼神望过去的时候 虚影头偏了过来 看向了子轩 子轩美目对了过去 你受伤了 嗯 子轩低下了头 有些羞涩 看得清轩心底焦急 他恨不能冲上去 推师尊一把 等了一万年了呀 害羞什么呀 我帮你疗伤 一道带着道运的 极其精纯的灵器 落在子轩身上 他受到的伤势 一瞬间就完全痊愈 甚至本源比受伤之前 还要强上了几分 你到底是谁 我代表的 可是十万大山 子轩底气不足道 道远都能够 被这人一招秒杀 甚至他都不知道 道远怎么死的 夺我门派秘书 你却反问我是谁 现在强盗都这么嚣张了吗 扑刺 清轩忍俊不惊 不自觉笑了出声 师父喜欢的这个男人 还真是幽默 就是啊 子轩仙人 你不是很牛吗 怎么还在这里摸摸唧唧的 子轩的脸色铁青 逃 这等存在 不是他可以对付的 回去找到宗主 只有宗主 才能对付这样的存在 顿光闪过 子轩瞬间消失在空中 众人迷惑 就这样 让这个家伙跑了吗 李玄看向子轩离去的方向 有些可惜 虽说是他师祖 但是与他来说 和陌路人没有什么区别 早就已经 不知过了多少代 子府圣地 也早就不是子轩的 子府圣地了 子府圣地 是整个子府圣地 所有长老弟子的 子府圣地 你就这么放他离开吗 子轩出言询问 这里这么多人 除了林瑶 只有他认识林轩 虚影不语 下一瞬 子轩又从远处 飞了回来 神情慌乱 从他的脸上 众人发现 他好像没有发现自己 再往回走 众人神色之中 出现金仪 一个天仙级别的强者 在不知不觉中 完全被幻属欺骗了 这样的手段 比直接杀一个 天仙级别的强者 要困难太多了 跑着跑着 子轩忽然眼睛一瞪 仿佛经历了 无比恐怖的事情 满脸惊恐 从空中掉落下来 正好落在道玄峰上 众人面前 第33章震惊 道门邀请 众圣主 纷纷渡成仙节 众多圣地圣主 神情凝重地 看着子轩 刚刚还在他们面前 指手画脚 不可一世的子轩 居然就这么死了 百花仙子心底庆幸 还好刚才子轩选择 和子轩对着干 他选择站在他们这边 让他躲过了这劫 要是他跟子轩一起 恐怕道元和子轩 就是他的下场 由于刚才还是不可一世 此刻已经跌坐在地 本来以为老祖回来了 他们道一圣地 又有机会了 但是 现在老祖 只剩下一具尸体 苍白 害怕被空中的虚影注意到 但是 很明显 他根本不配 被对方关注 解决了这一切 虚影偏过头声音 带着一丝宠蜜 你呀 这次玩够了 该回去了吧 灵瑶扬起小脑袋 老老实实道 玩够了 这次出来 出了不少事情 经历了刚才的事情 他也知道这样不好 外面太危险了 接着 灵瑶看向吴清和叶修 这么快就要离开 他有些不舍 知道就好 虚影语气有些无奈 旋即转过头 面对子萱 好久不见 子萱抿着嘴 好久不见 那个 你就要走了吗 犹豫了一下 子萱还是发问 嗯 哦 这样啊 子萱神情有些失落 一路顺风 嗯 清萱在底下听的脚趾 都纠结到一块 师父 你快说你这些年 等得有多辛苦啊 要不是那道虚影 刚刚随手杀了两个天仙 清萱一定要飞升而起 站在他对面 质问他知不知道 他师父等了他一万年 但是 看着还倒在一旁的 子萱和道元 清萱虚了 绝对不是怕 只是给师父一个面子 嗯 就是这样 清萱在心底 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 虚空之中 出现一道裂缝 灵瑶恋恋不舍地 被虚影牵着离开 消失在虚空之中 这个时候 清萱才敢冲上空中 拉着师父的手 师父 你刚刚为什么不告诉他 你等了他一千年 他都不知道 你这么多年 等他等得多辛苦 子萱看着虚影消失的地方 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不舍 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或许现在这样 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他还记得自己 他们还可以做朋友 其实 有些答案 也没那么重要了 子萱红唇亲戚 美目之中泛起连衣 清萱神色一僵 玄疾怒气不争道 可恶的傅心汉 怎么能够这么算了 要是他再敢出现在 我清萱面前 我就 清萱还没说完 子萱笑着打断了他 你就要怎么样 我要做这个傅心汉 一万遍啊 一万遍 清萱撸起袖子 鼓着嘴巴 也只有在子萱面前 他才会露出 这副小女孩的模样 就这这个时候 天空之中 树道光芒闪过 清萱吓了一跳 连忙躲在了子萱的背后 等众人反应过来 子萱 清萱 叶修 吴清 还有百花仙子 和青莲手中 还有那些圣主的手中 都出现了一枚玉剑 好了 不是他 清萱善善地 从子萱背后走出来 完全是应激反应 实在是那两个天仙 死在他面前 给他的冲击太大了 拿着玉剑 一股信息 出现在众人脑海之中 一年之后 先见 一个名叫道宗的宗门 将要广收弟子 拿到这枚玉剑 则是获得了一个 推荐书一版 能够直接加入 道宗的外门 不用测试 道宗 百花仙子美目之中 闪过一丝疑惑 要是刚才那人 创办的宗门 或许也不是为 一个好去处 反正经过这件事情 十万大山是待不下去了 清莲看着玉剑 眼神之中 也是流露出思索 到时候去看看 吴清和叶修 则是眼神之中 流露出狂喜之色 这个导游没有白当 这就能加入 林瑶的宗门了 要知道之前 他们去仙界多无望 但是现在 他们有了这枚预解 就能加入一个 仙界大势力 这就是抱紧大腿的好处 子萱脸上 流露出欣喜之色 能够加入他的宗门 清轩脸上 则是有些不自然 这他刚刚在这里口嗨 不会被那人听见了吧 他会不会是故意 让自己过去 然后狂揍自己 一想到子萱 就是被幻属折磨致死的 清轩的心中 有些揣揣不安 李轩拿着手中的御剑 心底有些惊疑 道门外门寄名弟子 有机会成为道门外门弟子 他们的御剑和子萱 他们拿的不一样 只是寄名弟子 不过 就算是寄名弟子 也是极好 一看那道虚影的实力 就知道这个宗门 一定很恐怖 叶青莲眼神之中 流露出向往 那般强者 即使是外门寄名弟子 他也愿意前去 见识了 那位强者的实力 诸多圣地圣主 纷纷心中下定决心 速度度节飞升 好去仙界道宗 只有夜修和吴清 两个修为很弱的 可能要等很多年后 才能去 不过这遇见 也没有时间期限 只要他们到时候 去便可以了 而与此同时 仙剑 十万大山之中 东极神宗震动 东吴极皱着眉 看着眼前碎裂的命牌 正是子萱的命牌 耗费海量资源 送他下界 就是为了九密 结果在下界 子萱陨落了 一个天仙居然 在修仙界 出现了意外 这之中一定有隐清 而在接下来的时间 玄黄大陆 每隔数日 就有人度节飞升 几乎都是各大宗门的圣主 一时之间 整个修仙界 进入了一个圣室 隔几日 便有人度成仙节 而这 被后人称为 修仙界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天才被出 每隔数日 便有人成仙 史称 成仙圣室 第34章 前往仙界 十万大山四宗宗主陨落 子萱 道元陨落后 道一圣的 成了众人眼中的香波波 而道一圣帝的话 分成了一个问题 最后 在诸多圣帝的一致讨论下 道一圣帝之前的资源 由百炼宗完全接纳 立百炼圣帝 对此 没有人敢有意见 一切都因为一个小女孩 只因为那个小女孩 最开始出现的地方 是百炼城 是百炼宗那个叫夜修的弟子 给那个小女孩带路 一切知道这件事情 始末地修饰 无不垂胸顿足 天大的机缘 为何就没有落在他们头上 在之后 灵瑶大战魔主 解救子兰城的光影 也被曝光 整个修仙界 关于这些个光影球 一球难得 整个修仙界 均为小女孩的出现震动 而当众人知道 小女孩最先出现的地方 是百炼城 掀起了一股 败师进入百炼圣帝的热潮 一时间 百炼圣帝 成为十大圣帝中 最为炙手可热的圣帝 而灵瑶的身世 也被众人翻出 原来万年前 那个横扫当时十二圣帝的男子 就是灵瑶的父亲 虎父吴犬子 万年后 其女儿再度回来 横扫十大圣帝 这个故事 被无数人传送 甚至在凡人城池中 有说书先生 将其以说书的形式说出来 半年后 九大圣帝圣主 均度过成仙节 准备前往仙界 此时 众人齐聚在一起 准备前往仙界道宗 青莲和百花仙子带队 带着他们前往仙界 而其中也混入了两个 还未成仙的人 叶修和吴青 在百花仙子和青莲的询问下 叶修和吴青 决定跟着他们一起 前往仙界 那里有更多的机缘 要是靠他们自己修行 还不知道 要多久才能够渡劫飞升 他们选择去仙界修行 而对于这个 百花仙子和青莲 也乐得带他们前往仙界 到时候去道宗的时候 也算是 有他们两个引路 毕竟他们可是与那个恐怖的 神秘人的女儿有交集 而且 关系还不错 前往仙界 还有一个问题 十万大山是我们必经之地 可是我和百花仙子 已经算是判出十万大山的四宗 子玄和道元已死 四宗肯定已然知晓 但是他们肯定还不知晓 下界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信息差 跑出十万大山 青莲说着 四宗宗主 实力还是恐怖的 每一个都是仙尊级别的强者 而天仙后是玄仙 玄仙后才是仙尊 成仙后 一个境界内 不同小境界的实力 都是天差地别 更别说 他们和四宗宗主之间 还隔着两个大境界 这个 我们都知道了 放心吧 到时候 无论对方问什么 我们都说 对方太强大了 我们侥幸逃脱 子玄和道元不幸战死 这个是他们之前 一起商量好的口供 百花仙子四人 分属四个宗门 到时候 有很大可能不会细细盘问 这就是他们的机会 既然诸位都知道了 那么我们即刻启程 前往仙剑 踏破虚空 一群人在百花仙子 和青莲的带领下 前往仙剑 白光闪过 当众人再次出现时 出现在一处传颂阵处 奇怪 这周围怎么没有人 青莲眉头皱起 从玄黄大陆 飞升的修仙者 都会从这个传颂阵出来 按道理来说 应该会有四宗的人 在这里职守 毕竟花费了那么大的代价 送了四个天仙下剑 为的就是九密 结果 子玄和道元死了 按道理来说 四宗一定会有动作的 就连原本应该 看守在这里的守卫都没有了 百花仙子接着到 这个地方 原本就在这里 职守的守卫都不见了 不管了 四宗的事情缠住了 暂时没有空去管我们 青莲思索了一下 也只有这个答案了 不管四宗 因为什么事情缠身 而无暇顾及他们 这对他们来说 都是一个好机会 走出十万大山 直接去道宗 拿定主意 众人就立即 前往道宗所在的方向 这途中 首先就需要先横跨 十万大山 再横跨十万大山的时候 百花仙子和青莲 发现了不对劲 这才过去半年 十万大山 似乎与以往 有了很大的不同 好像气息压抑了很多 于是 在路上一个人先经过时 青莲来到他面前询问 兄台 敢问这十万大山中 最近可发生了 什么重大的事情吗 那人先 本来看到青莲还害怕 直到时来询问消息 又放心下来 要说大事 这十万大山 从四宗宗主被杀之后 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什么 百花仙子和青莲 齐齐惊呼 对视之下 两人纷纷从对方眼神之中 看到了惊愕 怎么可能 要知道 四宗虽然在仙界 不算太大的势力 但那也不是什么小势力 宗主都是仙尊级别的强者 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死了 那人先 见两人惊讶的样子 接着说道 两位还不知道吗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仙界北方 有一座城池凭空而起 名为道成 据说是一个名叫道宗的仙门所见 这四宗宗主 似乎是因为得罪了道宗 被道宗的人一箭杀了 那人先表情很是惊异 对于百花仙子和青莲 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 表示震撼 一箭杀了 百花仙子和青莲 心底俱阵 那可是仙尊 一根指头 就能够碾压死他们的存在 居然就被一箭杀了 难道是灵瑶的父亲出手了吗 如此实力 恐怕 仙界又要多一个剧情了 是一个女修 说什么 四宗寄予她师妹的秘法 所以给他们一箭 以示警告 你们是不知道 当时一箭遮天盖日 四宗宗主 何力都没能抵挡住这一箭 而生死盗宵 那人先说的唏嘘 眼神之中 满是艳羡之意 对于那种强者 他也很是向往 至于四宗宗主的死 他倒是没有什么惋惜 谁叫他们惦记 人家师妹的秘法呢 百花仙子和青莲两人对视 眼神之中 均是读出了 彼此眼神之中的意思 这个道宗 恐怕比他们想象中的 还要恐怖 仅仅是灵瑶的师兄师姐 就有如此实力 那灵瑶的父亲 又该是何等存在 此刻 两人更加庆幸之前 他们没有选择和子玄 道元一起去争抢 灵瑶的秘法 第三十五章 出来仙剑 道宗危机 那四宗现在如何了 百花仙子和青莲 均是好奇地望向那个人仙 毕竟 那也是他们待了 十万年的地方 说不关心也不可能 里面还是有几个朋友的 四宗啊 四宗已经四分五裂了 十万大山四宗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那个人先嘴上说着 语气有些唏嘘 毕竟十万大山的四宗 在这里已经统治了无数年 没想到 就因为去抢夺一个 小姑娘的秘法 就这样的葬送了四宗 无数年的积累 青莲和百花仙子 心底震撼 带着一些唏嘘 原来的四宗 在十万大山 多么不可一世 四宗宗主 又是在十万大山内 说一不二的大人物 却没想到 这次下戒 就彻底断送了四宗 也断送了四宗宗主的生命 不得不感叹 世事无常 在后面的圣地圣主们 心底也是一片唏嘘 四宗宗主他们没有见过 但是子玄之前在他们面前 耀武扬威的样子 多么不可一世 而他背后就是四宗 或者说 就是四宗宗主 但是 就是这般人物 在灵瑶师姐的手中 都走不出一剑 实在是恐怖 越是走近 他们越是看不清 灵瑶父亲的实力 道宗的实力 恐怕远远超出了 他们的想象 知道了这一切 子萱的眼神之中 已经冒出了小星星 不愧是他当初 看中的男人 青轩在一旁 有些无奈地拍着脑袋 哎 自家师傅的恋爱脑 没智了 既然如此 我们直接去道城吧 反正十万大山 也没有人会拦着我们了 青轩开口 众人也都点头 这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不同于众人 百花仙子和青莲 本来还可以选择 加入其他实力 但是在这里 知道了灵瑶师姐的实力 他们再无其他想法 道门他们一定要去 诸位要去道城 可千万要小心 最近道城可不安定 听到众人说 要去道城 那人先好心出言提醒道 哦 怎么说 去道城的路上 还有什么危险不常 青莲提起了兴趣 原本也没有什么 自从道城出现在那里 之后就有了 众人眼神齐刷刷地 看向那个人先 什么叫道城出现在那里 就有了 诸位有所不知 道城实力强悍 但是是一个新势力 形势有太过张扬 所以 已经惹怒了很多大势力 其中据我所知 朱雀宗 霸王殿 还有西海龙族 都已经扬言 要把道宗宗主打趴下 百花仙子和青莲眼神之中 满是震撼 其他人不知道 但在仙界修行了 这么多年的他们 对于这三个势力 可是耳熟能详 全都是仙界的巨无霸 都是从上古时期 就称霸仙界的古老势力 道宗怎么会 惹到这几个宗门 青莲皱着眉头 没道理啊 这几个宗门 都是巨无霸 没事怎么回去找一个 新宗门茶 特别是西海龙族 基本上都处于 与世无争的状态 只守着他们的 一亩三分地 怎么会去找道宗的麻烦 那个人先苦笑 朱雀宗和霸王殿 是因为道宗成立之后 处于他们地盘的交界处 你们应该也知道 仙界除了八大势力 其他的势力 都要依此依附于 其他大势力 青莲点头 在仙界确实是这样的 本来仙界诸多势力 还在观望 这个新势力的宗主 会选择 导向朱雀宗 还是霸王殿 因为无论导向哪一家 都会被另一家针对 结果 道宗宗主 也是个狠人 一边都不道向 他门下有弟子站出来 说 这两大宗门 都不配给他道宗提携 这下算是把两大势力 惹几眼了 四 青莲道西冷气 还真是狂妄啊 一下子得罪了 仙界八大势力中的两家 这种事情 一般人还真做不到 不过 就算是这样 西海龙族 也没必要针对道宗吧 西海一族 不一直不问世事的吗 百花仙子提问 青莲也看向那人仙 对啊 前面两个倒也说得过去 西海是什么地方 和道宗所在 相隔无数 一个在仙界的北边 一个在仙界的南边 他们总不可能 因为地盘的问题 产生矛盾吧 说到这个 那个人先苦笑 这个就是其中 最为离谱的一个了 就像你们说的一样 西海一族 一直不问世事 而且 他们离道宗这么远 但是 耐不住缘分啊 西海龙族这一辈 天赋最强的龙子 龙傲天 修炼不过万年 修为已是半步先王 被视为 西海龙族下一任龙主 来培养 再一次外出时 龙傲天 遇见一个女孩 便被其深深的迷住 想要和她结为道理 但是那个女孩 对龙傲天 一点兴趣都没有 对龙傲天的死缠烂打 烦不胜烦 最后 她把龙傲天废了 而那个女孩 就是道宗弟子 现在龙傲天 还躺在西海龙宫里呢 你说 要是你是西海龙族 会怎么样 干她 清连默默说出口 这里面 还真没有一个是冤枉的 道宗还真能够惹事 不过细细想来 好像他们从来 都没有主动惹事 只是是找到家门口 他们选择了不妥协 这就对了吧 两边都说自己有理 虽然道宗最近 要招收弟子 但是 道宗啊 那个人先接着劝道 我劝你们 要是想找个势力 还是换个吧 省得到时候 还是要换 那人先这话一出 子萱不乐意了 你什么意思啊 不就那三个势力吗 就凭他们也是道宗的对手 清萱看了眼师傅 恋爱脑又又犯了 我好心劝你们罢了 不听算了 说着 那个人先直接离去 要不是他们人多 他估计都要开骂了 听什么听 道宗是不可能输的 子萱还想要上前理论 被清萱拉住 清连皱着眉头 那个人先说的也不无道理 如果道宗被三大势力针对 那确实有些难办 而且 这都不是一般的势力 修仙界 为什么只有八大势力 这也是有说法的 想成为这种势力 没有其他要求 唯一要求 就是 势力之中有先帝 所以说 因为修仙界 只有这八大势力 有先帝 才有修仙界八大势力的说法 这话你们都听见了 道宗被修仙界八大势力中的 三个针对 你们现在还要去吗 清连看向诸人 把选择交给他们自己 去 当然要去 第三十六章 前往道宗 先帝对读 说话的是叶修 他的眼神之中闪着光 虽然他现在只是一个 小小的金丹七修士 而且在半年前 还只是一个助击七修士 但他无谓 他相信林瑶 如果没有遇见林瑶 他现在还在百炼城盘算着 怎么突破助击七 怎么进入内门 可是遇见了林瑶之后 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甚至 他有了更高的目标 成为一个圣主级别的人物 甚至超过圣主 杜杰成仙 来到仙界 如今他来到了仙界 怎么可能因为什么仙界势力 就选择放弃 加入林瑶的宗门 他相信林瑶 对 我也要去 无情开口 就是 怕什么 你们都太畏惧那三大势力了 难道道宗的宗主 就不能是先帝吗 子萱大喇喇地说道 其他圣主也都表示要去 清廉苦笑 先帝又岂是如此好迈入的 而且 如果修仙界 有人突破先帝 整个仙界 都会有霞光出现祝贺 那整个仙界的人都会知道 可他可没有听说过 仙界有什么新突破的仙帝 不过 既然林瑶的师姐 能够一剑斩杀四大宗门宗主 最少也是半步仙王 而且还有能把西海龙族的这一辈 最妖孽的天骄打残 没有仙王实力 也不可能 徒弟都那么强了 师父不会差的 只要仙帝不出手 道宗也不会真的有什么问题 毕竟除了西海龙族以外 其他两个势力 确实只能算得上是小矛盾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去道宗 清廉说道 百花仙子也点头 其他势力就算再针对又如何 道宗也不像是一颗 可以随意攻人揉捏的软柿子 做好了决定 众人就决定去道宗 三个月后 道成 一座悬浮在半空之中的城池 不过出现不到一年 便已经在仙界留下极大的名声 只不过都不是什么威名吧 被三大势力针对 道宗也算是无数年来 投一个这么顶的宗门了 许多人都预测 道宗这个宗门的出现 将会是昙花一现 得罪了三大势力 很快就会被三大势力覆灭 道成中的一出酒馆内 两个中年人正在对应 这道成看上去倒是别出心裁 想来这道宗宗主 也是一个妙人 说话的可不是什么寻常人 他名叫莫无姬 执掌仙界最为神秘的势力 天机阁 能让莫阁主说出这种话 这道宗宗主足以自卫了 坐在莫无姬对面的 同样不是寻常人 仙界的先帝之一 仙界八大势力中 藏剑山庄的老祖 五言 藏剑山庄 就是凭借他 积身进入仙界八大势力 这倒不是我胡乱说的 这道成之中 有许多地方的布置 就连我也看不懂 这道宗宗主 不是一般人 三大势力 恐怕要在他手上吃亏了 莫无姬说着 又喝了一口酒 五言眼神之中 丝毫不在意 兴许这道宗宗主 就没有什么含义呢 不过就是建立一座 悬浮在空中的城池 要我来 我也能建 能有什么神意 莫无姬笑而不语 他这老友 已建正道 是个剑痴 武力强大 但是在阵法 推演之道上 却是一般 看到莫无姬在笑 五言也不傻 知道对方是在笑他 顿时来劲了 你说这道宗宗主不一般 可有证据 证据自然还没有 此言一出 五言顿时笑道 那你还笑 你不也没有证据 莫无姬摇了摇头道 不如 我们打个赌如何 五言脸上 流露出疑惑的神情 打赌 赌什么 就赌这三大势力 能否给道宗带来压力 我赌三大势力 一定会在道宗这里吃亏 五言来了兴趣 在他看来 道宗根本就不可能挺过去 更何况 让三大势力吃亏 好 我就跟你打这个赌 不过 赌注是什么呢 打赌没有赌注 岂不是扫兴 莫无姬笑道 好 你说 你想要什么 只要我有 我都跟你赌 五言脸上 露出一丝坏笑 要是藏剑山庄的人 看到老祖这么笑 估计的下主 没想到堂堂先帝 在私下是这样的人 天机盘 如何 五言神情带着得意 似乎在说 怎么样 不敢了吧 五言就是想要莫无姬 承认他看错了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个道宗 虽然实力不凡 但是再怎么说 同时得罪了三大势力 怎么看 都逃不够负面 莫无姬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诧异 这天机盘 可是仙界最强大的 推演天机的仙气 自己这老友 还真是胜券在握呀 要是你不敢就算了 我也不会笑你 五言笑眼盈盈地 看着莫无姬 脸上明显就说着 你要是怂了 我就笑你一辈子 思虑了一会 莫天机点头 也不是不行 只是我拿出天机盘 你总得拿出 对等的宝物对赌吧 啪 一把剑 被五言放在了桌上 我的五级剑 极品仙气 你看如何 莫无姬点了点头 先帝配剑 却是可以 既然如此 与你赌了又何妨 不过 三大势力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吧 五言说道 仙人寿命都很长 就算有矛盾 隔着几年才来 也很正常 他总不能一直等着吧 莫无姬拿起酒杯 微微一笑 这不是来了 奶呢 五言话还没说完 道成上空 一道抱贺响起 道宗宗主 速速出来领罚 第37章 西海龙族来人 龙族就这 人未至 生仙道 接着 五道身影 从虚空中踏出 这西海龙族 还真是给面子 出动一尊先圣 四尊先王 来找道宗麻烦 五言看着空中的阵容 笑眼盈盈地看向莫无姬 这等阵容 在仙剑 只要不是去八大势力 那样的仙剑顶级势力 可谓是无往不利 莫兄的天机盘 我就不客气了 五言笑得很开心 倒不是真的想要 莫无姬的天机盘 他拿到了 也发挥不出宝物的威力 只是能够看到 仙剑推演第一人吃扁 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 莫无姬拿起酒杯 一饮而尽 五言兄何必心急 这才刚开始呢 五言看着外面 确实没错啊 一个先生 带着四个先王 这样的阵容 在先帝不轻易出现的仙剑 不可谓不好华 莫无姬肯定是在强装镇定 五言打定主意 等会他要好好看看 自己这个老友失算式的样子 好 那咱们拭目以待 说完 五言也不说话了 抬头看着天空 一道人影闪身 出现在半空中 人是姑奶奶我打的 有什么事冲我一个人来 找我师父做什么 来人正是子依依 他也是无奈 之前被龙傲天弄得烦不胜烦 索性出手将他打发 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不惊奏 这就重伤不起了 西海龙族五人 瞳孔微张 心底暗自惊异 好厉害的盾数 紫依依从虚空之中出现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察觉到 这样厉害的盾数 仅凭这一点 这个道宗绝对不一般 不过 这又如何 打伤了他们的龙子 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他们西海龙族 虽然不问世事 但也不是好惹的 今日要是不出手 世人倒觉得他西海龙族好欺负了 所以 此次才有他西海龙族长老 龙傲带队 势必要让道宗付出代价 束手就擒 跟我回西海龙族请罪 我饶你道宗不灭 龙傲看着面前的女孩 心底也是暗自诧异 此女看着年纪不大 却能够将傲天打成那个样子 又是一个惊天妖念 请罪 紫依依看着对面的五人 你们不会是在西海待久了 把脑子待坏了吧 我犯了什么罪 你们怎么不问问 你们族里的那个 叫龙傲天的 一副自己天下第一的样子 骚扰我 我还没找你们西海龙族 你们倒是找上门了 紫依依也是无语了 恶人先告状啊 那个龙傲天 简直是只朴姓下头龙 觉得世上的女人 都会喜欢她 简直给她恶心坏了 恕子 安敢胡言 坏我西海龙族名胜 龙傲眼神伶俐 看向紫依依 紫依依依无奈道 反正 你们龙族也就这样了 有什么招就使出来吧 我接着就是了 她已经不想跟这几条老龙 说什么道理了 反正龙生性本应 说什么 她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好 既然你如此不知好歹 今日 我便将你情了 带回西海 跪在奥天面前 请罪 紫依依撇了撇嘴 无所谓的摆了摆手 这些老龙就是识多 废话真多 西海龙族的到来 吸引了很多 来道成看热闹的仙界修士 他们在道成里面 或是附近 看着道成上空的对峙 眼前这个女子 就是打败西海龙族 那个龙子的女子 想来至少拥有 先王级别的实力 龙族竟然把这位派出来了 看来龙族那位龙子被废的是 在西海闹得很大 有人认出了天上的龙傲 声音有些惊讶 怎么说 这位龙族长老 有什么特殊的不成 旁边有人询问 众人都看向那个说话的人 都对这个很感兴趣 难不成这个龙族长老 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不成 这个你们就有所不知了 亿万年前的西海龙族 可不是现在这种 不问世事的样子 那个时候 西海龙族征战四方 杀性很大 而这位长老 就是当时西海龙族中 主管杀伐的长老 杀过的先王不计其数 甚至先生也杀过一尊 派出这么一个杀星 这次西海龙族 恐怕是动了真怒 众人惊讶地看向半空中 原来这个龙族长老这么强 恐怕 这次道宗 没办法杀了 众人看着空中的紫衣衣 年纪轻轻 就能够击败龙族龙子 这样的天赋 就算放在整个修仙界内 也是顶级的存在 只可惜 碰上了龙族 打伤了龙族龙子 龙族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 众人心中叹息 今天 他们可能就要 见证一个绝世妖孽的陨落了 酒馆里 五颜也摇了摇头 可惜了这个女娃啊 天赋不错 可惜遇到了龙族这位 五颜也不看好紫衣衣 龙傲他也是知道的 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后辈 但是 能够被一个先帝记住的后辈 很明显 就不是一般的角色 龙傲即使在先生之中 也是一个狠角色 实力极强 我倒不这么看 说不定 人家欲强则强呢 莫无忌不像五颜一样 他依旧对柳依依充满信心 或者说 他依旧对道宗充满信心 就凭道成的布局 连他都看不懂这点 莫无忌深信 道宗绝对不会比 八大势力中的任何一家差 要知道 就算是八大势力内 阵法之类 就没有他莫无忌看不懂的 而道成却这般神秘 仅凭这点 他就断定 道成绝对不像外人眼中的那般简单 莫无忌认为 即使面对西海龙族这样的八大势力之一 道宗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的 你就嘴硬吧 我倒要看看 道时候你输了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 五颜看着莫无忌 神色有些调侃 他就喜欢看莫无忌嘴硬的样子 他就静静地看着莫无忌嘴硬 道时候 道宗输了 他倒要看看 莫无忌是个什么样的表情 一想到到时候 莫无忌像吃了苍蝇一样的表情 五颜心底就一阵暗爽 先帝的快乐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莫无忌不再说话 静静地看向天空 西海龙族已经要动手了 龙傲冷眼看着紫衣衣 虽然对方天赋不错 但是在他们龙族面前 依旧不算什么 今天他就要让世人知道 他们龙族这些年是不问世事了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龙族软弱 谁都可以欺负 他们西海龙族沉默太久了 也是时候 该向世人展示一下他们的獠牙了 龙武 去拿下他 龙傲吩咐后面的一个龙族 是 那个叫龙武的龙族 抱拳领命 毫不含糊 冲向了紫衣衣 紫衣衣天赋不错 实力很强又如何 在真正的先王面前 依旧不堪一击 龙傲平静地看着 结局已经注定 他今天来不过 是为了防止道宗宗主的出现 但是 下一瞬 龙傲瞳孔张大 怎么可能 第38章不是吧 欺负一个小姑娘 算什么本事 龙武 一个先王 被紫衣衣打得咳血倒飞 甚至没有接住紫衣衣一招 旁边围观的人 也都惊到了 是先王没错吧 不是我看错了吧 一个先王 怎么可能连对方一招也接不住 顿时 有人看向了之前介绍龙傲的那个人 那人脸上 也有些挂不住 他刚才还说 龙傲出手 道宗这次肯定完蛋 结果 这龙族先王一出手 就被对面 打得倒飞可血 这不是啪啪打他的脸吗 那先王肯定是 低估了这女孩的实力 轻敌 这才是刚开始 出其不易 被打伤也正常 但是接下来 只要他认真了 那女孩没有机会了 看着空中 他解释道 众人点了点头 这么说也没错 龙族的那个先王 一定是轻敌了 不然先王直接被一周击飞 这不是扯吗 那么强的人 就算在八大势力里面 也是长老级别的人物 道宗一个弟子 就有这种实力 那不是扯吗 酒馆中 五颜也抱着同样的想法 看着旁边 笑着的莫无稽 五颜嘀咕着 就让他这个老友 再开心会吧 现在越开心 等会落差就越大 到时候再调侃老友 一定是件妙事 空中 龙五看着紫依依 神色难看 他刚刚轻敌了 他没想到 紫依依的速度那么快 而且 那一招的威力 丝毫不弱于他 龙五 要是你不能拿下此女 回西海后 自己去族内领伐 龙傲的声音 传到龙五的耳朵里 龙五恭敬的拱手道 刚才只是我大意了 长老放心 我现在就拿下他 说完 龙五先王的气势 不再隐藏 浑身实力尽数展现 龙傲点了点头 这才是他龙族的先王嘛 轻敌这种事情 有一次就够了 然而 碰 一道身影 倒飞回来 龙傲脸色一黑 龙五 你在搞什么鬼 底下 众多围观的人 也都看向那个说 龙傲有多么强的人 那人不语 他已经不想解释了 他突然感觉好累 这龙族 怎么就不按套路出牌呢 龙傲脸 已经黑得不行 说好了大意呢 长老放心 我 龙五又冲了上去 然而 再次被击飞 长老 我 龙傲的脸 已经黑得像锅底一般 你不必再上了 回去等着领阀吧 底下围观的人 惊呼一片 刚开始 还可以说龙族轻敌 可这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轻敌吧 几次都被击飞 这说明 子依依的实力 要远在那个龙族先王之上 这个道宗还真是恐怖 他一个弟子 都具备先王级别的实力 那宗主的实力 会是什么等级 至少得是先胜吧 这么一说来 这西海龙族 今天可能会折戒而归了 众人纷纷猜测 本来众人以为 今天西海龙族来道成 就是单方面的碾压 但是 现在看来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道成 好像不是一个好啃的骨头 道宗宗主 极有可能就是一尊先生 这样算来 道宗的实力 恐怕不像众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就算比之八大势力 还是远远不及的 但是再先见 也算是一尊剧情了 再先见 拥有先胜的势力 已然可以算是顶级势力了 是八大势力下 最强的那个层级 酒馆中 五颜也皱起了眉头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作为一个先帝 他自然看出来 紫衣衣凭借着什么 击败龙武的 如此强的身法 五颜语气有些凝重 紫衣衣实力是不错 就算是在先王中 也算是顶尖 但这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他的身法 能够把龙武刷得团团转 动如鬼魅 在五颜看起来 这样的身法 就算放在先生之中 也算是上乘了 怎么样 老友 这样你还觉得 道宗必败吗 莫无姬看向五颜 笑着问道 五颜看着空中 莫不作声地喝了口酒 胜负还未定 龙奥还没有出手 这个龙族先王 不过是道开胃小菜吧 虽然惊讶于紫衣衣的身法 但是龙族也不是吃素的 龙奥当年 可是西海龙族 执掌杀伐的长老 如果他出手的话 这道宗又拿什么党呢 莫无姬笑了笑 接着看向空中 既然老友还有自信 那么就让他们拭目以待吧 虚空中 龙奥看着紫衣衣 出手实力 大概在先王中算上成 但一身身法 如同鬼魅 十分棘手 要是再让身后的先王出手 估计也很难破戒紫衣衣那身法 龙奥陷入了为难 不过是面对对方一个弟子 要是自己出手 总归留下了一个 以大欺小的名头 而且 这周围还有那么多人看着 他们都不行 要不你上吧 紫衣衣看着龙奥 言语平静 底下围观众人 顿时掀开锅 这个道宗的弟子 还真是狂的没边 居然让龙奥上 他难道不知道 龙奥就算在龙族长老中 也算是极强的存在 主管杀法 可不是说着玩玩的 那都是当年龙奥 杀出来的威名 五言也摸着下巴 眼神玩味 有意思 这个道宗的弟子 脾气很对他的胃口 他决定了 到时候 紫衣衣不知 他会出手救下他 龙奥眼神一鸣 众目睽睽之下 若是他们就这么回去 那龙族再先见 岂不是要威名扫地 打伤我西海龙族少族长 还敢这么嚣张 好 老夫今天就看看 你到底有几斤几两 紫衣衣看着龙奥 眼神也变得凝重 龙奥毕竟是一尊先生 对于他来说 压力还是很大的 而在道城深处的 一个秘境中 几人正围在一起 看着外面紫衣衣 和龙族的战况 师兄 你不去帮衣衣师姐吗 那个坏蛋 那么多人在欺负她 一个小女孩 乃生道 说话的正是林瑶 而她看向的是 林轩的五弟子 柳如霜 柳如霜身穿白衣 手里握着把折扇 扇着扇子 笑道 等你依依姐打不过了 我再上也不迟 你太坏了 等依依姐回来 我要告诉她 灵瑶鼓起嘴 抱着旺财 接着认真的 看向紫衣衣 和龙奥的战况 柳如霜苦笑 什么叫太坏了 紫衣衣那个暴脾气 她还不知道 要是她去早了 一定会被说的 而且 好不容易有个先生的存在 给紫衣衣练手 她怎么好直接打断 紫衣衣修为在先王期 靠着杭自密在先王境界 堪称无敌手 但是面对先生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九密为道宗秘书 林轩的这些弟子 自然也都能够修行 但是 九密不是一般的秘书 需要极强的天赋 而紫衣衣入门又较晚 所以 只修得了杭自密 而柳如霜虽然早一些 也只是修行了 接自密和数自密 不像灵瑶 才六岁 就会了好几种秘书 说起来 对于这个 柳如霜还是很羡慕的 灵瑶的天赋 堪称妖念 道成上方 虚空中 紫衣衣和龙奥的战斗开始了 龙奥不愧是老牌的先生 一身实力 就算是五颜看了 也不得不点头 而紫衣衣 只是先王境界 面对先生 还是很吃力 只能凭借杭自密周旋 但是 这又能够撑多久呢 围观的人 都看出来 紫衣衣明显不知 龙奥不愧是 西海龙族威名在外的长老 终于 紫衣衣再次攻击 没有躲过下 被龙奥打伤倒飞 第39章记住 我叫如霜 帅气 硬 底下围观的众人 无不叹息 他们将要见证一个绝大妖念 龙族少族长被废 以龙族的行尸风格 众人已经可以遇见 紫衣衣的下场了 五颜神色一动 已经准备出手救下紫衣衣了 这女孩 行尸风格 非常对她的胃口 她决定救她一次 急什么 不如等等看 莫无稽笑着 阻止了五颜 五颜刚要说什么 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 从虚空中传出 一个老头 年纪那么大 还欺负女孩子 羞羞脸 一个小女孩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虚空之中 小手在脸上划过 对着龙奥 做了一个鬼脸 龙奥脸色瞬间变黑 谁家的小孩 也不管着 这么渴望 本来龙奥就觉得 她是在一大欺小 结果被这个小姑娘说出来 她感觉 脸上有些挂不住 底下围观的众人 也都纷纷笑了出声 奶奶的小妹妹啊 好可爱啊 有女修捂着嘴 眼睛里面充满着母性 旁边有性格 比较值得南修提醒到 龙奥现在在气头上 说不定就要一巴掌 拍死这个小姑娘了 女修好心情 瞬间就被弄坏 狠狠地看了一眼 坏她倒心的南修 没有道理吧 那个南修有些 莫名其妙的道 对 活该 南修 南修猛了 怎么她就不配拥有 道理了 说完 女修看向了空中 为那个小女孩担心 龙奥神色一变 身上煞气涌了出来 即使这么多年 她一直在修身养性 但是 当年杀了便仙剑 身上积攒的煞气 依旧没有消失 只是暂时压抑下来 等到她杀星被引动的时候 就会再次涌出 龙奥的眼神很恐怖 看得灵瑶 不禁躲到了紫依依的后背 小手抱住紫依依的胳膊 师姐 她好恐怖啊 就在这时 一道略显凌厉的声音 在虚空中响起 龙奥 你这条老龙的脾气 还真是傲啊 此言一出 关注着这里的人 纷纷吸了一口冷气 这人是谁啊 怎么这么嚣张 他不知道 他面对的是一尊杀神吗 太恐怖了 虽然不是我说的 但是 我已经开始害怕了 道成这次 恐怕真的危险了 一尊顶级的先生 就算道宗宗主不怕 但是激怒了龙奥 他想要毁掉道成 还是很简单的 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但是对于道成 他们都不看好 还是那句话 虽然道成很有实力 但是 那也要看 面对的是谁 现在道成面对的 可是西海龙族 这样的仙界霸主 龙奥更是西海龙族中 实力顶尖的先生 面对这样的存在 整个仙界 除了那八尊先帝 又有谁不忌惮三分呢 五言道是眼神诧异之后 笑道 我现在倒真想 见见道宗宗主 究竟是何等人物了 他这些个弟子 还真是有个性 我喜欢 虚空中 龙奥看着对面 出来的柳如霜 浑身煞气收不住 你是何人 柳如霜看着龙奥 你欺负我师妹 还问我是谁 道宗宗主 坐下五弟子 柳如霜视野 五弟子 龙奥瞳孔微章 说明像紫依依这样的弟子 加上面前的这两个 至少有六个 这道宗宗主这么厉害吗 这个柳如霜 看上去实力也不弱 围观的人也都震撼 紫依依那么强 在道宗中 居然只是六弟子 前面还有五个 既然如此 老夫今天不要好好 跟你道宗算算 费了我西海龙族 少组长这笔账了 龙奥浑身杀气 语气森然 柳如霜更是不给面子 不屑道 你们那个什么破少组长 骚扰我师妹的事情 我到门都没找你算账 你倒是自己找上门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今天也要跟你算算 欺负我道宗弟子这笔账 柳如霜此言一出 围观者均是心底矩阵 谁不得在心里 给柳如霜竖起大拇指 众人看来 柳如霜 简直是狂得没边了 居然敢正面 硬刚西海龙族 好好好 希望你等会 也能这么狂 龙奥怒急返效 不再和柳如霜废话 断然出手 两人在虚空中迅速交手 柳如霜不敌 倒飞出去 龙奥看着远处的柳如霜 神色有些惊讶 想不到 你也是先生 此言一出 众人惊呼 先生 先生在先见 先帝不出 就是绝顶大能 道宗的一个弟子 居然是先生 是又如何 老龙 莫非你以为 就你们龙族能有先生 柳如霜感受着 手中的力道 这龙奥的实力 果然名不虚传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你不过是 刚突破先生吧 老夫亿万年前 便是先生 先生与先生之间的实力 也是相差巨大的 你不是老夫的对手 叫你师父出来吧 龙奥副手而立 看着柳如霜 一副高手做派 底下群众也是认同 柳如霜刚突破先生 让他去面对龙奥 还是太过勉强了 哼 就凭你也想见我师父 而且 谁说 我打不过你了 老龙 做龙别太傲 柳如霜说着 龙奥神色变得伶俐 敬酒不吃吃罚酒 但是 下一瞬 他从柳如霜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 极其强大的气势 甚至比他还要强 怎么可能 龙奥眼睛瞪大 先生这一境界中 冲入者和先生后期 天差地别 柳如霜浑身气势 怎么可能忽然变强那么多 感觉比之前 至少增强了十倍 在底下看着的五颜 也是眉头一皱 这是什么神通 我感觉 此人实力一下 提升到了半部先帝 从先生初七到半部先帝 这之间巨大的沟壑 怎么可能通过某种神通弥补 莫无极眼神之中 也不免闪现惊异 他果然没看错 这个道成 绝对不像表面 看起来那么简单 能够让先生初七实力 一跃到半部先帝 这样的神通 敢问有哪个势力 能够拿出来 虚空中 柳如霜冷眼 看向龙奥 怎么不可能 你不知道 只能证明 你是井底之蛙吧 说完 柳如霜顺闪 出现在龙奥面前 动作没有任何花哨的地方 简单的挥拳 龙奥匆忙抬手抵挡 一股距力袭来 龙奥被一拳打飞数千里 第四十章打了小的 就要来老的 委屈 硬 怎么可能 发生了什么 怎么这个道宗弟子 突然变得那么强 对啊 有没有人能够解释一下 不是说刚突破先生吗 怎么突然这么猛 众人 互相看着 所有人都是猛的状态 这个道宗弟子 表现得实在是太强了 这是皆自秘 一道声音 从围观的众人身后传出 皆自秘 所有人往后看去 一对十来号人 刚刚到这道城外 说话的正是叶修 作为最早认识灵瑶的人 对于九秘 他了解很多 而刚才柳如双明显使用的 就是皆自秘 对 皆自秘 一个能够让修炼者 瞬间爆发出十倍战力的秘书 叶修接着解释道 此 众人惊呼 十倍战力 世上怎么可能 有这么厉害的秘书 十倍战力啊 这道宗宗主 到底什么来头 居然有这么神奇的秘书 众人本来是来看热闹的 但是看到这般秘书的出现 对道宗宗主的身份 愈发好奇 究竟是怎样的大能 才能交出这样的弟子 还有这样厉害的秘书 在众人震惊的时候 虚空之中的战斗 依旧在继续 这是什么神通 龙傲眼神瞪大 看着柳如双 满脸都是不可思议 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神通 能够让一个刚踏入先圣的人 瞬间获得 能够报答他的实力 柳如双盯着龙傲 神色冷淡 神通 我不知道什么神通 这乃是我师门部传之秘书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有秘书 能够达到这种威力 神通乃是天赐 秘书 是通过人后天参悟大道 创造的 在龙傲看来 天赐的神通 都达不到这种威力 怎么区区一个秘书 能够达到这种威力 哼 你认为秘书不行 只是你的见识短浅罢了 这样的秘书 在我的师门还有八个 合在一起 称为九秘乃是我师父所创 什么 还有八个 龙傲眼神之中的震撼之意 已经遮掩不住 你在骗我 龙傲反应过来 对的 对方一定是在骗他 以此来体现 道宗有多么厉害 好让他龙足忌惮 柳如双不屑地笑了 骗你有必要吗 说着 柳如双又一拳挥了过去 拳拳倒肉 朴实无华地打在龙傲身上 把龙傲打得口吐鲜血 凄惨不已 底下围观的众人 都瞪大了眼睛 这还是之前那个不可一世的龙傲吗 这就是那个先圣中 都是顶级的存在吗 执掌西海龙族杀伐的大能 就这么轻易地 被道宗的一个弟子暴打 这不是说龙傲太弱 相反 他很强 在先见 至少先帝之下 能够将他暴打的人 屈指可数 这么强的龙傲 居然被道宗的一个弟子暴打 简直颠覆了众人的认知 这就是这个新建宗门 道宗的实力吗 之前 在众人看来 平平无奇的道宗此刻 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道宗宗主在众人眼中 变得更加深不可测 龙傲心中憋屈无比 被一个刚入仙圣的小背暴打 他已经无数年没有出来了 这次出来 本想是太久没出手 世人会忘了他的威名 这下可好 他的威名 在柳如霜这么一打 不仅是所胜无几 更是直接变成负的 虚空中 龙傲再次被打得口吐鲜血 从虚空中出来 太憋屈了 但是龙傲完全没有办法 对方实力太强了 怎么说 老龙 还有什么遗言 尽管说出来 柳如霜看着龙傲 一把折扇在胸前缓缓摇着 龙傲鼻青脸肿 顶着一双熊猫眼 看着柳如霜 你等着 我龙族 话音未落 龙傲拿出一道御符 从虚空中顿走 柳如霜看呆了 虚空之中 缓缓传来龙傲的声音 不会放过你的 跑得真快 柳如霜都无奈了 这龙族长老 还真是急性子 话都没说完就跑了 不过 再打下去 现在只能使用三分钟 一天之内 只能用一次 所以 只要龙傲在三分钟内 没被打死 就有机会翻盘 可惜 龙傲不知道 围观的众人梦了 我没看错吧 龙傲跑了 我靠 真的跑了 这就是道宗的实力吗 道宗不是说要收徒吗 有人出声 提到这个 之前因为道宗和三大势力 都产生了矛盾 谁敢来道宗拜师啊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一个弟子的实力 都这么强了 那道宗宗主还能差 不说了 我现在就去拜师 说着 有人带头 就往道城内 招生处冲去 想要报名 加入道宗 而柳如霜 在解决了龙傲之后 立在虚空中 朗声道 今日 我道宗开始广招门徒 通过考验的 均可以称为 我道宗外门弟子 此言一出 众人更是激动地 往那个挂着报名处 牌子的地方涌去 瞬间就排成了一条长龙 这个时候 夜修等人来了 他们走过队伍 直接往报名处走去 喂 兄弟 要排队 有人提醒 夜修等人没有说话 只是将御检交给招生处 然后 那人就给他们一枚御牌 恭喜 你们称为我道宗的外门弟子 这话说的 那些排队的人不爽了 凭什么 这个时候 林瑶看到夜修他们 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 夜修哥哥 还有子萱阿姨 一来就跟他们热情地打招呼 招生处的那人 看了一眼林瑶 转头对着那个提出质疑的人道 就凭他们有关系 走后门 顿时 众人哑口无言 这解释 还真是清洁 相较于道城门口的热闹 道城内的一家酒馆内 就有人不好受了 五言此时 就像是吃了答便一样难受 他苦着脸 看着墨无鸡 不给行不行 墨无鸡眉头一挑 不行 看着自己心爱的配件 被墨无鸡收入囊中 五言真心难受 早知道他就不嘴见 非要跟墨无鸡打赌了 事实证明 墨无鸡 也许实力比不上先帝 但是这个眼界 在整个修仙界 依旧无人能及 西海龙族 一个满身血污的身影 狼狈地回到族内 惊动了整个西海 什么时候 有人敢骑到 他们龙族头上撒野了 而且 这次受伤的是 他们西海龙族的长老 先生级别的大老 龙奥 龙奥将皆自密的时说出 惊动整个西海龙族 就连龙族亿万年 没出事的先帝 龙族也出事了 龙族吃了这么大个亏 自然不能算了 但是道宗的实力 也不是盖的 恐怕有好几尊先生 于是龙族决定 亲自去会会这个道宗 第41章 暗潮涌动 加仙界震动 众人拜师道宗之后 跟着灵鸟 来到了道宗修行的地方 处在道城中的 一个秘境之中 进去之后 造化非常 简直就是仙境 一个石碑 屹立在秘境门口 上面写着一个物字 这是什么 叶修问 柳如双回答道 这个石碑内记载着 我道宗所有的功法秘书 只要你们能够领悟 就可以修行 九秘也在这里面吗 有人提问 对 九秘也在其中 此言一出 众人眼神立马 变得炙热了起来 九秘的威力 他们早就见识过了 竟然还有九秘 在来之前 他们还以为 九秘这种秘法 在道宗内 只有核心成员 才能修行 没想到功法秘书 直接就摆在秘境门口 叶青莲将手贴到道杯上 闭上眼 一瞬间 一道金光 从道杯中 射入叶青莲的身体 两久 叶青莲睁开眼 眼神之中 击射出一道金光 如何 立马有其他圣主询问 叶青莲神色古怪 我好像获得了一部仙法 可以直接修炼到先帝 死 众人倒吸一口冷气 在下界的时候 一部仙法 就让他们整个修仙界震动 结果到了道宗 这里仙法就摆在这里 任人取用 也就是说 只要你有能力 就能够修行 众人纷纷学着叶青莲 将手贴在道杯上 一时间 秘境中热闹非凡 随着众人拿到秘法 并开始修炼 一个不可名状的空间内 一个青年 正凝神炼化着面前的光团 忽然 一条眉 睁开眼 收到弟子了吗 感受着脑海中 多出来对一些功法的感悟 青年眼神一凝 旋即又闭上眼 眼下还是把这玩意 处理好了再说 接字密的出现 很快就在修仙界中传开 朱雀宗 宗主 朱叶 此话属实 千真万确 无数人围观了那场战斗 西海龙祖的龙傲 被道宗宗主弟子 打得落荒而逃 朱叶瞬间起身 眼神之中惊异不定 能够让出入先生的人 打得龙傲那种 早已站在先生这一境界中 顶级的人物 这样的密法的价值 堪称恐怖 甚至足以颠覆 目前整个修仙界的格局 梁九 朱叶平退左右 他要去见老祖 同样的事情 也在其他的八大势力里面出现 整个修仙界 都因为接字密的出现而震动 纷纷禀告自家老祖 许多先帝 甚至因为这件事情而出关 除了藏剑山庄 五言闷闷不乐地回到藏剑山庄 这届藏剑山庄庄主 就立刻找上他 老祖 听闻 最近一个新势力 道宗 有今天秘书现实 我们要不要 庄主话还没说完 就被五言打断 不去 你们以为道宗很简单吗 老祖我都看不透 从今天起 藏剑山庄所有人闭门修炼 半个月后 老祖我要检查你们的修行成果 藏剑山庄庄主 愣了一下 然后就发现 五言在他眼前消失 五言在虚空之中 看了眼还猛逼的庄主 嘴角翘起 你家老祖都看不透道宗 就你们还去 歇着吧 想到莫无姬说的 道宗将成为仙界第九大实力 五言就皱起眉头 道宗实力 绝对深不可测 不然何能让莫无姬 说出那样肯定的话 想了一下 没想通 五言便摇晃着脑袋喝酒去了 道成经过之前 柳如霜将龙傲打得落花流水 便一举在整个仙界出名了 连带着 很多原本在观望的人 纷纷到了道宗这里 登记 想要拜入道宗门下 道宗门口 不合格 下一个 一个人先低着头 从道成考核点走了出来 不少人看了这一幕 不禁感叹道宗考核之难 往往数十个人里面才招收一个 而且 道宗招收弟子的原则 众人有些看不懂 有的天赋明明很强 道宗却不收 有的修为低 天赋也一般般 反而被道宗招收进去 一个天仙从道宗哪里走了出来 满脸不服气 凭什么 我千里迢迢地赶来 你们凭什么说我不行 那人耿着脖子 在道成门口大喊起来 众人被他的目光吸引到了 对啊 天仙 而且天赋不错 你们凭什么不收 有人跟着附和 为什么 有些人明明天赋不如我等 为何反而通过考核 这考核根本就不公平 很快 人群骚乱 愈发呈现一股控制不住的趋势 而那个最先带头说话的天仙 嘴角露出一丝邪笑 城墙上 灵瑶坐在上面 晃着小脚 看着下面喧闹的人群 师兄 你说 为什么这些人非要闹事呢 明明是他们没有通过考核 非要说我们不公平 灵瑶歪着小脑袋 他想不明白 明明就是那些人不合格 结果非要怪他们 柳如霜拿着摇扇 嘴角微翘 小师妹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 这就是人性 没有人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只会觉得别人没眼光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又不是我们的错 灵瑶手指着嘴角 看着柳如霜 问道 柳如霜眼神一鸣 遇到这种时刻 就要以暴制暴 说着 柳如霜 闪身出现在下方 就是你有问题 看到是柳如霜 场面瞬间就安静下来了 毕竟这些人中 很多都见证了 当日柳如霜 暴打龙袄的场面 此刻 这尊猛人出现在面前 众人自然是不敢放肆的 我 我 明明就是你们 道宗收徒不公平 那个天线 眼神躲闪 声音没有底气 忽而想起 这里这么多人 挺起胸膛 质疑柳如霜 看着眼前此人 一副大意凌然的样子 柳如霜冷笑 好 你不是想知道 为什么你不行吗 有本事你就说出来 毕竟 死也要让我死得明白吧 那个天线这么一说 众人也看了过去 他们也想知道 这个天线 为什么不行 明明天赋不错 实力也还行 这样的人 就算是去八大实力 人家也不会拒之门外 柳如霜盯着那个天线 好 既然如此 我便告诉你 为什么不行 你可还记得 你修行之前的妻子 说到这个 那个天线愣了一下 这么久远的事情 十万年前的了吧 有什么问题吗 难道修行前 不能成家 此言一出 在场的人纷纷附和 对啊 修行前 成家又如何 很多大能 都是从凡俗中成长起来的 柳如霜冷笑了一声 倘若真只是如此 也就罢了 可你修行之后 为了和宗门长老之女 结为道理 你不惜 将发器推下山崖 亲手掐死上 在强堡的女儿 你胡说 那个天线 脸色忽然变得很难看 他目光灼灼地 看着柳如霜 这些事情 明明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胡说 是不是真的自己心里清楚 像你这种抛弃劫发妻子 掐死幼女的混蛋 我道宗可受不起 那个天线面色难看 这是他心底的秘密 为什么眼前这个男人会知道 其他人也纷纷沉默 他们这里不是魔道 这种行为 注定会受到大家的唾弃 解决了这个小插曲 柳如霜正准备转身离去 一道声音在虚空响起 道宗的破规矩 还真多 凡人生命短暂 不过短短数十载 早点了结又如何 幼女毫无天资 免得让她来到世上承受痛苦 也不为一桩善事 柳如霜 眼神一宁 心底危机感 涌上心头 谁 一道粗布青山的老人 从虚空中现身 西海龙族特来道宗 为我西海龙族讨一个公道 第四十二章 以大欺小 臭不要脸 危险硬 柳如霜瞳孔微缩 先帝 小师妹 快走 柳如霜瞬间施展杰字密 半步先帝的实力 迅速席向龙族 龙族眼神之中 微微闪过一丝差异 听龙傲所说 杰字密有多么神奇 现在亲眼见到了 才是真的让人大开眼见 不过 在他面前 先帝一下 不过蝼蚁 哼 听说你凭借这个秘法 大败龙傲 不过 在老夫面前 可没什么用处 一双大手凭空而起 握住柳如霜 使他完全无法动弹 底下那些 看见在他们眼中 无敌的柳如霜 被一招制服 眼神之中 全是亥然之色 柳如霜的实力 他们都见识过 就算是同为先生的龙傲 也被他打得无法还手 可 面对龙族 柳如霜一招都走不出 一时间 许多刚加入道宗的修士眼中 出现了一丝犹豫 毕竟道宗惹了 那么多强大的势力 形势还是岌岌可危的 老头 把五师兄放下来 灵瑶没有走 而是看着龙族 眼睛瞪得大大的 乃生乃气的 让祖荣放了柳如霜 龙族看着灵瑶 心底产生一丝兴趣 你就是道宗宗主的女儿吧 龙族看出了灵瑶的身份 龙族 我劝你 最好别打小师妹的主意 否则就算是上天下地 我师父也不会放过你 看了柳如霜一眼 龙族不屑道 哼 你们宗主 不过 是一个不敢路透的 缩头乌龟吧 他来了这么久 都没有见到这所谓的 道宗宗主 不过是一个 不敢露面的萧萧 怎么值得他的注意 龙族 放开武师帝 否则 他日 我道宗 必踏平西海龙族 一个身负大刀的南修 出现在虚空中 二师兄 灵瑶叫道 这人便是灵瑶的二师兄 刀兴 名字 是灵瑄帮他取的 因为灵瑄 把他从战场上捡回来后 他只对刀感兴趣 随着刀兴的出现 其身后 接着出现了三道身影 三师兄 四师兄 六师姐 分别是灵瑶三师兄 灵妃 四师兄 龙眼 六师姐 紫衣衣 紫衣衣闪身来到灵瑶的身边 这种级别的战斗 已经不是他能够插手的了 龙族看到来人 眼神一宁 又来了三位武圣 特别是刀兴 龙族看来 恐怕离先帝不远了 就凭你们 也想荡平我西海龙族 可笑 虽然 龙族心中吃惊 可是就凭几个先生 就想荡平他西海龙族 且不说 有他这尊先帝作证 族内还有无数年 龙族积攒下来的数十尊先生 刀兴忽然动了 一刀斩碎 龙族困住柳如霜的大手 可不可笑 动过手才知道 刀兴横立虚空之中 刀锋指向龙族 面对龙族铁青的脸色 刀兴神色冷漠 一瞬间 围观的众人 瞬间被刀兴的气势惊动 以非先帝之躯 面对先帝 这样的豪情 令他们心向神望 二师兄加油 把这个坏老头打趴下 灵瑶乃声乃气的声音 在虚空中 显得格外突兀 龙族神色铁青 被一个小女孩这么说 任她无数年的修身养性 也瞬间破功 柳如霜看着灵瑶苦笑 她不像灵瑶 还是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的 一个先帝级别的人物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可是动则 可以覆灭无数生灵的存在 仙界史上记载的几次 仙界之间的战斗 每次不是动则千万里 山崩地裂 虚空断裂 无数空间逆流席转 仙界北部的荒域 便是因为亿万年前 一场仙界大战导致 变成一处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 好 今日 老夫就要看看 你道宗有什么本事 敢屡次挑衅 我西海龙族 龙族凝视了刀心一眼 断然出手 刹那间 刀心面前的虚空 出现一条裂缝 一道钢风 夹杂着虚空乱流 席向刀心 刀心神色一变 横刀向前 巨大的冲击下 在虚空中退了数千里 才堪堪接下这招 不愧是先帝 这样下去 二师兄 紫一一出声 言语中满是担忧 刀心虽强 但那也要看和谁比 修行数千年 修为已经接近先帝 这样的天赋 实力放眼 整个仙界 都是最为妖孽的存在 但是 他面对的是 龙祖织的亿万年前 就是先帝的存在 这样的落差下 刀心很难讨得便宜 龙祖看着刀心 神色略显吃惊 不过 他刚才不过小事伸手 小子 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的话 那你可以死了 龙祖悍然出手 数千里的虚空鱼 他来说不过一瞬 瞬息出现在刀心的背后 猛的一拳 龙祖体魄强悍 龙祖的躯体 早就被其淬炼的 不弱于仙气 这么一击下去 就算是同为仙帝 也要受伤 紫一一瞳孔紧缩 二师兄 小心 第四十三章 二师兄悟道 逆战 热血硬 千军一发之际 刀心施展皆自命 浑身气势暴涨 在龙祖的拳头 即将碰到他之前 强行转身 显之又显的 用刀挡住了龙祖这一击 龙祖拳头与刀碰撞的声音 清脆悠扬 在虚空中回响 挡住了 这就是接字密的威力吗 底下围观者目瞪口呆 实在是这一幕 太具有冲击力 若是说龙傲 可能仙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仙帝级别的人物 整个仙界不过八人 而现在一个道宗的弟子 以仙圣修为 挡住了一个仙帝的攻击 龙祖眼神之中 也带着惊疑 仙帝和仙圣 完全是两个境界 地境不可循 只有领悟到 独属于自己的道 才能成为仙帝 这样巨大的沟壑 怎么可能凭借一种密法抹平 再来 龙祖再度悍然出手 刀心不语 只是竭尽全力 在抵挡龙祖的攻击 一招一式 均被其挡住 虽然刀心一直稍稍处于下风 但面对的可是龙祖 龙祖就算仙帝中 也不算弱 那岂不是说 用了接字密之后 刀心已然拥有 仙帝级别的实力 众人想到这点 心中震撼 数个呼吸之间 两人便以交手上万次 但龙祖每次攻击 都被刀心挡住 龙祖脸上殷勤不定 他本以为他出手 这个道宗随手可翻 可谁曾想到 居然这么难缠 他居然被道宗的一个弟子挡住 就在这个时候 虚空之中 涟漪浮动 两道身影出现 老龙 看来你已经老了呀 区区一个先生 居然跟你打得难舍难分 正在道城外面 看热闹的一个仙尊 瞪大眼睛 是朱雀宗的先帝 朱雀 还有霸王殿 殿主 青鸾上人 又是两尊先帝 说话者 声音震撼 那个先尊苦笑着开口 老夫年轻时 有幸目睹过这两位的风采 事才见到 也是不敢相信 众人齐齐深息 一口冷气 若是这两尊先帝 也是为了道宗而来 恐怕道宗危险了 龙祖眼神一宁 脸色有些难看 你们大可自己试试 这话一说 朱雀和青鸾上人 均是笑着不再说话 开玩笑 他们刚才也看到了 刀心爆发出来的实力 绝对是先帝级别的实力 这么说 不过 是为了嘲笑一下老对手 刀心看着又出现的两个先帝 面色有些难看 街字蜜 是有施展实现的 他施展的时间 要必柳如霜长一点 但那也只有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他又该如何抵挡住这群先帝呢 这么恐怖的秘书 施展起来 不可能没有限制 这小子 肯定维持不了多久 只要等着秘书的时间过去 自然就能轻松取胜 老龙 你不会不知道吧 青鸾上人 吃笑的看着龙祖 龙祖脸上 微微有些难看 长期处于先帝这种层级 以至于他没有考虑到这点 老夫自然是知道 岂需要你来说 青鸾上人笑笑不说话 真的惹怒龙祖 也不是他想看到的 刀心神色难看 他们拖得起 但是他不行 街字蜜的时间限制 马上就要到了 要战便战 作为先帝 难道就这点胆色 青鸾上人看向刀心 年轻人 既然能够不诈屈人之兵 为何 我还要白费力气 我是先帝 不是没脑子 刀心脸色难看 连同着 底下道宗的弟子们 心情也低落下来 师姐 这些人好可恶 让爸爸来好好教训 他们一顿吧 灵瑶担心地看着刀心 他也清楚 凭借刀心一个人 是万万不可能 挡得住三个先帝的 而且特别是对面猜到 街字密有限制 想要耗死刀心 子依依脸上苦笑 师父这几年 总是神龙剑 手不见尾 有钥匙在身 恐怕难以抽空 柳如双眉头宁紧 师父还在处理那件事情 恐怕没有时间 来处理这些家伙 大师兄也在封禁那个东西 恐怕只有靠我们自己了 说起大师兄 子依依也是皱起眉头 那个东西 他自然是知道的 仙界古籍中有记载 玉外天魔 为了仙界这出 大世界的本源来 若是放任不管 任由其吞噬仙界本源 仙界便会变成一处死狱 整个仙界 包括下界的所有生灵 将面临死寂 我们为了仙界生灵 可这些先帝 偏偏要来为难我们 大不了让大师兄 放出那个玉外天魔 既然这样 大家都不要好过 子依依生气地 拿出一枚玉剑 二话不说 将这里的消息 传给在玉外镇压 玉外天魔的大师兄 柳如双苦笑 没有阻止子依依 他也没说错 这些人都欺负到 道宗头上来了 何必还考虑 他们的死活 此时 虚空中刀心的脸色难看 面前三位先帝 以示压人 他毫无办法 师父和大师兄 都有要事在身 身后是道成和师弟师妹 他退无可退 此刻他想起了 他练刀第一天 师父问他的问题 刀心 在你看来 何为刀 还记得当时他的回答是 刀 杀人之气 大开大合 神勇无双 年少时 被师父从战场上捡回来 见多了凡人战场上 刀的神勇 便注定了 和刀这一生的羁绊 那时 师父的回答 是什么来着 见 鬼道 变化无双 乃暗杀之道 道 霸道 大开大合 光明磊落 为王道 过往种种涌上行头 一瞬间 刀心身上 闪过一股道域 他顿悟了 他的刀 一往无前 就如同凡人战场上那般 退 为死路 拼死向前 才有一线生机 老龙 来战 刀心一改之前防守的策略 挥动大刀 大开大合 静直向着龙祖攻去 龙祖也不甘示弱 硬战 两人交战 龙祖心中暗惊 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 刀心的实力 怎么和之前大不相同 之前 刀心是要 稍稍处于下风的 现在一朝一世之间 变得比之前更加锋利 带着盗域 大开大合之间 攻势猛烈 以至于 龙祖也难以招架 不察之下 居然被刀心一刀 砍在肩胛骨上 划出一道活口 龙祖神情难看 他明显感受到 伤口处 带着凌冽的刀意 阻止他的伤口愈合 这 他要悟到了 龙祖神色惊疑 这他如何不知道 欲成先帝 必先悟到 他当初就是以利正道 突破先帝 一刀接着一刀 刀心进入万物的状态 攻势凌利 龙祖难以招架 脸色难看 你们两个 还要看戏到什么时候 还不同我一起出手 镇压此子 朱雀和青鸾上人对视一眼 纷纷从对方眼神之中 看出了惊恶 临场悟到 这是要突破先帝的节奏 今日不除此子 恐怕日后就带是刀心 找他们算账了 第44章干什么呢 大师兄赶来 硬 一瞬间 朱雀和青鸾上人 加入战场 煞时间 战场画面忽转 三个先帝对战刀心 但却打得未手未脚的 朱雀和青鸾上人 加入战场后 却不直接去面对刀心的锋芒 实在是刀心状态太过锋魔 完全不防守 只有进攻 若是两人直接交手 恐怕会受伤 事故 三人虽压制住刀心 但一时之间 却不能勤拿刀心 龙祖看出 两个人出攻不出力地做做样子 生气地传音道 你们若是再不快点 恐怕后面 还有其他五家势力回来 若是我们三人合力 拿了秘法 以后仙界 就是我们三家势力不大 听到这话 朱雀和青鸾上人对视一眼 才真正认真起来 本来想要借助刀心 损耗一下龙祖的实力 但是 听龙祖这么一说 两人瞬间全力出手 龙祖说的有道理 若是等到其他势力来了 恐怕还要分 他们一杯羹 现在 只要他们夺了秘法 以后仙界就是三家独大了 朱雀和青鸾上人认真之后 直接将刀心打得口吐鲜血 血染长山 灵瑶看见以往一直宠爱他的二师兄 被几人打得可血 瞬间眼泪 含在眼眶之中 二师兄 打不过就快跑啊 柳如双也握紧了拳头 几个人看着虚空 神情紧张 三个先帝 围攻一个小辈 实在是太卑鄙了 但他们没有办法 这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插手的战场了 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观望 在下方围观的群众 也都为刀心凝了一把汗 本来他们只是 来看戏的 但此刻 他们被刀心的精神给打动 面对强势的三个先帝 他们的同理心 站在了处在弱势的刀心这边 三个先帝 围攻一个小辈 实在是可耻 一个年纪偏大的修士 脆到 旁边有人连忙制止了他 老人家 可不敢这么说 这可是先帝 要是说 他们的名讳 是会产生感应的 要是被他们知道 我们这群人的性命堪忧 先帝可不管 到底是谁说的 被知道 有人在背后骂他们 最大的可能 一巴掌拍死 就像你想要按死一只蚂蚁的时候 谁会管旁边 是不是还有另一只 死和聚息 修到万年 今日使之 不过弱肉强食 见人家有什么好东西 就要去抢过来 这样的修仙 又有什么意义 还记得当初老夫修仙之初 师父教导我 修士 应当除魔未到 匡扶正义 如今成仙了 反而都忘了 只知道 利弊权衡 尔虞我诈 越说 那个老者越是激动 周围人不再劝导 纷纷躲开 老头想找死 不要连累他们 虚空中 刀心可血不知 终于被龙祖看准时机 一击重创 击落大地 打出一个巨大深坑 二师兄 几人瞬间闪身出去 欲把刀心带出来 却被龙祖一击击飞 军士可血倒飞出去 灵瑶哭着想要冲上前 却被子依依死死抱住 坏人 正要上前的龙祖 看向灵瑶这个方向 你就是盗宗宗主的女儿吧 朱雀和青鸾上人 也看了过去 盗宗宗主 在他们眼中 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存在 之前盗宗和他们产生矛盾 还根本不会被他们放在心上 可是 这次 亲眼见到了一个以先生之力 逆战先帝的盗宗弟子 让他们心中 不得不开始重视 这个名叫盗宗的宗门 尤其是这个盗宗宗主 他身上一定隐藏着 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或许他的女儿 就是一个突破点 你们要干嘛 紫依依连忙将灵瑶藏在自己后面 交出那个女孩 龙祖眼神冷漠地盯着紫依依 朱雀和青鸾上人 也看了过去 眼神同样冷漠 默不作声 他们三个达成默契 要擒下灵瑶 一道沙哑的声音 从道城下方传出 你们这些个先帝 不过是 是些孤明钓鱼之徒 抢抢人家机缘 有你们这些强者在前面 是我被修仙者的悲哀 是刚才那个怒骂 三大先帝的那个老者 众人看着 立马又退出了数千里路 生怕离他太近 被顺手拍死 龙祖冷言往下看去 那个老者 依旧指着空中的他们怒骂 愧为先帝 围攻小辈 如今竟要欺负一个小女孩 你们就是一群强暴 苍天啊 睁开眼 降下神雷 劈死这些渣子吧 这一声声地听得 围观者心都跟着狂跳 站在先帝面前骂先帝 实在是贤命长 不过这样的场景 看得他们 还感觉挺爽 先帝仗着实力强大 就欺负人 他们是敢怒不敢言 但是 下一瞬 老者声音戛然而止 眼睛瞪得浑圆 手指指向虚空 众人棱住 老头怎么了 下一秒 老者轰然炸开 化为一团血雾 而空中龙祖 只是冷漠地看了一眼 淡淡道 郭躁 看得围观众人 亥然 在心底不禁生起一丝 吐死狐悲之感 解决了碍事的老头 龙祖再次看向紫依依 把他交出来 紫依依冷眼 看向三个先帝 语气平静 休想 龙兄和须跟他多言 杀了便是 朱雀冷眼看着 出言道 今日已是和道宗 结下死仇 这些道宗小辈 天资惊人 他们是不可能 让他们活下去的 我师父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紫依依咬着牙 凶狠地看着几人 那又如何 要怪只怪你们 拿了不属于你们的东西 朱雀眼神淡漠 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能够让先生巅峰 逆战先帝的 阶子秘书 不是区区道宗 能够拥有的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龙兄 动手 朱雀眼神一宁 龙族也不马虎 瞬息出现在 紫依依身前 一手抓向紫依依头颅 一手抓向灵瑶 刀心 柳如霜等人 目自欲练 然而 下一瞬 一道宛如虚无的声音 从虚空中传出 整个虚空 仿佛冻结了一般 就凭你们 也敢动我师妹 第四十五章 仿佛被冻结 龙族感觉他和灵瑶 紫依依两人之间的距离 明明很短 但是却好似永远也碰不到 咫尺天涯 龙族心底 第一次流露出一丝恐惧 一个身穿白衣 神情冷冽的青年 从虚空中走出 一箭滑出 龙族一双手 应声断落 接着 龙族瞳孔猛张 燃烧体内精血 强行突破 那片凝质的空间 满脸惶恐 成为先帝无数年 第一感受到 死居然离他这般近 朱雀和青鸾上人 眼睛也都瞪大 脸上写着 不可思议 空间法则 两大至高法则之一 先帝悟道 各有不同 龙族乃势力之大道 朱雀则是火之大道 青鸾上人为精之大道 不过 他们这些道 在空间大道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 就凭那人一出手 便费了龙族一双手 便可以知晓 大师兄 林瑶眼里含着泪水 那些坏人太可恶了 在收到紫依依的消息后 何以灿终于在关键关头赶了回来 小师妹放心 接下来 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了 何以灿揉了一下林瑶的小脑袋 转身看向朱雀几人 虽然出乎朱雀他们的预料 但他还是冷声道 这次事情 是我等考虑不周 既然贵宗也没有什么损失 不如就此作罢 听到这话 柳如双捂着胸口冷笑 没什么损失 我道宗 差点被你们几个卑鄙小人拆毁 就连小师妹 也差点被你们抓走 现在 看我大师兄不好惹 就想作罢 合着什么好处 都让你们站了 何以灿没有说错 柳如双没有说错 来他们道宗闹市 想这么简单了结可不行 见何以灿 不想轻易了结这件事 朱雀脸色也冷了下来 虽然你也是先帝 但是三个对一个 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空间大到固然恐怖 但是 几人同为先帝境界 他们三对一 人数上占优势 胜负海良说 留下他 你们的账以后再算 何以灿见指龙阻 刚才龙祖攻向紫依依的那一击 要不是他及时来到 紫依依已经浑潇欲语 再者 虽然何以灿掌握的是空间大到 但是面对三个先帝 也没有把握留下他们 而且 之前与域外天魔纠缠 用了皆自秘 现在无法施展 皆自秘 实力大打折扣 听闻此言 龙祖脸上 闪过一丝慌乱 要是朱雀他们 真的放弃他 今天他恐怕危险了 但朱雀显然也明白 仇既然已经结下了 自己人在内讧 不明智 你是不打算合作了 朱雀冷声道 眼睛死死地盯着何以灿 留下龙祖 若是换一种情况 朱雀很恶意这么做 但是现在发现 道宗恐怖的实力 他还主动减少几方实力 那就是不理智了 合作 是我求你们 来我道宗耀武扬威的 何以灿 手持长剑 划破天穷 动用空间法则之力 攻向龙祖 不管怎么样 今天 龙祖必然要留下来 道兄助我 龙祖高呼一声 失去了双手 断臂之处 被空间法则腐蚀 一时半会 他根本没办法接回双手 而凭借着身体战斗的他 战力大减 朱雀神情易冷 和青丸上人对视一眼 军事出手 席相何以灿 今日若是龙祖被斩杀于此 来日 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师兄 我们拦住一个 你快解决 树到身影 闪身拦在青丸上人面前 正是刀星和柳如双他们 虽然他们实力 根本打不过青丸上人 但是拦住一会 至少数个呼吸不难 而先帝交手 一瞬便可奋出胜负 见此 何以灿也不再废话 拔剑斩向龙祖 有了防备 龙祖不像之前那般 但是 也被何以灿一剑剑划中 浑身伤痕遍布 凄惨无比 朱雀眉眉想要抢去帮助龙祖 却被何以灿躲开 施展行自密的何以灿 速度在朱雀看来宛如鬼魅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龙祖已经可血不已 一个不查 又是一条腿被何以灿斩落 终于 青鸾上人突破防线 来到几人的战场 此时的龙祖无比惨烈 只剩下一条腿 独立在虚空中 一只眼 还被何以灿滑下 一滴滴血液从身上滴落 落在大地上 砸出一个个直径数千里的巨坑 先帝盗狱 恐怖无双 青鸾上人见此 眼角直跳 这就是空间法则的威力 不愧是和时间法则 齐名的两大之高法则之一 同为先帝 何以灿对龙祖完全就是单方面的虐杀 冷眼对着三位先帝 何以灿神色如常 他说了 今日要把龙祖留在这里 谁来都就不走 朱雀神色难看 何以灿身法犹如鬼魅 他一个人很难拦住 就算加上青鸾上人 恐怕也难 这样好了 我们三家势力 一人补偿 你们道宗十座上品仙矿 这件事 就此作罢如何 朱雀出生 龙祖已经得到该有的惩罚了 这件事情可以结束了 三十座上品仙矿 你们道宗也不亏 青鸾上人补充道 这话被那些在道城内的修士听到 心中震撼 三十座上品仙矿啊 就算现在这些拥有先帝的势力 恐怕每家也就四五十座 拿到了这十打十的资源 道宗的底蕴 恐怕一下 就会成为仙界第九 对于这些围观的修士来说 可能他们就答应了 不过挨了一顿打 能换三十座上品仙矿 简直俱赚 但何以灿怎么可能同意 不如阁下把脑袋伸过来 我一人斩一剑 活下来的 我赠予十座上品仙矿如何 此言一出 朱雀 青鸾上人 彻底失去谈判的希望 何以灿这话 明显就是不准备善了 看来 今天他们必须有一方陨落了 战至此 龙族脸色阴沉 今日 就算有朱雀和青鸾上人在旁 他恐怕也很难走出去了 两位道兄 以后 龙族还希望你们能够多照服一番 朱雀和青鸾上人脸色诧异 但是很快就反应过来 我朱雀青鸾上人 历世 只要我们在的一天 一定保龙族香火不息 天空乍响 天道在回应两人的誓言 见此 龙族放下心来 既然如此 我今日便与你道宗同归于尽 不知先帝自暴之威 你道宗抵挡得住否 说着 龙族张狂大笑 身上气势变得狂暴恐怖 而朱雀和青鸾上人对视一眼 纷纷顿出万里之外 道城中众人眼神顿时变得惊恐 一个先帝自暴 整个道城 恐怕都将夷为平地 自暴中心 就算是先王 也是有死无生 气势欲演欲练 何以灿眼神一凝 冲了过去 一瞬间 张开结界 将他和龙族笼罩其中 极其恐怖的爆炸余波产生 柳如双几人强撑着起身 张开结界 几人合力打开结界 挡住龙族留下的结界 因为大部分的自暴威压 都被何以灿挡住 几人面对的 只是余波 直到自暴结束 整个道宗内 那些人才松了口气 而柳如双他们去神情凝重 他们大师兄 受了先帝的自暴威力 嗨嗨 一声虚弱的咳嗽声响起 何以灿从虚空中走出 浑身衣服已经破烂不堪 气息也变得虚弱 还好他领悟的是空间法则 要是换个先帝 恐怕就要和龙族同归于尽了 只是 后面的要怎么面对 某个不可明说之地 一个青年 正盘坐在一个光团面前 掐指一算 眉头皱起 这些先帝 欺人太甚 他低调归低调 真有人欺负到头上来了 他也不会手软 第四十六章我林轩的弟子 你们也敢动 见大师兄没事 众人松了一口气 但 还不带众人放松 两道身影 又出现在众人面前 何以灿眼神一鸣 冷冷地盯着这两人 朱雀和青鸾上人 察觉到 何以灿此时气息微弱 冷冷一笑 一句话 交出道宗秘法 今日 我可放道宗一马 平静的语气 在虚空中回荡 众多道宗弟子 脸色难看 朱雀真是太不要脸了 朱雀毫不理会 现在何以灿正式受伤 根本不可能能够挡住他们 这个时候 胁迫他们正好 不过他也有担忧 要是何以灿 也像龙祖一般 自爆他们就不好了 所以他也退了一步 只拿秘法 我若是不答应 又如何 何以灿看着朱雀和青鸾上人 要不是 现在他状态不佳 真想一箭斩上去 那道成 今日将再无一人可活 朱雀说得轻飘飘的 就是在威胁何以灿 柳如双眼底带着愤怒 这些人太不要脸了 等我师父腾出手来 朱雀宗和霸王殿 将在仙界除名 朱雀嘴角带着笑意 师父 奶奶 你们道宗都这般了 怎么还不见其出来 朱雀早就想到这点了 若是道宗 真有这么一个宗主的话 现在 道宗面对这般危机 应该早就出现了 有什么事情 比宗门威王更重要 更何况 他可是知道 这里面 可还是有那个所谓的宗主的女儿 所以 朱雀猜测 道宗这个势力 很有可能 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宗主 而且 何以灿的实力 已经这么强了 他的师父 还能怎么强 又一尊先帝吗 要是有 早就该出来了 众人语色 他们都知道 林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处理 但是 具体是什么 他们确实不太清楚 这个时候 朱雀这么问 他们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坏人 我爸爸一定会教训你们的 灵瑶握紧拳头 大声说道 子依依急忙把灵瑶抱在怀里 朱雀脸上带着细血 若是道宗宗主真有实力 早就出来了 不过是个缩头乌龟罢了 若是你们不配合 那我今日便要踏破道宗 朱雀随意地说着 何以灿脸色难看 正当何以灿将要出手的时候 虚空之中 传出一道声音 怎么这般热闹 怎么这么多老朋友 都出现在这了 一个身穿黑红色长裙的女子 从虚空中踏出 魔帝 你这个妖女怎么来了 朱雀声音之中 带着一丝慌乱 魔帝 先帝八大势力之一的 魔宗宗主 执掌魔宗 为人鬼魅 一正一邪 很不好打交道 诺诺 怎么又叫人家妖女 奴家听了 可会不高兴的 而且 也不止我一个人来了 就在魔帝说话的空档 虚空之中 又踏出三道身影 一时之间 仙界中 八大先帝 除了五颜河 已经陨落的龙祖 竟然齐聚在此 朱雀脸色一沉 这些人都来了 朱雀啊 你这么些年 也没改这死性子 还是喜欢以大欺小 当真是卑鄙至极啊 说话是朱雀的死对头 荒天地 朱雀脸色难看 本来准备将道宗秘术洗劫之后 就离开 可谁曾想龙祖被逼得自爆 这下 这些人都被引了出来 毕竟先帝自爆 可不是什么小动静 同为先帝 自然是要来看看 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极其邪义的气息 传遍整个仙界 何以灿脸色一变 那个东西 被这群仙帝信过来了 那东西 目的就是仙界的本源 但是直接吞本源 他还做不到 只能先吞仙界内的生灵 滋补几身 仙界之中 还有什么比仙帝的身体 更滋补的吗 特别是 这里还齐聚了仙界 几乎所有仙帝 正当诸人惊仪的时候 一个萧兽 干瘪的屈翘 忽然出现在虚空之中 没有眼睛 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 这些仙帝也都没有心情斗嘴了 眼神凝重地 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魔帝开口 眼神之中 妩媚消失 取代的是凝重 玉外天魔 一道身影出现 莫无稽 显然这些仙帝 对于大名鼎鼎的天机阁阁主 还是认识的 玉外天魔是什么 魔帝眼神之中 带着疑惑 荒天帝 想不到 这就是玉外天魔 古籍中记载过 玉外天魔 通过西石大千世界本源成长 看来 仙帝也被玉外天魔盯上了 荒天帝的解释 让心头一沉 这玉外天魔 看起来可不好对付 忽然间 玉外天魔消失了身影 叶措 一道人影染血暴退 是青鸾上人 玉外天魔挑上了他 一瞬间 他便失去了一整根臂膀 那个干瘪的玉外天魔张开嘴 露出黑洞般的口腔 将青鸾上人的手臂塞进了嘴 嘴巴无声的一张一合 意犹未尽 再度消失 下一瞬 又有仙帝被袭击 大家齐心协力 斩杀此魔 有人大喊 这些仙帝 开始和这尊玉外天魔交手 但 玉外天魔 远比他们想象的恐怖 何以畅看地摇了摇头 玉外天魔 在他动用了阶子密 才能堪堪压他一头 配合师尊给的俘虏 就要将其镇压 收到子依依的消息 他便回来了 可以说 这都是这些仙帝 自己造成的苦果 毁灭的气息在蔓延 大地在震动 无数沟壑 出现在大地上 玉外天魔 诞生在混沌之中 天生身上 就带着毁灭之道 天生渴望毁灭 要让所有的世界 归于混沌 强悍无比的玉外天魔 让诸多仙帝没有办法 不多时 第一个陨落的仙帝出现 青鸾上人 当这些仙帝反应过来的时候 青鸾上人的头颅 正消失在那黑洞般的嘴里 道成之中 有修为低下者 忽然发现 自己手臂的皮肤 在变得褶皱 他在快速衰老 瞬间 混乱出现了 紫衣衣抱着林瑶 玉外天魔 林轩跟他们说过 一旦出现 周围一切带着本源的事物 都将被吞噬 他天生就是毁灭者 这也是为什么 在那么严重的情况下 柳如双他们 也没想让大师兄回来的原因 因为一旦开始吞噬 玉外天魔的实力 就会越来越强 远比混沌中难对付 何以灿脸色也沉了 这尊玉外天魔的实力 比他之前对付时 至少强了一成 可这才过多久 毁灭还在开始 万里之内 树叶枯黄 没了生机 而玉外天魔的气势 愈发恐怖 所有人都绝望了 今日 仙界就要灭亡了 这些仙帝 也都脸色阴沉的滴水 深深的无力感 从心底产生 突然觉得 仙帝也不过如此 世界泛着红光 玉外天魔 忽然将嘴张开 越来越大 形成一个直径万里的黑洞 向导城西去 天变得昏暗 只剩下微弱的红光 再汲取生灵的生机 无数修为低下的修士 一瞬间变得老迈 跌倒在地 再无生机 蔑视的绝望 在整个仙界蔓延 这是真正的末日 这些仙帝 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 朱雀脸色阴沉 刚才不小心 也被玉外天魔撕扯 去了一手一脚 只有真正面对 才知道 这东西 有多么恐怖 巨大的犀利 从空中的 玉外天魔身上传出 无数人影 树木 沙石 被吸向他 所有人的心都死了 面对这样恐怖的东西 无人觉得还有生机 就在无数人已经放弃 等待死亡降临之时 一声轻叹 在虚空中响起 接着一个穿着道袍的青年 出现了虚空之中 见此人 灵瑶眼睛亮了 爸爸 第四十七张灵轩 我说过 没有我的允许 你连自爆都做不到 灵轩转头看向灵瑶 对他点点头 又看向自己的弟子们 师父 对不起 是我没办好 不仅没有封印玉外天魔 也没有保护好师弟师妹们 何以灿惭愧地看着灵轩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接下来 交给为师 灵轩眼神一宁 看向空中 还在肆无忌惮 吸收万物本源的 玉外天魔 道城内 无数头发花白地修饰 看着天空中出现的人影 心底惊异 这就是道宗宗门吗 旋即 众人感受到 自己身体里面的生命本源 没有再往外流露 我 我活下来了 得救了 有死到生的喜悦 充斥在众人心间 还剩下的五个先帝 个个都受了不轻的伤 脸色凝重地看向灵轩 眼睛之中闪过惊异 这个就是 最近在仙界势头 最猛的宗门 道宗的宗主 一出手 便遏制住 玉外天魔 吸收生命本源 这样的手笔 至少在几个先帝面前 一出手 就震住了他们 尤其是朱雀 他来道城 可是奔着秘法来的 打伤道宗弟子 又要毁了道城 他和道宗 已经没有了 回转的余地 此刻见到林轩 他眼底闪过一丝阴异 最好 林轩和玉外天魔 两败俱伤 玉外天魔 也注意到了林轩 他发觉他 无法吸收生命本源 而阻力就来自林轩身上 嘴巴合上 玉外天魔 无声地张合了一下 眼睛黑洞洞地 看向林轩 恐怖而甚人 下一瞬 他消失在虚空中 就像之前 对付那些先帝一样 一出手 必然让要伤一个先帝 林轩默然看着虚空 下一刻 公布 收拳 出拳 一气呵成 拳头平平无奇地 打向面前的虚空 看得众多先帝疑惑 这一拳看上去 倒像是一个凡人舞者 初入舞蹈 是锻炼身体所用 然而 下一瞬 几个先帝 瞳孔紧缩 一道形容枯稿的身躯 从虚空中弹射出来 差一点就要毁灭 仙界的怪物 在林轩手中 竟然这么不堪一劫 接着 林轩不断地闪身 出现在虚空中 一拳接着一拳 打在这尊 玉外天魔身上 底下道城中的修士们 已经开始欢呼 道宗宗主的出现 这尊玉外天魔 完全不是对手 几个先帝眼神之中 也闪过 劫后余生的光芒 他们心中庆幸 他们来晚了 还没有得罪 这么一位恐怖的人物 除了朱雀 他现在心中慌的一批 想不到这位道宗宗主 实力这般恐怖 倒是让小女看得心痒痒 魔帝眼神之中 闪过涟漪 他发誓 他这次真的动心了 其他人心底虽然不屑 但是劫后余生 心情也还不错 不禁打去 荒天地 那你去看看 人家收不收你 魔帝眼神一条 魅惑众生 看着空中的场景 正是莫无鸡 没有用的 玉外天魔代表毁灭 不死不灭 不可能抹杀的 此言一出 众人心头一震 荒天地连忙问道 那岂不是说 我们根本拿他没办法 仙界被毁灭是注定的 众人眼睛 齐齐看向莫无鸡 莫无鸡微微摇摇头 我看上古卷轴记载 玉外天魔 乃是毁灭大道所化 浑身都带着毁灭道则 无法斩杀 只能镇压 封静 这么说着 众人看向空中 林轩镇压着 玉外天魔打 但明显 这只是缓兵之计 众人心中微叹 敢问 可有何封禁之法 荒天地询问 莫无鸡看着空中 眼神之中 微微带着一丝默然 无关上古卷轴之中 只有关于他的介绍 没有封禁之法 不过掌握空间时间 这两大至高法则的仙人 或许有可能镇压齐 说着 莫无鸡有意无意地 看向了何以灿 何以灿一回来 玉外天魔就出现在仙剑 这一切似乎太巧了 而且 何以灿正是空间法则 虽然掌握不深 但也算踏上了这条大道 或许他之前是去镇压 玉外天魔 也不无可能 此言一出 众人也都看向了何以灿 不过此时 何以灿气息虚弱 这样的他 又如何能够镇压玉外天魔 或许一上去 就会被玉外天魔吞噬了吧 那岂不是说 我们一点生机都没有了 荒天地看着空中 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绝望 成为先帝之后 他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 他也会因为别人实力强大 而感到畏惧 绝望 以往这种情绪 他只能在他的对手身上感受到 不 魔帝开口 众人望向他 就连莫无稽眼神之中 也闪过一丝惊怡 魔帝这个女人 什么时候那么有见识了 这种感觉 就像是 一个难题 班里一群学霸和老师 冥思苦想 解决不出来 一个平时啥也不学 只知道逛街 唱吧 谈恋爱的的小太妹站得出来 说了一句 这提我会 魔帝看着空中的灵轩 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轻目 我看上的男人 不会错 几个先帝默默地把头偏过去 他们怎么会 想听这个妖女的高见的 莫无稽也无奈 他还以为 魔帝只是表面看上去放浪不羁 说不定背地里反差 是一个翻遍古籍的好学女帝呢 不过现在看来 是他想多了 再度看向虚空中 众多先帝只能期望 这个神秘的道宗宗主了 不然 仙界恐怕将不复存在 莫无稽也是盯着虚空中 眼神思索 想着解决之法 论学时 这些先帝加在一起 也是不及他的 正想着 空中忽然光芒大放 灵轩冷冷地看着域外天魔 一招手 不多不少 三百六十片 预检一挥手 被他打入虚空之中 紧接着 无数星光 从空中传来 整个仙界上空 变成了一片星空 璀璨无比 莫无稽眼睛瞪大 这是什么阵法 不是他莫无稽吹牛 他在阵法之道 在仙界 绝对是他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可灵轩刚刚使出的那个功法 他完全没有见过 怎么可能 而且 一部阵法 怎么可能笼罩几乎整个仙界 这超出了莫无稽的认知 莫无稽 你不是说 这玩意阵法无法封禁吗 荒天地难难地说着 因为莫无稽 乃是仙界阵法之道 造诣最高的人 没有人会对他说的话怀疑 但是 眼前这一幕 玉外天魔 被漫天的星光定在原处 无法动弹 莫无稽摇了摇头 眼中震撼毫不掩饰 苦笑道 以往我以为我 已经是阵法之道的极致 想不到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见此大阵 我还有很多路要走啊 这一刻 道成之中 一个女子美目浑圆 清轩看着师父的表情 微微一叹气 师父 这个人 就是你日丝夜想的那个人吗 子轩点着头 眼眶湿润 清廉看着空中 眼神之中 充满向往之色 这才是我被修仙者的样子 抬手封天 覆手阵地 逍遥天地 无人能敌 空中 星光开始消散 三百六十片玉剑 从虚空中 围着玉外天魔旋转 将其封禁在阵法之中 接着越缩越小 变成一粒珠子大小 落到林轩手中 被林轩收起 整个仙剑 包括无数下剑 感受到大劫结束 无数生灵 眼中带光 他们活了下来 所有人看着星光消失的方向 那道人影 所有人都清楚 是这个青年模样的人 救了他们 凡人城池中 无数凡人自发地跪了下来 虔诚地向着 那道身影 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还有无数修士 躬身向着那个方向鞠躬 他们将永远铭记这个时刻 还有那个 在仙界危难之刻 挺身而出 力往狂澜的那个男人 其中甚至 山间野兽 也都看向林轩的方向 眼神之中 带着感激之色 万物皆有灵 这一刻 道宗成为了整个仙界 无与伦比的势力 只因为虚空中 站着的那个人 一道足以贯穿 这个仙界的金光 笼罩在林轩周身 荒天帝瞪大眼 功德之力 林轩此时 浑身都被功德之力包裹着 浓郁程度 就是这些仙帝 也闻所未闻 荒天帝满脸震撼 不说林轩实力 远远超出他们 就算是一个 毫无修为的凡人 在拥有这么多 功德之力之后 就是仙帝 也不敢对其动手 这么多功德之力 在仙界 怕是能够横着走了 当然 梁九功德隐去 众人迎了上去 荒天帝抱拳 向林轩道谢 我 荒天帝 多谢道宗宗主 能够出手镇压 御外天魔 就仙界于为难之中 接着 几位仙帝也多功身 向着林轩感谢 唯有一个例外 朱雀 他在往后退 林轩默然看了一眼 下面的情况 道成周围 被御外天魔这么一弄 倒是荒芜了很多 微微一叹 林轩开口 不必多礼 我也是这个世界的一员 御外天魔出现时 我临出手 墨乌鸡点头 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问道 林宗主 我关你刚才布下的阵法 接引星光 威力无双 不知叫什么 作为一个阵道高手 墨乌鸡实在信仰难耐 林轩看了一眼 墨乌鸡 倒是把墨乌鸡 看得心里有些发毛 连忙接着道 要是不方便的话 就算了 也不是什么秘密 我刚才的阵法 名为三百六十重星辰大阵 林轩清冷的声音响起 一听名字 墨乌鸡眼前一亮 嘴角南南道 接引星辰之力 于虚空风尽吗 好名字 好名字 林轩眼神忽然一宁 站住 众人心头一抖 随着林轩的眼神看去 正是想要逃走的朱雀 朱雀此时 神色有些慌乱 不知道宗宗主 叫主我所为何事 看到是朱雀 诸人都不作声 他们都知道 朱雀在这里做了什么事 此刻人家道宗宗主 清算也是正常 打伤我道宗弟子 难道你就打算这么离开吗 林轩神情冷冽 要不是他有事情 没能赶来 岂容这几个家伙嚣张 现在龙祖自爆 清联上人 被御外天魔所杀 罪魁祸首 只剩朱雀一人 都怪我之前利益蒙信 对道宗多有冒犯之处 还望林宗主能够看在 我也为封禁御外天魔 出了一份力的份上 既往不救 朱雀说着 林轩还没开口 魔帝直接接着击翘道 朱雀 你也好意思说 你做了什么贡献 都是人家一人封禁 这御外天魔 你在这里装什么 朱雀脸色难看 但是林轩就在面前 他还不敢发作 林宗主 做人刘一线 日后好相见 林轩微微向前一步 朱雀额头冷汗流出 刘一线 我怎么记得 刚才你好像要灭了我道宗 此时 紫衣衣也站了出来 出声作证 师父 就是他 他刚才明明就一副 要灭我道宗的架势 要不是大师兄及时回来 恐怕道宗 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林瑶也鼓起嘴 乃凶乃凶道 爸爸 就是他 他刚才还要把瑶瑶抓走来着 听着这些认证的话 朱雀也知道 这件事情 没那么好过去 瞬间脸色变得凶利 林轩 你别逼我 逼急了 我就自爆 你们道成照样不好过 朱雀想得很简单 只要他自爆 这道成之中 又有几人能够活下来 想以此来逼迫林轩 就此罢手 林轩不紧不慢地走上前 是吗 我若不语 你凭什么自爆 是你逼我的 朱雀面色变得凶狠 额头青睛暴露 引动内在本源 准备自爆 鱼死网破 见此 魔帝不禁惊呼出声 林宗主 小心 众人眼神也一鸣 一个先帝自爆 杀伤力 不容小雀 林轩依旧不慌不忙地往前走去 是吗 那你自爆吧 朱雀神色愈发的很利 他其实是想要威胁林轩 蝼蚁尚且偷生 能活着 自然还是要活着 但是 林轩油盐不尽 完全不给他机会 朱雀抱贺一声 是你逼我的 旋即不再犹豫 直接引爆本源 跟林轩来个鱼死网破 一个毁灭的气息蔓延 朱人军事看得眼角一跳 先帝自爆 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是 下一瞬 众人瞪大眼 朱雀依旧站在原地 脸色通红 不是说好了自爆的吗 怎么雷声大 雨点小 朱雀满脸恐惧地看向林轩 你做什么 他明明引动了本源 但是沸腾的本源 在最后一刻 又平静了下去 接着他 无论怎么引动 本源都无法再掀起一点波澜 林轩神色平静 我说过 在我面前 没有我的允许 就算是自爆你也做不到 说完 林轩手往前伸 对着虚空一握 朱雀那块虚空开始收缩 几个呼吸间 那片空间 只剩下一阵空间乱流 其余的 连同这朱雀这尊先帝一起消失 众人目瞪口呆 一尊先帝 就这般轻易地陨落了 第四十八章结束 也是开始 危机降临 而做完这一切的林轩 手一挥 刚才因为御外天魔 导致的道成损伤 开始恢复 一颗金丹 被林轩挥手洒出 无数灵光从空中洒落 落到城内 那些被御外天魔 吸食生命本源的修饰身上 他们花白的头发 开始转黑 生命本源得到补充 无数人再次感谢林轩 同时 刀星身上的伤势 也被林轩重点照顾 很快 他身上伤势痊愈 感受着体内涌动的刀翼 刀星知道 只要在沉淀一段时间 突破先帝 只日可待 做完这一切 林瑶扑到林轩怀里 爸爸 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我好想你 揉了揉林轩软乎乎的小脸 林轩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怎么样 这段时间乖不乖 林瑶昂起头 满脸骄傲的对林轩说道 可乖呢 林轩笑了笑 闪身消失在虚空 余下众人 面面相去 也都离去 柳如双苦笑道 还好师父来了 不然得话 今天这个事 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紫衣衣衣也是皱着眉头 这尊玉外天魔 能够封印就好了 这些先帝 知道师父的实力 以后也不会再有人 过来找麻烦了 何以灿看着虚空 神情有些不对 恐怕不安宁的日子 才刚刚开始 柳如双不明白 这话的意思 询问道 大师兄 这话怎么说 何以灿偏过头 眼神有些深沉 你们不知道 因为你们修为 还没有突破先帝 师父所以没有跟你们说 其实我们正在面临 很大的危机 危机 紫衣衣歪着脑袋 有些不明所以 很明显 在仙界 就这么几个先帝 可他们也完全不是 师父的对手 何以灿苦笑地说道 其实我这次 去镇守这只 玉外天魔 就是为了在混沌中拦住他 因为一旦他进来了 仙界在混沌中的位置 就会被暴露 几人不明所以 这些 以前林轩还从没跟他们说过 何以灿接着说道 其实以前我也和你们的想法一样 直到我突破先帝 师父告诉我 仙界只是三千大世界中的一个 而且 三千大世界上面 还有更加强大的本源未免 而玉外天魔 又是诞生于混沌中的生灵 他们天生 就对我们这些 拥有生灵的大世界 有着非同寻常的嗅觉 三千大世界 柳如霜的声音中 带着震撼 他一直以为 仙界就是最大的 没想到 混沌中还有这么多大世界 子依依若有所思地 看向何以灿 师兄是说 之后还会由 玉外天魔前来 何以灿点头 没错 因为那尊 玉外天魔 进入仙界后 就会将仙界在 混沌中的坐标 往混沌中传播 只要是玉外天魔 就能够接收到消息 而且 不光是这样 由于这尊 玉外天魔的出现 打破了仙界诞生之初 在外界自然郁郁的 屏蔽的壳 仙界暴露了出来 后面很有可能 被其他的大世界发现 这样的话 恐怕后面 其他强大的大世界 会来侵略仙界 柳如霜 说出其中关键 弱肉强食 是自古以来的道理 那几个仙帝 还看道宗有九蜜 想来争夺 其他大世界 若是发现仙界势弱 没有道理 不派人来抢夺 说到这里 本来因为自己 修为为仙王 还沾沾自喜地 柳如双几人 心情低落下来 不过 没多久 他们心底 升起了熊熊燃烧的烟火 他们要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仙帝 而各大势力仙帝 回到各自宗门之后 都宣布一个重大消息 以后无论谁 都不能得罪道宗 而且 几个仙帝商量决定 帮助道宗 把朱雀宗和霸王殿的势力范围 划分给道成 这样既能够教好林轩 也能够向道宗表明他们的想法 他们为道宗 马首是瞻 当然 一想到林轩翻手间 将狱外天魔收服的样子 几个仙帝 也不敢有别的心思 而还在藏剑山庄的五言 也知道这件事 毕竟狱外天魔的动静那么大 最后 林轩现身收服的场景 也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他不禁在心底感谢莫无忌 要不是莫无忌和他打赌 让他输了一把极品仙器 他也不至于闭关回家 就这样躲过一劫 他可是清楚 那些去了的仙帝 可都是被狱外天魔所伤 没有个万年 根本没办法恢复 至此 整个仙界都知道了道成道宗的名声 道成也成为了所有仙人 修仙者心中的圣地 不仅是因为强大的秘术功法 更是因为 其中有宗主林轩坐镇 差点毁灭仙界的狱外天魔 被林轩反手镇压 如此人物坐镇 仙界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比拟 林轩回到道成历境后 陪着林瑶玩游戏 没办法 好久没有陪林瑶了 这件事 他心中也有愧疚 之前忙着恋化仙界本源 没能好好陪着女儿 进入秘境后 林轩难免见到老熟人 子轩 和看林轩在虚空中 镇压狱外天魔的时候不一样 此刻 林轩就牵着林瑶的手 站在子轩面前 好久不见 犹豫了一下 林轩还是开口 当年在下检 在林轩修为还不高的时候 和子轩一起历练过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 他收到了子轩的颇多帮助 称的上一句 老朋友也不为过 看着林轩 镇压狱外天魔的时候 子轩表现很激动 但是 真要当面 他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清轩在后面看得心急 师父啊 师父 能不能为自己勇敢一次 脸颊微微泛红 低下头 子轩默默说了句 好久不见 说完 就不再说其他 林轩点点头 如果有什么需要 尽管跟柳如双蹄 我会交代她的 往日雇人 林轩愿意给出一些的帮助 说完 林轩就闪身 消失在众人眼前 直到林轩离去 清轩才跺着脚 恨铁不成钢地对子轩道 师父 你不是喜欢人家吗 怎么这样 爱要大声说出来 子轩仰头看着天空 语其中有一些落幕 喜欢又怎么样呢 他有女儿了 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他 也好 清轩拍着脑门 得 恋爱脑 白说了 第49章 林妖娘亲 开放道宗秘书 仙界震动 带着林妖 来到秘境深处的一个院子内 竹楼前是一个身着一袭白色长裙 扶在岸前 写写画画的女子 娘亲 林妖一出现 就蹦蹦跳跳地往那里跑去 那女子抬头看到是林妖 将笔放下 将林妖抱进怀里 脸上带着一丝甜静的笑容 摇摇 大概是林妖对写写画画的不感兴趣 没多久 就自己抱着旺财到院子里玩 远远地看着院子里 嘴里喃喃道 旺财 你说 什么时候娘亲能够 林轩看着院中的女子 美得不可方物 脸上带着一丝柔弱 想起来了吗 幼楚 女子名叫沈幼楚 说起来 林轩和她的相遇过于奇妙 嗯 沈幼楚用握着毛笔 一端戳着她的脸蛋 凹下去 成了一个好看的梨窝 没呢 我都忘了 林轩走到旁边 为她研磨 没关系的 慢慢想也不着急 林轩心中叹息 沈幼楚本来不属于仙界 她来自其他的大千世界 因为在混沌中遇到混沌乱流 被袭转到了仙界附近 而林轩正好在混沌中修行 正巧就遇见了沈幼楚 然后当然不是什么你救我 然后我以身相许的狗血桥段 林轩和她打了一架 最后落入混沌中的一处秘境 接下来就很狗血了 林轩和她 同时中了混沌中一种很厉害的魅度 然后就有了林鸟 只不过她醒来后失忆了 只记得她叫沈幼楚 然后林轩沉默了 因为中毒后 昏迷了很长一段时间 醒来的时候 她已经挺着的大肚子了 接着 林轩照例陪着沈幼楚画画 过了许久后 林轩起身准备离开 沈幼楚忽然拉住林轩的手 林轩有些诧异的回头 看向沈幼楚 这一下 沈幼楚手收了回去 又低下了头 有些不好意思 有什么需要 就直说 我又不是外人 林轩心中扎舌 沈幼楚失忆之后 和失忆之前清冷的模样 简直判若两人 在林轩的目光注视下 沈幼楚小声道 那个 你能不能让瑶瑶住在我这里啊 我会照顾好她的 沈幼楚指着林瑶 说起来 沈幼楚失忆后 一身实力也用不了 林轩因为害怕 她什么时候恢复记忆 性情大变 所以一直不让林瑶 和她单独待在一起 看着沈幼楚恳求的眼神 林轩心中一叹 不行 沈幼楚眼神 瞬间委屈了下来 我是瑶瑶的娘亲 我不会伤害瑶瑶的 我要一起住在这里 林轩接着说道 女儿一个人 她不放心啊 沈幼楚瞬间变得欣喜 好 不过 不过 你要住旁边那间 沈幼楚指着旁边那间烛楼 低着头 小声说道 说完 沈幼楚还小心翼翼地 看了林轩一眼 生怕她会生气 林轩毫不在意 女儿开心就好 好 这个要求不算过分 女儿也是沈幼楚的 只是林轩担心 她什么时候恢复记忆 会对林瑶 做出什么不利的举动 但这一切 林瑶都不知道 她只知道 林轩和沈幼楚 还有她要住在一个院子里了 好耶 林瑶开心地蹦了起来 晚上她终于可以 在娘亲的怀里睡觉了 坐在竹楼上 林轩听着旁边竹楼里 林瑶和沈幼楚 两人叽叽喳喳的声音 说个不停 娘亲 你知道吗 我可厉害了 打遍圣地无敌手 还有好多圣主 看到我就认输了 你说我厉害不厉害 厉害 还有啊 我遇到了一个姐姐 她好像喜欢爸爸 瑶瑶 为什么 你要把爹爹叫爸爸啊 爸爸叫我这么叫的 她说 她喜欢这个称呼 听着 林轩苦笑 干脆施展了个隔音阵 让林瑶叫自己爸爸 是想让自己记住 来自何方 想着炼化了仙界的本源 林轩和仙界的联系 也更加深刻了 这样有一个好处 就是林轩在仙界 能够动用仙界天道的力量 能够极大的加强林轩的战力 还有就是 仙界本源被炼化之后 林轩可以一定程度地压制住她 让她尽量地少释放气息 就像是将一个灯泡的瓦数减小 这样 仙界在混沌中的位置 会变得更加隐秘 不至于像一个明灯一样 招惹敌人 不过收徒的事情 得提上日程了 林轩想到道碑 上面拥有无数功法 是她前世在一个小摊子上捡到的 后来她就来这里了 收徒后她发现 只要是徒弟在道碑上领悟的功法 密法 感悟她都能同步得到 这样 她只要收徒越多 她实力增加的速度 就能够越快 一日 道成发出一条通告 凡是先王以上 均能够来到道宗 学习道宗秘书 完全免费 对此 林轩也做出解释 仙界在混沌中的位置暴露 危险将至 为了提升仙界实力 开放道宗秘书 此言一出 整个仙界震动 道宗宗主多么无私 多么正义 之前好几家大势力 上门抢到宗秘书 实在是太可恶了 歌颂林轩的同时 西海龙族和朱雀宗 还有霸王殿 三家势力 又要被拎出来骂一顿 虽然这三家势力 几乎是名不负实 朱雀宗和霸王殿的底盘 更是被道宗全面接管 各大先帝 很多因为受伤闭关 听到这个消息 立马出关 摩帝 那人的秘法 荒天帝 要是我学了那等秘法 岂不是实力 又能上一个层次 五言 不愧是道宗宗主 这气度 知道这个消息 莫无机也探到 这将是仙界 最繁荣盛世开启的开端 仙界中 知道了这个消息的先王 开始还有所顾虑 但是 几大先帝 加上天机阁阁主莫无机 一起解释其中的道理 人家道宗宗主 实力无双 要是想要害你们 当时在域外天魔出现的时候 不救你们不救好了 于是 这些先王没了顾虑 无不朝着道宗的方向赶来 一时间 道宗成了整个仙界 朝圣之地 修为设置为先王 是因为修为太低了 对林轩也没有什么用 到了先王以上 才有成为量变 引起质变中的量 第五十章 众仙获得机缘 林轩同步得到感悟 很快 整个仙界先王级别以上的人物 基本都来到了道成 这天 正是 道宗开放误道碑的第一天 清晨 林轩睁开眼 他修为已经达到先帝巅峰 然而 这不是修炼的终点 先帝后面还有境界 就林轩所知 先帝后面是 混缘 三清 咒语 混缘境 能够在混沌中游历 属于真正迈出大世界的一个境界 因为只有到达混缘境 才能从混沌中炼化混沌之气 化为己用 能够在混沌中修行 满足能够在混沌中 长久待着的基础 而三清 就是更加遥不可及的境界了 先帝之境 一丝一毫的突破都来之不易 林轩也不着急 今日 几乎整个先界 先王以上的人物都来了 他理应出去看看 咚咚 敲响了隔壁竹楼的房门 不多时 门被拉开 抬眼望去 林轩正对上一双 含着星辰的毛子 我来带走瑶瑶 沈又楚嘴巴抿了抿 带着一股紫娇柔 却又内涵坚韧 好 转身 将林瑶抱了起来 虽然以林瑶的修为 不睡觉也没事 但是 作为一个小孩子 躺在母亲的怀里 自然是很安心地睡着了 被抱着 林瑶揉了揉眼 有些迷糊道 娘亲 瑶瑶 走吧 爸爸带你出去玩 林瑶这才发现 林轩也在 双手环在 沈又楚白皙的脖梗上 脸上带着一丝兴奋 真的吗 好爷 娘亲去忙 林瑶眼神期待 接着问道 林轩看了眼沈又楚 伸手将林瑶抱起 瑶瑶乖 娘亲给你讲了一晚上故事 也累了 林轩将沈又楚 放在这处秘境之中 其实也有着囚禁的意味 她可忘不了 沈又楚惊人的修为 当时身受重伤 依旧和开了九密的她 打得不相上下 即使现在失忆了 也不得不防备 把她软禁在这个秘境之内 就是 她看在林瑶的面子上 最大的让步 沈又楚 也顺从地低下了头 她虽然不知道 林轩对她的防备 从哪里来 但现在的她 性子软弱 不懂得怎么去为自己争取权利 嗯 这是沈又楚的回应 林瑶撅起嘴 不嘛 娘亲 你就一起出去玩 好不好吗 从来没有看见过你出去过 说着 林瑶撒娇地 将手环在林轩的脖子上 爸爸 你就让娘亲出去 好不好吗 就算是林瑶 也能看出来 一切看父亲 经不住女儿的撒娇 林轩看向沈又楚 你想出去的话 就一起吧 这么久了 沈又楚 一直没有恢复记忆的趋向 也没有可能 忽然就恢复记忆 而且 她还是林瑶的母亲 纵使曾经的她很危险 但如今 看着 沈又楚百般顺从的模样 她心里叹了口气 还是很不下心啊 嗯 好 沈又楚低着头 声音小小地答道 失去记忆的她 不知道该怎么拒绝 眼前这个男人 好耶 林瑶眉开眼笑 道宗的名头 在之前域外天魔一战之中 已经响彻仙剑 而道宗的功法秘术 在整个仙界看来 也是极为顶级的 特别是有知情者 曾亲眼见识过 九秘的威力 今日便是道宗 开始开放宗门秘法功法的 第一天 虽然只是对 先王级别以上的强者开放 道城内 依旧聚集着无数仙人 大多周身 威势逼人 道宗秘境外 诸位 想必都知道规则了 不管是先王级别的强者 还是先帝级别的强者 都排好队 一个个进 柳如双拿着一个锣鼓 就像是街边卖杂耍的一人一般 他正在维持秩序 底下 没有人敢有意义 都纷纷排好队 柳如双点了下人数 总共1157人 刨去五个先帝 还有152个先生 一千个先王 看来仙界还真是卧虎藏龙 怪不得之前师父 告诫他们要低调 这些在外面修为高深 高傲无比的大能 在这里却是半个不字都不敢说 究其原因 只是因为一个人 林轩 道宗宗主 一手镇压 玉外天魔的猛人 众人正想着 虚空一阵连衣 三个人出现在众人面前 正是林轩 沈又楚和林瑶 看到师父 柳如双连忙迎了上去 见到林轩身后的沈又楚时 眼神之中 还微微闪过一丝诧异 师父 都准备好了 林轩恶手 见林轩有事 沈又楚安静地抱着林瑶站远 他不适应站在众人的视觉中心 他更喜欢在角落静静地看着 诸位 相比都知道了 仙界现在情况不容乐观 林轩简单地讲了一下 开场白 无非就是寒暄一下 作为道宗宗主 这种时候 李英他出面 林轩介绍的时候 下面魔帝美目之中 闪过阵阵涟漪 这样的男人 才是他喜欢的 别看了 再看人家 也不会喜欢你的 荒天帝的声音 在魔帝的耳畔传来 魔帝有些妩媚地转身 看向荒天帝 目若桃花 不爱慕林宗主 难道爱慕你吗 荒天帝立马闭嘴 他从魔帝的眼神之中 察觉到一丝危险的气息 他没必要去惹一个 恋爱脑上头的女人 特别是 对方修为很高的情况下 沈幼楚站着的附近 是道宗的弟子 其中就包括了 紫依依 还有从下界上来的 那些圣地圣主们 师母 紫依依很客气 和沈幼楚打招呼 他还是头一次 见到师母出来 对于紫依依来说 沈幼楚 就是单纯的师母 轻声答应着 嗯 说完 紫依依就去斗灵瑶完了 他们还是很熟悉的 远处 清轩看着沈幼楚 嘖嘖道 师父 你看到了吧 师母哎 你就一点也不难过吗 清轩语气酸溜溜的 他这个师父什么都好 就是不知道 为自己争取一下 紫萱默默地看了一眼 心底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只是喃喃开口 很好啊 和他很般配 清轩脸垮了下来 师父 你是真不懂 还是装作不懂啊 空中 林轩大致讲完 便让这些排队的人 进入秘境 而后面也有柳如霜 指引他们 获取悟道碑中的 功法秘书 之后 他只要静静地等待就好了 这些人 只要修炼悟道碑中的 功法秘书 所得到的感悟 都会反馈给林轩 第五十一章没错 可就是你们想的那样 三天后 林轩很开心 面前的对他来说 不是一千多个先王 先生 先帝 而是一千多个 不辞辛苦 为他提供感悟的 惊艳宝宝 此时 这些先王先帝们 一个个脸上欣喜 想来都在悟道碑中 获得了机缘 功法或者是秘书 林宗主 当真是我被楷模 心胸宽广 实在是令我等羞愧 荒天帝第一个站出来 感谢林轩 他获得了九秘中的 阶字秘和数字秘 当时解读了 这个惊天秘书的时候 他心底震撼无比 这样逆天的秘书 要是他修炼了 那天的域外天魔 恐怕不再是他的对手 事故 出来之后 他绝口不提 他得到了什么功法秘书 其他人也都是一样 互相聊天的时候 偶尔聊天 谈到对方获得了什么 结果大家都是 语气不详地说道 我呀 运气不行哦 没有获得什么好功法秘书 真是羡慕你们啊 看到这群人 一个个地 在这假模假样的装 柳如双心中暗骂 这些人恨不得 把我很满意 斜到额头上 嘴上却一直说 自己运气不好 林轩也有些忍俊不禁 这些人获得什么功法秘书 他作为悟道碑的主人 第一时间都会知道 一千多个人里面 最少有三百多个 获得了不下于九秘的秘书 当然 很多人获得的 就是九秘之中的几秘 至于 这些人获得的功法太好 把道宗的传承都拿走了 林轩毫不在意 修炼天赋再好 获得的秘书再厉害 还不如为他打工 都是他的经验宝宝 他就盼着这些人努力修炼 然后他像割韭菜一样 割完一茬 又一茬 大家要铭记今天的机缘 都是林宗主给的 出去之后 一定要好好修炼 不要辜负了林宗主的厚望 说话的是莫无稽 一想到他获得的那份名叫 天眼术的推演秘法 莫天机心底 就不免一阵激动 他本以为他的推演之道 已经到头了 直到看到这秘书 他才知道 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 众人听了莫无稽的发言 君心底对林轩产生感激 对 这些都是林宗主给的 我们不能辜负林宗主的厚望 回去 我就闭关努力修炼 是啊 我也回去就闭关 一定不负厚望 尽快修炼 众人七嘴八舌的 纷纷表示 回去就要开始修炼 其中不少人 本来回去后 还想象老有吹牛的先王先圣 心底都产生愧疚之情 他们在想什么呢 林宗主如此无私地 把功法秘书传承贡献出来 他们居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回去炫耀 实在是令人羞愧 于是乎 所有人心底确定 一定要回去就开始修行 绝对不偷懒 争取早日修炼成功 不辜负林宗主的厚望 林轩看着莫无稽和众人 眼睛之中闪过欣慰之色 好人啊 哪里再去找这样 努力修炼的先人 经验宝宝 大家都回去修行吧 每千年先王级别以上的存在 都可以来我道宗悟道碑 领悟一次秘法 林轩又宣布了一个更劲爆的消息 在悟道碑获得秘法 基本上都是根据匹配度分配 悟道碑会把最适合你修炼的秘法 传给你 按照林轩的经验 千年差不多就是个节点 这些人修行这些秘法 正好会到一个瓶颈 速度变慢 那样 林轩的经验就会大幅减少 再把他们叫回来 悟道碑会给新的秘术 这样能够保证 林轩获得的经验 能够得到稳定的输出 相比于林轩 底下这群人 听到林轩所言 君是震撼 一千年来一次 这简直就是把道宗的传承 给他们随意观看啊 对于先王来说 千年不过眨眼间 随意一次闭关 可能就过去了 以前是随意闭关 但是现在是闭关一次 都可以来道宗 获得一次秘术 好人啊 众人心中感动 林宗主 这么大方 我等无以为报 以后但凡林宗主又需要 我必身先士卒 林宗主大恩无以回报 以后 林宗主只要林宗主说一声 上刀山 下火海 万死不辞 林宗主 我要为你生孩子 底下众人慷慨激昂 但是听着听着 林轩就感觉不对 生孩子什么鬼 看向人群前的魔地 林轩干咳一声 大家不必客气 只要能够帮到大家就好了 最重要的是 我们仙剑能够团结 这样 在面对外敌的时候 齐心协力 才能共睹难关 众人心下感动 又把之前那三个 来道宗抢秘法的势力 在心底骂了一遍 林宗主这么好的人 那些人也敢上门闹事 真是可恶至极 于是 在众人的赞美声中 林轩好不容易 才把这些人送走 看着这些离开的背影 林轩不禁再在心中感叹 好人啊 都说修仙界尔虞我诈 可是你看看 还是好人多 多么好的经验宝宝 柳如霜看着自家师傅 还是有些疑惑 师傅 您给先帝级别的强者秘法 还可以说是增强仙界的实力 可是那些先王 有什么用 这是柳如霜想不通的 先不说先王级别的强者 悟性如何 能够修行几种秘法 就算是他们修行了 实力大增又如何 还不是很弱 那一千个先王加在一起 也杀不了一个先帝 这世之的差距 没办法靠数量弥补 林轩心底无奈 我也想传授给先王以下的修士 可惜 他们能够产生的经验 对他来说微乎其微 但面对柳如霜迷惑的眼神 林轩还是微微一笑道 混沌很大 我们都是先界的人 互相帮扶一下 也无可厚非 林轩说着 往前走去 在柳如霜的眼里 师傅的身影 呼得变得高大 且闪着人性的光芒 柳如霜眼底 闪过一丝羞愧 原来师傅这么有格局 是我狭隘了 来到沈幼楚面前 林轩问道 瑶瑶 林瑶正满心欢喜地答应 一道软软诺诺的声音传来 那个 我能不能去试试呀 转过头 林轩对上沈幼楚 星辰一般的眸子 第52章就是 师母修炼点 功法秘术怎么了 沈幼楚 想要接受悟道碑的传承 林轩犯起了难 虽说 沈幼楚现在失忆了 可是谁也不能保证 他什么时候会恢复记忆 让他接触悟道碑 其中很多秘法很是厉害 要是他修行了之后 恢复了记忆 翻脸不认人 那岂不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林轩可是清楚地记得 他们是在两者 都不清楚的情况下 有了小林瑶 爸爸 你就让娘亲去试试吗 小林瑶晃了晃林轩的胳膊 偏头 林轩又对上了 沈幼楚的毛子 湿湿的 带着一丝委屈 沈幼楚一醒来 见到的人就是林轩 林轩告诉他 他们是夫妻 他懵懂得把心思 放在林轩和女儿身上 可是他的夫君 总是冷冰冰的样子 沈幼楚有些怕他 紫衣衣有些诧异 他不知道其中内在的缘由 只是觉得 师母在师父面前 不应该这般委屈 师父 师母也是我们道宗的一员 有权力修炼 悟道碑中的功法秘书 看着弟子眼神之中的不解 林轩知道这个没法解释 对上沈幼楚软软的眼神 心中叹了一口气道 去吧 沈幼楚的眼睛中 闪着星光 嘴角弯起一个好看的弧度 嗯 林轩抱着林瑶 带着沈幼楚 来到悟道碑前 看着沈幼楚柔柔的手掌 贴在悟道碑上 林轩眼神深沉 他也不知道 这样做对不对 可是现在的沈幼楚 只是林瑶的母亲 他的妻子 忽然之间 悟道碑上 毫光闪过 作为悟道碑的主人 林轩感受到悟道碑 似乎有些兴奋 悟道碑 被这么多人接触过 除了林瑶之外 就是沈幼楚了 看着抱在手上 大眼睛目不暇接地 看着娘亲的林瑶 林轩心中感慨 看来这天赋 还真是遗传的 两久 沈幼楚长长的睫毛 呼闪了一下 接着 他睁开了眼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兴奋 他获得了好多功法 感受到身后 灼灼的目光 沈幼楚转身 却正对上林轩清冷的眼眸 得到了很多秘书 他问 被林轩这般紧紧地盯着 沈幼楚有些羞耻 垂下头 看着足尖 柔柔地道了声 嗯 林轩笑了 可不是很多秘书吗 九秘全部 加上一本名叫 混元绝的功法 单看 混元绝的开头 便绝不凡 无为混元天地初开 天地间第一尊神魔 留此功法 传于后世 单单这个开头 林轩就看出 这本功法的珍贵 恐怕放到混沌之中 也是顶尖功法 不过 林轩却不羡慕 他修炼了 不就等于自己修炼了吗 他主打的 就是一个经验收割 得到了功法秘书之后 沈幼楚被林轩送回秘境 林瑶要留下陪娘亲 看着眼神之中 带着期望的沈幼楚 林轩这一次没有拒绝 接下来的日子里 林轩没有自己修炼 和那么多辛苦修炼的 先王先圣先帝 他自己修行得来的 这点感悟 变得微不足道 最让林轩惊讶的是 他所得到的感悟 有一半是来自沈幼楚的 也就是说 一个沈幼楚顶得上 那一群先王先圣先帝 对此 林轩除了默认那些 先王先帝太妃 没有其他任何想法 沈幼楚修炼得很认真 显然他对那些 功法秘书很感兴趣 修炼跟做火箭一样 修炼第一天 修为就是人先 一个月突破先尊 一年突破先圣 两年突破先帝 也是因为惊人的修炼速度 道成之中都知道了 道宗宗主的道律 是一个修炼奇才 两年突破先帝 在先界 是从未有过之事 这样的速度 都不能说是妖孽了 让人很迷惑的速度 就和大家勤勤恳恳地修炼 结果中间 冒出来一个开挂的一样突兀 对此 林轩没有说什么 他知道 沈幼楚之前的修为 远不止于此 现在不过是重修 就算他失忆了 但是他的身体 还记得那些感觉 身体之中还有抵御 在这样的情况下 林轩对沈幼楚 带着林瑶 却变得更加放心 总是让他们独处 他想明白了 沈幼楚 毕竟是瑶瑶的娘亲 就算沈幼楚 醒来很自己 也不会伤害自己的女儿 只能希望那天晚点来 林轩不想打破这份宁静 尽管这只是 建立在 恰好沈幼楚失忆了 而他隐瞒了真相的骗局之上 这天 林轩再次从悟道碑上 获取其他人感悟 水到渠成的 他感受到突破的契机 他已经在先帝境界待了百年 若是放在其他先帝身上 不过是区区弹指一挥肩 但是 对于林轩来说 他拥有悟道碑这样的宝物 修炼速度 与其他先帝相比 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 突破混元镜 威势太大 仙界承受不住 林轩闪身 出现在混沌之中 在混沌之中的虚空中盘息 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混元造化 林轩浩瀚无比的丹田之中 充盈着仙灵之气 此刻 在林轩突破混元的时候 丹田之中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变成混沌一片 但其中却隐藏着 更为恐怖的气息 两久 林轩闭着的双目睁开 一股强大的气势 席卷混沌 看着被自己搅得 一团糟的混沌虚空 林轩眼神之中 露出满意的笑容 怪不得说 混元才是混沌之中 起步的境界 混沌不再像以前一般 阻碍着他的步伐 他也能从混沌之中 炼化混沌之气了 刚突破 气息还有些不稳 林轩索性就在混沌中 演练起一招一式 验证此时自己的实力 许久 当林轩演练完 眼底露出满意的笑容 不过 他还没有真正意义上 跟混元强者交过手 所以无法判断自身实力 在混元境界中 究竟是个什么水平 想着 林轩闪身消失在混沌中 而远处 距离仙界遥远的混沌中 有两道身影 正在混沌中搜寻着什么 紫霄神殿的余孽 被混沌乱流席转 应该是 落在这片混沌之中 仔细找找 他受伤了 跑不远 忽然 其中一人 眼神朝着仙界那个方向看去 旁边的人诧异地看过来 怎么了 那人眼底带着一丝疑惑 我们去那边找找吧 他手指的方向 正是仙界 第53章 柳如霜 你就给你师母看这些说 回到仙界的林轩 立马就感受到 一股气势冲天气 事到城内 刀星突破先帝了 继审幼楚之后 到城第四个先帝 见到林轩 刀星的心情是激动的 师父 我终于突破了 刀星和何以灿 其实是同一时间 败入林轩门下的 而何以灿 早在百年前就突破先帝 刀星一直卡在先生巅峰 心里一直不是滋味 林轩拍了拍刀星的肩膀 温声道 师父看到了你的努力 刀星心中感动 本来修炼是枯燥寂寞的 但是有了师父这句话 一切都值得 师父 我 林轩拍了拍刀星的肩膀 加油 继续努力 为他提供感悟 说完 林轩闪身离去 刀星看着师父的背影 眼底燃起一团火焰 师父 我会的 回来后 林轩一个 闪身出现在秘境的竹楼前 林瑶正站在竹楼前 时不时往身后的竹楼里瞄一眼 见到林轩 眼神里出现一丝慌乱 爸爸 你回来了 还不带林轩往竹楼里看 林瑶一下扑到林轩的怀里 在干什么呢 林轩饶有兴趣地问林瑶 林瑶没说 用小手挡住了林轩的眼睛 不许用神识 林轩苦笑 也配合着林瑶 好好 我不用神识 是不是我家瑶瑶 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啊 林轩心底还有些期待 毕竟可是乖女儿 给爸爸的礼物 嗯 不告诉你 等一下就知道了 林轩就这样由着林瑶 捂住她的眼睛 也不去探查 竹楼里面 到底有什么 过了一会 林轩开口问道 好了没有 马上就好了 三二一 林瑶的小手 从林轩的眼前伸开 光照进林轩的眼中 映入眼帘的 是一串鲜红的 在阳光下 反射出诱人的色泽的糖葫芦 还有拿着糖葫芦 有些羞涩 低着头 不敢看林轩的沈幼楚 此时的沈幼楚 低着头 阳光照过她的侧脸 耳垂红红的 像是一个像心爱之人表白的少女 林轩含笑 看着这根糖葫芦 她已经记不得 多少年没有见过这玩意了 给瑶瑶吃吧 我不吃这个 林轩随意地说着 伸手准备接过这根糖葫芦 却 看见沈幼楚低着头 眼眶气气的 闪着晶莹 此刻 她抿着唇 眉目间 有种恍然无措 林轩正纳闷 思绪却被林瑶打断 爸爸 你就尝尝吗 这个可是娘亲 准备了很久才学会的 好不容易才做出来 林瑶晃着林轩的肩膀 撒娇着 看向林轩 专门学做糖葫芦吗 林轩想着 要是外界的人知道 先帝会专门去做糖葫芦 这种凡人的玩意 会惊掉下巴巴 一抬眼 她看见沈幼楚 期待的目光 睫毛长长的 上面带着晶莹的泪光 一对上林轩的眼 便犹如寿惊小鹿一般 低下了头 心底叹了口气 开口道 那我尝尝吧 看在你失忆的份上 拿着糖葫芦 林轩咬了一刻下来 一股沁人的 甜在口腔中蔓延 这种感觉 好久没有体验过了 林瑶期待的问道 好吃吗 沈幼楚也抬头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期待 林轩刮了下林瑶的鼻子 很甜 然后把糖葫芦 伸到林瑶的嘴边 这东西 肯定是林瑶想吃的 虽然她修为不低 但终究还是个小女孩 听到林轩的评价 林瑶似乎放心下来 笑着把糖葫芦拿过去 然后 递到沈幼楚嘴边 娘亲 你也尝尝 看了一眼林轩 沈幼楚脸色微红 袖口轻张 轻轻地咬了一颗糖葫芦 咪着眼 她也是第一次 尝这种烦人的小吃 一时间 只觉得好甜 好吃吧 看着沈幼楚吃了 林瑶也咬了一口 沈幼楚点了点头 她第一次 吃到这么甜的东西 见两人都吃了糖葫芦 林瑶板着脸 一本正经说道 大家都吃了糖葫芦 以后就不准吵架了 都是好朋友 林瑶从林轩怀里跳下 一手拉着林轩的手 一只手拉着沈幼楚的手 可不许耍赖 林轩的眼中 闪过一丝错愕 她什么时候跟沈幼楚吵架了 一抬眼 对上沈幼楚的眼眸 眼眶柔柔的 如一汪春水 带着一丝水气 林轩从里面独到了期待 紧张 害怕 她以为我不怎么搭理她 是因为不喜欢她吗 林轩这才反思道 她好像只是对沈幼楚撒了个荒 告诉她 自己是她的夫君 但是却从来对她是冷冷淡淡的 前几年 更是采取了一种 近乎软禁的方式 关着沈幼楚 这么想来 好像确实是这样的 沈幼楚见林轩没有说话 眼眶又湿润了 余光看见沈幼楚 微微泛红的眼眶 林轩心中一叹 沈幼楚失忆后 也变成了一个小孩子 明明之前受了重伤 都能够和她打得不相上下的强者 现在却红着眼 像个委屈的小姑娘 心下无奈 林轩只得微微点头 不耍赖 反正骗都骗了 就当圆晃了 好爷 林瑶欢呼雀怨 好看的弧度 她也甜甜的笑了 然后林瑶拉着林轩 一起往沈幼楚的竹楼走去 林轩从来没有进来过这个竹楼 现在刚刚答应林瑶和好 也不好拒绝 便由着林瑶 拉着她进了竹楼 竹楼里面 沁着一股子好闻的香味 忽然间 林轩看到 书案上有着一本凡人的书籍 女德 瞬间 林轩好像明白了 为什么沈幼楚会觉得 她不喜欢她 明明前几年还好好的 不过这书好像是她拿来的 当时看沈幼楚无聊 便让林如霜那些凡人的画本 给她解闷 谁知道 这里面还加着一本这个 林轩觉得 她有必要去找柳如霜 好好谈谈 不留痕迹地 把那本 女德 收了起来 林轩走到窗口 林瑶又拉着沈幼楚 去院子里荡秋千了 阳光打在沈幼楚的脸上 似乎因为解决了心事 沈幼楚笑容 也变得明媚了起来 摇了摇头 林轩准备离开 去找柳如霜谈谈 第54章林轩 我的人 你也敢动 林轩找到柳如霜的时候 这个家伙 正在94里喝酒 见到林轩的时候 柳如霜愣了一下 师父 你怎么来了 林轩将那本 女德 放到桌上 柳如霜看了一眼 看到上面的书名时 瞬间想到了什么 神情忽然变得不自然 这不会是我给师母的那些书里的吧 林轩默默点头 柳如霜脸上 带着一丝尴尬的笑容 欲哭无泪地跟林轩说道 师父 我不是故意的 你信吗 林轩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你说呢 柳如霜还想解释什么 林轩直接打断 小霜啊 你都突破先胜多少年了 柳如霜眨眨了眨眼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只能老实达到 两百余年了 林轩面色一转 变得冷聚 是不是为师不督促你 你就不好好修行 给你五十年 没有突破先帝 就罚你挖矿百年 柳如霜一愣 两百年也不算久啊 寻常先胜随便闭关 可能就是数百 甚至上千年 他两百年没突破先帝 不是很正常吗 刚想开口 却对上林轩不容置疑的眼神 柳如霜看了眼桌上的 女德 老师点头 还给了五十年 总比直接送去挖矿要好 林轩点了点头 柳如霜天赋 其实在他最初收的几个弟子中 是最佳 但同时他也是最懒惰的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鞭策一下他 对 是鞭策 才不是因为 他给沈幼楚看 女德 知道师父 是因为自己弄些奇怪的书 给师母看 才生气 柳如霜连忙起身 拿起酒壶 给师父倒杯酒 赔罪 师父 你尝尝 就在这时 仙界北方 忽然一道红色的气息闪过 对于这道气息 林轩再熟悉不过 眼神一宁 看向北方 玉外天魔 接着 林轩闪身 消失在九四之中 柳如霜愣了一下 看着师父离去的方向 接着他也感受到了一股 极致暴虐的毁灭气息 眼睛瞪大 玉外天魔 在林轩离去的前一个时辰 此时 仙界外的混沌中 一道娇媚的身影 从混沌中闪现 正是魔帝 紧接着 魔帝出现的 是一个壮硕的身影 荒天帝 此时的荒天帝 感受着混沌中 虚无晦暗的气息 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喂 妖女 就算要切磋 也不用选在混沌中吧 魔帝撇了撇嘴 谁要跟你切磋 我在道宗 得到了一部 在混沌中使用的盾法 我只是要来试试我的盾法 他有些无奈 明明是荒天帝 自己要跟着过来的 荒天帝挠了挠头 只不过 两个人一直不是很对付就是了 言罢 魔帝不再理会荒天帝 他自顾地在混沌中施展顿术 身形如鬼魅 在混沌中不断消失出现 许久 魔帝感觉有些不知 加上他在混沌之中 得不到补充 所以只得停下来 却看见远处的荒天帝 一直立在那里看着他 嘴巴一撇 喂 你待在那里干什么 荒天帝挠头 他总不能说他在看他吧 呼的 荒天帝瞳孔紧缩 快跑 同时 魔帝心下锦铃大作 没有犹豫 瞬间使出顿术 在他刚消失的地方 出现一尊干瘪的身躯 魔帝瞳孔紧缩 御外天魔 这一尊御外天魔身上的气息 比上次的还要恐怖 快走 荒天帝喊道 魔帝也不犹豫 转头 就往仙界跑去 就在他即将跑回仙界的时候 前面的混沌晃动 又一道御外天魔 出现在他们面前 魔帝和荒天帝暴退 可已经完了 那尊御外天魔 张开黑洞洞的嘴 一压的张合 便引动混沌 魔帝和荒天帝两人 便被这混沌飓风 打回混沌 比之前的位置 更加深入混沌 魔帝和荒天帝的神色 都变得凝重 上次一尊御外天魔 就差点让仙界毁灭 这次居然一次出现了两尊 而且每一尊御外天魔身上的气息 都比上次那尊要强 两尊御外天魔 这次 恐怕老娘要再在这里了 魔帝神情凝重 也许不止两尊 荒天帝脸色不好的 指着一个方向 第三尊 他们的心情沉到谷底 但是接下来 他们彻底绝望了 除了混沌中 又出现了五尊御外天魔 加上之前三尊 一共八尊 分布在魔帝和荒天帝的四周 正好将两人围了起来 魔帝脸色一下 变得苍白 若是一尊 他有把握逃走 两尊 他拼着受伤 也能逃走 三尊 拼死 逃走也是有希望的 可是 现在出现了足足八尊御外天魔 八尊御外天魔 毁灭的气息 将魔帝和荒天帝封锁起来 周围是无边的混沌 两人成为八尊御外天魔的囊中物 盘中餐 御外天魔动了 面对这样可口的食物 他们无法拒绝 毁灭的气息扑面而来 荒天帝躲开致命伤 一只手 被一个御外天魔生生撕下 拿着荒天帝的手 那尊御外天魔享受地站在那里 将其放进黑洞洞的嘴里 然后空空如也的眼眶 看着荒天帝 似乎意犹未尽 不过 他却没有接着动手 下一尊御外天魔动了 见此 荒天帝匆忙躲避 这些御外天魔 还真把他们当成盘中餐了 一个个上来取食 魔帝脸色苍白地 看着这些御外天魔 尽管之前见过 但是再次看到这些 把先帝当作血实的御外天魔 他的心底 一股名叫恐惧的情绪 不由自主地滋生 前两尊御外天魔目标是荒天帝 第三尊动了 目标魔帝 感受到毁灭的气息靠近 魔帝一咬牙 拼命使出盾数 显之又显得躲过 那个御外天魔的攻击 但这却也激怒了 这群御外天魔 他们准备好好处理 一下这个不听话的食物 一瞬间 无边恐怖的毁灭气息 在这片混沌中席转 将魔帝包围 脸色苍白的魔帝 想要通过盾数离去 却发现在 御外天魔的毁灭 法则气息的影响下 他完全施展不了盾数 其中 气息最为恐怖的 御外天魔闪身 出现在魔帝面前 伸出他干枯的手臂 他要处理了 这个不听话的食物 魔帝脸上带着苍白 为他妖艳的脸上 戴上一丝凄美 毁灭的气息 静在咫尺 魔帝任命地闭上眼 下一瞬 极强烈的毁灭法则 向他袭来 连心脏都被冻结 但 等了几个呼吸 想象中灭食般的攻击 依旧没有落到身上 下意识睁开眼 魔帝就看到 一个青年单手握住 那尊御外天魔 干枯的手腕 神情冷冽 我的人 你也敢动 第五十五章 我灵轩多掌握几种法则怎么了 回头看了一眼 脸色苍白的魔帝 灵轩心底松了一口气 还好赶上了 作为悟道碑的主人 灵轩可是知道 魔帝修炼有多努力 除了沈幼楚 就数魔帝给他带来的感悟最多了 而且 魔帝还修炼了一部 能够在混沌中使用的盾术 这样的盾术 以往可没有其他人 从悟道碑那获得过 灵轩还指着魔帝好好修炼 他也能获得一门厉害的盾术 所以 这样勤奋工作的员工 怎么能有事 魔帝抬头 对上灵轩的脸 见魔帝看向自己 灵轩温和地笑了一下 没事 这里交给我就行了 见到灵轩这么暖男的一面 魔帝心下安定了不少 看向灵轩的美目中 带着一丝连衣 灵宗主 小心 荒天地的声音传过来 这次可不像上次那般 只有一个域外天魔 这次可是八个 而且 无论哪个域外天魔 都要比上次那个强 灵轩单手将魔帝推开 让他远离这个战场 转头 单手张开一个光幕 挡住袭来的域外天魔 一拳轰出 将那尊域外天魔 轰出数万里混沌 魔帝看着混沌中 正在和域外天魔 激战的灵轩 美目之中 不禁闪过一丝担忧 上次一个域外天魔镇压 灵轩就花了挺大功夫 这次八支 灵轩能应付得过来吗 恐怕这次 就算是林宗主出手 域外天魔的注意力 荒天帝也脱离了战圈 魔帝看着混沌中 正在和域外天魔 交手的灵轩 笃定道 我相信他 荒天帝听着 感觉有点不对 怎么感觉 魔帝看灵轩的眼神之中 多了些什么 域外天魔的气息 出现得很突兀 仙界中 很多强者都感受到了 很快 又有几尊仙帝 出现在混沌中 除了其他仙界原本的仙帝 还有灵轩两个弟子 就连沈幼楚也来了 灵轩不再限制他的活动之后 沈幼楚就自由多了 当刀心他们 要来混沌的时候 沈幼楚得知灵轩来了 便也跟了过来 五颜看着 正在跟域外天魔交手的灵轩 眼神之中闪过担忧 这次域外天魔的实力 这般厉害 又有八只 灵宗主不会有问题吧 另一个仙帝说道 恐怕情况有些不妙 这些域外天魔的实力 明显要比上次的强 而且是八只 这次恐怕 灵宗主一个人难以应对 这些话 让众人心底 产生一丝不安 灵 灵轩他打不过吗 一道柔柔的声音传来 正是沈幼楚 他神情有些紧张地询问 见到沈幼楚 那人不知道其身份 值得解释道 若是一只道 也不是灵宗主的对手 只是现在 这里有八只 而先帝又无法 炼化混沌之气 所以 情况不容乐观 那人嘴上说着 不容乐观 但是任谁都能听出 他语气中的悲观 沈幼楚愣了一下 然后眼眶微红地冲了上去 刀心和何以灿 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师娘冲了出去 只得瞪了一眼 那个在胡乱分析的先帝 也跟了上去 林轩正在混沌中 和几个御外天魔交手 眼角忽然看见 冲进来的沈幼楚 还有一只御外天魔 不知何时绕到他身后 拱向他 由于那只御外天魔 出手的角度 非常刁钻 等到林轩注意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沈幼楚毕竟失去记忆 这样的攻势下 没来得及防守 应声道飞 林轩没办法 只得突破几只 御外天魔的封锁 闪身出现在沈幼楚身后 蓝妖将他抱起 你来干嘛 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林轩语气不算很好 沈幼楚虽然也是先帝 但失去记忆 导致他没什么战斗经验 来了就是给他添麻烦 沈幼楚眼眶红红的 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因为林轩语气有些凶 他的语气 像一个犯了错的小朋友 对不起 我怕你打不过他们 沈幼楚 楚楚可怜的模样 让林轩一愣 不忍再怪罪他 一个闪身 出现在刀心和河以灿旁边 看好他 简单的吩咐后 林轩再度回到战局 将那些要往仙界冲过去的 御外天魔 尽数挡下 那个刚刚还在说 情况不容乐观的先帝一愣 旋即他满脸震撼 怎么可能 那可是八只御外天魔 比之上次遇见 不知道强了几个档次 怎么可能就这般简单的 被林轩挡住 先帝怎么可能同时挡住 八只御外天魔 那人惊呼出声 单纯的因为林轩的实力 而感到震惊 五言也心底惊讶 但是看到林轩在混沌中 自得的模样 一个可能出现在心底 他语气中带着惊骇道 说不定 林宗主已经突破了先帝 达到下一个境界呢 在场的众人恍然 包括刀心和何以灿 他们也不知道 自己师父突破了 达到那个超越先帝的境界 混元境 林轩的弟子倒还好 他们早就 见惯了自家师父的妖念 倒是那几个先帝 彻底被林轩给震撼到了 他们在先帝竟待了亿万年 想要突破 却不得其法 而林轩就这么轻易地突破了 众人震惊的时候 林轩悍然出手 之前是因为 想要试试 他突破混元境的实力 才没有第一时间 拿下那几个域外天魔 现在验证完了 这些域外天魔 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 林轩单手节震 时间 空间两大法则其出 将这些域外天魔 定在远处 无法动弹 随后反手将他们封禁 准备回去练化 之前只能镇压 是因为只有到达混元境 才能够练化域外天魔 练化他身上的毁灭法则 林轩动手时 身后的几大先帝 眼睛瞪得魂元 一个人居然同时 掌握两种大道法则 而且还是两大之高法则 我没看错吧 我也想问 你们师父一直都这么扁 妖孽的吗 五颜干巴巴的 看向刀心和何以灿 两人也是目瞪口呆 师父之前 只在我们面前 掌握过见到法则之力啊 众人震惊 还有第三种 第五十六章 你来时 斜风带雨 我无处可避 林轩将域外天魔镇压后 戴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见到林轩 几个先帝 不禁咽了口口水 身兼三种大道 而且 其中还包含了两种之高法则 若是往日 有人对他们说 有人能够同时掌握三种大道法则 他一定会嗤之以鼻 可是 这样的事情 竟然真的发生在他们面前 怎么 林轩看向几个先帝 他眉头皱了皱 他不喜欢被男人盯着看 几个先帝同时摇头 还是刀心出声道 师父 你居然掌握三种大道法则 林轩淡然地看向刀心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真是少见多怪 刀心无奈 这还正常 要是到法则之力 按常理来说 一个人能够领悟一种突破先帝 已经莫大的机缘了 一般人 只会在这条道路上 继续走下去 如果再去修炼其他法则 不单单是要花费大量时间 而且 在实力的提升方面 远没有专修一种法则好 要是林轩知道刀心所想 一定会嗤之以鼻 毕竟他又不要修炼 只要他们修炼 他悟到碑中的功法领悟的法则 他都能够同步掌握 剑刀心不言语 林轩转身看向沈幼楚 你怎么来了 林轩皱着眉头 刚才那么危险 要是他有个玩意 他怎么跟林妖交代 沈幼楚低着头 声音软软的 带着一丝委屈 我担心你 何以灿在一旁也解释道 师父 师娘知道你有危险 立马就赶了过来 关心我吗 林轩心中暗响 一低头 又对上了沈幼楚 微红的眼眶 林轩心中无奈 沈幼楚失忆了之后 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仅没了修为 就连性格也变得柔弱 一感到委屈 眼眶就会变湿 看着沈幼楚这副模样 林轩也不忍心再责怪他 只能温声说道 我没事的 以后不管做什么 都要把自己的安全 放在第一位 懂了吗 说着 林轩指负轻轻擦拭 沈幼楚的眼角 将一滴晶莹的眼泪擦去 沈幼楚重重地点了点头 柔声道 嗯 我知道了 接着 沈幼楚像是一个被哄好的孩子一样 笑了起来 嘴角勾起一个好看的弧度 林轩心中无奈 怎么感觉自己养了两个女儿 一个是亲生的 一个不是亲生的 解决了事情 林轩也不愿久留 拉着沈幼楚 横跨虚空离去 留下众人待在原地 面面相去 五颜看着林轩消失的地方 有些愣愣地道 道兄 你们师母怎么感觉 像是你师父的女儿一样 说出这句话 完全是因为五颜震惊 沈幼楚修为外露 他们知道这是一尊先帝强者 可是 你见过哪个先帝强者 会受了委屈 就红着眼睛 被道里说了一句 就像那小哭包一样 掉眼泪的 刀心一愣 不知道怎么回答 毕竟师父和师母的事情 哪怕他们作为弟子 也视之之甚少 倒是摩帝 看着林轩离去的方向 眼中带着光彩 我倒不这么觉得 能像沈仙子那样活着 才是真正的幸福 摩帝都要被林轩刚刚给沈幼楚 擦眼泪的动作给融化了 恨不得刚刚站在林轩面前的人是他 荒天帝在一旁 反驳道 作为先帝 当镇压一方 潜心修炼 参悟大道 你老惦记着 这些儿女情长作甚 摩帝白了他一眼 看着林轩消失的方向 男男道 我是先帝 但也是一个女人 这话听得刀心和何以灿一愣 他们有些犹豫 要不要告诉师母 有人想要跟你抢师父 回到道城后 在秘境的逐楼前 林轩总感觉 沈幼楚看她的眼神 有些怪怪的 难道她发现了 我都是骗她的 林轩心底有些虚 不管怎么说吧 虽然事情不明不白的 人家都给她生了孩子 这是不变的事实 面对这个事实 她也不想抵赖 就是不知道 沈幼楚知道真相会怎么想 这是个令人头疼的事情 爸爸 你看这个 林瑶跑了过来 她刚刚一直给她娘亲淹没 此时拿着一张纸递给林轩 摊开纸 上面秀气的写着 山有木西木有 新月军西军不知 看着这句话 林轩若有所思的 看向沈幼楚 沈幼楚正好也在往她这边看 看到林轩看过来 连忙低下头 杨庄在写着什么 爸爸 写的什么啊 林瑶没有看到 好奇地问林轩 林轩揉了揉女儿的脑袋 没什么 你娘亲说她想吃糖葫芦了 说到糖葫芦 林瑶有兴趣了 摇着林轩的肩膀 爸爸 你还没有带我和娘亲出去玩过 我们现在出去玩好不好啊 林瑶摇着林轩的胳膊 撒娇道 林轩答应着 又看着还在符案写着什么的沈幼楚 觉得有趣 便上前打句道 看不出来啊 你还是个大诗人 沈幼楚知道 林轩说的是 那句表达爱意的诗句 耳根泛红 声音软软的道 不是我写的 书上看的 看着沈幼楚 害羞地解释着的样子 林轩也笑了 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 好像也不错 瑶瑶说了要出去玩 你去吗 沈幼楚撩了下头发 微微点头 去 这是林轩第一次主动邀请她 混沌中 林轩解决完 欲外天魔离开后 出现两个身穿道袍的身影 想不到这么偏僻的地方 还有一个事件 紫霄神殿的余孽 很可能就躲进了这个事件 那还等什么 我立刻进去 把紫霄神殿的余孽抓了 那人刚想直接进入仙界 却被旁边的人拦住 他转头疑惑地 看向同伴 他同伴却是笑了笑道 如果我们直接进去 很可能会打草惊蛇 紫霄神殿的余孽 虽然受了重伤 但是 若是他执意要躲起来 我们也难以寻找 那你说该如何 紫霄神殿的余孽 很可能躲藏在这个世界 但是他却不知道 我们也找到了这里 我们只需要隐藏身份 暗中观察 他在明 我们在暗 只要他在这处世界 很快就会露出马脚 说了之后 两人相视一笑 隐藏气息 变换了身形 一高一矮 一步跨入仙界 第五十七 让我林轩的女人 你也敢动 林轩隐藏气息 带着沈幼楚和林瑶 漫步在仙界的城池中 没走多远 就看到一个 卖唐葫芦的修仙者 看得林轩 倒是有些诧异 他没想到 这种凡人的玩意 居然在修仙界也有 细看之下 却发现了不同之处 这个唐葫芦 虽然和凡人 用山楂做得很相像 但是 其上却带着灵气的波动 很明显 这个唐葫芦 是林国所做 看着林瑶拿着零食 买了唐葫芦 和沈幼楚 一人一根地吃着 林轩不禁笑了 倒是有趣 凡人的玩意 在被修仙者弄过来后 变成了升级版 林国糖葫芦 爸爸 你笑什么啊 林瑶正吃着糖葫芦 腮帮子鼓鼓地 见林轩笑 好奇地问道 林轩捏了捏林瑶的小脸 打句道 爸爸在笑你们 两只小蚕猫 吃东西的样子 真可爱 才不是呢 我才不是小蚕猫 林瑶插着腰反驳 沈幼楚 则是脸色微红 这是他第一次 听见林轩说他可爱 呼得林瑶看到了什么 手指着道 爸爸 我要那个 顺着林瑶手指的方向看去 林轩看到一个摊位在卖唐人 一样的 唐江上散发着淡淡的灵气 你和娘亲在这等着 爸爸去给你们买 说着 林轩抬脚去买唐人 林轩刚走 一个穿着华服的年轻人 就从林瑶和沈幼楚面前走过 呼得他停下了脚步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沈幼楚 梦语感慨 他语文成中 什么时候有这么漂亮的女孩 一身气质出尘 宛如九天神女 即使是站在街头吃糖葫芦的样子 也胜却人间无数 你盯着我娘亲干什么 林瑶出生 眼神之中充满警惕 这个男人忽然停在那里 眼神还直勾勾地看着他娘亲 娘亲 梦语难难地念着 心底忽然生出酸意 什么样的男人 才配拥有这样的家人 不过 看到林瑶和沈幼楚手上 拿着的糖葫芦 梦语心中了然 只能吃着路边那种低烈灵果 做的糖葫芦 那个男人 能有什么本事 想通这点再看向沈幼楚 梦语眼神之中 流露出一丝贪婪之意 这样的美人 只有她才配拥有 对啊 就是娘亲 我劝你不要动什么歪心思 我爸爸等会就回来 林瑶的声音 打断梦语的幻想 对于林瑶言语之中的威胁 梦语吃笑 她可是语文成城主独子 区区一个普通人 见到她 还不要乖乖将美人献给她 她见多了这样的 表面硬骨气 最后还不是要来跪舔她 你爸爸 小妹妹 你怕是不知道我的身份 咬着唐葫芦问道 我可是语文成城主的独子 说着梦语一脸巨傲的 看向沈幼楚 希望从沈幼楚脸上 看到惊讶与仰慕 但是 很可惜 沈幼楚 和她之前遇到的女人不同 妾 灵妖不屑 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梦语得意的样子愣住 脸色变得阴沉 怎么 难不成你这个 只能给你们买劣质唐葫芦的爸爸 很厉害 梦语脸色阴沉 语气不善 她的声音有些大 被街道上其他的人看见 许多人都凑了过来 见识梦语 神色均是有些畏惧 唉 不知道 又是谁家的姑娘 被她盯上了 小声点 要是被她听到 可就不妙了 灵妖没有理会梦语 准备和沈幼楚 去找林轩 梦语却彻底被这个举动激怒 她立声道 要么 你乖乖地躺到我的床上去 要么 我把你的男人杀了 再把你绑到我的床上去 沈幼楚将灵妖拉到身后 她皱着眉头 周围围观的人都不敢出声 这也不是梦语第一次这么做了 作为宇文成城主独子 她在宇文成 没有人敢忤逆她 周围人低声议论 谁家的姑娘 被梦语看到 要惨了 这梦语太过分了 难道就没有人能够治她 你说什么呢 梦语她爹 可是宇文成的城主 在宇文成 谁敢惹她梦家 沈幼楚眉头紧锁 善良柔弱的她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样的场景 就在这时 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 梦家很厉害 语气中带着不屑 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这年轻人惨了 以梦语的性子 非要打断她腿不可 有人了解梦语的路人小声道 果然 听到这句话 梦语不怒返笑 小子 你最好现在跪下求我 否则 等会我让你生不如死 啪 随着声音响起 梦语在空中旋转360度 落到了地上 一边脸高高怂起 周围路人倒吸一口冷气 纷纷倒退一步 这年轻人是谁 居然敢在宇文成 对城主的独子动手 爸爸 灵瑶扑到林轩怀里 小子 你敢动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 梦语脸色阴沉 满脸难以置信 可惜他话还没说完 一团火焰 凭空将他包裹 瞬间 他消失在原地 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没兴趣 林轩淡淡地回应那片空气 这下 围观的众人 瞬间炸了 梦语死了 年轻人 快跑吧 梦语是宇文成 梦城主的独子 要是被他知道 你杀了他儿子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对啊 快跑吧 梦城主 可是先生级别的强者 趁现在他还不知道 还有机会逃得掉 周围有好心人劝林轩 林轩笑了笑 没说什么 一个先生罢了 将唐人递给林鸟和沈又楚 忍不住捏了下沈又楚的脸 你怎么性子那么柔弱 人家都那样了 还不说话 第一次被林轩这么轻易地捏脸 沈又楚脸刷得一下红了 见林轩这样毫不在意的模样 众人叹息 现在不跑 等会就来不及了 谁杀了我 一道暴怒的声音 传遍整个宇文城上空 很快 一道身影出现在林轩眼前 梦力额头青筋抱起 他儿子最后的气息 就是消失在这里 谁杀了我 梦力再度开口 围观路人 神色惶恐 林轩淡淡开口 我杀的 此言一出 众人心头一惊 仿佛已经可以看到 林轩被梦力手刃的场景 梦力暴怒转过头 你他 话还没说完 却忽然顿住 整个人从之前的暴怒到 直愣愣地立在那 腿都在发抖 围观众人不知情 他们不明白 梦力是怎么了 这些人没有见过林轩 但是梦力见过 先王以上的 都去过道宗 自然也见过那位 修为通天的道宗林宗主 此刻见到这张熟悉的脸 梦力说话 都变得哆嗦 林 林宗主 您怎么在这 围观众人一时间 摸不着头脑 怎么感觉 话风有些不对 梦成主耸吗 我看你还是不适合做成主啊 林轩淡淡地说了一句 牵着林鸟和沈幼楚走远 梦力一瞬间 感觉失去了浑身力气 贪坐在地 围观路人一时之间 还没有察觉发生了什么 忽然有人说道 林宗主 我记得道宗宗主就姓林 此言一出 众人忙着向林轩离开的方向看去 却没再看见林轩的身影 所有人心神震动 原来刚才那个 就是在狱外天魔手上 救下仙界的强者 在无数感叹 震撼的路人中 有一高一矮两道身影 看着林轩离去的方向 长得高的 皱着眉头说道 紫霄神殿神女 怎么会被一个男人牵着 第五十八章 别怪我没给你机会 跪下磕头道歉 留你全是 离开宇文城 林轩沿着仙界 带着林鸟和沈幼楚 一路走走停停 就当是踏青 在一处森林 林轩停了下来 决定给林鸟和沈幼楚露一手 他要烤串 而材料就摆在他面前 一只硕大的白虎 先尊修为 刚才不长眼 向他们冲了过来 被他随手解决了 串着烤串 林轩看了一眼 蹲在旁边 认真看着他 串烤串的沈幼楚 怎么了 想吃 林轩摇了摇手中的烤串 笑着问道 沈幼楚 脸蛋微微泛红 摇了摇头 然后似乎觉得不对 又点了点头 样子看上去 煞是可爱 串好烤串 林轩刚要拿盘子 沈幼楚就端着盘子 递了过来 示意林轩 将烤串放在上面 那样子 倒像是个丈夫干活 妻子在一旁打下手 愣了一下 林轩笑着 捏了下沈幼楚的脸 要是你一直这么乖就好了 沈幼楚不明所以 眼神坚定地看着林轩 声音柔柔地道 我听你的 语气之中 林轩听出了 沈幼楚是真心的 可是 这不过是他失忆后 做出的决定 你不信 沈幼楚咬着嘴唇 有些委屈 他哪里有不乖了吗 林轩摇头 我信 如果你不恢复记忆的话 可是沈幼楚不傻 他从林轩的语气中 听出了敷衍 可是他明明就一直听她的 为什么就不肯相信她呢 他抱着手臂 脸鼓鼓的 似乎是把话题聊死 两个人都没再说话 气氛一度变得很沉默 直到一道声音响起 爸爸 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林瑶回来了 小脸红扑扑的 献宝一样的 将一株灵芝递给林轩 看到这株灵芝 林轩眼神之中 闪过诧异 沈幼楚 注意到了林轩的诧异 这灵芝有什么特别的吗 它本身只是一株 普通的极品仙草 不过 它有一个很梦幻的名字 林轩淡淡说道 梦幻 沈幼楚好奇 林瑶也看向林轩 千梦万古 我看过古籍上 这灵芝的种子 是亿万年前 一对先帝道里的心血所化 它们很相爱 但是分属不同势力 直到最后 它们也没能抗拒世俗 以及它们背后势力的威压 最后以死明智 两人的心血交织在一起 化成了这株千梦万古 它们好可怜啊 听着 林瑶眉头皱起 感叹道 沈幼楚也赞同的点头 林轩笑了 一个传说而已 那么认真干嘛 爸爸 那这个有什么作用啊 林瑶接着问道 千梦万古 能够让人再千重梦境 万事轮回中 想起前世的爱人 当然 这个说法过于浪漫 它还有一种功效 就是能够治疗失忆 说到这 林轩偏头看了眼沈幼楚 见他没有什么反应 才吩咐林瑶道 好了 收起来吧 帮爸爸考串 小孩子的心思 总是会被有趣的事情吸引 很快 林瑶就忘了那个凄惨的爱情故事 专心地拿着烤串 和林轩一起 烤了起来 不多时 烤串上滋滋冒油 香气四溢 呼的 附近草丛 响起稀稀索索的声音 接着传来话语声 哇 好香啊 一高一矮 两道身影从中走了出来 几位不好意思 我两路过 闻着好香 顺着香味 就不由自主地过来了 我叫阎王 他叫阎妃 不知道几位怎么称呼 那个个子较高的男人 开口说道 林轩淡淡地看了一眼 林轩 我女儿 我娘子 那人也是毫不客气 阁下的这个烤串真香 闻着都食指大动 阎王说着 静静自盘膝坐了下来 兄弟好福气啊 竟然能够娶到这般漂亮的妻子 还有个这么可爱的女儿 阎王说着 眼神直勾勾地看向沈幼楚 不知道 兄弟你家娘子 名字叫什么呀 阎王直勾勾的眼神 看得沈幼楚 有些不自在 将头偏了过去 坏人 盯着我娘亲看什么 林轩虽然小 但是也知道一个陌生男人 盯着一个女人看 是一件很冒犯的事情 阎王被林轩这么一打断 没有说什么 反而笑了笑 沈幼楚 你什么时候 眼见这般低了 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 就找了这么个人 阎语犀利眼神 直勾勾地盯着沈幼楚 让沈幼楚有些不安 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沈幼楚语气有些慌乱 不知道怎么了 从看到这两人开始 他的心里 就一直莫名慌乱起来 别装了 堂堂神女 什么时候 敢做不敢认了 我也不要求多 只要你束手就擒 我便放了你的夫君 还有你可爱的女儿 阎王自顾自地说着 听得林轩神色一动 他从中找到了关键词 神女 这两人认识 没有失以前的沈幼楚 而且看样子 这两人和沈幼楚 处于敌对关系 说不定 之前沈幼楚的伤 就是他俩干的 不要伤害他们 沈幼楚忽然小脸一板 瞪着阎王 声音柔柔的 林轩却从中 听到了一丝坚韧 何不容置疑 沈幼楚 你还要装傻装到什么时候 难不成你以为 凭你这个废物夫君 能够在我们面前保下你 既然已经撕破伪装 阎王也不再装了 眼神看向沈幼楚 带着一丝技巧 你们之前认识 林轩看向沈幼楚 温声询问 沈幼楚眼眶红红的 有点委屈 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两人 林轩心中了然 对沈幼楚温声道 交给我吧 小子 别碍事 趁我现在心情还不错 滚圆点 阎王不再掩饰 看着林轩 眼神之中带着不耐 怎么 来自仙界之外 很有优越感 林轩淡淡道 从这两人出现的时候 他就知道 这两个人来自仙界之外 即使他们周身气息 隐藏得很好 但 林轩炼化了仙界本源 只要在仙界 无论是谁 在林轩眼底 都无所遁形 阎王眉头一皱 眼底闪过诧异 不可能 你怎么看得出来 他自认为 隐藏得很好 仙界这种偏僻的小世界中 怎么会有人看透 林轩挑了挑眉 语气平淡 诺 别怪我没给你机会 立刻跪下 向我娘子磕头道歉 或许我还能考虑 留你一条全诗 第五十九章 不是喜欢以多欺赏吗 来啊 欺负我 一瞬间 整片天空乌云盖顶 狂风大作 阎王额头青筋暴动 一股极强的气势 从他身上传出 小子 找死 阎王宁笑一声 伸手就向林轩抓去 又要取林轩性命 林轩随意伸出手指 一指对上阎王的掌心 一瞬间 乌云褪散 风轻云淡 怎么可能 阎王脸上带着震惊 他这一掌 足以泯灭一个 先帝巅峰的强者 可是 林轩风轻云淡的 接下来了 阎妃也站了过来 看着林轩 眼神之中带着警惕 想不到这种地方 还有你这样的强者 强大的气势 惊动了不少强者 周围不少先圣 先王级别的强者 都赶了过来 其中还有摩帝和荒天帝 他们离得近 第一时间就到了 众人一来 便看到了眼前阵目 他们先界的最强者 林轩 正在和一高一矮 两个男子对峙 其中两个男子 脸上带着震惊 这人是谁啊 连灵宗主都敢惹 没见过 不过 看刚刚的动静不弱 说不定是什么 隐士不出的强者吧 众人议论纷纷 在先界 竟然有人 敢在林轩头上动吐 这让众人大为吃惊 摩帝和荒天帝 眼见毕竟 不同于其他人 他们从这两人身上 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 和死亡的危险感 而能够让他们 感到这种感觉 只能有一种可能 他们修为在先帝之上 摩帝和荒天帝 皱着眉头说道 众人惊呼 先帝之上 怎么可能 我先界什么时候 出现了这样的人物 我怎么不知道 荒天帝皱眉 不是先界的 在先界 不可能突兀地冒出 这种等级的强者 这样 众人了然 可是又不免为林轩担心 先帝之上境界的强者 林宗主能够应付吗 恐怕难 若真是先界之外的 混沌来客 恐怕 这次林宗主有危险了 开玩笑 两个先帝之上的强者 虽然众人 不知道是什么境界 但是不影响他们 畏惧这种境界的强者 摩帝和荒天帝 心中也都担心 这已经不是他们 能够插手的战斗了 不过他们也知道 林轩境界 也突破了混沌境 但是毕竟 是刚突破 对面又是两人 所以 他们也觉得 林轩现在的情况 不容乐观 而正面面对林轩 阎王经过短暂的吃惊 就镇定了下来 小子 没想到你 全是混沌境 不过 混沌境又如何 我们两个混沌境强者 就算不能杀你 但是抓走沈幼楚 毁了仙剑 一如反掌 他们两个混沌境 怕什么 两人说话 声音没有避讳 赶来的众人也都听到了 怎么办 他们要毁了仙剑 若是这样 今日 仙剑威夷 唉 有人叹息 这样的强者说要毁灭仙剑 不是一句空话 而是他真的有实力做到 荒天帝和魔帝对视一眼 心底也蒙上一层阴霾 这样的强者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仙剑 混沌之中 仙剑这样的世界 不应该是毫不起眼吗 亿万年来 从来都没有过混沌来客 结果今天一下来了两个 还扬言要毁了仙剑 一种名叫惶恐的情绪 在众人中蔓延 林轩看着阎王和阎妃 脸上带着一丝古怪 这两人已多欺手 还气出优越感了 谁说我只有一个人 林轩反问 阎王鸡翘道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 沈幼楚受了那般重的伤 就算境界不跌落 也不可能还有混沌战力 他神情得意 他以为林轩说的是沈幼楚 可是突然 他张着的嘴巴 忘记关了 林轩变成了两个 怎么可能 阎王和阎妃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震惊 但是 玄疾就冷静下来 你以为凭借这种幻术 就能够骗得了我吗 这林轩 未免也太小瞧他们了吧 但是很快 阎王和阎妃 笑不出来了 因为一左一右 两个林轩向他们出手 交手瞬间 他们心中矩阵 这是真的 不是障眼法 两个林轩居然都拥有 混沌境界的实力 一时间 双方的战力拉平 荒天帝看着场上 怂了口气 是数字密 我把这茬给忘了 他们都能够得到道宗秘书 林轩作为宗主 不可能没有 九密有多么恐怖 他们可是见识过的 那些不清楚的围观者 向身边知道的人询问 结果听了周围 知道九密的人解释 都纷纷瞪大了眼睛 想不到 世间还有这般强大的秘书 九密当真恐怖 阎王和阎妃 两个人脸上又惊又木 对视一眼 两人都看出来 对方眼中的震撼 这样的分身之法 就算在那至高世界中 恐怕也是不传之密 想不到在这种 穷乡僻壤的地方 被他们碰到了 一瞬间 两人有了主意 阎王宁笑一声 你不是要护着沈幼楚吗 不过 你在仙界地位很高吧 我今天就看看 你到底是要沈幼楚 还是要仙界 说着 他和阎妃对视一眼 对着围观众人 悍然出手 既然要救沈幼楚 他们就毁了仙界 谁说我只能有两个 林轩平淡的声音响起 阎王和阎妃面前 闪过树道人影 是林轩 总共九个 一瞬间 阎王和阎妃心中矩阵 随之而来 就是无比的畏惧 如果说分身为二 他们还能接受 可是现在分身为九 是什么鬼 林轩淡默地看着两人 怎么 只许你们以多欺少 不允许我这么做 这话一出 围观众人 纷纷笑出了声 本来因为阎王和阎妃 攻向他们时 心底产生的恐惧 也消失得一干二净 就是啊 还什么混沌强者 你们刚才准备 以多欺少的时候 怎么不说这个 现在看我们林宗主 实力惊人 就害怕了 我还以为 混沌强者 是什么厉害的角色 不过如此 在林宗主面前 就犹如跳梁小丑罢了 活该 叫这两个人喜欢装 你们看他们脸色铁青的样子 怎么不接着装了 怕了呗 什么混沌强者啊 只不过是喜欢 以多欺少的懦夫罢了 众人 你一言 我一语 说得阎王 阎妃两人 脸色铁青 看着周围的九个林宣 脸色难看 对视野 他们纷纷看出 对方的想法 逃 今日事不可为 若是不逃 恐怕命都要留在这里 第六十章 沈幼楚的来历 被追杀的英国 做了决定 阎妃和阎妃也不犹豫 展开血盾 这种情况 已经超出他们的预计 性命都要保不住了 也就顾不得那么多 燃烧精血后 两人周身爆发红光 瞬间化为两道红线 想要向混沌中逃窜 面对林轩其中一个 分身阻拦的时候 阎妄言非 面色猙獰 又要拼死突破林轩的封锁 谁知 林轩闪身 让两人逃出封锁 让两人面色一惊 不过 他们也来不及猜测 林轩的想法 镜子冲向混沌 然而 林轩这一举动 却让围观的众人 忆论纷纷 林轩 要是放走了那两人 恐怕后患无穷啊 有人高声道 混沌中的强者 肯定是来自 混沌中其他的大事件 而如果放跑了这两人 或许以后 仙界要面对的 就是另一个 无比强大的大事件了 林轩却没有动静 只是看着他们逃跑的身影 好像毫不在意 底下人急了 林轩 万万不能放虎归杀啊 对啊 林轩 若是他们回去了 我们仙界就危险了 众人都开始劝林轩 再等下去 那两人就真的跑了 这时 一道声音传出 让众人闭了嘴 难道林宗主不知道 放虎归山的危害 你们这些人太肤浅了 有没有想过 若是直接在仙界动手 会对仙界 造成多大的危害 若是逼急了那两人 他们要是自爆 仙界又当如何 说话的是魔帝 他的一席话 犹如当头棒喝 将众人打醒 众人后知后觉地感到害怕 对啊 如果林宗主就在仙界 和那两个混沌强者战斗 对于仙界 还有他们来说 绝对是不可承受的 而他们在那种 强者的自爆中 恐怕请客间 就要化为尘埃 仙界在那种 强者的自爆中 也会四分五裂 能够活下来的人 恐怕实不存一 想通后 众人才纷纷长叹一口气 还是林宗主考虑的周到 我们太过愚钝 都没有想到这点 林宗主不愧是林宗主 就是比我等周全 要是我的话 可能就直接和那两个 混沌强者开打了 是啊 只是那样 我们仙界 仙界恐怕就遭殃了 有人在旁边感慨 这个时候 众人居然在心底庆幸 还好自己不是仙界的最强者 要是他们 是仙界的最强者 仙界就会在今天走向终结 他们同时 也在心底庆幸 仙界最强者是林宗主 只有林宗主这样的男人 执掌仙界 他们才能安心 林轩不知道 这些人在想什么 只是静静地看着虚空 直到那阎王和阎妃两人 顿出仙界 顿入混沌 这时 林轩眼神一凝 身形消失在空中 而刚顿出仙界的阎王 和阎妃松了口气 直到他们顿入混沌 林轩都没有追过来 这意味他们安全了 毕竟 只要他们顿入混沌 那无边的混沌 想要找个人是非常困难的 而他们只要回去 就能够请求支援 到时候 别说沈幼楚 就连林轩也死定了 两人脸上露出凝笑 他们已经遇见林轩 被他们殿中的强者擒拿 跪地求饶的样子 你们在笑什么 一道淡漠的声音 突兀地从两人的耳畔响起 阎王阎妃心头顿时浑身锦铃大作 怎么可能 林轩明明没有追过来 不过 两人也顾不得那么多 闪身就要逃走 然而 林轩这时 却不会给他们机会 九道分身瞬间消失 再次出现时 将两人封锁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追了过来 阎王神色难看 混沌精的人 怎么可能速度那么快 林轩有些诧异地 看了一眼这两人 他本以为 九密只不过是在仙界比较强 不过 现在看来 就算是在混沌中的大事件 九密恐怕也是极为恐怖的秘书 甚至在整个混沌中 九密都是最顶级的秘书 你做不到 并不代表别人不行 林轩淡默地说着 这两人对他来说很重要 跟沈幼楚有关 不然 他才不会跟这两人废话 沈幼楚是什么身份 林轩接着到 他没有立即取两人性命 为的就是这个问题 谁知道他一说这个话 阎王忽然瞪大眼睛 你不知道沈幼楚的身份 也难怪阎王和阎妃吃惊 都跟人家生孩子了 还不知道人家身份 说出来 我可以放你们一马 林轩语气冷淡 让人看不出他的想法 阎王的脸色变换不停 最后看向林轩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沈幼楚 乃是紫霄神殿的神女 本来身份尊贵 在整个北域 无人不知 可是现在吗 哼哼 他不过是北域最大的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说着 阎王看了一眼林轩 却不见林轩脸上有任何表情 他师尊悟到出了差错 一日封魔 屠杀北域是个大迁事件 整个北域在那一日天昏地暗 无数人因为被他师尊杀死 而紫霄神殿 也从那一日开始 成为整个北域 人人喊打的势力 阎王说着 却是故意隐藏了 其中的一些关键信息 紫霄神殿很强 林轩挑眉 阎王脸上带着争鸣 北域最强的三大势力之一 你说强不强 若不是那日 我外出执行任务 我早就是那亿万亡魂中的一个 说着 阎王神情激动 似乎触动了 某些他最为痛苦的回忆 林轩不为所动 又不是沈幼楚杀的人 凭什么他来承担这份因果 林轩神情平淡地说道 阎王说的里面 有很多信息 都没有说清楚 沈幼楚的师尊 如果林轩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紫霄神殿的最强者 这样的人物 如果再 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弟子被追杀 所以 沈幼楚师尊 肯定出了问题 而这些人 为什么要去灭了紫霄神殿 泄愤吗 这个可能不大 紫霄神殿 作为三大势力之一 他的实力 肯定是极强 在这种情况下 除了那十大世界的人 谁会去找紫霄神殿 而十大世界的人 都被沈幼楚师尊杀了 就算有不在世界内的幸存者 那也是极少数 而天下人 熙熙攘攘 魏力而来 所以 这些著波推蓝的 将紫霄神殿覆灭的势力 绝对是能够获得好处 而一直咬着沈幼楚不放 恐怕也是因为 沈幼楚身上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至少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 不然谁没事咬着一个人不放 想通了这些 林轩眼神异冷 说吧 沈幼楚身上 有什么 让你们垂涎的东西 第六十一章 你也配和我合作 难道因为那十大世界的亡魂 还不够吗 阎王神色猙獰地说着 他情绪很激动 林轩只是摇了摇头 神情淡漠 他杀了何人 阎王没有说话 脸上殷勤不定 你说过 只要我告诉你 你就放了我们 林轩看着两人 语气平淡 我是说过这句话 但是那是之前的我 关现在的我什么事 这下 傻子也知道被骗了 阎王神情难看 你耍我 耍你 你可敢说出 你们找沈幼楚真正的原因 什么报仇 什么十大世界负面 与他何干 为了什么 你们心里清楚 林轩语气冷淡 带着一丝灵力 说到这 阎王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不自然 他没有说出来 沈幼楚乃是紫霄神殿的神女 如果殿主不在 紫霄神殿的宝库 就只有神女知道位置和开启方法 所以他和他背后的势力 只是为了紫霄神殿的宝库 哼 要杀便杀 说那么多作甚 我们死了 马上就会有人来调查 沈幼楚 包括你 躲不了多久的 阎王似乎认命了 不过接下来 他又话锋一转 沈幼楚失忆了吧 林轩神色一动 旋即又收敛表情 阎王能够猜出来 并不奇怪 见林轩不说话 阎王接着道 我就说 心高气傲的紫霄神殿的神女 怎么会在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 嫁人生女 虽然现在沈幼楚看起来 对你百依百顺 但是 你想过他 恢复记忆之后吗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紫霄神殿的神女 会爱上你吧 或者说 他会因为和你生了一个女儿 就被束缚 他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 甚至你女儿 这些都是他生命中的污点 阎王的声音中 带着蛊惑之意 见林轩默不作声 阎王接着说道 不如和我们联手 只要拿下沈幼楚 他手上掌握的紫霄神殿宝库 就是我们的 凭借这个宝库的资源 以你的天赋 称霸整个北域 指日可待 到时候 要什么样的女人 还不是唾手可得 阎王以为林轩一动 便再次抛出一个重磅条件 他相信 林轩不会拒绝这个诱人的条件 但 下一瞬 一把剑穿过阎王的胸膛 剑上混杂着几种法则 疯狂地撕扯着 他的生命本源 阎王瞪大了眼睛 脸上写着 不可思议 为什么 难道你以为紫霄神女 真的会爱上你 林轩神色淡漠 难道你以为 你有资格跟我合作 玄疾 林轩也不等阎王说什么 直接用法则之力 将其撕碎 然后 林轩将剑指向阎妃 阎妃看到阎王被林轩杀了 眼神之中 流露出惊恐之色 阎王的实力比他强 都那么轻易地 被林轩给杀了 那么他面对林轩 恐怕也难逃一死 别杀我 我愿意投靠你 紫霄神殿的宝库 全凭你一人独享 阎妃直接就投降了 林轩冷冷地看了一眼 瞬间一见出 阎妃瞪大眼 看着插入胸膛的剑 脸上带着惊恶 阎王是你哥哥吧 我杀了他 我敢用你 林轩语气平淡 像是在诉说着家常 阎妃很想告诉林轩 他没那么有骨气 但是 没有机会了 还有 谁跟你说 我会去抢紫霄神殿的宝库了 听到这一句 阎妃 眼睛瞪大 满脸诧异 生命的尽头 他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林轩不要紫霄神殿宝库 沈幼楚失忆了 就在他身边 对他来说 轻而易举 可惜 他永远也想不明白了 看着混沌中 随着混沌乱流 消散的严妃 林轩伸出手 两枚储物戒 出现在手中 心底默默补充一句 就算要 也要他心甘情愿给的 回到仙界后 林瑶和沈幼楚 担心地来到了林轩身边 看着沈幼楚 眸子的担忧 林轩洒然一笑 怎么 还担心 你夫君跑了不长 林轩第一次 在沈幼楚面前 以夫君自称 让沈幼楚 脸蛋乎的一下 就变得飞红 他柔柔的嗓音 带着一丝娇称 不许你这么说 这下 林轩也来了兴趣 说什么 沈幼楚纳纳地看着林轩 脸蛋红红的 但是他还是鼓足勇气 柔柔地说道 不许你跑 那娇称可爱的模样 让林轩情不自禁地 捏了一下沈幼楚的脸 软软的 就像他的声音一样 捏完 林轩语气悠悠道 只要你不跑就好了 沈幼楚有些诧异地抬头 看了林轩一眼 他有些疑惑 林轩为什么会这么想 他才不想离开呢 我才不会 沈幼楚柔柔的声音 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林瑶一只手拉着沈幼楚 一只手拉着林轩 对啊 我们一家人 就要永永远远在一起 解决完阎望和阎飞后 林轩回到道宗 便整理收获 阎望和阎飞的储物界中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除了两枚上面 写着五字的令牌 就只有阎望储物界中的一把剑 其上伶俐的气势 远比极品仙气要强 只是一眼 林轩便看出来 这剑恐怕品接在仙气之上 不过 仙气之上 林轩也不了解 或许在那篇更远的混沌中 会有答案 林轩对此 却不是很在意 他对更远的混沌 或许好奇 却没什么兴趣 只是沈幼楚的身份 始终是个问题 而且 沈幼楚在失忆前 林轩和他见面就打了一架 说起来 关系不算多好 甚至有点差 若是沈幼楚恢复记忆 想到这些 林轩不禁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若是什么也没发生到好 可是 造化弄人 这夜 沈幼楚抱着林瑶 正讲着故事 忽然想到了什么 神情有些犹豫到 瑶瑶 那个灵芝 你还留着吗 林瑶眨了下眼 点了点头 娘亲要喜欢 就拿去吧 说着 林瑶将灵芝 放在沈幼楚床头的柜子上 看了灵芝一眼 沈幼楚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犹豫 第六十二章道宗 宗主日常 混沌深处 一座灰红的宫殿 悬浮在其中 主殿中 一个衣着青山的中年 正在夺步 殿着 阎望阎飞地命魂灭了 一个人端着盘子 其中有两枚碎了的木牌 木牌碎 命魂灭 人生死盗消 听到这 那个中年停住了脚步 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深邃 玄机缓过神 摆了摆手道 知道了 派一队暗卫去查 那人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诧异 玄机领命退下 中年看着空荡的宫殿 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狠力 孟宇 你藏得好深啊 道成 道宗 林轩感受着 不断从悟道碑中 传来的感悟 心中感慨 看来大家修行都很努力啊 想着 林轩就来到了 道宗的演舞场 那里有很多 新招售的弟子 所有人都在努力修行 或打坐 或坐而论道 或在擂台上切磋 一片欣欣向荣之景 见林轩路过 那些新弟子 更努力了 士气高涨 希望能够在宗主面前 留下个好印象 演舞场上 子轩正心不在焉地 坐在台阶上 来了道宗 可是根本就没见到过 林轩几次 呼的一道声音传来 是清轩 师尊 你看 谁来了 被这么一提醒 子轩自然地看到了林轩 此时的林轩 刚到演舞场 和路过的弟子打招呼 有弟子修炼上 有什么问题 林轩也耐心指点 完全没有先界 最强者的架子 让众多弟子眼底 对林轩产生一股 浓浓的崇拜之色 等到林轩走过 底下就会有人 小声说着 宗主真好 真温柔 对我们完全没有架子 刚刚我问他问题 他都耐心地解答了 对啊 宗主对我们好关心啊 刚刚他还拍了拍 我的肩膀 让我好好修炼 既然宗主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一定不能辜负 他的厚望 我们一定要努力修炼 早日成为 独当一面的强者 面对林轩的关怀 所有人心中 对林轩的崇敬 都被完全地激发 宗主都对我们这么好了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不努力修炼呢 这些弟子 小声交谈的声音 自然是逃不过林轩的耳朵 听着这些话 林轩心底欣慰地笑了 他很欣赏这些弟子 明明他只是 没事出来转转 却能被解读成 一个好宗主 而且 他们还要更加 努力地修炼 林轩都感动了 多好的弟子啊 努力修炼 让他收割感悟 帮助他变强 想着 林轩的嘴角 都情不自禁地翘起 变成温和的弧度 这在众多弟子的眼中 就变成了 宗主随和没有架子 特别是那些女弟子 看着林轩 眼神中的爱慕之意 根本掩饰不住 什么嘛 这些女人 平时也没见他们 看谁这个样子 一见到宗主 都走不动路了 清轩说着 子轩却没有回应 偏头望去 他师父也在看着林轩 清轩有些无奈 师父 咱们能不能还没说完 就被子轩打断 他在对我笑 清轩无奈 明明对谁都在笑 不过 清轩没有说出来 因为林轩已经走到跟前 修炼上有什么问题没 此时的林轩 在众人眼中 如沐春风 除了清轩 他不能接受一个 把他师父心抢走的男人 师父明明应该是他的 子轩摇了摇头 脸色羞红 他没有问题 他唯一的问题就是 不能够天天见到林轩 接着 林轩在安抚了 众多道宗弟子之后 就离开了 众多道宗弟子 目睹着林轩离去 心底都暗暗决定 今后的修炼时间 都加一成 不 加三成 直到林轩走远了 子轩眼里还闪着光 清轩有些恨铁不成钢的 跺了跺脚 腮帮子也鼓了起来 他为他师父感到不值 回去的路上 林轩遇到了沈幼楚 他似乎是在专门等他 来到沈幼楚跟前 林轩自然的 跟他并肩而行 能说说我的以前吗 沈幼楚的声音柔柔的 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林轩有些诧异 沈幼楚怎么忽然 对他的过往产生兴趣 关键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忽然问这个 林轩开口 他心底有一丝不好的预感 失忆的人想知道从前 这很可能是要恢复 记忆的征兆 沈幼楚没有说话 默默地往前走了 好长一段路 他忽然鼓足勇气 往前走了几步 来到林轩身前 眼眶柔柔地看着林轩 林轩 我们是不是不是夫妻啊 你骗我的对不对 语气软软的 没有威慑力 看得林轩心底有些慌 要是告诉他真相 他一定会很难过的 林轩忽然握住沈幼楚的小手 软软的 认真的看着沈幼楚的眼睛 我不知道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可是我们就是夫妻 瑶瑶就是证明 如果不是夫妻 为什么会有瑶瑶呢 林轩的声音很温和 在一定程度上 安慰了沈幼楚 只副轻轻擦拭沈幼楚的眼角 将那低晶莹的泪光擦去 林轩温声说道 答应我 别乱想 沈幼楚抽气了一下 红卓眼乖巧的点了点头 声音软软的说道 可是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 夫妻之间的那些事 听着这句话 林轩沉默了三秒 缓缓问道 谁说道 看着林轩的眼神 沈幼楚莫名的感受到一丝害怕 低着头 小声说道 之前 柳如霜送来的书上写的 他以为林轩生他气了 声音都变小了 林轩握住他的手 柔声说道 没事的 带我去看他那书 好吗 沈幼楚抬头看着林轩 确认了他 真的没生气才点头 嗯 好 于是 林轩跟着沈幼楚 来到了他的阁楼 在书架上 林轩看到了沈幼楚说的那些书 夫妻密室 夫妻保持恩爱的方法 如何让相公宠爱你 相公不爱你的二十八大特征 随意翻开一本 林轩脸黑了下来 打开第一页就是 老汉 观音 还有佩图 其他的也不用看了 林轩默默地和上书 对沈幼楚说道 没事的 乖 这些书不是什么好书 以后咱们不看了 说完 林轩将书架连着书都收走 然后起身离去 他要送柳如霜一本 如何获得师尊的宠爱 第六十三章不是吧 斗字密都不知道 阿铁 柳如霜打了个喷嚏 揉了揉鼻子 最近他一直在努力修炼 想到林轩上次说 五十年不突破 先帝就送他去挖矿 他还是有点慌 他不是怕挖矿 只是到时候被人看到 人家问 你身为道宗宗主 清传弟子 为什么要来挖矿 他总不能告诉人家 因为他修炼不努力吧 那样实在是太丢面了 不过 柳如霜想到 前两天 他给师母送去的那些书 都是他经中 选经的精品 都是凡人女子的闺房 必读佳作 想来 要是师父知道了 他在背后默默做出的努力 一定会感动的吧 想着 柳如霜忽然感到一股清风拂面 然后他就看到了他师尊 师父 你找我有事吗 柳如霜问道 林轩不可能没缘故地来到他面前 林轩面无表情地拿出一本书 柳如霜一睹那书上的名字 如何让相公宠爱你 心中了然 嘴角勾起一个弧度 师尊 你也不用太感谢我 都是我应该做的 柳如霜的脸上 写着骄傲 林轩一愣 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发作了 还能有更不要脸的吗 柳如霜从哪里看出来 他要感谢他的 师尊 真的 都是我应该做的 要不奖赏就免了 您别让我去挖矿就好了 柳如霜适时地提出了这个要求 他送书 就是等有那么一天 他师尊过上了幸福生活 然后发现是他的徒儿柳如霜 一手促成 只是 柳如霜没想到那么快 他还没送出去几天 不过 该来的总会来 就让师尊的夸赞和感动 如暴风雨一般 猛烈地向他袭来吧 可是 等了一会 林轩还是没有夸奖柳如霜 柳如霜有些纳闷 于是他又开口 师父 真的不用奖赏了 傲娇硬 师父 快夸奖我吧 不要担心 我承受得住 可惜 林轩依旧没有反应 因为他真的很想奖赏柳如霜 沉默了一会 林轩道 不好吧 我这个人 都是论功欣赏 你做了这么一件好事 不奖赏 你说不过去 柳如霜满脸笑意 唉 师父 咱们之间客气什么 徒儿帮你分忧 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当然 如果您真的过意不去 就随便给点什么极品仙丹 极品仙气 一死一下就好了 说完 柳如霜嘴角都要裂到耳朵 好 那就奖励 你去挖矿一百年 不突破先帝不准回来 林轩淡淡地说出奖励 师父你客气了 什么 柳如霜还以为是他听错了 挖矿百年 不突破 不准回来 嗯 看来 你很满意 既然如此你 立马收拾收拾去矿上吧 没有突破 不准回来 这是师父对你的考验 和奖励 林轩拍了拍柳如霜的肩膀 脸上写着鼓励 师父都是为了你好 柳如霜猛了 师父 这剧本是不是不对 你不是应该大为感动 然后奖励我 十件八件极品仙气什么的吗 柳如霜很想从林轩口中听到 师父是跟你开玩笑的 可惜并没有 最后 柳如霜只能收拾好 乖乖去矿上挖矿 因为林轩不像 是在和他开玩笑 一个月后 仙界外的混沌中 有一对轻衣人 同龄 阎望和阎飞 应该就是死在这片混沌 追魂追踪到 阎望和阎飞 最后的气息 就是在这里消失的 那人手中 一个白色的小雕 正在滋滋地叫着 为首那人看着混沌 目光往那片 亮着荧光的世界 屏障望去 其余人也看了过去 杀了阎望和阎飞的那两人 应该就在这个大世界中 而沈幼楚 很可能就在其中 他身上 可能还有他师尊 给他的后手 杀了阎望和阎飞 倒也不奇怪 统领 那我们 直接去其中找便是 沈幼楚被殿主打伤 伤势没那么容易痊愈 而且 他师尊留给他的后手 为首那人没有说完 但是任谁都知道 沈幼楚就算有后手 又能有多少呢 之前的逃亡过程中 恐怕已经用得所剩无几 现在又杀了阎望阎飞二人 恐怕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于是 几人隐去气息 进入仙界探查 然而当五人进入仙界之后 他们发现了很奇怪的现象 这个名叫仙界的大世界 好像很祥和 感觉大家都很奇怪 走在路上 经常会听见 有人在说什么 道宗最近又如何如何 道宗临宗主 最近又做了什么 而且都是好评 所以 这个临宗主是何人 这让五人很是好奇 他们是来调查阎望 和阎飞的死因的 这个临宗主 既然在仙界知名度这么高 他肯定知道些什么 所以 他们准备去那个所谓的道成 看个究竟 当他们来到道成的时候 看到不过是一个 悬浮在空中的城池 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直到他们看到了一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叫林瑶 在道成的第一天 他们看到 那个名叫林瑶的女孩 一分为三 化为三个小女孩 在道成的街道上去买东西 然后买好东西后 又化为一个人 这让五人直接被震撼到 他们都不是弱者 自然看得出林瑶 那个是真正的分身之术 甚至 他们都看不出来 哪个是本身 哪个是分身 然而 这还不是结束 因为看到一个小女孩 都这般神秘 他们决定再观察一天 看看这道成 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 然后 第二天 他们又见到了 那个名叫林瑶的小女孩 只不过 那个小女孩 在和人切磋 开始时 五人还在想 小女孩虽然天赋惊人 但是 年纪上小 切磋有什么好看的 可是 接下来 他们又被震撼到了 对面 无论使出怎么样的法术 小女孩都能够原样地使出来 甚至比原本那人使用得更强 一个小女孩 怎么可能修行那么多法术 然后 当他们好奇地问围观的路人时 路人一脸看香巴佬的眼神 看着他们 斗子蜜啊 这你都不知道 五人起起猛逼 斗子蜜 那是什么 第六十四张风吹起 雨落下 姚姐说话 你别怕 能够演化一切攻杀之道 模拟任何攻击的秘术 路人理所当然的表情 让五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于是又问道 你刚刚说的是 模拟任何攻击 路人 对啊 怎么 五人 没怎么 但是 你不觉得 你的语气太过平常了吗 演化任何攻击的秘术 那是何等的存在 他们根本无法想象 当然 现在他们还是无法相信这个 仙界的人 看起来还是太弱了 说不定这种秘术 有什么严苛的限制 几个人自我安慰 不然他们接受不了 他们来到这个混沌中的偏僻小事件 结果居然看到有不止一种秘术 能够碾压他们混沌北域的所有秘术 他们不能理解 到底哪里才是偏僻的地方 这不科学 那可是道宗秘术 你们在想什么 我们整个仙界的圣地 见五人脸上疑惑不解 路人好心地开口解释 道宗 原来这个 就是道宗秘术 如果道宗有这种神奇的秘术 那么他们宗主当时何等存在 五人心底临轩的形象 已经被无限拔高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 隐世不出的混沌大能 他隐居在这个偏僻的世界 被侮辱的阎王和阎妃打扰 然后顺手宰了他们 几元心中矩阵 他们觉得 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在仙界这个偏僻的世界中 隐藏了一个修为精士 掌握无敌秘法的隐世大能 他们慌了 如果仙界中有这样的大能 在他们进入仙界的时候 那位大能 恐怕就已经发现了他们 说不定 大能此时正在某个地方 静静地观察着他们 死 五人同时道西 一口冷气 怎么办 首领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们要不去别的地方调查吧 我感觉仙界没有嫌疑 他们这队人 代号五 从首领到队员 分别代号为五一到五五 说话的正是五三 五一心里有些无语 什么没有嫌疑 五三明明就是害怕了 在这睁眼说瞎话 不过他倒也不是说五三不对 因为他也害怕着呢 谁不怕 在一个顶级大佬的眼皮底下作死 他们还没感觉自己命长 不过 五一还是比五三要好 他沉吟了一下 开口道 这个小女孩不是道宗的吗 我们不妨接触一下 或许能够知道更多关于这个大佬的信息 几人犹豫了一下 也都同意了 只要不直接去硬钢大佬 都好说 于是 在灵瑶和人切磋完后 就看到五个奇怪的怪叔叔凑了上来 小妹妹 你好呀 五人脸上带着招牌假笑 灵瑶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神色有些警惕 你们想干嘛 五人一愣 他们那么像坏人吗 互相看了看 他们默然发现 他们统一穿着青衣 凑在一起 显得有些奇怪 在道成 甚至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甚至路人都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们 这么一想 好像他们确实不像好人 小妹妹 别误会 我们不是坏人 五一摆着手解释 但是说完 他就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灵瑶脸上带着一丝古怪之色 爸爸说 坏人不会说自己是坏人 声音不大 但是 五人猛了 他们愣住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了 灵瑶说的 真TM有道理 他们无法反驳 气氛僵住了 五人作为暗杀小队 又不需要辩论 跟人讲道理 往常都是不说废话 直接出手 招招致命 现在直接被一个小女孩 说得哑口无言 气氛僵持了一会 灵瑶打亮了他们一眼 才缓缓地说道 好吧 我相信你们了 坏人要长成你们这样 那得多失败啊 五一心底一阵抽搐 长他们这样怎么了 怎么还歧视呢 不过 还好 被相信就行了 小妹妹 你是道宗的 能够和我们说说 道宗是什么样的吗 道一开口问道 作为一个刺客 他不懂得什么迂回 上下打亮了一下五人 灵瑶神情有些犹豫 你们 不会是来拜师的吧 这个眼神 让五人浑身难受 就像是他们五个博士生 倒想要去小学去上课 却被一个小学老师 瞧不上那种感觉 最后在灵瑶的眼神下 五一实在是没办法 硬着头皮说道 是 就是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机会 最重要的 还是要从灵瑶口中 套取关于道宗的情报 其他的都无所谓了 哪怕被一个小姑娘 瞧不起 几人心中安慰自己 灵瑶露出一个了然的神情 他就知道 那我考考你们 何为道 考考 五人猛逼 他们五个 可是混沌进的强者 道一更是混沌巅峰 居然被一个小女孩说 要考考他们 几人相识一眼 算了 为了任务 忍了 再说 被地理 可能有个不知道修为的大能 正在悄悄观察 他们要稳住 道就是混沌最本源的规则 我们修炼 就是不断领悟 这个规则的过程 道一沉吟了一会答道 他说的很重课 就是不知道这个小姑娘 听不听得懂 错 灵瑶干脆地开口 五人齐齐皱眉 什么时候 他们被一个小姑娘 这样教训过 好 那你说什么事的 五五直接开口 语气中 明显带着不服气 居然被一个小女孩瞧不起 还是在这种偏僻的地方 要不是担心 暗地里可能在观察 他们的大牢 他们都想出手了 灵瑶手往后一背 眼神变得深邃 学着大人的模样 夺步上前 你们可听好了 同样的话 我可不会说第二遍 五人神色带着一丝不屑 要是仙界背后的大能 这么说 他们认 但是面前 这个小女孩 算了吧 为了任务 他们忍了 灵瑶开口了 清脆的声音响起 当第一句话出口 几人神色一宁 道可道 非常道 一股悬之又悬的感觉在 几人心间产生 让几人心头俱阵 一个小女孩 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直言 然而 灵瑶不给他们震惊的时间 接着说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无明 天地之始 有明 万物之母 故常无语 以观其妙 常有欲 以观其角 此两者 同出而易明 同位之玄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五人神情从开始的震惊 到后来的巨阵 再到眉头紧锁 沉浸其中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这一番言论 对他们有多么宝贵 简直就是道言 往日修为上很多东西 让他们豁然开朗 第六十五章 五个好大 怎么样 说完 灵瑶转过身 看向五人 结果 五人眼神呆滞 嘴上都在喃喃地念着 道可道什么的 灵瑶笑了 这几人刚才那副表情 明明就是不相信 现在还不是被他震住 两久 五人中的五一 长于一口气 眼神之中 浓浓的震撼无法掩饰 这段话 真的是敬畏天人 至此 五一忽然深深地 向灵瑶锯了个躬 语气真诚 受教了 接着 其他五人也都弯下腰 他们心服口服 灵瑶的这一番话 对于道的解释 直指大道本源 让他们受益匪浅 灵瑶没想到 他们反应会那么大 连忙摆手道 其实还好了 还有很多 我都没说出来 什么 五人心底俱正 还有 这样的道言治理 居然还有 恳请您再多说两句 我等感激不尽 几人的腰又弯下去 灵瑶摆了摆手 没事的 你们想听 我就告诉你们吧 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是爸爸没事的时候 炼字写的 灵瑶觉得有趣 念着念着 也就记了下来 对着几人憧憬的眼神 灵瑶清了清嗓子 开口道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 除狗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除狗 这一句一出 五人心头再次俱正 这句话一出 就将混沌法则 说得清清楚楚 虽然他们不知道 圣人是谁 总之就是很厉害的人物 联想到他们的经历 可不是就是这样吗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灵瑶接着说着 此言一出 五一脑海中 仿佛有个什么诈了 他陷入了一种 玄之又玄 妙之又妙的境界 道法自然 他的脑海中 只剩下那句 道法自然 大道之简 大道之言啊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负一二报羊 重启以为何 随着灵瑶说着 既然只感觉震聋发聩 眼神之中 全然没有开始的轻视 只剩下浓浓的震撼 和无尽的崇敬 这是怎么样的境界的大能 才能够说出这样的大道之言 至少他们的店主说不出来 由此推荐 这个大能 比他们店主还要厉害 可是他们店主 已经是整个北域最强者之一 站在北域巅峰的男人 若是说出这种话的大能 比他们店主还要厉害 又会是怎么样的境界 许久 他们才从浓浓的震撼中 缓过神 五一眼神之中 带着无尽的敬意 和浓浓的震撼开口道 这样的话 应该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 五一他们五人 看向林瑶 要是林瑶自己想出来的 他们立马找块豆腐撞死 林瑶摇了摇头 达尔啊 这些话 他都不怎么懂 怎么可能是他说出来的 几人心里松了一口气 只要不是眼前 这个小女孩想出来的 他们就还可以接受 那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这些大道之言 是出自谁的手笔 这些话 完全是直指本源 这样的人 不可能是无名之辈 五一脸上 带着浓浓的崇敬 林瑶看了他们一眼 随意说道 爸爸说的呀 爸爸会的可多 什么都会 在林瑶心中 他爸爸天下第一厉害 爸爸 几人嘴里 喃喃的念着这两个字 五一心中细想着 虽然他从来 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但是他光读这两个字 心底就产生了 无穷的敬畏之感 不愧是高人 就连名字也这么读书一致 其中 似乎蕴含无穷智力 不过林瑶却有些奇怪 这几个人 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样子 怎么嘴里 一直喃喃的说着 爸爸两个字 难不成他们自己没有爸爸 林瑶心底 冒出一种可能 真可怜 林瑶怜悯地看着五人 五人很明显 没有看出来 林瑶眼中的怜悯 五一沉饮了许久 才接着开口道 那个 不知道 爸爸前辈 是不是就在这道城 林瑶听着奇怪 但还是听懂了 他们说的是他爸爸 对啊 爸爸一直都在道城 平时没事的时候 爸爸也会出来转转 很随和的呢 林瑶眨了眨眼 不知道这几人 问这些做什么 听了这句话 几人心头一震 这位名叫爸爸的 隐士大能居然会在这种城池里面 随意地行走 还很随和 完全没有大能的架子 几人对视一眼 眼底满是震撼 大道至简 大道至简啊 想不到 高人已经到了这种境界 他们浅显了 以他们浅显的眼光 完全不能忘记高人向背 恐怖如斯啊 当真是恐怖如斯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 有幸见到高人呢 五一刚说出口 就察觉到他贪心了 爸爸高人那种存在 就算很随和 但又怎么能是他这种小角色 能够随便见的呢 林瑶没有回答他 直接往他们身后跑去 扑到一个年轻男子怀里 爸爸 林轩正陪着沈幼楚 出来散心 最近一段时间 沈幼楚不知怎么了 总感觉他心事重重 正想问林瑶玩得开心吗 忽然林瑶身后 传来五道整整齐齐的 粗狂嗓音 爸爸 顿时 空气安静了下来 林轩眉头皱着 看着面前五个轻衣大汗 他 怎么不记得 他什么时候 有这五个好大了 五一五人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内心惶恐不已 生怕眼前的高人 怪罪他们 表情很纠结 沈幼楚眼神 有些奇怪的 看向林轩 眼神之中 带着询问之意 似乎是在问林轩 他什么时候 有了这五个 这么大的儿子 林轩也有些无奈 这五个人 莫名其妙的在干什么 你们 林轩还没说完 林瑶有些 不开心的看着五人 皱着眉头道 这是我爸爸 你们乱叫什么 第六十六章 谁拿错的剧本 你爸爸 五一五人 眼神中带着疑惑 爸爸高人是你的 不过 乱叫什么意思 五一感觉 他好像弄错了什么 于是他带着 不确定的语气问道 那个 您不是叫爸爸吗 扑 沈幼楚没有忍住 扑哧一声 笑出了声 原来五个好大儿 弄错了呀 林瑶插着腰 有些无奈 爸爸就是爹爹的意思 此言一出 五人瞬间反应过来 瞬间 一股难以言明的气氛 在五人心中 晕开 紧接着 五个大男人的脸 瞬间红成了猴子屁股 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追着高人叫爸爸 五一脸通红 对着林轩解释 有些语无伦次 高 高人 我不知道 您 您大人 不 不计小人过 也不怪五一 作为一个混沌 竞强者难为情 实在是太丢脸了 在街上追着人家叫爸爸 这换谁 都会不好意思 林轩也被整五语了 好家伙 这五个 没事街上乱叫人爸爸 这谁顶得住 不过 看他们也不太聪明的样子 林轩白手道 没事 不知者无罪 反正他也没吃亏 白捡五个好袋 行了 你们快回去吧 我们要走了 林瑶白手 语气中有些不开心 这五个家伙 居然想要跟他抢爸爸 实在是可恶 等一下 爸 林宗主 五一叫住了 正要离去的林轩 林轩转头疑惑地 看向五一 那个 道宗还收不收弟子啊 最终 五一 还是说出了这句 此话一出 其身后的四人 心神俱正 五三传音 语气焦急道 首领 你这是干嘛 要是店主知道我们背叛 孔耀兽抽魂炼鼓之行 五二也传音道 对啊 首领 店主知道了 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这个时候 五五传音道 或许其他时候 店主能够把我们 抓回去受罚 可如果对方是林高人呢 这话一出 几人顿时沉默 对啊 能够写出那种 大道志炎的林高人 很明显 境界要比他们店主高 面对这样的林高人 他们店主能够出手吗 答案很显然 于是 几人在一瞬改变了主意 拜入道宗 也没什么不好的 那种大道志炎是怎么听都不够 要是能够日日 不 偶尔能够听高人一句指点 那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于是乎 他们齐齐开口 林宗主 请让我们拜入道宗吧 但林轩却脸色一变 声音变得冷漠 你们是来找这个的吧 一站令牌 被林轩扔出 五一接住 定睛一看 上面赫然写着一个五字 林轩表面上 云淡风轻 但心底却警惕起来 就在几人传音的时候 不小心暴露了一丝气息 这让林轩瞬间反应过来 这几人是来自那个神秘势力的 说不定就是来调查阎望 阎飞的死因 扔出令牌后 林轩将沈幼楚和灵瑶拉往他身后 提防着五人 五个混沌镜的修饰 而且为首的那个 完全不是阎望阎飞之流可以相比的 要是林轩一个人 完全不用害怕 可是他身后 还有沈幼楚和灵瑶 要是和这五人打斗起来 很可能不能照顾到 灵瑶和沈幼楚 就在一刹那之间 对面五人脸色瞬息万变 在林轩眼中 好像有种伪装被戳穿的恼羞成目 紧接着 林轩注意到 几人腿部紧绷 像是要突然抱起 不好 林轩心中大喝 就在林轩准备动用杭字秘 将灵瑶和沈幼楚送走的时候 对面五人 忽然整整齐齐地单膝跪下 林宗主 请收下我们吧 林轩 他没拿错剧本吧 你们 林轩还没搞清楚 他们在搞什么飞机 林瑶闪身来到林轩面前 你们休想抢走我爸爸 爸爸是我的 林轩 五一五人 沈幼楚偏头看向林轩 眼睛眨巴眨巴的 有些疑惑 难道这些人 是真的想做他夫君的好大 那他作为林轩的妻子 岂不是 想到这里 沈幼楚俏脸 不禁微微泛红 见林瑶反应 五一恍然明白了 连忙开口道 我们不是和你抢爸爸 林瑶神色有些狐疑 这几个人 明明刚刚一看到林轩 就喊爸爸 就像是蓄谋已久 怎么现在又不承认 五一神色有些尴尬 他知道 林瑶还防备着呢 只好又看向林轩 林宗主 您别误会 我们是真心 想要拜师道宗的 接着 五一把他为什么要拜师道宗的理由 着重说了一遍 关于林瑶跟他说的那些大道质言 还有他们 见识了九密的威力 听了五一所言 林轩明白了 他们被道德经 唬住了 看着五个混沌镜的高手 林轩陷入了沉思 他最近获得的感悟什么的 都有点不够看了 虽然数量众多 但是质量不高 让他凭借那些感悟突破 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而面前五人 混沌镜修为 其中一个 甚至是混沌巅峰 这样的强者 提供的感悟 恐怕一个 就能够顶得上整个仙剑 毕竟修为相差越大 感悟提升越小 就像林轩突破混沌镜之后 先王的感悟 已经对他没有什么作用了 而面对日渐放缓的修为 提升速度 林轩最近正在发愁 该怎么提升修为 没想到刚打瞌睡 就有人送枕头来了 不过 他现在在这五人的心里 肯定是一个修为 强大的隐士高人 不然 他们不会这么干脆的 败入门下 那种被自己崇尚的 品德所吸引的鬼话 林轩才不信 对方既然被 道德经 唬住 那么他就要好好利用这层 于是 看向了五人 语气有些低沉 你们这个天赋 林轩语气上 有些为难 他不能这么干脆的收下五人 这不符合他 隐士高人的身份 林瑶有些怜悯的 看向五人 有很多人都是天赋不好 你们也不用太伤心 五人 还不如不要安慰 不过 既然林高人没有直接拒绝 就说明有机会 五一接着到 林高人 只要能够让我们加入道宗 聆听您的教诲 让我们做什么都行 五一语气坚定 说的林瑶都有些动容 虽然这五个大叔 看起来傻傻的 而且 天赋还不好 可是他们看起来 是真的很想加入道宗 林瑶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不忍 开口道 爸爸 收下他们吧 虽然他们天赋差 但是你不也说过 情能捕捉吗 只要他们够努力就好了 五人瞬间抬头 看向林瑶的眼神之中 充满感激 好人啊 第67章 工具人家五 林轩本来正在犹豫 该怎么收下这五个 听到林瑶说话 暗暗地给女儿 点了个赞 好助攻 轻咳了一声 林轩有些勉强地说道 既然你们这么 想要加入道宗 说了一半 林轩顿了顿 五人神情紧张 那就让我看到 你们努力的态度吧 顿时 五人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他们败入了高人门下 至于他们的店主 此时已经被他们 完全抛在脑后了 在大盗面前 其他都可以抛弃 看着五人脸上露出的笑容 林轩有些欣慰地笑了 不容易啊 工具人家五 于是 林轩带着五个新的工具人 来到了道宗 首先 就是带着几人去悟道碑呢 要想同步获得他们的感悟 就要让悟道碑 在他们身上打上印记 五人好奇地看着悟道碑 在上面 他们感受到 一股磅礴的气势 那种似乎来自荒谷的气息 让他们心中不惊一惊 五一看着悟道碑 向林轩问道 宗主 这是什么 悟道碑 相当于我道宗的藏经阁 能得到什么样的功法秘数 就看你们自己了 有斗字秘吗 五一出言询问 他心底有些憧憬 不过话刚说出来 他就感觉他想多了 九密何等的秘书 怎么可能交给他们这种 半路入门的弟子 有 道宗所有的秘书功法里面都有 林轩补充 五人心中矩阵 他们不过刚败入宗门 宗主就愿意传授他们 宗门核心秘书 甚至都不考察一下 他们是否成心 顿时 五人心中充满感激 在修仙间 尔虞我乍惯了 忽然遇到一个 这样信任他们的人 他们忽然有种 道宗就是我家的感觉 而且 林轩根本就没有在意过 他们是中途 败入道宗的 这让五人在看向林轩的时候 眼中充满了浓浓的敬意 和崇拜 高人不愧是高人 其境界 让他们不能忘其向背 高不可及 五人崇拜地看着林轩 让林轩有点发怵 这五个不会 又要叫他爸爸吧 他可不想要这五个好大 宗主 不可以 林轩迅速开口 五人愣住 林轩轻咳了一声 他还以为 这五个家伙 神经不正常 要认他 叫爸爸 没什么 你们快上前获取功法吧 五人这才收起心思 看向五道碑的眼神之中 充满狂热 按照林轩的提示 五人排队 老老实实地 一个个 将手贴到五道碑上 五一首当其中 作为五人小队的老大 他第一个 将手贴在五道碑上 一瞬间 一股玄妙的气息 从五一的周身蔓延 剩下四人 看着五一的眼神之中 充满好奇和期待 两久 五一睁开眼 五三立马凑了上去 怎么样 五一神色之中 带着古怪 又有些兴奋 我获得了斗字秘 和兵字秘 听到五一获得了斗字秘 几人眼神之中的期望 变得更强 又听到五一说兵字秘 五四好奇地问道 兵字秘是什么 看了几人一眼 五一缓缓开口道 兵字秘 乃是控制武器的 无上秘术 修炼到至高处 就算是对方的本命武器 也能够瞬间控制 为我所用 五一话刚说完 几人眼底纷纷流露出 极度的震撼 又是一个堪比斗字秘的恐怖秘法 这也让几人更加期待 他们能够拿到什么样的功法秘术 接下来 几人纷纷排队 从悟道碑上获得传承 结束时 五人眼底的狂热 和脸上的极度欣喜 不加掩饰 在一阵狂喜后 五人纷纷向林轩弯下腰 宗主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好好修炼 林轩淡然点头 你们能够这么想 最好不过了 林轩现在就想赶紧离开 每一个人将手贴到悟道碑上 获得功法秘术的同时 也会放开心神 让悟道碑获取他的感悟 而林轩一下子 获得了五个混沌境强者的感悟 他现在有点压不住 他要突破混沌中期了 宗主放心 我们一定会努力修炼 五一朗生达到 林轩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闪身来到混沌之中 他要赶紧突破 感悟太多 他有点压不住境界了 混沌之中 无数混沌之气翻滚 凝炼 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被林轩吸纳入体内 许久 林轩睁开眼 一道金光激射入混沌 激起一片涟漪 长呼一口气 林轩心中感叹 混沌境的感悟 就是跟先王先圣先帝的不一样 完全适致地改变 林轩一下就突破了混沌中期 达到混沌中期巅峰 只要后面五人努力修炼 后续虽然不能一次性 给那么多感悟给他 也能够源源不断地 给他带来感悟 这样 至少短时间 他修炼速度的问题 就被这五人解决了 要是能再多来几个 这样的优质工具人就好了 林轩心中感叹 旋即又洒然一笑 是他贪图了 这样的优质工具人 可遇而不可求 岂是那么容易碰得到的 就这样 五一五人加入了道宗后 努力修炼 不敢懈怠 只为了报答林轩的知遇之恩 而林轩也乐得看到这五人这样 多好的工具人啊 就这样 三年时间转眼过去 五人也完全融入了道宗这个大家庭 完全忘记了 他们最初来的时候 是为了什么 而混沌之中的某个大殿中 却有一个中年人正在踱步 三年了 怎么五一五人还没回来 中年人皱着眉头 眼神之中带着不悦 殿主 他们五人的命牌都还为烈 说不定只是碰到了麻烦 我们不妨再等一段时间 底下一个紫衣人回道 中年人沉吟了一下道 我不能随意走动 那个老家伙一直盯着我 这样再派一对 时间不多了 第六十八章 悄悄跟我说吧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仙界外 混沌中 混沌之气 掀起一阵涟漪 接着 一对五人闪身出现在混沌中 悬一 五字组的气息 就是消失在这 他们肯定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遇到麻烦了 那个名为悬一的男子 手掌里握着一串手串 盘动着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两久他才开口 这么久 都没传回去消息 想必麻烦不小 你们拿着这个 四道流光 出现在四人手里 脸气猪 悬一恶手 这个世界 虽然看起来很一般 但是 既然能够把五一五人困住 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 用脸气猪遮掩气息 改变样貌 方便我们调查 看看五一五人 究竟是被什么困住 这样 笛在明 我们在暗 更有力 几人听了悬一的分析 纷纷眼前一亮 不愧是老大 就是考虑的周到 悬五开口 眼神之中满是赞叹 他怎么就想不到呢 确定好方案 几人在混沌中 使用脸气猪遮盖气息 改变样貌后 闪身进入仙界 又到了道成招收弟子的日子 道成的门口 排起了长队 这是整个仙界的盛事 所有人都以加入道宗为荣 为什么我不行啊 一道不满意的女声响起 五一无奈地 看着眼前的这个女子 三年了 每年都能遇见 还真是切而不舍 自从五一五人来了道宗后 本着为高人分忧的心思 他们主动包揽了 招收新弟子的活 魔帝姑娘 你就回去吧 我们宗主说了 你是魔宗之主 实在是不适合加入我道宗 眼前这个乔装打扮的 就是魔帝 可是以五一的实力 魔帝又怎么能够瞒得住他 魔帝不满地撅起嘴 大不了 我把魔宗解散好了 五一还没来得及开口 队伍旁 一个白发老者 急忙大喊道 老祖 万万不可呀 他是魔宗的宗主 专门过来看着魔帝的 就是怕魔帝想不开 做什么奇怪的事 魔帝不满地看着老者 又是这个家伙 这次 他明明把他甩了 可是他直接来道成了 守着他了 那我推出魔宗 总可以了吧 老祖 万万不可呀 魔宗乃是您一手创立 没有您的魔宗 就不是魔宗了 魔帝生气地瞪着老者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说怎么办吧 我就是要进道宗 接着 魔帝像个小女生一般 赌气地坐在道成门口 不走了 引得众人一片哗然 那可是魔帝 就算仙界如今强者辈出 但是仙帝级别的强者 依旧是站在金字塔尖的人物 可如今 这般人物 像个小女孩一般 赌气坐在地上 这让众人如何不大跌眼镜 而这一切 却被刚刚赶来的武人 看了个清楚 武人正是隐藏身形 来到仙界的玄疑武人 他们刚到仙界 就听见无数声音 说是道宗招收弟子 这是整个仙界的盛事 得知后 几人立马赶来道宗 作为仙界最强的势力 很有可能和武一武人 这么久的失联有关系 然而 当武人刚赶到这 就看到了一个仙帝 像个小女孩一样 坐在地上 正在赌气 玄武看到镇母 有些杂舌 仙界都流行这样的吗 一个仙帝 虽然放在混沌中 比其强的数不胜数 可那也不代表 仙帝就弱了 初步触碰到的存在 怎么也说不上弱者 可是 就是这样的存在 此时 就像是一个 买不到糖的小女孩 生气地坐在地上 倒是有股耍无赖的感觉 一旁有人听到玄武说的话 连忙开口道 兄弟 这可说不得 那位虽然看起来 像是个小姑娘 但她可是魔帝 惹了她 总之就是很危险就对了 玄武不屑地 看了一眼排队的人 区区先帝而已 也配她忌惮 兄弟 你们下界来的吧 魔帝可是先帝级别的人物 你们懂吗 先帝 那人见玄武脸上 神情不屑 接着说道 玄武刚想开口反驳 不就是个先帝吗 他弹指可灭 但是 忽然他看到了什么 瞳孔猛然收缩 满脸震惊 带着不可置信 看得刚才那个 劝说的人一愣 还以为多厉害呢 这种人他见多了 以为在下界混得风生水起 来到仙界 同样能够称霸一方 可是现实会教他们做人 想着 那人摇了摇头 跟上了前方 不断向前的队伍 玄武心神震撼 看向了玄一 老大 我好像看到了五一他们 玄一此时也皱着眉头 他也看到了五一 就在队伍的前面 对前来道宗拜师的人 进行审核 怎么可能 五一他们不是 来调查阎王阎非的死因 还有找到紫霄神殿的 神女下落的吗 怎么会在这里 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玄三的声音中 带着浓浓的震惊 他无法理解 这里其中 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隐情 玄二开口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警惕 玄一沉思了一下开口 对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缘由 我们不知道 五一几人 一向勤勤恳恳 他们很有可能 被什么东西控制了 此话一出 立马迎来几人的赞同 没错 我们千万要小心 能够控制五一几人 还让他们这样 勤勤恳恳的做事 这样的手段太恐怖了 接下来 几人商议了一下 决定派玄武混入参加考核的队伍 前去试探一下五一几人 玄武站在队伍中 随着队伍往前 快排到他时 他看到那个刚来的时候 耍小脾气的先帝 不知道他旁边的老者 在他耳畔说了什么 他喜笑颜开地离开了 很快 排到玄武了 把手放上去 侧下天赋吧 五一说道 玄武近距离看着往日的同僚 脸上看不出任何不情愿 或者 是被压迫的痕迹 相反 玄武觉得 五一他们看上去 好像很开心 说你呢 把手放到天赋石上 玄武这才惊醒 匆匆将手放到天赋石上 然而 天赋石根本没反应 五一皱眉 你这天赋也太差了 简直就跟凡人一样 玄武心中无奈 他可是用了脸弃珠 这天赋石自然是感受不到他的气息 但是想到来的目的 还有明明出来执行任务的五一等人 却在这个地方招收弟子 玄武将头凑到五一跟前 声音压低 你们宗主 是不是有什么控制人的手段 你可以悄悄跟我说 五一眉头一皱 神情一变 什么鬼 第69章 何为道 你有病吧 五一毫不客气地说道 这人不会是凡人画本看多了 在这一想吧 玄武一愣 没啊 从修炼开始 他就没有生过病了 何况 是现在到了混沌境 就更不可能生病了 五一看见玄武脸上呆滞的样子 摇了摇头 这人没救了 绝对是有病 因为有病的人都不会说自己有病 玄武刚说完这句话 后面就有人哈哈大笑 兄弟 你不会以为有病的意思 真的是有病吧 玄武一愣 有病不是有病的意思 还能是什么意思 见到玄武愣住 五一更是确定 这人有问题 而且 玄武周身 没有任何气息 看起来就像是凡人一般 也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 你不符合道宗的招收弟子要求 快离开吧 后面人还排着队 五一只能催促这人快点走 玄武一猛 赶忙压低声音道 我知道你肯定有难言之意 道宗宗主 在你身上下了静止吧 命被握在别人手上的感觉 不好受吧 相信我 我能帮你 玄武的声音中带着紧迫 听得五一脸色一黑 听这人一说 好像他真的身不由己一样 这人精神有问题 把他请出去 五一也不再跟玄武说话 直接让后面维持场面的弟子 把玄武架出去 因为玄武还不确定五一的情况 不能暴露实力 只能任由那两个弟子 抬着他出去 道兄 你好好想想 我跟你说的 我能帮你 相信我 被两个弟子抬着的玄武 大喊道 五一脸色一黑 确认了 这人确实有病 说的都是些什么 等玄武被请出去后 五一不再理会这个 接着招收弟子 玄武被扔出去的时候 玄义几人 脸上都闪过惊疑 怎么回事 玄义开口问道 玄武居然被人架着丢出来了 实在是太丢脸了 玄武脸上有些不好看 五一肯定被人控制了 极有可能就是那个道宗宗主 说不定就是在他身上下了禁止 能够控制他的生死的那种 听着玄武说了一遍五一的状态后 几人都皱着眉头 若是真如玄武所言 这道宗宗主 恐怕真的有几分手段 沉吟了一回 玄义开口道 这么说来 道宗宗主 不是好相遇的角色 手段很辣 不过还好 我们在暗处 他在明处 只要我们接下来小心一点 也不是没有办法 玄义说着 神色有些凝重 能够控制混沌进强者生死的禁止 就连五一这种混沌巅峰的强者 都要受制于人 面对这样的人物 他们一定要慎之又慎 不然很可能像五一他们一样 受制于人 失去自由 几人商议了一下 最后 他们一致认为 要想真正了解道宗宗主 一定要败入道宗 这样 他们才能知道 他们面对的敌人 究竟是什么样的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不过 玄武还是要留下 他刚刚已经被五一见过了 再去拜师 会被发现 所以 最后决定 玄武留在城外接应 其他人混入道宗调查 决定好了几人 迅速混入败师的队伍 这次几人吸取了教训 没有再和五一几人搭话 控制着脸气珠 稍稍释放一丝气息 进入天赋时 四人顺利败入道宗 败入道宗的四人 精神变得紧张 不敢放松警惕 他们已经进入 道宗宗主的势力范围 任何操作 都有可能让他们陷入 万劫不复之地 能够将五一五人 玩弄于鼓掌之间的人物 绝对不是简单的人物 他们不能掉以轻心 道宗秘境内 那些新入门的弟子 都被聚在一块 五一站在前方 向着众多心境的弟子介绍 这个就是我们道宗的藏经阁 内涵我道宗所有的功法秘书 只要你们有天赋 就能获得认可 得到足够厉害的功法秘书 一番话说下来 没有套路 但是众多弟子眼中 都闪过极度的渴望 他们都听说过 道宗的那些神奇的功法秘书 包括九秘 都能够在这块悟道碑上面获得 此时 亲眼见到 怎么能够不兴奋 悬一几人 看着面前的悟道碑 眼神之中流露出思索 悟道碑 带着古朴的气息 倒也不稀奇 很多大势力的强者大能 都会将自己的功法秘书 留在宗门中 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 而悬一几人 出身大势力 见到这混沌中 偏僻小世界势力的传承 自然是不感兴趣 很快 众人开始一个个排队 去获得传承 每一个获得传承的弟子 脸上都带着狂喜之色 很明显 他们对他们获得的传承很满意 闻到悬丝的时候 他不是很在意 但是 为了不让武艺起疑 他还是学着那些弟子的样子 将手贴到悟道碑上 当他手触碰到悟道碑的时候 一瞬间 一股古朴的气息 涌入他的脑海 他的脸色顺变 带着极度的震撼 看得悬一他们脸色一变 看着悟道碑的眼神 变得有些凝重 而就在悬丝的手掌 碰到悟道碑的瞬间 道宗深处 一栋竹楼前 正在喝茶的凌轩 有些诧异的 看向悟道碑的方向 又有鱼儿来了 很快 玄四接受完传承 脸上依旧保持着极度的震惊 眼神之中 写满了不可思议 怎么了 玄一赶忙问 玄四指了指悟道碑 示意他将手贴上去就知道了 玄三 排在玄四的后面 看着玄四的神情 有些无奈 至于吗 不就是个小宗门的传承 想着 他将手贴了上去 两久 玄三满脸震惊地离开悟道碑 玄二和玄一两人对视 眼底都流露出震惊之色 很快 他们也纷纷从悟道碑那里 获得传承 然后 四人整整齐齐地站成一排 脸上都写着不可思议 世间怎么会有 如此不可思议的功法秘书 五一注意到 四人脸上的震惊 不禁有些感慨 想当初 他不也是这样过来的 还真是怀念啊 就在此时 一个莫约十二三岁的小姑娘 出现在空中 嗯 欢迎大家拜入道宗 作为你们的师姐 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 看到玲瑶出现 五一几人 也是满脸苦笑 玲瑶这句话 又勾起了她的回忆 下方众人看向玲瑶 面面相去 敢问师姐 是什么问题呢 有人开口问道 我问你们 在你们心中 何为道 第七十章身份暴露 刚从镇惊里面 缓过神来的玄一四人 就听到玲瑶最后的问题 何为道 几人面面相去 老大 这里招收的这些弟子 修为这么低 需要问这种问题吗 玄四传音疑惑道 在他看来 这些弟子 根本都触碰不到 到这个层面 问了也是白问 比起这个 我觉得 搞清楚这道宗的 功法秘书 是不是真的 你们都不知道 获得了何等功法 数字秘 修炼到至高处 一人分化 无穷化身 简直无敌 玄三传音道 声音之中 依旧可以听出 他内心掩饰不住的震撼 还行吧 我获得了斗字秘 可以演化一切功法之术 乃是诸天最强的功法秘书 玄二也传音道 玄一有些无奈 经过这一番震撼 他也有了计算 好了 这功法秘书 也不一定是真的 要是这秘书 真这么逆天 也不该这样 积极无名才对 可你们可曾在北域 听过什么九秘 北域最厉害的一气化 三身秘书修炼大成 也只能演化两句分身 而且分身 只有本尊七成的实力 听了玄一这么一说 其他几人也冷静下来 对啊 这秘法 他们还没开始修炼 真正的威力 还未可知 有可能是介绍过于夸大 正当几人正在交流着 一道软软 清澈的声音响起 好 就你们来回答吧 何为道 玄一四人抬头 便看到那个年纪很小的师姐 正是指着他们 别看了 就是你们 玄一的语气再次肯定 想着林轩吩咐 找这一介弟子里面 最呆的四个 玄一看着玄一四人 无比肯定 只能是他们 老大 怎么办 玄四传音问道 被一个小女孩问问题 总感觉特别羞耻 玄一没好气地回道 还能怎么办 你回答吧 玄四脸瞬间就垮了 跟一个小女孩说 这个也没有成就感啊 不过 她也不好忤逆玄一 于是 她上前一步朗声道 道 那是天地最本源的规则 是我们的修行 要去感悟的本源 错 玄四 玄一遥记着爸爸告诉她的 不管对面说什么 她都要说错 那你说是什么 玄四脸上有些不服 在这种大庭广众下 被一个小姑娘否定 就算是一般人都会不爽 更何况 她这个混沌气得大高手呢 玄一遥的否定 也让玄一三人 心里很不舒服 玄四又没有说错 就被一个小姑娘否定 这听起来就感觉 玄一遥是在故意 针对她们一样 师姐 既然你说我们说是错的 那么你觉得倒是什么 玄三开口 师姐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她不能接受 她们几个混沌镜的强者 要被一个小女孩给拿捏 对啊 既然师姐说我们错了 就让我们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道呗 玄二也开口道 她的语气中满是不屑 对于玲瑶的话 在她看来 更多的是一种愚者的无知 毕竟只有什么都不懂的人 才总会否定你 去体现她有多厉害 玄一也皱起眉 很明显 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师姐 完全没有去听玄四所说 直接就说了错 玲瑶眨了眨眼 有些无奈地说道 你说得不好 我就说错啊 玄四不服气 好 既然小师姐 觉得我说得不好 那么 师姐又有何高见呢 不妨说来我听听 旁边围观的那些 新入门的弟子们 也都好奇地看向玲瑶 虽然以他们的修为 现在接触到还太早 但是 这不妨碍他们去吃瓜 他们现在就很想知道 到底是小师姐说得好 还是这四个 看起来呆呆的壮汉说得对 五一在一旁看着 她皱起了没有 刚刚四人反驳灵瑶时 她总感觉 她好像在哪里 见过这四个人 这四人给她一股熟悉的感觉 但 就是一时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既然这样 那我就说了 灵瑶开口 四人眼神之中 满是不屑 他们才不会相信 一个小女孩 会有什么高见 灵瑶也没管 几人眼神中的不屑 空灵的声音 在秘境上空回荡 道可道 非常道 只是一句话出口 玄一他们的眉头 就皱了起来 眼神之中 不屑消失不见 接着 听着灵瑶讲道 明可明 非常明 几人的神色愈发着迷 眼神之中 流露出无比的震撼 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小姑娘 能够说出来的话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听到这 几人脸上 已经满是狂热 这简直就是道法 直指大道本源 瞬间 几人心中生出想法 今生能够听到这般道法 直了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灵瑶一口气讲完 几人已经被震撼得无以复加 满脸激动 眼神中是无比的震动 看着几人 让五一感觉有些感慨 这让他想到 他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 他也是 像他们一般震惊 瞬间产生了 投靠道宗的想法 不为别的 就为了能够偶尔听到 这般直指 大道本源的讲道 不过 五一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但是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哪里不对劲 怎么样 灵瑶语气平淡 看向四人 四人从脸上的兴奋 变到现在的诗神 玄一双目无神 仿佛失去了什么信仰 想不到我修道无数载 对道的认识到 不如一个小姑娘 可笑 可悲 可叹 玄二和玄三 沉默无语 他们只感觉 来道宗一行 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原来倒可以这样解读 玄四一下 瘫坐在地上 脸上似笑似哭 好像有些着魔 嘴里不断喃喃的念着 可笑 可笑 往我修炼无数年 今日才知道 什么世道 灵瑶皱着眉头 这几人怎么心里这么脆弱 其他的新弟子 除了满脸兴奋以外 没有其他表情了 这个时候 五一忽然发现 什么不对劲了 灵瑶讲得到 竟然会对这四人 产生这般大的冲击 没有一定修为 根本无法理解这些话 就像那些新弟子一样 只觉得心旷神怡 却不能理解 这些话中的真意 甚至就算是先帝 也最多似懂非懂 那么这些人 凭什么露出这般表情 忽然 五一的瞳孔猛缩 他想到一个可能 他们是 第七十一章 瞧不起谁呢 脑海中出现这个可能之后 五一立马不着痕迹地 挡在灵瑶和四人之间 若真如同他想的那样 这几个人 绝对是来者不善 要是他们突然抱起 伤到灵瑶就不好了 灵瑶有些不解地 看了五一一眼 也没说什么 悬疑四人 还处于极度的震惊中 不知该做何感想 这一段大道致言 对他们的冲击太大了 倒是其他那些 新入门的弟子 看着四人这个样子 脸上都不知道 做什么表情 这也太夸张了吧 他们只是听着 觉得很厉害的样子 却也没其他感觉 两久 悬疑抬起头 看向灵瑶 眼神之中 还有最后一点坚守 请问 九密真的向其上解释 这般无敌吗 他本来是不会问这个问题的 但是 刚听了灵瑶说着的那些大道致言 他的信念动摇了 或许世间真的有这种无敌秘法 也说不定了 这个想法 出现在悬疑脑海中 就开始生根 他心底居然开始倾向九密 就是这么无敌那个想法 其他三人 也都看向灵瑶 他们也想知道 九密到底是不是像 悟道碑中记载的那么恐怖 灵瑶看着四人 不知道该怎么说 干脆双手结印 一瞬间 一个一模一样的他 出现在他身边 怎么可能 悬寺惊呼出声 他不敢相信 他甚至分辨不出来 两个灵瑶哪个是假身 分身和真身气息完全一样 这意味着什么 几人都明白 数字密上的介绍是真的 分身真的能拥有 本尊实诚的实力 其他几元眼神之中 也都流露出极度震撼之色 整个北域最为厉害的 分身之法 还是其中一大势力的 不传秘书 就是那样的分身之法 分身都只能达到 本尊的七成实力 结果到了灵瑶这里 一下就是十成 完全复刻本尊的实力 悬色的声音 都有些颤抖 这分身的数量 应该有限制吧 他不敢想象 要是没有限制 那该多恐怖啊 两个灵瑶 瞬间再次变化 变成四个 我笨 只能分化出三个分身 灵瑶说道 武艺听 心中苦笑 他到现在都没能分化一个分身 要是灵瑶笨 那他算什么 白痴嘛 悬疑几人心中大惊 嘴角抽搐 笨 这也叫笨的话 他们可以找块豆腐撞死了 不过 几人相信了 既然灵瑶可以分化出三个分身 那么说明 数字密上面的介绍是真的 只要你修炼到足够高的层次 你就能分化无数分身 恐怖 太恐怖了 几人已经不想再说 什么了 他们已经对带走武艺几人 不抱任何期望了 这样的密法 这样的手段 背后肯定站着一个了不得的强者 这样的强者 恐怕就算是他们整个混沌 北域加在一起都惹不起 又怎么是他们能够对付的 灵瑶看着几人 忽然神色一动 灵瑶传音给他了 你们是混沌中来的吧 灵瑶一说出这句话 悬疑四人忽然愣住 他们没有想到 灵瑶竟然知道他们的身份 他们的神色 瞬间变得警惕 四人背靠着背 站成一团 武艺也挡在了灵瑶前面 虽然他不知道 这几人是谁 但是肯定是神武殿来人 悬疑四人 现在心中无比紧张 要是之前身份被盗破 他们也不会这么慌张 只是见识了道宗的抵御 猜测到道宗背后有一个 就算他们神武殿殿主 都招惹不起的存在 他们承认 他们慌了 他们是混进来的 又获得了人家的传承 要是他们是那位高人 碰到这种情况 恐怕也是一刀斩杀 所以 此刻他们心里无比紧张 甚至额头 都冒出细密的汗珠 悬疑看着林瑶 语气有些弱 我们无意冒犯贵宗 我们愿意自斩神魂 忘了这段记忆 斩去道宗传承 恳请林姑娘 能够高抬贵手 放我们一马 悬疑说这句话的时候 非常没有底气 对方有碾压自己几人的实力 完全没有必要 给自己几人机会 可他 还是要试一试 万一活了呢 悬四三人脸色苍白 他们万万没想到 不过在一处 偏僻世界的宗门内 就让他们折挤在此 现在他们感觉自己 就如同砧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林瑶眨了眨眼 有些疑惑道 我什么时候说 要杀你们了 悬疑脸上露出疑惑不解 他们混进道宗 获得了道宗 核心传承 这种行为 无论放在那个宗门 都是死仇吧 那我们斩去神魂祭 你们就愿意放我们走 悬疑试探地问道 为什么要走啊 林瑶疑惑地问道 悬疑脸上 不知做何表情 又不杀他们 又不让他们走 这是要闹哪样 你们留下来不就好了 反正你们也获得了 我道宗的传承 拜入道宗就好了呀 林瑶的语气中 有种理所当然的感觉 听得悬疑几人一惊 你们真的不介意 我们之前属于 别的门派失灵 为什么要介意 你们愿意来 就说明我们宗门更好 而且你们都拜师了 难道不应该留在道宗吗 林瑶天真无邪的话语 让玄四绷不住了 我要留下来 玄四看着林瑶 眼里满是感动 多好的宗门啊 对他们这种 居心叵测的人 都能够这么宽容 而且道法秘书 都是九秘 这样的无敌秘书 玄四就这么 直接地被攻陷了 玄四说完后 玄一三人齐齐看向他 玄四默默道 怎么 难道你们不愿意 加入道宗 玄一三人 把头片回去 默默道 愿意 见四人也像自己一样 被道宗感化 五一松了口气 玄一四人 也流露出气息 恢复本来的样貌 五一也认出了他们 同为暗卫 自然是认识的 玄一 原来是你们 玄一看向五一几人 脸上苦笑不已 这一刻 他想明白了 哪里有什么禁止 五一他们 明明就是自愿的 解决了这些问题 玄一四人 便也安心地 在道宗开始闭关修炼 那样的秘法 让四人无比沉醉 他们都想早点掌握 只是 沉浸在秘法的世界中的他们 忘记了一件事情 到城外 玄五靠在树干上 嘴里叼着草根 心底有些焦急 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玄一他们 却没有任何消息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忽然一枚铜钱 掉在了玄五的脚下 抬头 却看见一个 留着辫子小男孩 此时 小男孩正怜悯地看着他 真可怜 拿去买吃的吧 玄五一愣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看见小男孩身后 一只小土狗 叼着一根骨头 晃着尾巴 来到他身前 注视着他 玄五正好奇 这条土狗要干什么 土狗忽然怜悯地 看了他一眼 将嘴里的骨头放下 然后 头也不回地 跟着小男孩走了 玄五看着地上的骨头 和一枚铜钱 直接愣住 半想 他脸上涨红 你踏马 瞧不起谁呢 第七十二章 怅然若失 从玄一四人 加入道宗之后 林轩的修炼速度 又得到进一步的加快 很快便突破到 混元境巅峰 达到混元境巅峰后 林轩便遇到了瓶颈 虽然有五一五人 和玄一四人 提供源源不断的感悟 但混元道三清 依旧有着难以越过的沟壑 面对巨大的瓶颈 尽管林轩 有着很多工具人 但是依旧难以 在短时间跨过 玄一四人 败如道成一年后 这日 沈幼楚身上气息暴涨 一股悬而又悬的混沌气息 在他身上漂浮不定 林轩迅速反应 带着沈幼楚顺身 出现在混沌中 要是沈幼楚在仙界突破 估计仙界都要被他吸干 毕竟混沌境和仙地之间 可是天差地别 混沌之中 沈幼楚眼睛紧闭 翘连紧绷 此刻 他已经处于突破的紧要关头 从开始修炼到突破混沌境 沈幼楚只用了不到十年 不过 林轩知道 他原本修为 就在混沌境以上 现在不过算是重修 或者是恢复伤势 林轩永远记得 第一次见到沈幼楚时 他身上受了多重的伤 那时候的沈幼楚 像一个甜血的孤狼 遇到林轩 一言不合 便和林轩站在一起 想到这些 林轩忽然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好像忽略了沈幼楚的身份 这段时间 他已经把她 当作自己的妻子 瑶瑶的母亲 现在 沈幼楚突破混沌境 林轩心中 没来由地想到一个可能 沈幼楚会不会恢复记忆 因为重伤失忆 现在修为慢慢恢复 不就是要恢复记忆的节奏 林轩来不及多想 沈幼楚开始突破了 突破的瞬间 他需要巨量的能量 林轩一挥手 方圆数万里的混沌之气 都源源不断地 回到沈幼楚的上方 形成一个巨大的气旋 不断地被沈幼楚纳入体内 两久 沈幼楚睁开眼 长长的睫毛抖动了一下 看得林轩心里呼得紧张了一下 然后 沈幼楚侧头 看向林轩 脸上呼得露出甜甜的笑容 夫君 我突破了 看到沈幼楚这个样子 林轩心中的忧虑 瞬间消散 他伸手揉了下沈幼楚的脑袋 我家幼楚真棒 尽管林轩这句话 像是在哄小孩一般 沈幼楚脸上 依旧流露出幸福的笑容 他笑起来明媚如阳光 春风 雨露 见了这个笑容之后 林轩的眼里也满含着 阳光 春风 雨露 我们回家吧 沈幼楚 乖巧地点了点头 顺从地被林轩牵住手 只是离开的瞬间 沈幼楚不禁回头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疑惑 他总感觉 那片混沌之中 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他 回到道成之后 林轩从主城进去的 今天正好是道宗 一年一度地招收弟子的日子 道成外 人山人海 都是来道宗报名 想要拜入道宗的人们 路过 门口时 沈幼楚拉了下林轩的衣袖 手往一个方向指去 林轩有些疑惑 顺着沈幼楚指着的方向看去 却看见一个衣衫褴褂的人 正靠在城门口 怎么道成还有乞丐 林轩的眼神之中 闪过疑惑 旋即他吩咐守卫 给那个乞丐些吃的 毕竟是在他的地盘 等林轩进去后 那个乞丐 才颤颤巍巍地抬起头 看向林轩的背影 他没有听错 刚才那个守卫 就是叫那个男人宗主 乞丐正是玄武 他在城门外等了一年了 一年的时间 他一点法术都不能使用 因为玄一等人没有声息 给他带来极大的恐惧 他只能把自己 伪装成一个凡人 为了逼真 他甚至穿上凡人的衣物 在道成的城门处 守着 终于 在今天 他见到了道宗的宗主 玄武很想上前去质问道宗宗主 把玄一四人怎么样了 但是 他终究是没有勇气 玄武失众般 瘫坐在地上 无力地看着天空 玄一四人消失不见 没有在道成 掀起半点波澜 这意味着什么 玄武很明白 道宗宗主的实力 远比他们最初想象的要恐怖 守卫递给玄武一些吃的 玄武麻木的结果 无力地往外走去 他还不知道 接下来要去哪里 玄一几人和他情同手足 无数年来 一直一起修炼 执行任务 突然失去他们 他怅然若失 就在玄武无力 孤独地走往前方时 身后忽然传来声音 肃静 大家爬好队 每个人都有加入我们道宗的机会 玄武忽然愣住 他怎么觉得这个声音这么像玄一 想到着 玄武苦笑着摇了摇头 怎么可能 玄一这么久都没有消息 恐怕早就 于是 玄武接着往前走去 大家不要急 马上开始测试 玄武脚步顿住 这声音 真的和玄一的一模一样 玄武猛地转身 瞳孔瞬间收缩 他看到了什么 玄一四人 正在道城门口 为道宗招收弟子 眼睛瞬间湿润 知道他这一年以来 是怎么过来的吗 在备受煎熬中度过了这一年 忽然见到玄一四人还活着 玄武眼眶红着 越过了队伍 冲向了玄一四人 老大 玄一眼神中 闪过一丝疑惑 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 玄急 他就看到了一个乞丐 正要扑到他身上来 好脏 想也没想 玄一下意识地 就一巴掌 把那个乞丐抽飞 老大 那个声音 怎么那么熟悉 玄二开口 玄三也点头 怎么那么像老五的声音 这个时候 几人才忽然发现 他们好像把玄武忘了 远处 落在地上的玄武捂着脸 抬头 眼神忧韵地 看向玄一四人 这几个人把他忘了 玄一四人有些尴尬 看着玄武 不知道说什么 老五 其实我们都是 玄武 我不听 都是骗子 混沌深处 一处大殿之中 一个中年人 眼神之中 露出一丝烦躁 玄子祖的人 一年了 都没有消息回来 灵天 你去看看 若是他们再怠慢 杀无赦 殿下一个样貌俊美的年轻男子 手持指扇 抱拳恭敬道 遵命 说完 一步踏出大殿 顿入混沌 第七十三章 就凭你 道成 玄武终究还是选择原谅了玄一四人 在知道玄一四人 为什么败入道宗之后 玄武本来还指责他们 直到玄一将他的手 按在了舞蹈杯上 玄武 真相 而混沌中卷起的风波 终究还是要蔓延到仙界 仙界外 混沌中 一阵连衣泛起 一个相貌俊美妖异的男子 手握遥善 看着眼前的这个世界 来人正是灵天 他明显感应到 玄武两队暗卫 就在这个平平无奇的世界中 感受到后 灵天眼神一宁 这样的世界 两队人马 能够在里面干什么呢 除了消极待工 他觉得 没有别的答案 他没有隐藏身形 闪身出现在仙界上空 五一 玄一 你们二人速速来见我 灵天一出现 便直接开口 声音不大 却传遍整个仙界 在所有人的耳畔响起 仙界无数人 心头大震 看向天空 究竟是何人 居然这么嚣张 魔帝 黄天帝 五颜等先帝 均是踏破虚空 看着虚空中 那个妖异的男子 眼神之中满是凝重 他们离那人 至少有万里之遥 可是他们依旧 从那人身上 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危险气息 好强 黄天帝脸上 满是凝重之色 五颜也点头 恐怕又是混沌中 前来的强者 他们可是知道 五颜和玄一是何等人也 玄一和五颜 加入道宗之后 他们也见识过 这两人的实力 强悍无比 在混沌境中 都是强者 可 就是面对这样的强者 这人的语气 居然这样的轻慢 甚至感觉 他根本就没有把五颜和玄一 两人放在眼里 就在众人惊疑的时候 两道身影 破空而出 出现在虚空中 正是五颜和玄一 此时的五颜和玄一 满脸凝重 看着对面那人 灵天 店主派你来的吧 灵天眼神之中 闪过惊讶 直呼我名 有意思 五颜 谁给你的胆子 居然敢这样 根本做讲话 灵天眼神轻蔑 却给五颜玄一两人 带来无尽的压力 灵天可是店主的心腹 实力上更是突破了三清境 就算在混沌中 也算得上强者 面对这样的人物 五颜和玄一心中 自然是颇有压力 远处 五二四人和玄二四人 也都出现 他们来到荒天帝 他们附近 这人是谁 怎么气眼如此嚣张 荒天帝发问 五二神色凝重 这人实力深不可测 在混沌境的时候 就被誉为 混沌境无敌的存在 而在万年前 他突破了三清境 如今应该是 三清境中的玉清境 三清境分为三个小境界 玉清 上清 太清 灵天才突破万年 理应是玉清境的强者 众人不知道 混沌境上是何等境界 听到五二说 此人实力 竟然已经超过混沌 达到混沌之上 眼神之中 纷纷闪现惊疑之色 他们仙界最强者 灵轩 好像也不过是混沌境 而这人却是混沌之上 这么一想 众人心头 铺上了一层阴霾 这样的人来仙界 若是对他们仙界有敌意 对仙界 不亚于灭顶之灾 而空中 五一和玄一 面对着灵天的压迫 脸色凝重 面对一个 玉清境的强者 他们没有任何 把握去对付 而且就这几年 他们也没掌握 九密中的任何一命 这样面对灵天 他们心里 还是有些发出的 怎么 你们怕了 本座现在倒是很好奇 是谁给你们这样的勇气 敢这么跟本座说话 灵天明显察觉到 两人脸上的不自然 显然 他们不是 不畏惧他的实力 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 他们背后有人 给他们撑腰 没有人 灵天 你太自傲了 凭什么 我们就要怕你 你不过突破玉清境罢了 还不是混沌霸主 五一声音 带着一丝讥讽 他早就看灵天这货不爽了 现在败入道宗 正好过过嘴翼 放肆 灵天神色一变 闪身一掌 打向五一胸口 欲轻强者 威势无双 五一双目瞪大 堪堪 将双手横荡在胸前 灵天一掌 打在他手臂上 咔的一声 他一只手被打到鼓裂 道飞万脸 底下围观的众人震撼 这就是超过 混沌镜的强者的实力吗 只是随意一掌 便把混沌镜巅峰的 五一打伤道飞 好强 荒天地难难道 这样的实力 完全超出了他的眼界 这样下去 恐怕 我们仙界危险了 这人明显不是善茶 五言开口道 他眼神之中带着担心 这人实力强悍 来仙界 恐怕也是不怀好意 五二玄二八人 见此情景 却直接闪身 出现在虚空中 和玄一五一并肩 面对灵天 嗨嗨 五一吐出一口血沫 眼神凝重 你们 玄一看着众人开口 他明明让他们八个 留在下面的 毕竟 如果他和五一两人 挡不住欲轻 其他人来了 也是白大 老大 不能让你一个人面对 玄二几人齐声 他们眼神之中 带着坚定 他们是一个小队 他们不会放弃同伴 他们要一起面对 灵天看到人到齐了 眼神妖异 嘴角翘起 店主果然没有猜错 你们果然叛变了 灵天此言一出 几人神色一变 却没有否认 不过 我倒是很好奇 你们为什么会背叛 神武店 难道就是为了 留在这种偏僻的世界 灵天语气带着妖异 不过 没事 我也不想知道为什么 反正你们必死 说着 灵天语气一转 悍然出手 五一几人 瞳孔瞬间收缩 匆忙抵挡 玉清静 不愧是超脱混沌 迈入三清 实力之强 哪怕是十人联手 依旧不知 不过一盏茶的时间 五一十人军事 身受重伤 战力大减 十人眼神凝重地 看着灵天 他们第一次 跟三清静的强者交手 只是玉清静 就让他们 完全没了还手之力 灵天戏谑地 看着几人 你们背叛神武店 也要留在这个世界 我都有些好奇 这个世界存在什么东西 五一几人沉默 灵天忽然画风一转 神色变得猙獰 不要紧 既然你们这么 想要留在这个世界 那我就毁了它 一只巨大的掌印 凭空出现在仙界上空 遮蔽住整个仙界的上空 毁灭的气息 瞬间蔓延整个仙界 无数人眼神之中 布满惊恐 那人又毁了仙界 灵天的眼神之中 带着疯狂 他最喜欢看到的就是 生灵面对死亡的时候 挣扎的样子 手掌抬起 他只要轻轻这么往下一压 仙界就会有无数生灵将死去 灵天看着众人惶恐的样子 心里愈发痛快 手臂猛然往下挥去 都去死吧 然而 灵天的手挥到一半 在空中遁住 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一道略带轻蔑的声音 在他耳畔响起 就凭你 也想毁了仙界 第七十四章 灭是一击 灵轩能挡住吗 什么人 灵天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慌乱 他竟然没有发现有人近身 略微年轻的面孔映入眼帘 灵天瞬间悍然出手 一掌激象来人 想要将其逼退 灵轩放手 和灵天在虚空对立而逝 你是什么人 灵天看着灵轩 眼神凝重 他竟然看不穿灵轩的修为 以至于他心中惊疑 若是灵轩身上没有隐藏气息的宝物 那么就只能说明 灵轩的修为要高于他 杀你的人 灵轩语气平淡 静静地看着灵天 无论从哪个角度 他都没有放走灵天的理由 来自混沌中 会伤害沈幼楚的神秘势力 而伤害沈幼楚的人 来到他面前 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死 别无他选 灵天神色难看 阁下未免也太嚣张了 他心中惊疑 虽然摸不准灵轩的实力 但是灵轩 现在表现得也太镇定了 灵轩没有说话 转身让五一几人下去 五一几人 脸上带着愧疚之色 宗主 不好意思 给你丢脸啊 来面对灵天 是五一他们自己的主意 他们想要看看他们和御清静 到底还差多远 只不过现在看来 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三清和混沌之间 隔着一道难以跨越的沟壑 没事 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 你们在一旁看好了 你们宗主 怎么用混沌静的修为 斩杀此人 灵轩语气平淡 五一玄一几人眼前一亮 灵轩在他们眼中 一直是影视高人的形象 在他们看来 灵轩杀灵天 就是动动手指的功夫 可是 灵轩竟然要用混沌静的修为 去击杀灵天 一定是为了教导我们 才故意把修为压到混沌静的 几人心中 纷纷产生这样的想法 同时 他们看向灵轩的眼神 也变得更加热气了 宗主 以后只要您一句话 我上刀山下火海 万死不辞 五一开口说着 满脸感动 其余几人也纷纷开口 还有我 宗主 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 我悬疑永远拥护您 几人心中感动 灵轩对他们 实在是太好了 居然不辞辛苦 用混沌静的实力 和灵天交手 就是为了教导他们 五一的心中 忽然冒出一个想法 这样的感觉 就像是父爱一样 想到这 五一不禁看了一眼 灵轩的侧脸 单薄的身躯 却能够给他们 极大的安全感 这不就是父爱如山吗 想着想着 五一在心底 催了自己一口 他都在想什么呀 灵宗主对自己 有知遇之恩 可是自己满脑子 却想着 做灵宗主的意思 实在是愧对 灵宗主的栽培 灵轩没有注意 几人的表情 要是他知道 几人心中的想法 一定会告诉他们 是他们多想了 他真的只是混沌镜 不用混沌镜的修为 还能用啥 然而 灵轩这句话 却给了灵天 极大的侮辱 此时 灵天脸色难看 灵轩这是瞧不起他 居然之中 混沌镜的实力 和他交战 好 他倒要看看 灵轩能有什么实力 想着 灵天对着灵轩断然出手 灵轩身形 瞬间变得如鬼魅 飘忽不定 一时间 灵天竟然连灵轩的衣角都碰不到 几个回合下来 灵天脸色难看 灵轩不知道用了什么身法 速度之快 竟然连他都碰不到 不过 令他诧异的是 灵轩居然真的敢 只用混沌镜的实力 和他战斗 要知道 混沌镜的攻击 根本伤害不了他 这样的话 他基本就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底下众人 看到灵天之前那么嚣张 现在却连灵轩的衣袖 都碰不到 此时 也是纷纷笑出声 荒天帝声音豪放 说得那么吓人 结果连灵宗主的衣袖 都碰不到 实在是丢脸 哼哼 就凭他也想和灵宗主相提并论 下辈子吧 魔帝也开口 他的语气中 满满的都是偏向灵轩 什么垃圾灵天 也想和他的灵宗主相提并论 实在是可笑 五言听着两人所说 苦笑 虽然不知道灵轩什么修为 但是他有预感 灵宗主 是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男人 众人说话也没有避讳 凭灵天的耳力 自然都听到了 不过 灵天没有办法反驳 因为他确实连灵轩的衣角 都碰不到 再次做了一番尝试后 灵天神色难看地停了下来 你不会出手吗 难道要像的老鼠一样躲着我 灵天的语言犀利 底下围观众人听着纷纷出声 不是吧 这就是混沌中的强者吗 摸不到别人 就怪别人速度太快 难不成要让我们灵宗主 站着不动 让你打吗 魔帝的话语很尖锐 让灵天脸色很不好看 他也不想 只是灵轩这身法实在是太恐怖了 他完全碰不到 灵轩眼神之中 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只是淡淡地看了灵天一眼 轻轻地点了点头 好 灵天松了一口气 要是灵轩一直这样 不跟他交手 他一身实力没处使 实在是憋屈 听到灵轩答应了 底下有人急了 灵宗主 可不要上了这人的当 他明明就是忌惮你的身法 你要是跟他硬碰硬 岂不是养短必长 对啊 灵宗主 你修为只是混沌 没必要跟他硬碰硬 众人纷纷劝说 灵轩的修为 就是混沌镜 而且灵轩也说了 只用混沌镜的修为 和灵天交手 那么 硬碰硬 在众人看来 实属不至 毕竟那说到底 可是一个三清镜的大高手啊 灵天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紧张 他生怕灵轩反悔 可是灵轩脸上 却没什么表情 只是淡淡道 无妨 不过一个欲清镜罢了 此言一出 底下众人脸上忧心忡忡 不是他们不相信灵轩的实力 只是这毕竟 是一个超过混沌镜的大高手 现在灵轩还要抛弃身法的优势 跟他正面交锋 如何让众人心中不忧虑 但是 灵天听到此话 心中却松了一口气 面对灵轩那诡异的身法 他还真没什么办法 只要灵轩愿意跟他交手 他还不是随便将灵轩碾死 毕竟 再厉害的混沌镜 也不过是混沌镜而已 他可是欲清镜 杀一个混沌镜而已 吐狗罢了 想着 灵天神色一变 悍然出手 权力一击 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 寻常混沌镜 要是结结实实 挨上他这一招 一定会当场暴毙 底下的人 神色变得更焦急 因为灵轩看样子 既然真的不躲 准备跟灵天硬碰硬 而灵天见灵轩 居然真的要跟他硬碰硬 心中笑意见胜 他权力的这一招 带着无边威势攻向 灵轩 是要将灵轩碾成粉末 一雪前耻 见静在咫尺 却选择跟他硬碰硬的灵轩 灵天心中兴奋 去死吧 第七十五章可笑 以为自爆 就能伤了我 带着无双威势 仿佛要毁天灭地的一击 就要打在灵轩身上 底下众人 甚至有人不忍心 将头偏过去 不想看到灵轩的惨状 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灵轩 前面五一八个混沌镜强者 一起出手 还不是被灵天随意击败 混沌不可占三清 成为了众人心中的理念 可 灵轩是一般的混沌镜吗 就在灵天一招 打在灵轩身上的瞬间 灵天脸上刚露出的笑意顿住 无他 灵轩单手挡住了他全力一击 见灵天嘴角 挂着浅浅的笑容 灵轩淡淡道 怎么 你以为你吃定我了 怎么可能 灵天瞬间反应过来 震惊吼道 区区一个混沌镜 怎么可能挡得住他这招 哼 挡不住吗 你见识短浅罢了 底下众人听见灵天惊呼 瞬间抬头 却看见灵轩副手力 云淡风轻 武一脸上带着狂热之色 谁说混沌镜 不能战胜欲清镜的 高人啊 悬一几人脸上也带着惊异的 不愧是高人 远远不是他们能够想象的 以混沌之镜 逆战欲清 众人眼神之中带着狂热 荒天地眼神之中 满是震撼之意 难难道 原来这才是灵宗主真正的实力 这才是我被修饰 该顶礼膜拜的对象 摩蒂的美目中 一彩连连 这就是他看中的男人 是一个盖世英雄 灵天神色猙獰 不可能 我今天要你死 混沌镜 怎么可能挡住他的权力一击 灵天咬破舌尖 一口金血吐出 他要燃烧金血 今天他必要杀了灵血 随着灵天燃烧金血 整个天空都变成暗红色 随之 灵天的眼睛 也变成了血红色 呵 混沌镜也想和我交手 今天本作就杀了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灵天的神色变得癫狂 他接受不了 被一个混沌镜打败 甚至就在刚刚他的心中 产生了心魔 要是不杀了灵轩 恐怕他的修为再难寸进 所以 他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燃烧金血 爆发出两倍的实力 是要将灵轩斩杀 就算燃烧金血 可能造成境界下滑 他也要杀了灵轩 燃烧金血后 灵天带着无边威势 直接攻向灵轩 招招强悍 即便灵轩使用了接字密 依旧有些难以招架 节节后退 灵天脸上变得更加张狂 混沌镜也敢挑战本作 本作这就杀了你 底下众人看到空中战局逆转 脸上不禁出现担忧之色 灵天燃烧了金血之后 灵轩就落入了下风 灵宗主不会有事吧 有人出生 与其中满是担忧 你别忘了 灵宗主还有秘书没有使出来 这下 众人瞬间想到了九秘 从灵轩的样子看来 至少数字密还没有用 果不其然 下一秒 虚空中 传来灵天震惊的声音 怎么可能 灵天声音中满是震惊 他的对面 竟然出现了两个灵轩 而且气息实力完全一模一样 分身之术 灵天不是没有见过分身之术 只是分身之术 大多要耗费过多心神 分身实力又不强 学起来得不偿失 可是 灵轩这个分身 怎么实力和本体一模一样 以至于灵天根本就看不出来 哪个是灵轩的本体 有什么不可能 灵轩语气平淡 灵天脸上带着不可思议 世上竟然有这样厉害的分身之术 而且竟然出现在这种偏僻的小事件 这让他无法接受 灵轩没有等着灵天震惊 他直接出手 主动攻向灵天 灵天也迅速反应 出手 灵轩有了一个分身之后 局势瞬间被拉平 两人交手不相上下 可是 不要忘记了 灵天可是在燃烧精血 灵天脸色难看 他体内精血不断燃烧 要是接着燃烧下去 他恐怕就要滑落混沌镜了 而灵轩的分身之法 也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灵天怂了 他有了退缩之意 招式也没有了之前灵力 一招过后 灵天脸色难看 把手吧 这样打下去 对我们都没好处 灵轩脸色平静 攻势不减 完全不理会灵天的求和 底下众人也都听见了 灵天的话语 纷纷嘲笑道 哈哈 还以为有多硬气呢 结果就这呀 这就投降了 就是 太垃圾了 这样的人 都可以修炼到欲清静 那我岂不是可以做混沌至尊了 底下的嘲笑声 灵天也都听见了 但是没办法 他确实没有灵轩能坚持 而且他也耗不起了 他的精血 已经燃烧过半 再燃烧下去 境界就要滑落 甚至性命堪忧 没有任何犹豫 灵天转身就跑 可是 灵轩身负行自密 怎么可能让他跑了 瞬间 一道身影 出现在灵天逃跑的方向 拦住他的去路 灵天看着灵轩 脸色难看 难道给条活路都不肯吗 灵天脸色难看 灵轩没有理会他 一前一后 封锁他的生路 威胁到沈幼楚安危的人 都得死 见灵轩不肯放过自己 灵天神色变得疯狂 好 既然你这样不饶人 那么 我便要毁了这个事件 本座看你能救几个人 灵天神色疯狂 往仙界冲去 可 以灵轩的速度 又怎么可能让他冲进去 再次几百个个回合后 灵天神色变得无比猙獰 精血已经燃烧了四分之三 就算他能够安全回去 他实力也必将滑落混沌镜 往日的仇家 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就算是店主 也不会保护他 因为对于店主来说 若这没有庇护的价值 好 既然如此 那本座今天便和你们同归于尽 灵天神色猙獰 浑身瞬间变得狂暴 他要自爆 底下众人 脸色顺变 不好 是你逼本做的 灵天想从灵轩脸上 看到一丝慌乱 可惜 他要失望了 灵轩脸上 依旧没有什么表情 灵天的气息 愈发狂暴 他已经处于爆炸的边缘 看着底下这些人惊恐的神情 他脸上带着一丝快意 但 下一瞬 他在看向灵轩时 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怎么可能 灵天满脸写着震撼 他眼前竟然有九个灵轩 九个灵轩手上结印 一个结界 将灵天封锁 看着眼前巨大的屏障 上面无比厚重的气息 灵天歇斯底里 怎么可能 这不是真的 灵轩要有这样的实力 为什么一开始要和他打那么久 他好像一个被耍了的小丑一般 现在别说同归于尽 就连再仙界砸出一个坑都做不到 但是自爆已经被引动 灵天已经无法收手 一团极致的能量波动 将他吞噬 灵轩冷冷地看着结界中自爆的灵天 面无表情 第76章夫君 你骗我的 对不对 爆炸之后 众人目瞪口呆 这就是灵轩的实力吗 面对一个欲清静的高手自爆 依旧面不改色 轻松拿捏 荒天帝看着空中傲然而立的灵轩 眼睛瞪大 还记得他第一次见到灵轩的时候 灵轩还是先帝 那个时候 灵轩的实力虽然强悍 但是也不是他够不着的 可是 这才几年啊 灵轩的实力 就到了如此地步 随手便将一个欲清静的强者 碾为臣粉 摩帝美目微动 心中一阵失落 他这一辈子 第一次行动 可是面对那个男人的时候 他会情不自禁地自卑 来自弱者对强者的仰望 这样的情绪 他从来没有想过 还会出现在他身上 他可是先帝啊 可 如今 他也感受到了这种心情 先帝在灵轩面前 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罢了 一只大典的蝼蚁而已 五一和玄一使人脸上 满是不可思议 灵轩这哪里 是用混沌静修为 战胜欲清静 简直就是虐杀 到最后 灵天自曝也没有伤到 灵轩的一根汗毛 甚至 他们在地下看着 连一丝一毫的震动都感受不到 灵轩设立的结界 将灵天自曝的能量波动 完全隔绝在结界内 仙界有灵宗主 可高枕无忧 梁九 五言发出一声感叹 其他人纷纷点头 有这样的人物 镇守仙界 他们安全感爆棚 虚空中 等待灵天爆炸的余波结束 灵轩张开结界 从里面感受到一丝玄妙的气息 灵轩伸手 一颗指甲盖大小的晶莹的 无色透明的石头 出现在他手掌心 在上面 灵轩感受到一股极其浓郁的盗狱 这是 灵轩感受到这个东西的不凡 似乎能够从上面领悟其上的盗狱 来到底下 五一几人 眼神恭敬地看着灵轩 他们第一次 见识到灵轩的实力 高人不愧是高人 仅仅用混沌镜的修为 就能够逆斩欲清净 而且看起来还很轻松 这样的实力 实在是让他们 难以忘其向背 那颗石头丢给了几人 五一看到那石头 眼神瞬间瞪大 本元珠 本元珠乃是修为 达到三清净的修士 所领悟的大道凝结 其上包含了 他领悟的所有大道 若是能够从本元珠上领悟大道 不亚于被高人醍醐灌顶 感悟大道的速度一日千里 五一纳纳地点了点头 不知道灵轩是什么意思 只是 下一瞬 灵轩直接将石头丢给了他 好好修炼 说完 灵轩就消失在原地 众人羡慕地看着五一 那个东西 他们也看到了 一个欲清净强者自爆后 唯一留下来的东西 肯定很宝贵 灵轩就这样给了五一 实在是让他们心中羡慕不已 五一看着手中的本元珠 感动不已 没想到灵宗主 竟然对他们这般好 这样的好东西 竟然随手就交给他 要知道 他在神武殿待了那么多年 本元珠他 也就见过几次罢了 摸都没摸过 更别说使用了 卡在混沌境巅峰的他 其实一直想要一颗本元珠 来帮助他突破三清境 只是在神武殿 以他的身份 根本就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宝贝 他一直求而不得的宝物 没想到 灵轩竟然就这么轻易地给了他 他心中默默发誓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 只要灵轩一声令下 上刀山 下火海 他都在所不辞 当然 灵轩要是知道 五一心中所想 一定会告诉他 大可不便 五一他们领悟 不就等于他领悟了 他只是懒得自己领悟 而且 五一领悟之后 修为高了 能够提供更多的感悟 把这个给五一 简直是一举两得 做完这些 灵轩便回去了 沈幼楚还在等着他呢 今天早上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让灵轩心中 有了一丝不好的感觉 果然 灵轩刚回到道宗秘境 就看到了沈幼楚 此时的他 坐在竹楼前的桌子旁 手撑着脸 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灵瑶就在沈幼楚的旁边 他也是撑着脸 不过不像沈幼楚 他只是无聊的在发呆 见灵轩回来 灵瑶立马起身 爸爸 你回来了 灵轩摸了下灵瑶的脑袋 让他先去玩 他有事情和沈幼楚商量 接着 灵轩坐到沈幼楚的对面 见识灵轩 沈幼楚趴着嘴巴鼓鼓的 看着他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留恋 你会不会不喜欢我 把我赶走啊 沈幼楚忽然开口 灵轩有些诧异 旋即又笑了 你今天就是为这个闷闷不乐啊 灵轩心底松了一口气 他还以为沈幼楚恢复记忆了 从一开始 他告诉沈幼楚 他是他夫君的时候 这个谎言 就注定像一个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沈幼楚乖巧地点了点头 我做了一个梦 你不要我了 把我丢在一个黑漆漆的房间里 沈幼楚声音软软的 灵轩从语气中 听到一丝忧伤 于是 他打趣道 怎么 我家幼楚什么时候 还相信梦啊 梦和现实 都是反着的 所以说 我们一定会一生一世 永远不分离 听着林轩说着露骨的情话 沈幼楚 不禁翘脸泛红 他可没有林轩 脸皮这么厚 一听这种话 就会脸红 接着 林轩有好好地 安慰了沈幼楚一番 直到确定 沈幼楚不再多想后 他才离开 林轩离开后 沈幼楚咬着嘴唇 看着林轩离开的方向 良久 他轻声自语 我从来不是你娘子 你骗了我 对不对 可是 我真的不想醒过来 夫君 自从突破混沌镜之后 沈幼楚脑海里 每日都有一些零碎的 记忆片段闪过 最多的是一个 中年模样的男人 幼楚 若是 为师不在了 紫霄神殿 就靠你一人扛起了 众多梦境碎片中 沈幼楚明白 他根本不是林轩的娘子 只是 为什么林轩要骗他 他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 他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去做 他不能再耽误了 沉默良久 沈幼楚拿出一朵灵芝 千梦万古 犹豫良久 沈幼楚 终究还是掰下一小块 放入嘴中 第77章 娘亲不见了 混沌深处 怎么可能 林天那个废物 一个中年人踱步 看着底下人 呈上来的盘子中 摆放着的命牌 林天死啊 能够杀林天 至少也要是上清境 看来对方藏得很深啊 店主 若真的是那家所作 紫霄神女 应该已经落在他们手上了 一个身穿白衣的青年 开口说道 中年人也是皱着眉头 他们一直防着对方 对方应该没发现 紫霄神女的下落 依你看来 白衣人缓缓上前 带着微微的笑意 紫霄神殿 如今虽说已经破灭 可是尚有许多余孽 隐藏了起来 说不定就是这些余孽 在暗中帮助紫霄神女 说着 白衣人顿了一下 不过 紫霄神殿顶级战力 大多声誉 不如我走一趟 到时候 定能够把紫霄神女带回来 中年人沉思了一下 对方能够杀欲清境 至少试得上清境 派个太清境的强者 够了 既然如此 你速速跑一趟 我帮你遮掩气息 要是被白老鬼发现 就难办了 林轩最近过得很惬意 修为蹭蹭地往上涨 估计很快就能突破欲清境 宗门内 众多弟子 修炼也很努力 武艺悬医时人 一回来就开始闭关 他们十个人 一同仓悟 林天所掉落的本源珠 无时无刻 林轩都被大量的 大道感悟所洗礼着 这个时候 就应该惬意地 躺在摇椅里 抬头看着天空 最好 爱妻还能在旁边 想到这 爸爸 娘亲不见了 林瑶神色焦急 从今天上午 她就没有看到娘亲 加上娘亲 昨晚跟她说的那些话 林瑶心里很担心 怎么 林轩眉头也皱起来 之前 沈幼楚似乎是有些心事 可是 经过她的一番开导 不是都好了吗 我也不知道 娘亲昨晚 还跟我说 以后要好好听爸爸的话 林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听到林瑶这么说 林轩脸色一变 闪身出现在秘境逐楼前 登上沈幼楚的那栋小楼 林轩很快便在 沈幼楚闺房内的书桌上 看到了一封信 上面写着 林轩亲启 林轩心中不好的预感 愈发强烈 打开信封 纸张上写着 沈幼楚娟秀的字迹 林轩 我恢复记忆了 看到开头第一句 林轩心中了然 该来的 终究要来 之前发生了什么 我都想起来了 瑶瑶的出现 是个意外 但终归是我们的女儿 我走后 瑶瑶就拜托你照顾了 信封里 有一枚储物件 里面有一把盗兵 是我给瑶瑶的成年礼物 你帮我跟瑶瑶说声抱歉 娘亲不能陪着她长大了 还有 如果能够回来 你骗 后面被用墨水滑了 大抵是血腥之人 觉得没有必要吧 看完信件 林轩感觉有些奇怪 一种莫名的情绪在心间 有些多 她是什么时候 开始习惯沈幼楚 陪在身边 像那小哭包一样 声音软软的 你一欺负她 眼眶就会红 然后委屈地看着你 想着沈幼楚之前 小哭包一样委屈的样子 林轩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微笑 她大概再也不会那样了吧 爸爸 娘亲去哪了 林瑶在一旁 看着林轩恍惚的神情 问道 林轩揉了下林瑶的脑袋 娘亲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 姐 这是娘亲留给你的礼物 她为你准备的成年礼物 林轩将储物戒递给林瑶 林瑶忽然眼眶泛红 爸爸 你骗人 娘亲是不是不会回来了 我才十二岁 明明还有六年才成年 林瑶的语气 带着一丝哭腔 她真的很爱她的娘亲 哄着她 可是 现在娘亲走了 她变成了没有娘亲的孩子 林轩将林瑶搂进怀里 娘亲只是要去办件很重要的事情 办好了 她就会回来 林瑶抬起头 看着林轩的眼神之中 闪着泪光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娘亲在信里都写了 希望她回来 能看到我们家瑶瑶 长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 林轩安慰着林瑶 眼神看向窗外 变得渐渐凌厉 她记得 阎旺和阎妃说过 沈幼楚是紫霄神殿的神女 安慰完林瑶后 林轩传音给五一 让她来见自己 很快 五一 赶到林轩面前 她有些疑惑 高人一向不找自己 怎么忽然给自己传音 紫霄神殿的事情 你知道多少 五一一来 林轩便直接发问 五一瞬间明白过来 沈幼楚她自然见过 也知道是谁 紫霄神殿千年前 其殿主 忽然封魔 屠入十个大世界后消失 而后其他两大势力 立马对紫霄神殿发起进攻 意图吞并紫霄神殿 而紫霄神殿神女 凭借紫霄神殿众多长老 拼死掩护 逃离千年内 一直受到其他两大势力的追杀 听了五一的话 林轩沉吟了一会 为什么要咬着紫霄神女不放 因为紫霄神女 掌握紫霄神殿的宝库的位置 和开启方法 这个林轩听阎望和阎飞说过 只不过 因为宝库就让两大势力追杀 这么多年 那个宝库里面 肯定有什么两大势力 迫切需要的东西 林轩正想着 五一补充道 宗主 其实宝库什么的 神武殿的殿主 倒也不是很在意 我听说 其实 殿主为的是一块拼图 那其中有大秘密 拼图 秘密 林轩皱眉 其实我也不知道 只是小道消息 只不过神武殿殿主 什么宝物得不到 偏偏对紫霄神殿的宝库 那么感兴趣 实在是有些不正常 五一挠了挠头道 不 你说的很有道理 其中一定有什么吸引了他 宗主 你问这个 是因为您夫人吗 林轩看了五一一眼 五一瞬间闭嘴 知道他失言了 对不起 宗主 我失言了 林轩抬头望向虚空 哪里有一股很强的气势 正在靠近 无妨 伤害过他的人 我都会一一奉还 第七十八章 敢伤害他的人 都得死 很快 五一也发现了那股气势 来人没有丝毫掩饰自身气势 宗主 那是 五一的声音中 带着惊疑 接着 玄艺几人也发现了 纷纷出现 好强的气势 玄艺眼神中带着凝重 这股气势毫不掩饰 明显就是朝着他们仙剑来的 而最近 林轩刚杀了林天 所以 这股气势来人 很有可能来自 神武殿 相比众人的惊疑 林轩面色毫无波动 只是眼神变得凌厉 来得正好 我还没有去找他们麻烦 他们到自己 找上门了 林轩一个闪身 消失在原地 众人面面相去 悬一默默看向五一 宗主这是怎么了 他怎么感觉 林轩今天有些暴躁 五一无奈地看了众人一眼 我不好说 我只能告诉你们 最近宗主心情不好 这话听得众人皱眉 这仙剑 还有人敢招惹宗主 而且还能惹宗主生气 他们心中震撼 林轩是什么人啊 仙剑最强者 在他们心中 修为深不可测 居然有人 能够惹他生气 五一无奈苦笑 有些东西 不是可以通过实力 就能解决的 比如 感情 别说了 快去看看吧 这等高手对决 观摩肯定能让我们 受益匪浅 五一提醒几人 众人这才收起 八卦的心思 踏破虚空 来到混沌中 此时的混沌中 林轩正挡在一个 白袍人的面前 面无表情 五一几人出现后 见白袍人 面露金色 苍蝇 白袍人看向五一几人 脸上闪过邪魅的笑容 我说你们怎么还在这 难道不知道 怠慢之罪 会被店主如何处理吗 五一几人想到 神武殿店主的手段 瞬间有些不寒而栗 但想到 他们已经败入道宗 身后有林轩撑腰 恐惧之感才退却 他是何人 林轩看着苍远开口问道 五一恭敬地回道 宗主 这人是神武殿店主的小弟子 一身修为 已经达到太清静 是神武殿的长老 看到五一几人 不回自己问题 还叫这个忽然出现 拦住他去路的人叫宗主 苍远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了然之意 眼中闪过嗜血之意 师父还以为 你们被什么给困住了 我说呢 原来是投靠了这么个小子 真不知道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敢背叛师父 不过 也好 师父往日不让我肆意屠杀同盟 现在你们背叛 我倒可以好好享用你们的血肉了 说着 苍远伸出烟红的舌头 舔了下上嘴唇 眼神之中的嗜血之意 愈发浓烈 这嗜血的样子 看到五一几人 想到了关于苍远的传闻 眼神之中 不禁流露出一丝恐惧 说完 苍远又看向林轩 眼神中带着邪意 你身上有紫霄神女的气息 怎么你把她抓了 别误会 我对什么宝藏 没什么兴趣 只是想尝尝 神女的血液 是什么味道 怎么样 你给我一根她的胳膊 我大慈大悲地放你们一马 很合算的买卖 苍远这么一说 林轩的眼神 瞬间变得冰猛 宛如万年寒冰 你该死 林轩语气平淡 却带着万古不化的寒气 苍远毫不在意地舔着舌头 怎么 不愿意 还是说 你把她吃掉了 说着 苍远脸上忽然变得癫狂 怎么样 神女的味道好吗 我早就想知道 高高在上的神女 是不是比那些下贱的低等货的味道要好啊 苍远说着 捧腹大笑 表情极其夸张 嘴角都咧到耳根 找死 林轩瞬间消失在原地 瞬间动用接字密 气势瞬间上涨十倍 一瞬出现在苍远面前 一拳轰向苍远的小腹 可苍远毕竟修为 已经达到太清静 瞬间挡住了林轩的攻势 一击不成 林轩瞬间发动杭字密 躲开苍远的攻击 苍远眼神中带着邪魅 看向林轩的眼神之中 多了一丝渴望 没想到我看走眼了 小子 你成功引起我的兴趣了 我现在很好奇 你的血肉的味道啊 一股极其强大的气势 从苍远的身上爆发 引得周围 五一几人 眼神流露出骇然之色 这就是太清静的实力吗 虚空中不断震荡 林轩和苍远 不断地在混沌中闪现 林轩只能凭借 杭字密和杰字密 勉强招架苍远 五一几人看得忧心 林轩明明实力不止于此 为什么不使出权力 悬疑眼神之中流露出思索 宗主这是为了让我们看清楚 他和太清静的强者交手吗 本来还在疑惑的其他几人 仿佛抓住了关键 五一原来如此 以宗主的实力 明明可以直接将苍远拿下 却不辞辛苦 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 从他和三清静高手的对决中 学习到东西 几人感觉自己想通了关键 看向林轩的眼神之中 又多了几分敬佩和感激 试问 能有几个宗门的宗主 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为了几个弟子 这样不辞辛苦的掩饰 战斗细节 当然 林轩并不知道 这几个人在想什么 此时 林轩只感觉浑身都散架了 但是还不够 对面苍远看着不断咳血 身上伤势愈发严重的林轩 眼中嗜血之意 变得更浓烈 挣扎吧 让你的血液沸腾起来 我最喜欢引热气腾腾的血液 林轩默不作声 不断地凭借这行字密 在混沌中躲闪 每次被苍远攻击中 他身上的伤势 就会变重一分 但是他依旧默不作声 只是在不停地躲闪 而苍远 似乎也玩腻了这样的游戏 在混沌中停了下来 小子 本作没有耐心 跟你玩下去了 该结束了 嗨嗨 林轩吐出嘴中的鲜血 抬头 神色冷冽地看向苍远 是吗 确实该结束了 苍远还在疑惑 忽然间 明灵应该身受重伤的林轩身上 气息瞬间恢复如初 折自密 无论受了多重的伤势 都可以瞬间恢复如初 最强的疗伤秘数 但折自密 也不是能够无限使用的 需要消耗自身精血 感受了一下体内消耗的精血 林轩粗略估计 那样重的伤势 他最多能使用十次折自密 苍远邪妹 带着嗜血的脸上 血满了不可置信 不可能 那些伤势 都是他一招一招打出来的 没被他打死 已经算是运气 怎么可能瞬间恢复 林轩冷冷地看向苍远 语气冰冷 是吗 战斗才刚刚开始 苍远刚想要嘲笑林轩 混沌中 却不断有星星的光电亮起 瞬间照亮整片星空 苍远看向林轩 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语气错愕 带着不敢相信 你什么时候布置的阵法 第79章此阵 可除妖 路线 斩神 阵魔 不知杀得你否 在一旁围观的五一几人 脸上 也都满是震惊之色 宗主什么时候布下 这么大的一个阵法的 五一语气中满是震撼 他看着 还以为林轩打这么久 是为了让他们多观摩一会 好让他们多领悟一些东西 可是 就在他们紧紧盯着的战场上 林轩居然在不知不觉中 布下了这么一个大阵 而且 居然连苍远这个太亲近的强者 都没有发现 细想众人才发觉 其中的恐怖之处 林轩用远远弱于苍远的实力 将苍远戏耍于鼓掌之间 如此实力 让众人心中惊叹不已 不愧是宗主 这一手倚若胜强 看得我心潮澎湃 五一不禁感叹 玄武忽然开口 有没有可能宗主 是在叫我们 怎么用混沌镜修为 战胜太亲近强者 玄武的话 将几人点醒 对啊 宗主一定是在叫我们 不然以宗主的修为 区区太亲 随手可灭 可宗主却不辞辛苦地 用混沌镜修为 和其对战 不就是因为 我等也是混沌镜吗 可笑 我们看了这么久 还没有看懂 五一语气中 满是敬佩 这一瞬 众人觉得他们 真正明白了 林轩的用意 他们心中暖暖的 林轩对他们真好 而面对着苍远的林轩 此时脸上满是冷意 苍远是太亲近 修为很强 虽然他不畏惧 但是也没有把握 能够留下他 之所以一开始 不使出权力 就是因为 要势敌已弱 若是一开始 就权力出手 苍远拿不下他 可能会选择退去 而一个言语 羞辱沈幼楚的人 林轩不允许他 还存活在这世上 这还是林轩第一次 对一个人 产生如此强烈的杀意 看着周围的阵法 苍远也慢慢 从开始的震惊 恢复过来 他脸上带上了讥笑 小子 我承认你确实有些手段 居然能够 在我的眼皮底下 布下这么大的阵法 可是这有用吗 你根本不了解 太亲近的实力 说着苍远浑身 气势爆发 他要好好让眼前 这个像泥丘一样的蝼蚁 知道太亲 和混元之间的差距 面对气势全开的苍远 林轩依旧面不改色 他只是平淡地 看向苍远 你真的以为 只有这些了吗 苍远看向林轩 眼神之中出现惊疑 少装神弄鬼 一个混沌镜的蝼蚁罢了 以为用这些 旁门左道的东西 就能对付我 简直可笑 说着 苍远瞬间移向林轩 只要杀了主阵之人 区区阵法 请客间便可破 林轩看向苍远 眼神之中 含着无尽的冰冷 就好像是在看一个死人一般 这个眼神 让苍远邪义的脸上 闪过怒色 一个区区混沌镜的蝼蚁 居然敢用这种眼神看他 他要碾碎 这个混沌镜的蝼蚁 苍远身形急速 一拳搅动混沌 轰向林轩 面对这一拳 就算是欲清静的强者 也要化为尘粉 然而 拳头就要轰在林轩的身上的时候 林轩消失了 苍远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在最后关头 林轩居然躲开了 怎么可能 林轩的身形在远处出现 苍远再次冲过去 在他碰到林轩的前一瞬间 林轩再次消失 这样反复几次之后 苍远脸色难看 从林轩的移动来看 根本不是一个混沌镜的修饰 能够达到的速度 甚至比林轩之前的速度 还要快数倍 因为这个阵法 苍远发现了这个问题 现在在发现 晚了 林轩再次出现 但是不知一个 足足九个林轩 苍远根本无法认出 那个才是真身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分身之法 苍远语气中 满是不加掩饰的震惊 怎么可能会有分身之法 能够让分身完整 拥有本体的全部实力 而且还能拥有 足足八个分身 这超出了苍远的认知 他眼中的蝼蚁 居然有他从未听说的 如此逆天的分身之法 有什么不可能 你见识短浅罢了 林轩淡然开口 周围武艺等人 听得热血沸腾 纷纷高声道 不愧是宗主 对啊 见识短浅 还质疑别人 就是我们宗主 就算只用混沌镜的实力 也能报答你 你就说你服不服气吧 还装逼 小样装得挺像一回事的 强我都不服 就服你 几人你一言 我一语 听得苍远清金爆起 混账 等我收拾了这小子 就腾出手来 收拾你们这些叛徒 武艺几人这一次 却没有再怕 有本事就过来 我要是走一步 就是孙子 什么叫叛徒 我们那是弃暗投明 神武殿什么样子 我们还是不知道吗 店主什么时候在乎过我们的生死 不过都是他的棋子罢了 众人根本就不怕苍远 让苍远彻底暴怒 往常在他面前 卑躬屈膝 微微懦懦的人 居然不把他放在眼里 还出眼顶撞他 等他出去 就要亲手杀了这几人 他要看看 这些人在他面前求饶的模样 气息凝聚 苍远猛地出手 轰向阵法 他不想跟眼前这个混沌精的小虫子玩下去了 区区阵法 以力破了便是 然而 下一瞬 苍远满脸不可思议 被阵法弹回来 他居然破不了这个阵法 九个林轩 同时出现在混沌虚空中 现在该轮到我了 这个阵法 是林轩专门为了苍远布置 久久混元大阵 攻防一体 乃是林轩从祖子密中领悟的绝强的大阵 这个大阵最为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这个阵法 没有固定的阵眼 林轩 加上他的八大分身 就是这个大阵的九个阵眼 只要他们还在 苍远就不可能破得了这个大阵 苍远眼神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丝惶恐 这个混沌镜的蝼蚁 居然掌控了局面 他变成了被动的一方 怎么可能 就算你能困住我 凭你一个混沌镜 凭什么杀我 苍远惊目到 林轩面色平静 看向苍远 眼神冷漠 不带丝毫感情 杀你 混沌镜足矣 第八十章夫君可不是白叫的 林轩说着 整片混沌 无数星光亮起 一股极其强大的威势 从林轩身上发出 苍远脸上出现慌乱 他感受到了致命的危险 林轩真的能够杀他 林轩眼神冷漠地 看向苍远 步了这么久的大阵 要是没点作用 岂不是显得他很无能 久久混沌大阵 最强的就是整合 他能把九个林轩身上 爆发的实力 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而且能随时转换 加上林轩又能使用接字命 一瞬间 林轩身上的气势 碾压了苍远 苍远急了 他脸上带着一丝争鸣 我就不信 凭借这个大阵 就能困住我 他拼命地轰向大阵 只要能够脱离这个大阵 他有的是办法离开 只是 林轩步了这么久的大阵 为的就是留下他 怎么可能让他跑了 苍远树鸡 都没能打破大阵 林轩已经攻向了他 他仓皇格党 一朝一世之间 林轩的攻势 打在他身上 让他受了不轻的伤势 怎么可能 直到现在 苍远依旧难以相信 一个区区混沌镜的修士 竟然能够把他 逼到这种地步 林轩步语 从苍远嘴上说 要尝尝 沈幼楚鲜血的味道时 他在林轩的心里 已经被判了死刑 虽然沈幼楚走了 但是他们一起生活了 那么长的时间 他那么怪 岂是这种喳喳可以侮辱的 念词 林轩浑身气势 瞬间再上一个台阶 他突破了 欲清静 欲清静 心思通明 穿越混沌 无所不及 是混沌之中真正的强者 中流砥柱 一瞬间 林轩的气势暴涨 突破欲清静 加上阶字密 数字密 一个无比恐怖的林轩 出现在苍远面前 不可能 你到底是谁 怎么有人能够 瞬间突破欲清静的 苍远不敢相信 谁突破境界 不是找一个 僻静安全的地方 静心千年 甚至万年才能突破 结果 林轩居然就在他面前 他眼睁睁地看着 就这么简单地突破了 突破后 林轩睁眼 眼中冒出一道金光 看得苍远 感觉自己瞬间就被看透 你 你不能杀我 我是神武殿店主的弟子 要是杀了我 神武殿不会放过你的 苍远慌了 他真的怕了 数百万年来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 死亡的恐惧 林轩眼神淡漠 看向苍远 眼神冰冷 语气平淡 神武殿 我迟早会亲自去拜访 听着林轩说出这句话 苍远哪里不知道 林轩的意思 语气中带着恐慌 神武殿势力很恐怖的 不是你能应对的 只要你放了我 我保证 不会暴露你的存在 林轩冷冷地看了苍远一眼 瞬间出手 不再给他说话的机会 突破了御清境 加上大阵和九密的加持 苍远根本不是林轩的义和之敌 不过十数个回合 就被林轩解决 看着手掌中的本圆珠 其上散发着浓郁的法则波动 作为比之前在林天身上拿到的 要大了一圈 见林轩解决了苍远 武艺几人围了上来 宗主 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吉人脸上甚至带着一丝兴奋之色 杀了苍远 那就相当于要和神武殿直接正面硬刚 他们心中自然是相信林轩的 但是只要一想到 要和之前心中至高无上的神武殿硬刚 他们心底就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 林轩眼神深邃 看着无尽的虚空中 他心中微微一叹 本来他只打算在仙界躺平 安稳度日 可是 现在神幼楚被卷入这么大的风波之中 他不可能坐视不管 你们神武殿出身 对混沌中大世界的位置应当熟悉吧 武一面色一正 当然 宗主 我们之前身为神武殿安卫 打探消息是最基本的 林轩看向几人 眼神严肃 好 既然如此 那么我就交给你们一个任务 探查紫霄神女的消息 有任何风吹草动 回来禀告我 武一轩一十人 面色一素 冲着林轩拱手道 宗主 放心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说完 十人便化为一道流光 往混沌深处盾去 看着众人消失的身影 林轩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丝追忆 往事历历在目 第一次遇见沈幼楚 她像一只受伤的小猫一样 一碰就炸毛 到后来 发生那样的事情 林轩和她之间 产生了一缕割舍不断的联系 骗她自己是她的夫君 最初的时候 是因为 林轩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或者说是不知道怎么处置她 还有就是因为 她毕竟是瑶瑶的母亲 林轩的心情很复杂 直到 后来 沈幼楚完全进入了她的生活 她从来没有对林轩跟她说的 产生过怀疑 性格 也跟第一次见面时 一眼不合就动手的暴脾气不一样了 失忆的她 像那小裤包 性子软软的 被她欺负了之后 总会红着眼眶看着她 看得让林轩心疼 就这样 沈幼楚 像是一道白月光 无声无息地 照进了林轩的生活 本来 林轩也想过 若是有一天 沈幼楚恢复记忆要离开 便让她离开便是 她在她失忆 修为尽失的这段时间 护她周全 也算是两不向嵌了 可是 直到沈幼楚真正离开的时候 想到她要一个人 去面对那些势力 去承担那么大的责任的时候 林轩开始担心 她瘦弱的肩膀 能不能撑得住 尽管沈幼楚 已经恢复了记忆 又变成了那个 可以独当一面的紫霄神女 可林轩不管 她永远都是那个 瘦了委屈 就会红着眼睛 拉着自己衣袖的那个女孩 作为她的夫君 她不能对她的事情置之不理 就算她和整个混沌为敌 又如何 看着混沌许久 林轩忽然笑了 叫了那么久的夫君 可不能让你白叫 第八十一章 离开仙剑 突破了御清境 林轩的实力 得到了质的飞跃 最重要的是 她能够布置一个 囊括整个仙界的大阵了 杀了苍远 沈幼殿肯定会派人前来探查 而沈幼楚 现在又面临着危险 林轩势必不能同时兼顾两头 所以 她需要在仙界外面 为仙界布置一个 遮掩气息的大阵 混沌中 林轩不断结议 无数玄妙的符文 被不断打入虚空 施展阻子密 林轩布阵之术 就算放眼混沌中 恐怕也少有人能敌 布阵时间 足足持续了一周 当最后一个符文 被林轩打入虚空之后 整个仙界 仿佛消失了一般 哪怕 从这片混沌经过 都发现不了 这个世界的存在 除非一早就知道 这里有个世界 否则就算对方再强 恐怕也只会把这里 当作普通的一片混沌 做完这一切 林轩闪身 出现在仙界中 道宗之内 林轩把刀心等人找了回来 柳如霜也被林轩 从矿上找了回来 师父 不管有什么事情 只要您一声令下 我柳如霜再所不辞 柳如霜满脸兴奋 师父果然还是心疼她的 不忍心让她挖矿 林轩默默看了柳如霜一眼 我给你的任务 就是好好修炼 你太弱了 柳如霜脸上的笑容 瞬间就消失了 她苦着脸 师父 不是谁都能像你一样 修炼那么快啊 当然 这个话柳如霜只是在心底说说 林轩拿出从苍远 那获得的本元珠 你们之后好好修炼 这个能够助你们尽快突破 几个弟子 纷纷看向林轩手中的本元珠 上面的散发出 十分浓郁的法则气息 师父 这是 刀心开口问道 这是本元珠 能够帮助你们修炼 仙界的太平日子 可能不多了 林轩说着 看向虚空 听了林轩这么说 几个弟子眼神之中 都闪过凝重之色 这种语气 他们还是第一次 从林轩口中听到 说明这次事情 真的很严重 玄疾 几人脸色也变得严肃 师父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好好修炼的 就连柳如霜 也都收起开玩笑的心思 脸上写满了严肃 玄疾 林轩收起悟道碑 对众多弟子道 好好修炼吧 为师有些事情 需要去处理 希望为师回来时 你们都能够有所不同 众人眼神之中 纷纷闪过热血 师尊 你放心 我们一定不负所望 林轩点了点头 出现在秘境的竹楼 林瑶正趴在沈幼楚 平时常常写字的 那张暗读上 拿着毛笔写字 见来人是林轩 林瑶拿起 他刚刚写好的字 递给林轩 爸爸 你看我写得好吗 林轩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 沈幼楚 时常抄写的诗句 都是他没事的时候 墨写下来的诗句 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清梦牙心河 这是沈幼楚 很喜欢的一句诗 好看 瑶瑶真棒 林轩揉了下林瑶的脑袋 夸奖道 那爸爸 你能不能把这个 带给娘亲 告诉她 瑶瑶以后会认真的写字 再也不谈完了 让她回来好不好 瑶瑶想娘亲了 林瑶眼神之中 满是期待 林轩一下沉默了 林瑶平时是不喜欢写字的 良久 林轩将字收起来 捏了下林瑶的小脸 放心好了 娘亲怎么可能生你的气 她只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去处理 处理完了就会回来 真的吗 可不许骗我 林瑶兴奋后 小脸上有带着一丝胡疑 林轩洋装轻松地笑着 当然啊 不然 你以为娘亲 为什么把你成年脸 早早地准备好了呀 说到这 林瑶脸上带着笑 可是 不一会 情绪又低落了下来 爸爸 你说 我们去帮娘亲 好不好啊 我真的好担心她 她一个人在外面 会不会有人欺负她 娘亲那么善良 会不会有人骗她 林瑶说着 林轩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劲 连忙开口道 娘亲很聪明的 肯定不会被骗的 林瑶看了一眼林轩 很明显 她还是很担心 放心吧 我去找娘亲 爸爸会保护好娘亲的 林轩保证 林瑶这才放下心来 林轩安慰了一下林瑶 再嘱咐了 她一些事情 就离开了 混沌中 五一回来了 她脸上带着一丝忧虑 靠近仙界时 她傻眼了 仙界呢 她明明记得 就是这里啊 五一有些迷糊 她走错路了 不可能啊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 出现在五一面前 正是林轩 宗主 仙界这是 我不这的阵法 把仙界隐藏了 可有她的消息 隐藏了 五一心中惊叹 听林轩说道 沈幼楚 不敢迟疑 立马回道 神女此去 本来是为了 召回紫霄神殿的旧部 可是其中一个 名叫紫叶的长老 却早已背叛 导致神女此时被追杀 五一话还没说完 林轩神色一宁 追杀 她怎么样了 林轩眼底 流露出一丝交集 五一赶忙回道 宗主放心 神女暂时是安全的 只不过 那紫叶咬得很紧 又是太清静的修为 神女随时都有可能 遇到危险 紫霄神殿 现在在整个混沌北域 都是过街老鼠般的存在 沈幼楚 作为紫霄神女 有无数人 想要用她去灵赏 她在哪 林轩直接发问 五一不敢迟疑 我回来的时候 那个紫叶 正在玄武世界中 搜查神女的下落 说着 五一地上地图 林轩拿过地图 身形瞬间消失在混沌中 看着林轩消失的方向 五一感慨 宗主真的很爱神女 只是她想不明白 为什么神女一定要走吗 待在宗主身边不好吗 玄武世界 玄武城 玄武世界中 最强大的宗门 玄武宗所在 此时的玄武城 不同于往日的平静 不断地有人匆忙 从城中经过 行色匆匆 哎 你们听说过吗 之前消失的紫霄神殿的神女 又出现了 你这消息就落伍了吧 我听我在玄武宗的堂哥说 昨日 有个神秘人来了玄武宗 是玄武宗宗主 亲自接待的 你说在这个结果眼上 紫霄神女前面 刚出现在我们玄武世界中 后面就有人来 这人不是那个紫叶 还能是谁 路上两人正凑在一起闲聊 他们全然没有发现 他们说的话 全被旁边的一个青年听到 玄武宗吗 那个青年自语 闪身 消失在原地 第82章紫叶 玄武宗内 一片肃井 主峰之上 宗主大殿内 宗主 李墨 正面露笑容的接待面前的 一位紫发人 紫叶长老 你说的紫霄神女 我一定会增派人手去调查 而且 我已经令人在整个玄武 世界周围 不下探子 一有风吹草动 我们立刻就会跟你汇报 紫叶手上拿着一杯茶水 微微抿了一口道 这个不急 我神武店店主 需要的是 神女手上的宝库 只要知道她的行踪 慢慢逼迫她便可 大人说的是 是我欠考虑了 见紫叶杯中的茶水见底 李墨连忙给她在道上 脸上写满了产妹 紫霄神女那等存在 要是之前 她根本想都不敢想 可谁能想到 她偏偏来到了 他们玄武世界 只要她帮助紫叶 擒助紫霄神女 神武店必然不可能亏待她 神武店店主啊 随便撒点汤汤水水 也够她玄武宗 受用无穷了 紫叶看着李墨 眼神之中 流露出不屑 她选择投靠 神武店 可不是因为 神武店店主人聘好 紫霄神店 现在整个混沌北域 都如同过街老鼠一般的存在 她要为她的以后着想 在追捕 沈幼楚这件事情上 她不会那么急 其一 她并不是很相信 神武店店主 其二 神武店店主都垂涎的东西 她要弄清楚是什么 说不得 她得到了后 能够成为混沌北域的新霸主 正盘算着心里的小九九 一道声音 从玄武宗上方传出 玄武宗宗主何人 林轩请你出来一见 这声音一传出 整个玄武宗哗然 李墨脸色难看 紫叶依旧没什么表情 在喝着茶 又不是找她的 李墨抱拳道 大人在这稍作休息 李某去去便回 说完 李墨飞身离去 她倒要看看到底是谁 赶来他们玄武宗闹事 来到虚空中 李墨见到了来人 一个身穿青衫的青年人 样貌俊朗 颇有一股先锋倒鼓的感觉 略微探查了一下 李墨却没有看穿林轩的来历 当下 心中有些警惕 皱着眉头 看向林轩道 我与阁下素未谋面 阁下来我玄武宗所未合适 林轩看向李墨 漫不经心地道 我想向你打听一下 昨日来玄武宗的神秘人的信息 还有关于紫霄神女的消息 说到此 李墨脸色一变 说到这些 他便知道来者不善 只是还不知道 对方究竟是为何而来 你也想要奋一杯羹 眼前这人 看不清修为 直觉告诉李墨 不是什么好相遇的角色 他决定先稳住他 如果你也想要要神武殿的悬赏 不如静殿详谈 紫叶大人便在里面 感觉此人不是对手 李墨决定 把这个问题抛给紫叶 此时 随着林轩的到来 玄武宗底下 不断有弟子聚集 议论纷纷 他们都很好奇 这人是谁 敢来他们玄武宗 而且看起来 对他们宗主这般不敬 可是 后来他们宗主的反应 更是让他们震惊 这人这般嚣张 宗主 居然还亲自把他请进大殿 看样子 来人不好惹 听到紫叶这个名字 林轩恶哨 然后点头 答应下来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了 紫霄神殿叛徒 追杀沈幼楚 他倒要见识一下此人 见林轩答应了下来 李末心底微微松了口气 他不想直接和一个不知道 实力的对手交手 特别是和对方没有仇的情况下 当然 如果他知道对方是紫霄神女的夫君 恐怕就不会这么想了 随着李末进了大殿 林轩一眼便看到 那个端坐在大殿之上的紫发男子 其神色巨傲 手里拿着一杯茶水 眼神傲慢地投向林轩 怎么 李宗主 你没把这人打发走 紫叶的语气中 明显带着一丝不耐烦 对于 李末把一个陌生人带过来 打扰他的雅信 他显然不是很开心 李末面色善善道 大人 这位道友 也想为追捕紫霄神女出一份力 他能有这份心 我便把他带来给大人看看 说到这 紫叶脸上带着一丝激笑 哦 你也想从紫霄神女身上 奋一杯羹 就不知道 你有没有这份实力了 紫叶以为 又是哪里冒出来的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 林轩默默地扫过紫叶一眼 你想要什么样的实力 紫叶脸上 露出一丝邪魅的笑容 身体前倾 你有什么实力 不妨展示一下 实力好的话 我说不定能够向店主推荐下你 到时候 抓到了紫霄神女 紫霄神殿的宝库 不但有你一份 就连紫霄神女 说不定也能让你品尝一番 却见林轩手往旁边一伸 浑身气势爆发 直接抓住李末的脖子 将他拎了起来 一瞬间 李末的脸上布满恐怖 要知道 他可是混沌境巅峰啊 竟然被眼前这人 这般轻易地就制服 他甚至一丝一毫的实力 都使不出来 仿佛变成了一个凡人一般 大人 救我 李末挣扎着喊道 紫霄慕然起身 眼神之中 明灭不定 李末还有用 不能死 放下他 我答应你 让抓住神女后 有你一份 紫霄做出最大的让步 也是因为 林轩使出了能够让他让步的实力 能够瞬间这般 制服一个混沌境巅峰的强者 其实力 最少也是上清静 这样的人 已经有资格加入了 而且他也该组建自己的班底了 然而 下一瞬 紫霄瞪大了眼 红的一声 李末的头 如同一个西瓜一般 硬声炸开 这样 你觉得如何 林轩偏过头 看向紫霄 脸上竟然少见的 带着一丝邪意 他怒了 紫霄的脸沉了下去 黑的像锅底一般 小子 你找死 一只巨手在大殿中凝结 带着太清静强者的愤怒 席向林轩 寻找沈幼楚的踪迹 紫霄还要用到李末 可 李末却被林轩这般轻易地杀了 面对太清静强者的寒怒一击 林轩面不改色 直到巨手快要靠近林轩的时候 一道光幕 挡在林轩面前 挡下巨手 林轩身发无伤 怎么 做叛徒还有理了 林轩冷冷地看向紫霄 听到这话 紫霄眼神之中 闪过浓浓的震撼 你到底是谁 第83章 为你扫清障碍 我是他夫君 不可能 紫霄眼神之中 流露出荒谬之色 林轩冷冷地看向他 怎么不可能 我说是谁 原来是紫霄神女的爱慕者 可惜 你不知道 神女什么体质吧 林轩皱着眉头 问道 你什么意思 神女的体质 注定她不可能与人 她的体质名为毕印 阴阳交合后 便会孕育 而后修为尽尸 从而使下一代的天赋 变得极强 你说 身负这种体质的神女 怎么可能会有夫君 紫霄的眼神之中 充满技巧 她还是以为是谁 原来是沈幼楚的追求者 一瞬间 林轩心中恍然 原来沈幼楚醒来后 失忆 失去修为 是因为她的体质 瑶瑶的天赋 如此妖孽 也是因为沈幼楚的天赋 瑶瑶今年十二岁 林轩出来之前 她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先尊敬 这样的天赋 简直逆天 原本林轩还只是 觉得自己的基因好 现在想来 实在可笑 原来是因为沈幼楚 想当那个柔柔的女孩 林轩看向紫叶的眼神之中 充满杀意 我知道了 你可以死了 不带紫叶再说 林轩全力出手 玄武殿不堪重负 直接炸开 紫叶脸上带血 一条手臂 被林轩生生打成血污 要不是 她反应快逃了出来 恐怕她刚刚就要 交代在林轩手中了 你到底是谁 紫叶又惊又木 能够一招 让她失去一只臂膀的强者 在整个混沌北域 都应该是有名的人物 她不可能不知道 林轩不语 再度攻了上去 是要置紫叶于死地 紫叶没办法 对方太强 而且很凶 只能慌忙招架 底下 玄武宗的弟子 见了这一幕 脸上都写满了 大大的问号 这人不是刚刚那个 被宗主带进去的 那个人吗 怎么他跟昨天 那个神秘人打了起来 什么神秘人 明眼人都知道是紫叶 没看到宗主 把宗门的长老 都派了出去吗 做什么 不用我多说吧 死 若真是这样 这人的实力 怎么这般恐怖 我听说 紫叶可是太亲近的强者 这样的强者 竟然在他的攻势下 毫无招架之力 这人确实厉害 但是 宗主呢 他们的宗主呢 快看 大殿中有个人 躺在地上 有人发现了什么 在大殿的废墟中 众人 发现了一个无头尸体 穿着他们宗主的衣服 宗主死了 这件事情迅速传播 在整个玄武宗 掀起轩然大波 所有看向空中的林轩 眼神之中 都流露出金句之色 空中那个人 杀了他们宗主 所有人 都被一股 极大的恐惧感包围 这人竟然杀死了 他们的宗主 众人还来不及震撼 天空之上 一个身影掉落下来 紫叶败了 虚空中 林轩看了眼 手中的本圆珠 和一枚储物件 身形消失在原地 林轩离开后 梁九 众多弟子 才敢上前观望 那个在他们眼中 高不可攀的强者 紫叶死了 无数玄武宗弟子 心中震撼 消息瞬间四面八方地 被传了出去 玄武宗宗主 死在了玄武宗的大殿上 连带着的 还有紫叶 太清静强者 也死在了玄武宗 一时间 还在玄武世界外的混沌中 布控的玄武宗的长老们 纷纷收到消息 紫叶和李末死了 任务取消 开玩笑 宗主和来这里的大佬都死了 他们还不个屁 所有长老 一时间纷纷离开混沌 回到玄武宗 李末死了 玄武宗还在 玄武宗宗主之位 他们很多人 可是眼缠很久 宗门之内 各大派系之间 开始凝争暗动 当李末死去一天后 在玄武世界的一处小城池内 一行五人 正在一个茶寺休息 忽然周围有一道声音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你们知道吗 玄武宗宗主死了 可不是吗 听说 还有一个叫紫叶的 太亲近的大能 也一同在玄武宗 被一个神秘人杀了 碰 一个茶杯被放到桌上 一道爽朗的笑声响起 好 紫叶那个叛徒死得好啊 不知道是哪位朋友 赶了这件事 以后他就是我老莫的 至交好友 众人纷纷看过去 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身份 莫书 你小声点 一道软软的 却又带着一丝清冷的声音响起 若是林轩在此 一定能够认出 这个人 不是他娘子 又能是何人 莫千仲摸着脑袋笑道 小姐 实在是 听到紫叶这个家伙死了 我太兴奋了 沈幼楚无奈地看着莫千仲 莫千仲 乃是紫霄神殿的长老 修为太亲近 从小看着沈幼楚长大 不过 小姐 你这次回来 修为怎么降了那么多 你之前修为 可是上清静 随时可以突破太清静 怎么现在 莫千仲没有说下去 重新见到沈幼楚的时候 他就发现 沈幼楚的修为 只有混沌静 他大为惊奇 仔细追问 沈幼楚却不肯说 只是说 当时伤势太重 导致修为倒退 莫千仲心底虽然有疑虑 但沈幼楚回来 他心下心喜 却没有再问 这次 紫叶被杀 他心情甚好 又提起了这件事 说到这件事 沈幼楚美目之中 浮现一丝追忆之色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旋即想到了什么 沈幼楚的眸子按了下去 反正之前 他都是在骗自己 他这次走了 他正好省心 以后也不用花心思骗他了 小姐 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告诉老夫 我去教训他 莫千仲看着沈幼楚长大 沈幼楚这个样子 他哪能不知道 沈幼楚有心事 没什么 走吧 既然子叶已死 我们正好趁着这个时机离开 沈幼楚起身 眸子里不负之前的柔弱 多了一丝轻浪 莫千仲在身后看得心疼 他是看着沈幼楚长大的 沈幼楚天性善良 性子似水 又单纯 只是从殿主封魔 失踪之后 沈幼楚就不得不收起单纯 用他柔弱的肩膀 扛起紫霄神殿的未来 这些年里 沈幼楚的改变 都被他看在眼里 那个曾经 会因为受委屈 就红了眼眶的女孩 已经一去不返 终于 老莫在心底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跟了上去 第84章 招收惊艳宝宝 分文不给 全年无休 收拾了玄武宗之后 林轩便没有再行动 他没有去找沈幼楚 他应该不想见到自己吧 现在 紫叶和玄武宗 宗主已死 他可以离开玄武世界了 林轩站在一处山巅 急目望向混沌 混沌中 沈幼楚刚离开玄武世界 忽然心有所感 回头望去 莫千仲疑惑道 小姐 怎么了 沈幼楚摇了摇头 没事 走吧 他莫名有种感觉 解决这一切 林轩也要着手 开始他的计划了 一道身影 出现在林轩身边 正是五一 他刚赶到玄武世界 就得知 紫叶和玄武宗宗主 被杀的消息 心下感叹林轩的速度 就迅速来到林轩这 宗主 神女后面 肯定还要面对更多追捕 我妈 下面的话 五一没有说出来 他觉得 实在是太累的 不然把沈幼楚 留在身边保护 不就好了 林轩听懂了他的意思 看向虚空 他不是那个失去记忆 一有事情 就会躲在他身后的 那个沈幼楚了 他现在是紫霄神女 他肩膀上的责任 不允许他 躲在一个人身后 而且 他们之间 还有很多误会 他骗了他 这一切 他还不知道怎么解释 而他或许也不想 见到他吧 良久 宗主 五一出声提醒 林轩收回心绪 下一步 传道 五一愣了一下 传道 什么意思 不过 很快 五一就知道这是 什么意思了 整个玄武世界的上空 传出一道声音 无奈道宗宗主 游历混沌 甚至修行不易 特来玄武界传道 凡是先帝静以上 均可前往玄武界 混沌中 前来听到 五一猛了 宗主这是要干什么 五一再度来到 林轩的面前的时候 是在玄武世界的混沌外 林轩此时 正盘息在混沌之中 身上不断有 玄妙的气息沉浮 然后 五一看到了 林轩身下的一块巨石 悟道碑 五一心中震动 对于这块石头 五一心中 自然是再清楚不过的 九秘那种惊人的秘法 都记录在其中 这些可是道宗的传承秘书 可以说是道宗的根本 宗主怎么会把这些东西 拿来传承 五一心中震撼 却不敢质疑林轩 毕竟 宗主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身意 很快 就有一道身影 出现在虚空中 是一个先锋道骨的老头 一出现 五一便看出来了 混沌竟初期 那老头本来脸上 还带着巨傲之色 但是 当他感受到 五一身上流露出的气息 脸上闪过震撼之色 混沌巅峰 然后 又发现 五一这样的混沌巅峰竟强者 在那个端坐在中间的年轻人面前 行弟子里 一时间 他便不敢再小巧 老老实实地站在混沌中 等着林轩发话 他来此事想来 看看究竟是什么人 居然这么狂妄 传道的下线 居然是先帝 要知道 就算在玄武世界中 先帝也不是大白菜 在其中那个不是宗门的中流砥柱 就是称霸一方的大能 这样的修为 居然只是来听到的入门条件 林轩没有看来人 依旧闭着眼 接着 陆续有流光往这边赶 他们其中很多人都是互相认识的 见来人 都是使着眼色 不敢接着说话 因为他们都能感受到 五一身上流露出的恐怖气息 至于林轩身上 因为隐秘气息 他们反而感受不到 但是 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 这样的强者 能够心甘情愿地为人 安前马后 只能因为一个原因 那就是 那个端坐在那的年轻人的实力 远远超过那个恐怖的大能 想到这点 这些人都老老实实地 等着坐在虚空中的那个大能说话 许久 林轩终于睁开眼 人都来得差不多了 一眼扫过去 足足有一百个先帝 就连混沌进强者 也有七人 玄武世界的实力 要远远强于仙剑 既然大家都来了 我便开始传道了 长言 法不外传 法不可清传 可我却不这么认为 我道宗的法 混沌之中均可休息 即便不败入我门下 又如何 说着 林轩手指着误道碑 我道宗所有的功法秘书 都在其中 只要你们能获得 便是你们的了 林轩此言说出瞬间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 居然有人会把自己宗门的传承拿出来 跟人分享 怎么可能 传承之法 那是宗门不传之秘 岂有外传之道理 对啊 我可从未听过 还有人会把宗门秘书外传的 底下人小声议论着 五一也是满脑子的问号 直到现在 他也没想明白 林轩究竟为了为了什么 肃静 是否是真的 你们一事便知 何须多言 虽然 不知道林轩的用意 五一还是站出来 出言道 五一浑身气势惊人 一下就震住这些人 他们纷纷安静下来 不多时 一个样貌为中年男人的先帝走了出来 既然如此 我便带诸位道友先试试 说完 这个男人 便镜子来到悟道碑面前 按照五一的指示 将手贴了上去 接着 男人被一道光覆盖 神情变得安逸 过了一会儿 男人神情忽变 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 接着 顾道碑睁开眼 怎么样 底下有人忍不住开口问道 男人没有回答 脸上 带着狂喜之色 冲林轩深深地鞠了一躬 恩师传道 我当之弟子里 此言一出 底下的人 瞬间被震撼到了 所有人都好奇 到底是何等传承 能够直接 让一个先帝折服 无妨 好的传承 本来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无道不孤 林轩说完 无一震撼 可笑 他还猜测那么久 原来宗主是这种意思 单纯地想将道宗的功法 发扬光大 宗主这般胸怀 是他永远无法达到的 林轩此言一出 众人眼神之中 满是震撼 世上还有这种人 连想到他们自己 对自己宗门内的弟子 都会留一手 害怕教会了徒弟 恶死了师父 结果在林轩这里 居然能够这样无私地 将功法秘术送人 难道就不怕仇人知道 拿来对付他吗 要是让林轩知道 众人的所思所想 肯定会嗤之以鼻 要是有人练了 能超过他 他把头摘下来 给人当球踢 想屁吃 所有人和物道碑 建立联系之后 都会成为他的经验宝宝 他会怕 他只怕他们 修炼不够努力 第85章 神女欲险 于是 众人怀着感激 不见 崇敬等复杂的感情 从林轩这里 获得了传承 获得传承之后 众人脸上 都流露出狂喜之色 看得五一撇嘴 一群香巴佬 没见过世面 只是 五一忘记了 当初他见到林瑶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表情 震撼这世间 竟然有这样神奇的秘书 高人 这等功法给我等 我们心中感激不尽 不知道高人能否留下性命 好让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秘法的出处 对啊 高人 您这样高风亮节的前辈 就让我们知道您的名字吧 众人七嘴八舌的开口 纷纷想要知道林轩的名字 林轩看向众人 眼神淡漠 道宗 林轩 说完 林轩一步迈入虚空 消失不见 五一紧随其后 留下众人 在原地喃喃的念着道宗林轩 这四个字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 林轩之名 开始要响彻混沌 玄武世界 只是一个开始罢了 而在混沌中 另一个事件 百川剑 沈幼楚遇到了危机 三个太亲近的强者 找到了他们 并对他们围追堵截 是要将他们拿下 百川剑中 血域之中 白茫茫的一片 五人正在其中休憩 小姐 对方来势汹汹 这么快 就发现了我们的踪迹 这中间肯定有鬼 莫谦重 眼神凝重 他身上带伤 已经三次都被对方发现 对方肯定有什么 追踪自己几人的方法 沈幼楚也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这么久 他们一直想不通 对方是怎么发现 他们的踪迹的 莫谦重扫尸一周 语气严肃 小姐 我们这一路来 我们的踪迹 仿佛在对方眼里 就是透明的 说不定是我们中间有内鬼 莫谦重声音凝重 这种时候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的 他们本来就是弱势 要是他们之间还起内讧 对他们的处境 可谓是雪上加霜 沈幼楚显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 他没有询问是谁 莫书 你能确定吗 莫谦重眉头一皱 这一点我确实不能确定 但是我们每次都被对方找到 实在是太巧合了 不如这样吧 我们分头行动 莫谦重提出看法 瞬间其中一个人开口 我觉得不妥 我们五人一起行动 尚且不是对方的对手 单独行动 岂不是给了对方逐个击破的机会 莫谦重看了这人一眼 欲清静修为 之前是他们紫霄神殿的执事 刘叶 在沈幼楚回来后 找到他们 仔细回想起来 和刘叶之间的回合中 没有什么疑点 就是太巧了 他们刚出现 刘叶就找上来了 这让莫谦重心底 多了一丝疑虑 莫书和刘叶说的都有道理 我们现在行动如履薄冰 还是需要好好考虑 沈幼楚说话总结 众人称势 但下一瞬 雪域的空中 一道声音乍响 紫霄神女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跑 众人脸色一变 这么快 这次追兵找到他们的时间 比上次还要快 他们一丝喘息的时间 都没有 莫非他们中间 真的有内鬼 竟然互相看了一眼 脸色难看 莫谦重站了出来 小姐 等会你先走 我来拖住他们 沈幼楚没有反对 这是眼下最好的办法了 只有他离开 莫谦重才能更好地离开 很快 莫谦重赢了上去 阻止那三人 沈幼楚也不犹豫 转头离开 只要他安全了 莫谦重自然可以离开 就凭你们 也想拦住我们 对方三个太亲近强者 而莫谦重这边 除了莫谦重一个太亲近 就是一个上亲近 加上两个欲亲近 等等 莫谦重发现少人了 刘烨那小子不见了 电光火石之间 莫谦重已经想明白了 那间是刘烨 他去找沈幼楚了 莫长老 怎么办 刘烨那个混蛋 背叛了我们 另外两个人 显然也是想到了这点 他们面前难看 前面是三个太亲近强者 后面是队友的背叛 这还怎么办 莫谦重脸色难看 我们速战速决 刘烨那小子的事之后说 说着莫谦重就要出手 对面的人却放声狂笑道 莫谦重 你以为 我们这次还像之前那样 没有准备吗 莫谦重脸色难看 还有其他人 说起来这个人 还和你是老朋友了 马自达 听到这个名字 莫谦重瞳孔猛然收缩 马自达 曾经也是紫霄神殿的长老 修为和莫谦重不相上下 都是太清静 连马自达都叛变了吗 莫谦重心底无比沉重 这些年 他们东奔西走 分散在混沌之中 为的就是等待有一天 神女能够回来 带领他们 重新建立起紫霄神殿 可是 很多人明显已经等不了了 或者 他们已经为了利益 背叛了紫霄神殿 莫谦重没有说话 悍然出手 面对对面三个 和他实力相当的强者 也毫无距影 三人眼神一惊 却是不敢跟莫谦重硬碰硬 他们的任务是拖住莫谦重把了 硬碰硬 受伤了 不划算 而另一边 沈幼楚刚要离开雪域 一道身影 在前方挡住了他的去路 马长老 见来人 沈幼楚点出对方的身份 紫霄神殿的长老 此时 刘烨就站在马自达旁边 马自达脸上没有表情 只是淡淡道 长老就不必了 神女殿下 紫霄神殿早就负面 我早就不是你口中的马长老了 这话一出 沈幼楚心底有了忧虑 神女 束手就擒吧 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老夫给你一个体面 沈幼楚抿着嘴 看着马自达 没有开口 一路走来 他见多了事态炎凉 早就习惯了 出手便是 何须多言 沈幼楚面容清冷 第八十六章 怅然若失 沈幼楚 你以为你 还是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神女吗 你师父早就不知所踪 紫霄神殿也早就完了 没有人会保护你 刘烨脸上带着一丝阴影 他嫉妒沈幼楚 他明明和沈幼楚 同一批败入紫霄神殿 可是 就是因为 店主看中沈幼楚 沈幼楚就能够得到 所有人的忍让 所有人都护着他 看着沈幼楚 刘烨眼底流露出一丝畅快 沈幼楚 这次 没有人会再护着你 马长老 动手吧 刘烨说完 转身对马自达道 马自达点了点头 看向沈幼楚 沈女 对不住了 人各有命 要怪你 就怪你师尊吧 说完 马自达不再等待 伸出手掌 向沈幼楚射去 沈幼楚现在修为 不过是混沌镜 在他面前 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 感受着无边的威势 沈幼楚完全被束缚 完全动用不了法术 这是绝对的实力碾压 他虽然会接字密 但两者实力相差太大 根本无法靠接字密抹平 在要被巨手擒住的瞬间 沈幼楚白皙的手掌握紧 他终究还是没能守住紫霄神殿 这一瞬 他的眼前 浮现一个身影 他骂 沈幼楚没有想到 在这危急关头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他 他应该过得很好吧 不用再骗他了 沈幼楚想起了以往的一幕幕 林轩总是会在危险的时候 把他拉到他身后 在他的身后 很有安全感呢 很让人留恋的感觉 沈幼楚想着 玄机心中叹了一口气 这一切 不过都是假的罢了 他也不过是在骗他 都是为了摇摇 一丝酸楚的感觉 从心底流出 他累了 失尊失踪的这些年 他强撑着 或许是时候结束了 想着 沈幼楚眼神之中 流露出一片坦然 忽然 一道光木横 在剧长和沈幼楚之间 怎么 这就要放弃了 摇摇还等着你回去看他呢 一道声音从虚空中透出 带着熟悉的感觉 沈幼楚睁开眼 眼神复杂地看着虚空 一道身影从中踏出 是他 见有人阻止 马自达眉头一皱 阁下是何人 为何要插手 我紫霄神殿内部事业 马自达心中警惕 此人没有任何预兆 出现在这里 轻而易举地挡住他的招式 不得不防 刘烨也看向林轩 我劝阁下 不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 就把自己葬送 此女乃是神武殿殿主点名要的 把自己搭进去 刘烨话语说得巧妙 一方面忌惮林轩的实力 不愿意跟林轩起冲突 另一方面 点出他们的背景 给林轩一个台阶下 劝林轩知难而退 可惜 林轩根本就没在怕 倒是沈幼楚 听到刘烨的话 嘴唇微微抿着 眼神之中 带着几分挣扎 不过他站在林轩的身后 没有人注意到 他的表情变化 是吗 我今天偏要救 又如何 林轩看向刘烨 与其平静 却流露出一丝不容置疑 刘烨愣住了 第一次 他见到有人在他说完神武殿后 还这么硬的 脸色变了又变 刘烨最终脸色难看到 小子 希望你不要后悔 不是谁都有实力英雄就美的 林轩手抱着头 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是吗 今天你就见到了 你爸爸 我就有这个实力 刘烨一愣 没明白 林轩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爸爸 他下意识地念叨 林轩笑了 哎 别那么客气 乖儿子 沈幼楚看着眼前的林轩 他从未见过林轩这副模样 痞帅痞帅的 听到刘烨叫了爸爸 沈幼楚没忍住 扑的一下 笑出了声 而刘烨在听到林轩说的那句儿子 瞬间明白了林轩话里的意思 脸瞬间变成猪肝色 小子 你找死 马自达也神色难看 眼前这人 嚣张无比 完全没有 把他们放在眼里 于是 马自达悍然出手 他倒要看看 眼前这人 到底有什么实力 居然敢这么嚣张 马自达没有留守 使出全力 林轩赢了上去 只是一招 马自达到飞出去 砸他的十数座雪山 才停了下来 怎么可能 马自达眼神之中 震撼没有丝毫掩饰 刚刚交手 他明明感受到了 林轩的修为 就是欲清静 怎么这么强 就连他这个太清静 都招架不住 这感觉 就好像两人的修为搞错了 他才是欲清静 林轩是太清静 看着马自达 林轩眼神淡漠 你算个什么东西 就凭你也敢欺负我家神虐 你家 马自达眼神之中 冒出问号 神虐是林轩家的 他怎么不知道 不过 马自达还来不及细想 林轩再度攻了过来 没有留守 一上来 便使用了数字命 九个林轩同时出现在 马自达四周 将其射住 在混沌镜的时候 林轩便杀过太清静 现在突破到了欲清静 区区一个太清静 就更不在话下 全力出手下 马自达根本没有办法抵抗 瞬间被林轩解决 只剩下一颗小小的本源珠 悬浮在空中 诉说着 这里曾有一个太清静强者 刘夜见此 太清静的马自达 在林轩手中 都没能撑过几个回合 更别说他了 眼神之中 流露出恐惧之色 刘夜瞬间往一个方向盾去 化为一道流光 刘德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他刘夜投靠神武殿 是为了利益 可不是去送命的 可惜 林轩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刘夜跑着 忽然感受到 周身静止了一般 眼中惊恐之色 愈发浓烈 空间法则 然后他就看到一道身影 出现在面前 数个呼吸后 林轩将被封禁的刘夜 丢到沈又楚面前 怎么处置 沈又楚看了一眼刘夜 此时 刘夜脸上 全然不负之前的嚣张气焰 沈女 我知道错了 放了我吧 我保证 以后一定对你忠心 刘夜求饶 鼻涕眼泪一大把 林轩皱眉 这人真是不要脸 还没骨气 看向沈又楚 林轩还真怕他放了刘夜 毕竟在林轩的印象中 沈又楚一直都是善良 不会计较这些的 杀了吧 沈又楚声音 依旧像往日一般 柔柔的 但语气却是平淡 林轩眼神之中 有些诧异 他希望沈又楚 选择杀了刘夜 可是沈又楚 真的这么选了 林轩的心中 又有些怅然若失 是啊 他恢复记忆了 那他还是他的沈又楚吗 第87章 我们只是朋友 不要啊 沈女殿下 我还有用 我知道很多沈武殿的信息 我能帮你 去沈武殿卧底 求求你 不要杀我 刘夜痛哭着 看得林轩摇头 这样没有心性的人 都能修炼到这般境界 还真是浪费了他的好天赋 手一挥 刘夜的身影 消失在虚空中 仿佛他从未出现过 沈又楚在前面走着 林轩追了上去 一路无言 很快 莫千仲三人往这边过来 见沈又楚 莫千仲急忙大喊 小姐快走 他们来了 林轩往他们身后看去 三个太清静 正在追杀他们 莫千仲此时身上带伤 林轩闪身 迎上那三个太清静 见林轩在沈又楚身边 莫千仲以为 林轩是沈又楚的朋友 于是开口道 道友素带神女离开 我拦住他们 林轩看了莫千仲一眼 这老头还挺时尚 冲你这句话 我帮你解决他们 林轩的声音 还在莫千仲耳盼回响 林轩却已经冲向了 那三个太清静修士 莫千仲猛然一惊 这不是胡闹吗 猛地转身 想要去救林轩 却看到他永远 也忘不了的一幕 一个欲清静的修士 一人迎战三个太清静 打的三个太清静 连连可选 我 这真的是刚刚追着我们的那三个 莫千仲与其中 带着不可置信 还有一丝难以接受 莫长老 如果没看错的话 那就是了 旁边有人提醒 他们衣衫褴褛 身上带着血污 伤势不清 付出了这样的代价 他们才从那三个太清静修士的手下逃出来 这还是那三个太清静修士 没有使出全力 只是阻拦他们罢了 可是 就是那三个 差点就让他们团灭的三个太清静修士 此时 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下 被戏耍 这怎么可能 莫千仲揉了下眼睛 这一定是幻觉 他看错了 果然在睁开眼 虚空中已经没了四人的身影 莫千仲心底松了口气 果然是幻觉 看来最近还是太累了 都出现幻觉了 就在莫千仲这么想着的时候 旁边一个弟子 忽然指向底下 嘴巴张得大大的 冷装下一个拳头 莫千仲皱眉 修道者应该处编不精才是 你这是什么样子 要是像你这样的星星 还怎么修炼 遇到一点事情 岂不是心魔丛生 莫千仲在紫霄神宗待了无数年 虽然修为不是最高的那批 但是 资历一定是最高的那批 所以 在这些人面前 他大多属于长辈 教育他们一下 也无可厚非 那人缓了过来 不是 长老你看 什么东西 大惊小怪 莫千仲转过头 然后眼睛睁大 嘴巴能够装下拳头 卧槽 怎么可能 半想 一向羞耻己身的莫千仲 也不禁抱了句粗口 顺着莫千仲的视角望去 林轩此时手拿三颗本圆珠 抬手看向沈幼楚 解决了 莫千仲震撼了 这还是玉清静吗 怎么感觉 他知道的玉清静 和眼前这个年轻人 有些不一样 要知道 修炼境界越往后 越接战斗就越难 因为能够修炼到这种境界的人 天赋就不会差 其他的差距 根本就不足以越接战斗 可是他今天看到了什么 一个玉清静 月两阶轻而易举 杀了三个太清静强者 林轩闪身 出现在几人面前 咧嘴笑道 安全了 洁白的牙齿 在太阳底下反光 看得几人不寒而栗 莫千仲咽了口唾沫 敢问阁下和我们沈女士 说起这个 林轩犹豫了一下 而后看了沈幼楚一眼 说道 朋友 他和沈幼楚中间 有很多误会 而且他还骗了他 但是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说声朋友不过分 莫千仲了然 沈女竟然还有这般妖孽的朋友 欲清静 就能有这般实力 不过看情况 莫千仲觉得 两人至少是至交好友 毕竟在这种时候 还愿意站出来帮助他们的 绝对是过命的交情 莫千仲连忙热情地上前道谢 与其热情 林轩客气地推辞 这个时候 却没有发现 他们身后 沈幼楚在听到林轩说 那句朋友的时候 神色暗淡了 原来我们只是朋友吗 你果然一直在骗我 沈幼楚心底难难道 一股莫名的酸楚 不知从何处起 让沈幼楚莫名地感觉心酸 这就是心痛的滋味吗 和莫千仲客气了一下 林轩便提醒他 找个安全的地方 毕竟这个地方 已经不安全了 莫千仲也知道 便带着他们 来到处在混沌中的秘境 是他们的藏身之处 这个地方 就算是刘烨也不知道 不然 他们早就被一锅断了 这次能够带林轩来 是因为没必要隐瞒 要是林轩想对沈幼楚下手 根本不用 等到现在 莫千仲很热情地 招待了林轩 沈幼楚却没有什么表现 他一直兴趣缺缺的 像是有什么心事 等林轩在秘境中闲逛的时候 莫千仲找到了沈幼楚 小姐 这样的强者 只要他愿意帮助我们 我们的机会 将会大大增加 这也是莫千仲 对林轩这么上心的原因 他们太缺强者了 紫霄神殿原来的顶尖强者 几乎被一网打尽 剩下的 不是背叛了 就是退影 不想再插手其中的事情 不然 沈幼楚 也不至于被追杀 甚至莫千仲他们这些年 都不知道沈幼楚的下落 沈幼楚坐在湖边 默默地看河清澈的湖水 一只蜻蜓忽然落下 掀起一阵涟漪 我会让他走的 是啊 小姐 这样的强者 莫千仲忽然愣住 小姐 你 他忽然不知道说什么 怎么感觉 沈幼楚跟他不在一个频道 我们的情况 你也清楚 何必拉别人下水 更何况 他们只是朋友 第八十八章 谁让神女伤心了 这是一个问题 来到这处秘境之后 林轩在和默千仲聊了几句之后 就自己闲逛 沈幼楚看起来 不是很想和他聊 也是 毕竟两人之间的事情 不是三言两语 能够说得清楚的 林轩还有很多疑问 比如之前 从武艺几人口中 得知的拼图是什么 能够让神武殿店主 这般惦记 不对 还有一个势力 默千仲告诉林轩 混沌北域 总共有三大势力 除了紫霄神殿 和神武殿之外 还有一个势力最为神秘 混沌海 他对紫霄神殿的态度很暧昧 对于这点 林轩从默千仲那里知道 混沌海的首领 一直牵制着神武殿店主 只要神武殿店主 有什么行动 就会现身阻止 这也就是为什么 明明沈幼楚他们 明明就这么几个人 却依旧一次次的 能够让他们逃走 混沌海很神秘 默千仲告诉林轩 混沌海建立的时间 不过在最近千万年 无人知道其首领模样 加入其中的 大多是走投无路 或者穷凶极恶之辈 却又因为混沌海首领的实力通天 没有人能奈何这个势力 寥寥数语之间 林轩总感觉 这中间有着很多疑点 神秘的混沌海首领 为什么要牵制神武殿 他也想得到所谓的拼图 还是说 他只是不想让神武殿得到拼图 可是拼图是什么 林轩想着 忽然感觉 身后有人正在走过来 脚步很轻 他很熟悉 转过身 是沈幼楚 沈幼楚似乎有什么心事 有些心不在焉 见到林轩 看到熟悉的脸庞 明明只是相处了十几年 可是沈幼楚却感觉 他们好像一起生活了一辈子 还在担心紫霄神殿的事情 沈幼楚刚想开口 却听见林轩的声音 愣了一下 沈幼楚摇了摇头 这么多年了 我都习惯了 师尊走了 留下来的人需要一个希望 沈幼楚声音很轻 轻得就好像 风一吹就会飞走 林轩有些心疼 沈幼楚原来都知道 只是他没有逃避 默默地 用他瘦弱的肩膀 扛起这群人的希望 你知道拼图是什么吗 林轩转开话题 沈幼楚微微偏头 有些诧异 为什么林轩会知道这个 但他也没有追根结底 其实我也不知道 要是我说 所谓的宝库 就算是我也不知道在哪 你相信吗 沈幼楚忽然目光灼灼地 看向林轩 目若桃花 对上沈幼楚的眼眸 林轩没有任何犹豫 我信 你说的 我都信 看着林轩 沈幼楚愣了一下 旋即笑了 那一刻 他笑眼如花 真傻 林轩愣了一下 他怎么傻了 沈幼楚走到林轩身前 转过身 眼里含笑看着林轩 其实 我真的不知道 所谓的拼图是什么 宝库的传言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 师尊也从来没跟我说过 只是从师尊消失之后 这混沌北域 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传起了这个谣言 沈幼楚说着 又转过身去 背对着 林轩 两只小手放在后面 走在湖边 其实 有时候 我就在想要说 我不是所谓的紫霄神女 该多好啊 我就没有这么多烦恼 每天都要面对 那么多人期望的目光 承载着他们的期望 沈幼楚的声音很轻 语气有些低迷 而且 我总是做不好 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他低着头 这让林轩再次看到 这个女孩心底的柔弱 快步 走到沈幼楚并排 林轩将手抬起 拖着后脑勺 其实 有时候 也不一定要把这些所谓的责任 强加在自己身上 我们要向前看 林轩说完 认真的看向沈幼楚 沈幼楚对上林轩的眼神 呼的 又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一样 低下头 不是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我们不能随便放弃 他小声地解释道 林轩笑了 我可以帮你 他语气真诚 不似作为 那一刻 沈幼楚的眼前一亮 心底流出一丝甜蜜 可是 会很危险的 林轩不在意地笑着说道 没关系的 我们是朋友 夫妻之类的 因为沈幼楚 恢复了记忆 林轩自动把他欺骗 他的那一段删去 那样 他的身份 最好 就是定义为朋友 但是 听到这话的沈幼楚 并不像林轩想的那样 变得开心 刚亮起的毛子 也随之按了下去 林轩有些不明所以 怎么好好的 有难过了呢 他明明有安慰他 林轩正疑惑着 沈幼楚忽然抬头开口道 你回去吧 照顾好瑶瑶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林轩一愣 这怎么说变就变呢 他忽然有些怀念 沈幼楚失忆的时候了 说完 沈幼楚就离开了 独留林轩站在这湖边 看着湖水泛起涟漪 一条鱼从水面越出 摇着尾巴 头看向林轩 鱼目里面 看着林轩带着嘲笑 我靠 你敢嘲笑我 林轩眼神一宁 沈幼楚走了 离林轩越远 他心底就越难受 本来他就打算 不要把林轩牵连进来 可是真正的说出那句话之后 他的心底 却又好难受 好像缺失了一部分 来到一块巨石上 沈幼楚暴昔坐下 看着秘境的边缘 大大的桃花眼里 含着泪光 身躯不禁小小的抽气起来 微微带着起伏 明明他是为了他好 让他离开也是对的 可是 说出来之后 他怎么那么难受 眼泪珍珠般的落下 忽然 一道声音从一旁传来 小姐 你说咱们要不要再考虑下 墨千仲 想着林轩的事情 说到一半才发现 沈幼楚眼里含着泪光 沈女 你怎么了 墨千仲大为震撼 可以说是巨震 多少年了 从店主离开之后 他何时看到沈女流泪 没事 沈幼楚擦了了一下 眼角的泪痕 又变成那个清冷 沈女的模样 看着墨千仲一愣一愣的 这是发生了什么 他总感觉 他好像错过来 什么关键信息 到底是谁 让沈女这么伤心 莫非是刘烨背叛 想着 墨千仲摇了摇头 这不合理啊 所以 到底是谁 墨千仲的脑袋上 冒出大大的问号 第89章长老 咱们要冷静啊 沈女 你真的没事吗 从墨千仲发现 沈幼楚在流泪开始 就一直跟着沈幼楚 不停地询问 沈幼楚有些无奈 墨叔 我真的没事 你去忙你的吧 不要再问了 不小心被墨千仲发现了之后 就一直说这个 沈幼楚也很无奈 沈女不要面子的吗 真的没事 墨千仲脸上斜满怀疑 沈幼楚心底很难受 当时怎么就没有发现 墨千仲在附近呢 被他看到自己流泪 以后肯定要经常问 真的没事 墨叔 你快走吧 我自己转转 两人正说着 湖边的树林里 忽然传来咔的一声 两人同时往声音传来的地方望去 与此同时 一阵香味 从里面传了出来 有谁在这吗 墨千仲疑惑到 沈幼楚神色有些古怪 如果没记错的话 林轩就是在这里 他没走吗 莫名的沈幼楚 心底有些欣喜 那是被爱的感觉 沈幼楚没有说话 直接往树林里走去 墨千仲紧随其后 不久 他们穿过树林 在湖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见到林轩 墨千仲有些疑惑的道 沈女 这不是你朋友吗 他眼睛里满是问号 看向沈幼楚 你朋友还有这爱好 沈幼楚无视了墨千仲的眼神 镜子走到了林轩面前 嘴巴抿了抿 最终还是开口 你怎么还没走 这个善良的姑娘 以为林轩被他这么一说之后 一定会伤心的离开 而且 他们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所以 刚才他才会那么伤心 结果 他伤心完了 林轩居然没有走 不但没走 而且还在这里烤鱼 尝尝 林轩没有回答沈幼楚的问题 拿起一块鱼肉 递给沈幼楚 他又不是小孩子 沈幼楚让他走他就走 开玩笑 沈幼楚什么想法 他还不知道 肯定是不想连累他 作为一个成熟 且脸皮略微有些厚的男人 怎么会因为这句话就离开呢 当然 林轩只猜对了一半 沈幼楚 不仅是因为不想连累他 还因为一句朋友 墨千仲看得一愣 修为这么高 还吃东西 然后他看向沈幼楚 向林轩解释道 不好意思啊 沈女从来不吃这些东西的 墨千仲话音未落 眼睛就瞪大了 因为 沈幼楚伸手接过林轩递过来的鱼肉 张开樱桃小口 品尝了起来 好吃吗 林轩问道 沈幼楚轻轻地点头 嗯 一瞬间 墨千从CPU烧干了 怎么回事 他怎么感觉 他有点多余 沈女 你不是不吃这些 墨千仲话还没说完 就感受到沈幼楚 投过来的眼神 还有林轩的目光 看得他浑身发毛 咽了口唾沫 墨千仲默然开口 我想起来了 我好像还有事 这年纪大了 就是不计事 墨千仲嘴上说着 脚步飞快 缩地成寸 几步便不见踪影 两人转过头 气氛一时间 又变得有些微妙 墨长老还挺幽默的 嗯 说完 两人间的气氛 又变得沉默 沈幼楚看了林轩几次 张开口 想问他 到底为什么没走 最终都没有说出来 许久 沈幼楚都把鱼肉吃完了 好吃吗 林轩问 沈幼楚点点头 好吃 你知道 做好一条烤鱼的秘诀 是什么吗 林轩在问 沈幼楚不明所以 问道 是什么 多放孜然 沈幼楚大大的眼睛里 装满了疑惑 孜然是什么 这个问题 林轩自然是不会解答 因为没法说 说起孜然 就要从很久很久 以前说起 而那样就太麻烦了 而林轩 一向是不喜欢麻烦的 他接着看向了沈幼楚 眼神盯着他 弄得沈幼楚 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你还要赶我走吗 沈幼楚抬起头 看向林轩 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林轩没好气到 所以 你到底是要我走 还是不要我走 沈幼楚抿着嘴 不知道怎么说 最后也只是轻声道 瑶瑶需要你 林轩笑了 反问道 瑶瑶需要我 难道瑶瑶就不需要娘亲了 沈幼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于是又不开口了 她说不过林轩 或者说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林轩 她有她的责任 要去承担 瑶瑶说 她很想你 林轩说着 拿出一帖子 沈幼楚不明所以 看到林轩示意她打开 沈幼楚才接过 打开一看 愣了一下 梁九 告诉瑶瑶 是娘亲对不起她 不能陪着她张大 那上面 正是沈幼楚最喜欢的一句诗 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清梦牙星河 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 正是沈幼楚所向往的 可是 她终究不能随心 林轩丝毫也不奇怪 沈幼楚会说出这样的话 她点头 那你把这个收起来吧 瑶瑶写的 让我带给你 沈幼楚抿着嘴 看向林轩 欲言又止 远处 墨迁重去而又返 并且 她身旁还跟着两个人 墨长老 你说的是真的 神女她真的 墨迁重没说话 示意她们不要说话 手指指向沈幼楚这边 此时 沈幼楚倔强地抬起头 看向林轩 你走好不好 我求你了 沈幼楚仰着头 满脸委屈 眼神之中带着水雾 那边偷看三人组 有些绷不住 好啊 这人居然敢欺负神女 我这就去教训她 一人撸起袖子 做事要出手 旁边另一人开口 你去吧 这样 神女就知道 我们在偷看了 欲出手那人顿时愣住 神女知道还得了 那岂不是相当于小秘密 被她们发现 墨迁重无奈道 你们在想啥呢 神女和她这位朋友之间 肯定有着什么秘密 她早上 还看见神女流眼泪呢 而且 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 人家这实力 你们估计都不够人家热身 两人没有反驳墨迁重 默契地选择了沉默 他们确实不够林轩热身 墨长老 你快看 墨迁重正说着 两人却忽然双目瞪大 嘴巴张开浑圆 做出无比吃惊状 墨迁重皱眉 一转头 却正好看见 林轩转身要走 沈幼楚从其身后 紧紧抱住她 庶子 放开神女 墨迁重刚要冲出去 一左一右两只手 被身旁两人拉住 放开我 你们看不到 那小子在对神女做什么吗 两人同时摇头 长老 冷静啊 咱们还不够人家热身呢 第九十章摊牌 你就真的这么想要我走吗 林轩看着沈幼楚 沈幼楚沉默不言 林轩笑着道 那我真走了 说着 林轩转身做事要走 看着林轩的背影 沈幼楚心底有些难过 无助感涌上心头 下意识的 沈幼楚扑上去 搂住林轩的腰 不要 林轩愣住了 这么主动 沈幼楚也察觉到 她做的有些不妥 但是她已经抱住了林轩 接下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听见 林轩故意说道 沈幼楚把脸埋在林轩的后背 她后悔了 刚才怎么没有忍住 抱了上来 现在好羞耻啊 毕竟她现在不仅是沈幼楚 沈幼楚只感觉脸庞在发烧 把头埋进林轩的后背 像是一只鸵鸟 然后 她小声说道 我让你快点走 女孩的声音中 带着羞耻 还有少女怀春的似水柔情 林轩脸上带着笑语 故作无奈地说道 那你放开手啊 你这样我怎么走 这下 沈幼楚没有回答林轩 只是把头埋得更紧了 坏人 我才不放手 林轩也没有说话 享受着这个安逸的时刻 不过林轩心底 还是有些无奈 那边还有三个电灯泡 影响她的发挥 虽然沈幼楚没有发现 但是 林轩可是从莫千仲三人一来 就知道了 他们在偷看 良久 好了 快放手吧 再也不放手 你们紫霄神殿的那个长老 眼神都要把我瞪死了 林轩声音中带着无奈 他也想享受这安静的时刻 只是那三个大电灯泡 实在是影响他的心情 啊 沈幼楚惊呼出声 连忙松开抱着林轩的手 脸上羞红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沈幼楚脸上带着俏皮 完了 完了 都被他们看见了 沈女的威严 一点都没了 沈幼楚心中担心 看向林轩 林轩正坏笑着 看着她 她知道 坏人早就知道了 你也没问我呀 林轩摊开手 一脸无奈 看得沈幼楚脸上羞红 忽然扑了上去 喂 你干嘛 林轩这下真的惊到了 要不要这么刺激 叔子 这一刻 莫千仲没有被拦住 或者说 他身后那两人 也忘记了去拦她 两人眼神呆滞的 看着沈幼楚 此时 沈幼楚将林轩扑倒在地 快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莫千仲身后两人 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 瞬间 莫千仲冲到林轩面前 她面色难看 有种精心呵护了一千年 每天浇水施肥 才长大的人生 被山里跑出来的野猪精 给拱了得愤怒 而来到林轩面前 莫千仲看到了她 震惊她一万年的一幕 沈幼楚小嘴张开 咬着林轩的手腕 见莫千仲来了 沈幼楚才不甘心地松开 只是林轩手腕那里 一排小小的齿痕 却依旧刺眼 看得莫千仲一阵炫慕 身为一个太清静强者 此刻 她居然觉得 头有点晕 你 你们 莫千仲没说说下去 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林轩却笑着开口道 莫长老不用猜了 就是你想的那样 林轩在莫千仲的眼里 变成了一个恶魔 而此时 这个恶魔正笑嘻嘻地跟她说 就是你想的那样 我已经把神女吃干抹尽 莫千仲心情糟透了 怎么会这样 莫叔 你别多想 其实我们之间没什么 沈幼楚摆着手 解释道 女孩的脸皮 还是要薄一点的 即使她是神女 对于亲近的长辈 说这些事情 依旧会不好意思 而且 对于沈幼楚来说 她和林轩 确实没发生什么 具体情节 她都记不清了 林轩笑着 和莫千仲说道 是啊 长老 别担心 我们之间没什么 就是一起 生了个女儿而已 莫千仲 什么 沈幼楚 林轩 坏人 另外两人 嘴巴塞得下额蛋 我觉得 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我们能听的了 我害怕 我认同你的想法 说着 两人默默离去 有时候知道的多了 也不是什么好事 林轩无奈地 看向莫千仲 也不用那么吃惊 毕竟除了这个 我们之间 也没发生过其他的 林轩说得很无奈 她和沈幼楚之前 确实只发生过这么一次 她还一点记忆都没有 莫千仲脸上写满震惊 看向林轩的眼神 都是 这么不要脸的嘛 要不是见识过林轩的实力 莫千仲 绝对已经出手 情下这个灯徒子了 但是 现在不行 避免激怒这个灯徒子 伤害到神女 莫千仲默默想着 她绝不是害怕 沈幼楚 看向林轩的眼神之中 带着惊讶 原来人脸皮后会这么可怕 莫书 你别想太多 都是误会 事情是这样的 沈幼楚把前因后果 等莫千仲说了一遍 听到沈幼楚 和林轩两人中了那种毒的时候 莫千仲的脸色一变 看向林轩的眼神 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意味 而林轩 却感觉 莫千仲的眼神 是不是有些过于忧怨了 这货该不会喜欢男的吧 这个想法 在林轩脑海闪现的时候 她下意识的一个机灵 可怕 她决定以后要离这个莫长老远一点 最后 沈幼楚终于将所有的事情说完 莫千仲也知道 这一切不怪林轩 都是造化弄人 可是 她心中就是难过呀 就像是她家的白菜 被猪拱了 尽管客观事实上 不是猪的错 那她的心也痛啊 好吧 莫千仲重重重地叹了口气 语气中带着无尽的忧怨 那沈女 你女儿呢 莫千仲可是知道沈幼楚的体质的 毕应 这种体质郁郁的后代 天资必定惊人 他们紫霄神殿虽然已经不知 可底蕴还是有一些的 只要有个妖孽出世 带着紫霄神殿 重新站在混沌北域的顶端 也不是不可能 我女儿很好 少打她注意 说话的是林轩 她这话 把莫千仲噎住 莫千仲一说这话 林轩就想到了 她什么意思 林瑶还年幼 怎么可能送到紫霄神殿这种地方 来受苦 毕竟紫霄神殿 现在在混沌北域的境地 可不乐观 沈幼楚在这里受苦 林轩已经很心疼了 要是再来一个 她可不能接受 沈幼楚美目 看了林轩一眼 对莫千仲说道 莫叔 瑶瑶还小 她也确实不适合 来紫霄神殿 她声音柔柔的 却带着不可质疑 在林瑶的事情上 沈幼楚和林轩 是绝对的统一的 他们绝对不会让女儿受苦 一丝一毫也不行 莫千重一叹 她也知道她多言了 以紫霄神殿 现在这种境况 要是把神女的女儿带过来 就是受苦 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就在莫千仲 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 一便发生了 逆境的天空碎裂 一把刀横空出世 斩向沈幼楚 第九十一章 怎么可能 这不科学 忽如其来的攻击 让几人都有些猝不及防 莫千仲看着这刀 眼神猛然一缩 她认出了这柄刀 这是她永远都不想 回忆起的噩梦 就在莫千仲失神的这一刻 沈幼楚同样感受到了 极大的威势 那一刀 钥匙劈到她身上 然而 沈幼楚不需要想下去了 一道身影 站在了她的面前 抬手 一块石碑 被林轩横在前方 铁石撞击之声 响彻整个秘境 与此同时 整个秘境之内 无数空间 开始碎裂 仅仅这么一击 这个秘境 或将消失在混沌中 一击之后 林轩抱起沈幼楚 闪身千里 将沈幼楚放下之后 林轩看向那片碎裂的空间 眼神凝重 来人实力极强 莫千仲此时也缓过神来 她神情凝重地 看着秘境破碎的空间 刀鬼 莫千仲语气凝重 见林轩看向了她 她接着解释道 刀鬼 年纪不算大 是神武殿诱护法 一身刀到功夫 出神入化 整个混沌北域 无人能及 而且她在千年前 刚突破咒语境 莫千仲说着 她没有说的是 千年前 刀鬼刚突破咒语境的时候 第一站 就是围剿紫霄神殿 莫千仲亲眼看到 她凭借手中的刀 斩杀了紫霄神殿的 一位咒语境的长老 虽然刀鬼也受了不轻的伤 但能够在刚突破 就斩杀在这个境界中 浸润了无数年的前辈 这足以证明 刀鬼实力的恐怖 然而 莫千仲没想到 今天 神武殿竟然派出 这么一号强者来抓他们 要知道 咒语境强者 在神武殿 绝对是排的上号的人物 这样的人出手 他们今天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沈幼楚看向刀鬼 显然他也是认识刀鬼的 咒语级别的强者 他不可能不认识 他眉头皱了下 拉了一下林轩的袖子 要是等一下打不过 你跑跑 沈幼楚声音软软的 林轩听了 瞪了他一眼 可以啊 要是打不过 我就带着你跑 沈幼楚犹豫了一下 你可不可以不要带我 他的目的是我 要是带上我 你就跑不掉了 听着沈幼楚说的话 林轩笑了 傻丫头 这个时候 还在想着 怎么样把他撇出去 就算要死 也要死在一起 那么久的夫君 可不能让你白叫 林轩笑着说道 墨谦仲在一旁听着 也是够了 这种危急时刻 林轩居然还有心情调笑 沈幼楚却当真了 皱着眉头道 可以白叫的 毕竟那个时候 我失忆了 做不得数的 沈幼楚语气认真的说道 林轩算是服了 这种时候 还在担心他的安全 捏了下沈幼楚的俏脸 林轩开口道 放心吧 今天我们都能走 说完 林轩便上前一步 迎上前方 从虚空中挥过来的长刀 咒语镜 悟道碑中有记载 咒语乃是混沌初始之状态 咒语镜 修行者已身合道 以求达到我即是道 道即是我的状态 这个境界的 修行者实力极其恐怖 是真正站在混沌中 最顶尖的一批人 咒语镜 分为三个阶段 悟道 容道 合道 每一个阶段 修行者的实力 天差地别 看见林轩独身迎上 沈幼楚美目中 流露出担忧之色 他可是知道 刀鬼的实力 有多恐怖 可以说 生下来就为了刀活 再差的刀在他的手中 都能够爆发出 无与伦比的威力 看到林轩迎战刀鬼 莫千重来到沈幼楚身边 沈女 我们走吧 你在这里他会分心 莫千重几乎是咬着牙 说出这句话的 战斗时抛弃队友 独自逃走 是令人不齿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 沈幼楚是紫霄神殿的希望 他必须要保证他的安全 而且 莫千重也不相信 林轩能够打赢刀鬼 甚至 莫千重认为 林轩根本就不可能坚持多久 不 我要跟他在一起 沈幼楚没有同意莫千重的提议 对于林轩的实力 他虽然知道的 比莫千重多 但是他同样也不看好林轩 不是林轩弱 而是刀鬼的实力太强了 小姐 你这是何必呢 莫千重叹气 虽然逃走不耻 但他还是希望 沈幼楚能够自私一回 可惜 沈幼楚不愿 或者说 他不会丢下林轩一个人离开 从失忆到如今 有太多太多回忆 沈幼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眼前这个人 就已经牢牢地占据他的心房 莫书 你不懂 说完 沈幼楚不再说话 看着虚空中 林轩和刀鬼交手的画面 悟道碑被林轩当作武器 一次次格挡住刀鬼的攻击 无边的威势 总能够将两人互相震退数千里 林轩看着对面的刀鬼 眼神也有些凝重 刀鬼可以说是林轩遇到过 实力最为强硬的人 坦白说 林轩现在能够和他过招 除了因为林轩使用接字密 行字密之外 悟道碑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刀鬼的刀斩下来 可不仅仅是力量 或者是锋利 最为恐怖的是 骑上的刀 就是这其中最为凶险的攻势 在触碰到悟道碑的时候 被轻而易举地化解 以至于 林轩只需要应付刀鬼刀 传过来的力量 而刀鬼最为厉害的刀刀 却对林轩没了任何作用 很快 下面看着的人 也发现了不对 数百个回合过去了 林轩怎么还和刀鬼打的 有来有回的呢 莫牵重的脸色 更是从开始的凝重 变成震惊 林轩居然挡住了刀鬼 那样的攻势 要是让莫牵重去面对 恐怕一刀都接不住 就得身陨到削 可是 林轩接住了 而且看起来还挺轻松的 莫牵重脸上写满了震撼 他看得出来 林轩修为 绝对没有到咒语境 可是他却能够和刀鬼打得有来有回 这不科学 第九十二章 巧舌如簧 与刀鬼交手 林轩却没有那么乐观 刀鬼的实力惊人 若不是凭借着误导碑 他也难以应对 而且 沈幼楚就在身边 林轩要顾及沈幼楚 所以处处被动 分心之下难以全力以赴 只有林轩心里清楚 他虽然看起来 和刀鬼打得不相上下 但是 实际上 刀鬼孤身一人 没有什么牵挂 而他 想着 林轩往沈幼楚那边看去 此时 沈幼楚正绷紧着小脸 看着林轩这边 脸上满是担忧之色 林轩不禁心底苦笑 恐怕就算是让沈幼楚离开 他也不会同意 然而 电光火石之间 刀鬼却把握住林轩 看向沈幼楚的这瞬间 悍然一刀 劈向林轩 小子 找死 根本做交手 还敢三心二意 这一刀 带着无尽锋利 刀鬼脸上 带着嘲笑之色 虽然他不知道 为什么林轩明明没到咒语 却能够挡住他的攻击 但是 在他面前 居然还敢分心 简直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而忽略他的下场 就是死 刀芒带着无尽的刀鬼的刀刀 瞬息之间 劈向林轩 沈幼楚看向林轩 美目瞪大 满是担忧 他赶紧示意林轩小心 可是刀鬼的攻击太快了 根本不是他能够反应过来的 刀鬼的刀砍在林轩的前一瞬 林轩冲沈幼楚笑了一下 沈幼楚疾呼 不要 声音软软的 却饱含着害怕和担忧 刀鬼脸上 也流露出解决的笑容 既然他出手了 就没有其他结果 莫千仲脸上流露出惋惜之色 可惜了这么一个强者 咒语强者果然是无敌的存在 一刀劈过 林轩的身形消失在虚空中 看上去就好像被刀鬼一刀斩杀 化为虚无一般 沈幼楚眼眶里的泪珠含着 再也忍不住 如同珍珠一般低落 莫千仲眼神也变得落寞 林轩死了 直面咒语强者的就是他们了 而他们在咒语强者面前 根本没有逃跑的可能 甚至 莫千仲心底 已经完全不抱有期望 紫霄神殿 终究还是要成为过去了 莫千仲心底叹息 这么多年 他们这些紫霄神殿的老人 一直抱有期望 可是 最终还是要负面啊 看着虚空 莫千仲心底叹息 无论怎么想 还是不甘心啊 但刀鬼眼神之中 却没有解决敌人的放松 相反 他眼底流露出警惕 能够和他过招的高手 不可能这么简单的就死了 果然 下一瞬 虚空之中 出现一道声音 别哭了 再哭就成花脸猫了 熟悉的声音传出 沈幼楚红着眼眶 眼底流露出笑意 他这是观心则乱 揉了揉眼睛 沈幼楚抽气道 我 我才没有呢 莫千仲眼神也是一亮 他觉得 紫霄神殿 还可以挽救一下 刀鬼眼底一凝 一股无名怒火 在心底燃起 他被小看了 在他面前谈笑风生 这是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啊 拿起刀 刀鬼一言不发 砍向林轩 他倒要看看 林轩能够挡住 他多少刀 林轩闪身消失在混沌中 正面对抗刀鬼 就算他有误道碑 能够格挡住刀鬼灵力的刀道法则 可是 这终究不知办法 他要的是带沈幼楚走 不适合刀鬼打架 而且被刀鬼拖住 要是再来一个咒语进强者 恐怕就真的要交代在这了 现在境况很危急 但是 林轩心中有了计较 跟个老鼠一样 躲躲藏藏 我刀要看看 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刀鬼再次一刀劈开混沌 眼底冒出怒火 这对手太难缠了 他从来没有遇到 这么滑的对手 他完全就碰不到对方 这让他很是恼火 这就是 所谓的强者吗 难不成要别人把头伸过去 给你砍 你才满意 笑话 像你这种人 也配称之为强者 林轩从虚空某处现身 言语计较 刀鬼眼神一宁 电光火石之间 一刀劈向林轩站着的地方 下一刻 林轩消失 出现在虚空的另一处 藏字密 加上接字密 以及林轩在阵道上的噪音 视刀鬼于无误 刀鬼出刀的速度越来越快 他急了 从未被人这么戏耍 就在刀鬼一道道 披向混沌虚空之时 林轩心中默默计算着 这就是咒语进强者的实力吗 怎么跟没吃饱饭的凡人一样 林轩言语嘲讽刀鬼 像是一个骂街的罪喊 听得刀鬼皱眉 眼底冒火 哪有强者战斗的时候 使用凡人妇人骂街的那套 这精神攻击 刀鬼顶不住 就连在一旁围观的莫千仲 也不禁暗自扎舌 林轩的言语攻击 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尝试着 把他带入刀鬼 他觉得 他要是刀鬼 恐怕早就抓狂了 实在是太欺人了 不过 还好 莫千仲忽然庆醒 林轩是友军 要是敌对方 他恐怕都要睡不着觉了 有这么一个实力强 又不要脸 还毒蛇的敌人 谁睡得这样 想着 莫千仲脸上挂上一丝姨母笑 被沈幼楚注意到 他疑惑地看向莫千仲 你怎么了 莫千仲一愣 沉默半想 他默默道 没什么 我想到了开心的事 沈幼楚转过头 不再理会莫千仲 他明显在说谎 他肯定是在笑林轩 沈幼楚想着 看着林轩把刀鬼击目 刀鬼在虚空中不断出刀 却又奈何不了林轩的样子 沈幼楚笑了 他还是那么喜欢说笑 要是莫千仲知道 沈幼楚心中所想 一定会大跌眼镜 沈女居然把这个叫做说笑 说笑就让一个咒语尽强者 弄得这般抓狂 若是刀鬼听到沈幼楚的心声 估计也会到心不稳 这也太气人了 他明明已经被林轩的精神攻击 弄得怒不可遏 可是这在沈幼楚的眼里 居然是在说笑 情人眼里出西施 也不带这么玩吧 刀鬼心底 忽然有些后悔 早知道就不该来 紫霄神殿这群人里 混入了脏东西 然而 林轩可不管众人怎么想 他依旧不时地跳出来 用各种众人难以想象的言语 从众人无法想象的角度 激怒刀鬼 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莫迁仲看向林轩的眼神之中 从开始的吃惊 笑意 到最后 变成了震惊 又慢慢变成了崇拜 他无法想象 林轩哪里来的那么多的词语 这让莫迁仲想到了他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还是一个凡人 在一个凡人王朝 进京参加科举考试 比试很顺利 但是在面试的时候 那一年 多了一个答辩的缓解 而且是与别的考生辩论是答辩 很可惜 由于不善言辞 他那个时候惨败 最后 只能去修仙 没想到 一晃都这么多年了 再次看向林轩的时候 莫迁仲眼底流露出怀念之色 林轩的嘴 比他当初遇到的考生 要厉害一万倍 混沌虚空中 刀鬼一道道 披向林轩 最后他停手了 他察觉到不对劲 他一招招地攻向林轩 怎么毫无波澜 那些攻击 好像消失了一般 没有掀起一丝涟漪 林轩从虚空中现身 看向刀鬼 终于发现了吗 刀鬼猛然看向林轩 皱着眉 你什么意思 第九十三章 一个你不行 一千个你呢 刀鬼眉间变得凝重 看向林轩 什么发现了 作为一个咒语进抢者 他到现在都没有发现真正的原因 他只是感觉不对劲 底下还在回忆往昔的墨迁虫 赶忙看向虚空 发生了什么 他的眼神之中 也闪过一丝迷惑不解 明明打得好好的 怎么忽然停了 他还没有听过 林轩那一句句不再重复的优雅的言语 他还想学学呢 毕竟 这可是他一辈子的遗憾 当年在辩论的时候 输给了对面那个考生 而且 那个考生最后还做了宰相 虽然六十岁就死了 沈幼楚看向虚空 眼神之中带着些许思索 你没发现吗 沈幼楚开口 莫迁众一愣 发现什么 他只知道 林轩说了很多优美的话 看他那个样子 沈幼楚不经服额 作为一个太清静的强者 关注点 居然在那些不堪入耳的话语里面 刀鬼的一招一式 没有在虚空之中 掀起任何涟漪 沈幼楚接着道 说起这个 莫迁众才反应过来 对啊 刚刚他光顾着听林轩说话去了 完全忽略了这个细节 咒语进强者的攻击 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消失 每一击 都足以劈开一个大事件 可是这样的攻击 居然完全消失在虚空之中 就好像刀鬼从来没有出手过 可是 这怎么可能 莫迁众想着 是因为林轩 他猛然抬头 看向虚空之中 刀鬼此时 脸上浮现了一丝丝不安 他不知道林轩做了什么 但是 作为一个咒语进强者 他感受到了一丝丝危险 这很不正常 而且 随着他的出招 危险的气息愈发浓烈 刚才在气头上 还没有感觉 现在冷静下来 刀鬼愈发觉得 林轩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阴谋 林轩看向满脸警惕的刀鬼 心里有些可惜 要是刀鬼再晚点发现就好了 那样 他就有把握重创 甚至击杀他 咒语进的强者啊 这还是他第一次遇见 刀鬼皱起了眉头 被林轩紧紧地盯着 他感觉很不舒服 感觉他就像是一只 被大灰狼盯上的小绵羊一般 这种感觉 让他觉得很荒庸 他是谁 整个混沌北域刀道上 最有天赋的人 就连神武殿殿主 对他也是礼让有加 今天居然被一个 还不到咒语进的小子 弄得这般狼狈 甚至于 刀鬼现在 只想赶紧离开这片混沌 不过 作为咒语进强者的骄傲 不允许他这么做 小子 本作不知道你在耍什么花招 以为你这样藏头掩面的 本作就拿你没办法吗 刀鬼神色一宁 他看向沈幼楚 莫千仲脸色一变 挡在了沈幼楚面前 冲着刀鬼大喊道 刀鬼 好歹你也是个大能 打不过 就要对一个弱女子动手吗 刀鬼面无表情 莫千仲说的 他自然是不会认可 他本来就是为了沈幼楚而来 我可没听说过 紫霄神殿神女 什么时候被划入若女子行列了 说着 刀鬼 闪身 席向沈幼楚 既然林轩这边不跟他交手 那么他就逼他跟自己交手 莫千仲神色一变 他没想到 刀鬼居然真的这般不要脸皮 沈幼楚抿着嘴 眼神之中 却毫无畏惧之色 他已经很满足了 能够拥有这么多的美好回忆 而且 这么和刀鬼耗下去 可能会连累林轩 虽然嘴上不说 其实沈幼楚心底 是希望林轩能够离开的 只要他能安全 他也就安心了 想着 沈幼楚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 在一旁的莫千仲 心底一震 完了完了 神女傻了 这个时候了 他还有心思笑 然而 预料中 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并没有来临 刀鬼往沈幼楚这边动的时候 林轩也动了 一道刀器 带着无上的刀到法则之力 弓相刀鬼 怎么可能 刀鬼心头俱阵 他自身掌握的大刀 还有他最为拿手的刀法 他怎么会不认识 迅速出手 格挡住这招 鬼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这明明就是他的刀法 林轩看着刀鬼满脸震惊的模样 脸上微微一笑 没错 就是你想的 那样 自己打自己的感觉 还不错吧 林轩脸上带着笑意 这个阵法 是他临时改进的 将悟道碑作为阵眼 改进的周天星辰大阵 攻防一体 能够吸纳敌人的攻击 再返还给敌人 这是林轩 在用悟道碑格挡刀鬼攻势时 发现悟道碑 居然能够吸收刀鬼的攻击中的法则之力 想出来的妙招 悟道碑的容量 深不见底 正好用来储存刀鬼的攻击 可惜的是 刀鬼发现得太早了 再晚些就好了 林轩心中暗叹 看着林轩 刀鬼眼神一明 脸色难看 那又如何 难道 你以为凭借我的攻击 能够击败我 刀鬼说的这一话 不无道理 对他最了解的 莫过于他自己了 想用他的攻击击败他 实在是天方夜谭 听了刀鬼说的话 林轩认真地点了点头 赞同道 你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 谁说你的对手 就是一个你 刀鬼有些不明所以 你什么意思 林轩微微一笑 不再解释 下一瞬 虚空中 四面八方 上千道刀器 划破空间 攻向刀鬼 刀鬼瞬间明白 林轩的笑容什么意思 草 MTM 第九十四章 有的人睁着眼 却学会了妆下 本来脸上变得恐慌的墨千众 神色忽然变得暧昧起来 这个就是林轩之前 一直骂刀鬼的原因 不得不说 真TM的太有才了 墨千众心底产生由衷的感叹 万万没有想到 林轩骂刀鬼 不是单纯的为了过嘴硬 原因在这里 原来早就准备好了 阴刀鬼呢 墨千众心底震撼的同时 同时也暗自惊心 林轩这波操作 他能够给满分 他完全没有看出来 林轩的伏笔 这也说明 林轩的恐怖之处 完全是一个老阴币 墨千众心底 暗下决心 以后说什么 也不能惹林轩 看刀鬼那个样子 就知道了 惹林轩 绝对没有好下场 一千道刀器攻向刀鬼 加上阵法的限制 这一瞬间 刀鬼无处可逃 林轩冷冷地看着虚空 一个人打不过你 那一千个呢 刀鬼已经没有心情去骂林轩了 实在是太阴了 无数刀器攻向他 每一道都是熟悉的感觉 都是他攻向林轩的招式 可是现在 就好像有一千个 他自己攻向他一般 虽然威力肯定是没有他 自己出手那么大 甚至还有些僵硬 可是 那是一千道 无数刀器 瞬间将刀鬼淹没 周围空间 瞬间碎裂 整个秘境瞬息破碎 回归混沌 痛 实在是太痛了 刀鬼从生下来开始 从来没有感受过这般痛楚 无数锐利的刀器 撕裂他的肌肤 冲击着他的神魂 即使咒语尽强者 能够快速恢复伤势 但是 面对这一千道攻击 依旧于事无补 而在刀器淹没刀鬼的一瞬间 沈幼楚看着空中爆发的白光 眼底闪现出一丝光芒 不愧是林轩 有勇有谋 要是刀鬼知道 沈幼楚心里所想 一定会仰天长叹 情人眼里出息是他知道 可是这也过分了吧 这明明就是阴险 而林轩没有想这么多 对敌人还讲究什么道义 什么手段好用 就用什么手段 他才不在乎 这个手段是不是阴险呢 跟敌人讲道义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关于这点 林轩心底 还是想得很清楚的 做完这一切 林轩瞬间出现在沈幼楚身边 走 莫千仲眼神也是一变 旁边还有两个紫霄神殿 另外两人 刘武和刘天 加起来总共五人 林轩手一挥 一道光幕 将五人包裹 行字密发动 五人瞬间消失在虚空之中 这也是林轩早就打算好的 他激怒刀鬼 最好的结果 就是一举斩杀 或者重创他 但是 很明显 之前的攻击 并不足以斩杀 或者重创咒语进抢者 他肯定会受伤 但是 根据林轩的分析 战斗力肯定还是有的 继续留下来 沈幼楚的安全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 林轩选择直接带着几人离开 这也是林轩计算中 最坏的结果 所以 这也是他面不改色的原因 因为他胸有成竹 有他在 刀鬼伤害不了沈幼楚 就在林轩离开之后的几个呼吸之后 一道狼狈的身影 从虚空之中出现 是刀鬼 本来一身白衣 翩翩公子的他 现在头发都是乱糟糟的 甚至还有一边头发被削去 这个造型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逃荒的凡人 就他这样站在路边 就算是狗路过 都要丢根骨头 给他 此时 刀鬼脸色难看 奇耻大辱 奇耻大辱 他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这般羞辱了 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的感觉 并不好受 看着虚空之中 林轩等人的踪迹 已经完全消失 甚至连气息 也追寻不到 刀鬼脸上 却并没有任何情绪 林轩有算解 他又何尝不适 在和林轩交手的时候 他将一缕很细微的刀道法则 沾染在林轩的衣袖上 林轩根本不可能差距出来 有什么不同 就和他正常和林轩交手的时候 留下的气息一摸一样 而这正是他功法的特殊之处 他能够凝练出特殊的道则之力 只要沾惹这种道则的敌人 无论到了天涯海角 都会被他追查到 无论是跑到天涯海角 都会被他找到的 刀鬼闭上眼 细细感受一番 脸上浮现了笑容 很好 今天受到的屈辱 他要让林轩百倍奉还 现在他已经知道林轩的手段 林轩下次休想 再用这种手段伤害他 刀鬼看向林轩离去的方向 这次我要把我受到的屈辱 百倍奉还 想到林轩说的那些话 刀鬼已经想好了 他要想出更加恶毒的言语 去激怒林轩 他要用更无耻恶毒的人身攻击 去羞辱林轩 似乎是想到开心处 刀鬼的嘴角 下意识地翘了起来 这次是他大意了 只要他想好更恶毒的话语 到时候 他也要让林轩尝尝他的厉害 三天后 林轩凭借着杭自密的 急速带着几人来到了仙界外面 刚在混沌外面停下来 墨千仲和沈又楚几人看着周围 眼神有些迷惑 不知道林轩这是要干什么 这里明明就是很寻常的一片混沌 看着沈又楚有些疑惑的样子 林轩笑了 怎么 不记得了 沈又楚看着周围混沌的样子 实在是很难去辨认 混沌几乎都是一个样子 林轩看着他迷惑的小眼神 不禁揉了下沈又楚的脸蛋 看 一挥手 一道光门出现 在门后 是沈又楚熟悉的气息 仙界的气息 沈又楚脸上却有些微微发红 林轩在这么多人面前 捏他的脸 弄得他有些不好意思 而墨千仲更是脸色一变 然后想到了刀鬼的下场 他默默地把头偏过去 他什么也没有看到 而刘武和刘天两人 看着这一幕 他们的神女殿下 就这样被眼前这个男人 这样捏了脸 要是放在往常 他们早就动手了 可是 看着林轩 他们怂了 其实 神女和这位 还是挺般配的嘛 刘武和刘天 两人对视一眼 看出对方眼底的屈服 这个不服不行啊 咒语强者 刀鬼都跪了 他们屈服 似乎也算不了什么吧 想着 两人又心安理得起来 对啊 咒语尽强者都跪了 他们跪跪 好像也没有什么吧 第九十五章 你走了 我和谁成亲啊 被林轩这么突兀的亲密 弄得有些不知道所措的 沈幼楚 还不知道该有什么反应 毕竟作为神女 怎么样 她也应该有威严才对 怎么能够随便被人捏脸 而且还是在她的下属面前 神女不要面子的吗 就在沈幼楚纠结的时候 旁边墨千仲开口了 咦 这个世界 不对 我去看看 说着 墨千仲镜子离开 踏入仙间 刘武和刘天两人 面面相去 刘武 这个世界 刘天不明所以 怎么 刘武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刘天 有吗 明明就是很普通的世界 哪里有什么不一样啊 刘天没明白 刘武在说什么 刘武却没有在说 直接拉住刘天的胳膊 什么 你说 你想去看看 早说吗 兄弟能够不陪你 还是咋地 你说你 跟兄弟还客气 说着 刘武 不由分说的 将刘天拉着离开 看着几人全部离开 沈幼楚哪里不知道 这些人什么意思 他们有事 一抬头 沈幼楚 却对上了林轩的眼神 在林轩的眼中 他看到了自己 翘脸红红的 满是羞涩之意 你看着我干什么 沈幼楚有些不好意思的 看着林轩 眼神之中带着躲闪 看着沈幼楚 这娇俏的模样 林轩愣了一下 孩子妈 你说 我们是不是该考虑 要个二胎 沈幼楚愣了一下 林轩说的什么意思 林轩笑了一下 没有解释 拉着沈幼楚的手 就往仙界走去 林瑶很久 没有见过沈幼楚了 大概一年了 从沈幼楚离去 到林轩带着他回来 说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已经过了一年 这一年的时间 对于林轩来说 不过谈指一挥间 但是 对于林瑶来说 这很漫长 毕竟他今年也才13岁 又一次踏入仙界 沈幼楚脸上 带着一丝怀念 虽然他才离开一年 但是却好像过了无数年 一般 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本来他以为 他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了 可是谁曾想 这才过去一年 他又回来了 看着周围熟悉的场景 沈幼楚脸上 流露出一丝怀念 虽然仙界并不算大 但是 在这里却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在这里 拥有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所以 仙界是他记忆中最深的地方 有他许多美好的回忆 林轩看着沈幼楚 正正的样子 打去道 怎么了 才离开一年 就不认识了 我感觉也没什么变化 林轩说着 故作出一副好奇 四处张望的样子 沈幼楚看着林轩的样子 忽然捂着嘴笑了 笑声如银铃一般 又如清泉 流入林轩的心间 林轩也不打去沈幼楚了 而是认真的 看向沈幼楚 我知道我之前骗了你 看着林轩严肃的脸庞 沈幼楚知道 林轩要说正事 表情也认真起来 你现在也恢复了记忆 之前骗你的 也不算数了 不算数 说到这个 沈幼楚心底有些酸楚 是啊 不过一场梦境 梦醒了 自然要回归现实 沈幼楚默默地点了点头 林轩说的没错 既然是场骗局 就让他结束吧 你说的对 我看看摇摇就离开 沈幼楚声音有些闷闷不乐 林轩一愣 旋即笑了 这丫头以为自己 在赶她走吗 旋即逗沈幼楚道 其实也不用走 毕竟都相处那么久了 有件事情 也需要你见证一下 林轩脸色认真的 对沈幼楚说道 沈幼楚愣了一下 看向林轩 毛子里满是好奇 什么事情 还需要她见证啊 林轩接着说道 我想给瑶瑶找个娘亲 这件事情 你给可以给瑶瑶把把关 毕竟 你选的 瑶瑶应该喜欢才是 沈幼楚眼神中的光芒 忽然暗了下去 一股无名的酸楚 从心底生起 她的心忽然紧了起来 整个人也被一股 莫名的窒息感所包围 你打算给瑶瑶 找一个什么样的娘亲 沈幼楚开口 声音柔柔的 可是其中却满是酸楚 林轩好似没有感受到 沈幼楚语气中的酸液一般 最好要一个长得漂亮 然后 身材也要好 对了 声音好听很关键 毕竟你知道 我是声控 林轩似乎有很认真的思考一般 沈幼楚脸上 已经看不出任何表情 语气都没了情绪 林轩摸着下巴 表情认真 让我想想啊 嗯 对了 还要乖乖的 那样肯定能够和瑶瑶相处的好 看着林轩认真的模样 沈幼楚心底 一股不知道什么情绪冒出来 她感觉胸口好闷 她呼吸不过来了 眼眶瞬间红了起来 既然要给瑶瑶找新的娘亲 还去找她干嘛 想着 沈幼楚又看向林轩 林轩的眼神之中 满是真诚 不像是作家 林轩的了解 林轩说的是真的 她真的要给瑶瑶找个娘亲 越是想着 沈幼楚心里就越是酸楚 胸口就越是闷 怎么样 到时候 你还可以做我们的见证人 这样你也能放心 毕竟你也是瑶瑶的娘亲 不是 林轩接着说道 沈幼楚再也忍不住了 一滴泪水 从眼眶中滴落 语气带着一丝哭腔 你找吧 我就不用去了 免得我打扰到你们 这话说的 满是酸意 醋坛子都打翻了 林轩却好像浑然不觉一般 要是你不去 我的婚礼总感觉会少了什么 毕竟你可是要瑶瑶的娘亲啊 而且 要是你不去 瑶瑶会不高兴的 听到这 沈幼楚再也忍不住 她好难受 她只想找个安静的角落 独自伤心 你的婚礼 我去干什么 你快去找你未来的娘子成婚吧 说着 沈幼楚转身离去 她要赶快离开这个 令人伤心的地方 她已经感觉她 快要不能呼吸 然而 就在这时 她的手臂 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掌抓住 干什么 沈幼楚语气中满是委屈 太坏了 何人澄清 还要伤害她 林轩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心意吗 林轩看着沈幼楚 默然开口道 可是 你走了 我和谁澄清啊 第九十六章乖图 为师有点事 要和你谈谈 林轩的声音 回荡在沈幼楚的耳畔 沈幼楚瞬间反应过来 脸瞬间发烫了起来 就像是熟透了的苹果一般 坏人 她刚刚吃醋的样子 全被她看到了 沈幼楚哪里还不知道 林轩这是在逗她呢 接着 林轩手上用力 将沈幼楚拉了过来 面对着她 面对林轩炙热的眼神 沈幼楚低下头 不敢跟她对视 休死人了 沈幼楚心底羞涩 只好低着头 林轩将沈幼楚的小脸捧起 眼神灼灼 沈幼楚没办法 只能看向林轩的眼神之中 从林轩的眼神之中 沈幼楚感受到了认真 她感觉她快要融化在林轩的目光中了 以后就让我保护你 好吗 林轩语气中带着一股不容置疑 沈幼楚眼神之中有些闪躲 被林轩这么看着 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最后 犹豫了一下 沈幼楚看着林轩认真的眼神 袖口张开 正要答应林轩 就在这个时候 虚空之中 响起一阵剧烈的咳嗽声 沈幼楚瞬间挣脱了林轩的怀抱 脸蛋通红 紧接着 一道身影 从虚空中踏出 墨迁重手握成拳 放在嘴角前 神色有些尴尬 这仙界还真是大啊 一不小心就迷路了 还真是 你看我这年纪大了 都不认路了 说着 墨迁重自顾自的 往一个方向走去 墨迁重走后 林轩依旧看着墨迁重 所在的那片虚空 半上又有两道咳嗽声响起 是刘五和刘天 哈哈 仙界确实大大 我们都迷路了 两人说着 从虚空中走出 往墨迁重离开的方向走去 看着几人都离去 林轩神色这才缓和 好了 人都走了 继续聊我们的 可是沈幼楚却背着手 眼神变得有些俏皮 我们的 我们聊什么 沈幼楚眨了眨眼 忽闪忽闪的眼睛 让林轩的心跳 都不禁稍稍加快 你说说什么 林轩看着沈幼楚 这妮子 自从恢复记忆之后 都没以前乖了 林轩心中想着 沈幼楚却故作不知 你说的是什么 我不是很懂哎 沈幼楚茫然不知的小表情 好像已欧个懵懂的小白兔 看得林轩直咬牙 他们三个都看见了 你刚刚明明答应我了 林轩开口 你都要答应我了 如果不是哪句咳嗽 沈幼楚俏脸一红 刚刚都被看到了 他沈女的形象全无 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我根本就没有说答应啊 沈幼楚抬起头 眼神之中 忽然带着一丝脚侠 林轩咬牙 我说 以后让我保护你 沈幼楚眼神忽然望天 我觉得 女人 还是要学会独立 林轩一愣 什么玩意 谁告诉你的 沈幼楚看着林轩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认真 柳如霜给我的书里看到的 你忘了 我记得 还是你教他给我看的 林轩一愣 下意识开口 什么说 柳如霜背着手 声音柔柔的 像什么 独立的女孩 更有吸引力 我们不是花朵 为什么要在散下生活 让一个男人 永远对你魂牵梦绕的关键 就是永远不要让他得到你 之类的 说到最后一个书名的时候 沈幼楚偷偷看了一眼林轩 林轩沉默了 千房万房 没能防住柳如霜那小子 他觉得有必要好好和柳如霜 好好谈谈 他到底给沈幼楚 都看了些什么书 这种感觉 就像是他本来在打青铜局 一晃被柳如霜 强行丢到了职业赛场 不过细想来 当初确实是他让柳如霜 给沈幼楚找些书看的 这么说来 最后源头又回到了自己身上 这叫什么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林轩刚想说什么 沈幼楚一蹦一跳地离开了 似乎看到林轩吃扁 很开心 我去找瑶瑶了 好久没见到瑶瑶了 挥着手 沈幼楚镜子离去 林轩看着苦笑 好家伙 忙活了半天 又回到了原点 一点进展都没有 而且归根结底 原因居然在自己身上 想了想 林轩觉得 有必要去找柳如霜谈一下 毕竟 这件事 总归要有人把锅背下 他自己是不可能了 所以 背锅者 柳如霜 阿帖 柳如霜揉了下鼻子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兴奋 最近他找到了突破先帝的道路 相信 不要一个月 他就能够突破先帝 忽然想到了林轩 柳如霜脸上 闪过一丝坚毅 师父 我柳如霜 是不会辜负你的栽培的 柳如霜抬头望着天空 神情无比认真 师父 柳如霜忽然难难道 他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揉了揉眼睛 那道人影 出现在他眼前 柳如霜惊喜道 师父 你回来了 林轩点了点头 刚回来 刚回来 柳如霜心里琢磨着这句话 师父 你一回来就来找我了 柳如霜语气中 带着一丝不敢相信 但又有一种 妃子被皇帝宠幸的娇羞 他心下激动 胸口好像有小鹿在撞 师父果然发现了吗 我才是师父最有天赋的弟子 幸福来得太突然 柳如霜感觉有点晕 林轩有些诧异的 看了一眼柳如霜 这小子脑袋里 都想的是些什么玩意 嗯 林轩回答 算是肯定了柳如霜的猜想 他本来一回来 就是找柳如霜 因为这件事情 真的很重要 林轩一刻也不想等 柳如霜听到林轩肯定的回答 被一股幸福感包围 他就知道 他才是林轩最宠爱的弟子 师父 我 柳如霜欲言又止 眼神之中 竟然出现一股热气 看得林轩一阵皱眉 什么玩意 师父 这样不好吧 你这样偏心 我怕其他师兄师妹会伤心 伤心 林轩想了想 怎么可能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林轩开口道 柳如霜听着林轩说着 眼神之中 流露出难以置信 师父居然已经这么明目张胆地偏袒她 完全都不掩饰了吗 想着 柳如霜直接开口道 师父 你来吧 你这份宠爱 我承受得住 第九十七 张天不声我柳如霜 旷到万古如长叶 林轩看着柳如霜 罕见的心底 产生一丝犹豫 柳如霜这甘之如鱼的模样 真的让他这个师尊 不得不怀疑 他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怪品 比如受到惩罚 就会兴奋之类 你 林轩看着柳如霜 渴望的模样 语气有些犹豫 柳如霜却有些迫不及待 师父 你放心吧 你所赐予的 无论是奖赏 还是惩罚 我都会欣然接受的 雷霆雨露 皆是君恩 柳如霜看着林轩 眼神之中 满是迫不及待 林轩抬起手 拍了下柳如霜的肩膀 你能这么想 为师就放心了 师父 徒儿知道 无论您做什么 一定都是为了徒儿好 就算师父让我上刀山 下火海 我都不会犹豫一下的 柳如霜挺起胸膛 语气极其认真地 看向林轩 眼神之中的期待之意 已经完全溢出 林轩嘴角抽搐 他明明是来找柳如霜 背锅的 怎么忽然有些下不了手 这小子 觉悟怎么这么高 难不成真有什么 奇怪的癖好 不应该啊 林轩回想着 他好像也没有 对柳如霜这小子 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道宗的修道环境 还是很好的 轻松又自由 他也从来不会 给这些弟子压力 怎么柳如霜 心里就出问题了呢 不是说 只有在极大的压力 才会导致心里的疾变吗 林轩回忆着 记忆深处的那些 关于心里的知识点 他感觉 他好像有些不懂 现在先见年轻人的爱好了 都这么花的嘛 想着 林轩心中也不犹豫 既然柳如霜 自己强烈要求 那么作为师父 就顺水推舟吧 毕竟 作为一个开放大度的师尊 满足一下徒儿的小嗜好 也没什么吧 你还记得 你给师母看了什么书吗 林轩拍着柳如霜的肩膀 语气平淡 柳如霜脸上的笑容 一下就愣住了 给师母看了说 这个问题 柳如霜可是很熟悉 那不是美好的回忆 之前因为这个 他被林轩送去挖矿锻炼身体 自然是难忘 不过 这件事情 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柳如霜想着 师父 我真不记得了 之前我给师母送过去的书太多了 那可不 之前 柳如霜为了完美完成林轩的人物 他去了无数个凡人国度 但凡是书 都会被他收入囊中 最后回来的时候 可是整整一个储物界 那海量的书 柳如霜哪里回去关注 都有些什么 反正都是些凡人写的书 拿来消遣的 柳如霜才懒得管 到底是些什么书 林轩看着柳如霜这副模样 就明白 柳如霜当时根本就没有筛选这些书 不然 凭借他的神魂强度 怎么也是过目不忘 很可能 这些书 柳如霜看都没有看一眼 想到这个 林轩心底对于柳如霜 更是没有了愧疚之意 那位师就来帮你好好回忆一下 让一个男人魂牵梦绕的关键 就是永远不要让他得到你 林轩平静地说着这句话 柳如霜眼前却一亮 师尊 好说啊 直戳关键 得到了就不会珍惜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想不到凡人中 居然还有人有这种思想高度 柳如霜偏过头 看向林轩 林轩面无表情 不要说师父不讲情面 师父给你一次 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柳如霜一愣 怎么回事 难道他分析的不对吗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爱得有恃无恐 这不就是画本小说里面的爱情吗 难道师尊你不觉得 这句话很有道理吗 柳如霜不理解 他明明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 林轩点头 这小子有言不尽是吧 既然这么固执 就别怪师尊无情了 林轩面无表情 开口认同道 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很认同 所以师尊决定好好栽培你 林轩开口 看不出情绪 可不是有道理吗 沈又楚那么单纯的女儿 都学话了 看看 说的是什么 这完全就是林轩爱情道路绊脚石 还是那种像悬崖一样 横在道路中间 推都推不动 柳如霜没有听出林轩的言外之意 满脸期待 师尊 你想要怎么培养我了 柳如霜 身体前倾 靠向林轩 满脸都是期待 直到这一刻 他都不怀疑 林轩是来栽培他的 看着柳如霜这个样子 林轩心里感叹 柳如霜的自负程度 让他自残行愧 林轩拍了拍柳如霜的肩膀 那你去框上报到吧 柳如霜笑着点头 然后 愣住 框上报到 师父 你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吗 柳如霜接着问道 没错 林轩点头 柳如霜心里松了一口气 他就知道 师父不可能那么无聊 让他这种人才去挖框 那不是埋没人才吗 我认为 你具有非凡的挖框天赋 所以 为师决定 让你先挖一百年的框 锻炼一下你 林轩说着 柳如霜的脸 瞬间垮了 怎么会 师父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神探马锻炼自己 柳如霜的脸 瞬间变成苦瓜色 林轩看向柳如霜 目光平静 你觉得呢 柳如霜愣了一下 万万没想到 师尊回来第一时间来见他居人 是为了挖框 柳如霜不敢相信 却又不得不相信 因为 林轩亲自送他来到了一出 仙矿所在的矿场 新银矿 炼制先帝 炼制兵器 必备的矿石 在整个仙界 都无比珍贵 只是其所在的新尘海 常年刚风四起 就算是仙王在里面 也很容易受伤 就算是仙圣在里面挖框 也要小心 而林轩把柳如霜 直接丢在了 这般恶劣的环境 感受着周围 刚风四起 柳如霜不得不撑起护盾 来抵挡四起的刚风 这个地方 环境太恶劣了 就算是仙圣 也不愿意在这里久待 只有仙帝 需要新颖的时候 才回来此 看着荒芜的矿山 柳如霜心底有些失落 但是 转面 他又想到了 林轩一回来就来找他 师尊那般强者 肯定不可能那么无聊 柳如霜眼前一亮 林轩这种强者 怎么可能这么无聊 所以 真相只有一个 这是师父对他的考验 说不定 师父早就在矿上 留下了强大的武器 或者宝物 越想 柳如霜越是兴奋 这才对 真正的强者 都不会轻易地将宝物刺人 因为那样 就不会被珍惜 想到激动处 柳如霜握紧拳头 神情凝重道 师父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天不生我柳如霜 矿到万古如长夜 第九十八章 爸爸迷人又帅气的脸庞 果然厚如城墙 将柳如霜送走了之后 林轩就直接回到了道宗 把柳如霜送去挖矿 林心安理得 他这是在培养柳如霜 一回到道城 林轩看着这座 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城池 眼神之中 有着一丝怀念 可是 从沈幼楚出现之后 林轩生活的平静 就被打破了 想着这段时间的经历 林轩还是觉得有些恍惚 其实林轩本来的打算摆烂的 就在仙界狗诈 可是沈幼楚的到来 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 关于这个 林轩一直在心底有一点 他和沈幼楚之间的事情 感觉太过迷幻了 那个魅毒的效果 有些过于强了 他对当时的记忆 依旧一点都没有 之前因为忽然有了女儿 加上第一次作罢吧 林轩有些猝不及防 而且当时 林轩还要想着 怎么安排沈幼楚 那个时候 林轩忙得一头雾水 自然无心去想这些事情 现在沈幼楚恢复记忆了 瑶瑶也长大了 这样回想起来 林轩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为什么他们会被 某种奇怪的魅毒给那个 什么样的毒 能够让林轩和沈幼楚 失去感知 要知道 沈幼楚 当时虽然身受重伤 但是境界摆在那里 灵魂强度摆着 上清境的强者 什么样的毒 能够让他失去意识 林轩这段时间 去了混沌宗 也打听了一下这个事情 答案是不可能 也就是没有 再强的毒素 在面对混沌境 以上的强者的时候 作用 已经就不大了 所以林轩很疑惑 而且 林轩心里一直有种 不对劲的感觉 这个时候 林轩感觉 这里面的疑点有些多 如果真跟林轩这段时间 了解的那样 那么 这件事情背后 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正想着 林轩已经来到了 道宗秘境内 面前就是那座熟悉的竹楼 林瑶银银般的笑声 从竹楼中传出 听得出来 他很开心 林轩嘴角勾起 既然想不通 那就不想了 至少现在的生活 令人很安心 沈幼楚回来了 林瑶现在也很开心 和这些比起来 有些东西 没那么重要了 爸爸 一个小脑袋 从竹楼的窗口探出 是林瑶 林轩笑着回应 心中释然 有些事情 也便被他抛在脑后了 女儿这么开心 他还要去想那些事情干嘛 该知道的时候 自然就会知道 林轩上了竹楼 沈幼楚正坐在床沿边 拉着林瑶的手 问着林瑶这一年来的生活 见 林轩上来 沈幼楚 脸颊微微泛红 他还在为刚刚和林轩 在外面交谈的事情羞涩 想到他做的那些大胆的举动 沈幼楚就一阵心慌 心里小鹿乱撞 爸爸 说说 你怎么把娘亲追回来的呗 林瑶凑到林轩边上 小脑袋贴着林轩的肩膀 看着身侧的林瑶 林轩心中有些感叹 一转眼 林瑶已经十三岁了 已经是一个大女孩了 也不像是小时候 弱弱的一个小萌娃了 身材窈窍 像是一朵 含苞带放的花朵 林轩也被林瑶语气中的 开心影响 笑着看向沈幼楚 沈幼楚小眼神 之中满是威胁之意 要是林轩敢乱说 他就 虽然沈幼楚 没办法威胁林轩 但是这个眼神 林轩接收到了之后 还是没有直说 其实 这个主要还是你爸爸太帅 你娘亲舍不得 就回来了 林轩说着 林瑶张大了嘴巴 有些不敢相信 他狐疑的小眼神 满是不相信 真的 林瑶怎么都感觉 这不是真的 林轩看向沈幼楚 不信 你去问问你娘亲 这是不是真的 沈幼楚猛然摇头 不是真的 坏人 又在女儿面前胡说 什么因为他帅 太自恋了 林瑶看向林轩 眼神之中是得意 似乎是在跟林轩说 你看 娘亲都说不是 林轩看着林瑶和沈幼楚两人 没有丝毫谎言 被击穿得慌张 嘴角甚至微微翘起 是真的 不然 瑶瑶 你让娘亲告诉你 她为什么回来 林瑶一下看向沈幼楚 沈幼楚脸上刚挂起的笑容 瞬间僵硬了 她为什么回来了 因为一个强者出现 将他们所在的秘境打爆了 可是这能说吗 最后还是 林轩出手 将她救了回来 刚入仙界的时候 林轩还骗了她 弄得她芳心大乱 可是 这是 能跟女儿说的吗 沈幼楚心底有些犹豫 这明显不能跟林瑶说 现在她想到这些 心里还有些害羞呢 可是 林轩又在面前看着她 沈幼楚感受着林轩灼灼的目光 仿佛在跟她说 你快说啊 沈幼楚俏脸微微泛红 面对林瑶期待的面容 她最终还是微微点头 心底趁怒地叫了林轩一句坏人 然后 看向林瑶 无奈地点头 瑶瑶 其实 你爸爸说得对 林瑶张大嘴巴 怎么会 娘亲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的 林瑶脸上满是不相信 毕竟沈幼楚以前可从来不是这样 而且 林轩刚刚说的 可一点可信度都没有 可是现在沈幼楚 居然亲口承认了 林瑶不敢相信 怎么会 娘亲 你们 林瑶抱住沈幼楚的手臂 撒娇似的晃着 希望沈幼楚 能够说些细节 毕竟这个她很好奇 八卦之魂 完全被勾起来了 林轩和沈幼楚说话 只说了一半 就好像某些广告一般 震惊 某冰青玉洁的女星 竟然深夜一人做这个 这种话只听一半的感觉 实在是太难受了 林瑶看向两人 眼里满是好奇 所以呢 娘亲 你就告诉我 你怎么被爸爸帅气的脸旁迷得神魂颠倒的吧 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 对这些事情正是感兴趣的时候 沈幼楚脸庞薄 被林瑶这么一说 她又不小心回忆起一些羞涩的画面 小脸整得通红 林轩也知道 虽然沈幼楚恢复了记忆 但是要她在林瑶面前 说这些 还是有些勉强 所以她开口道 瑶瑶 这个 你爸爸我清楚啊 我来讲给你听 既然沈幼楚不好意思说 那么就由她来代劳吧 第九十九章哈 看着林瑶期待的眼神 林轩清了清嗓子 开口 其实 这个故事的开头 是在一个湖畔 听到这话 沈幼楚虽然心里羞涩 但是也竖起耳朵 想听林轩到底会说些什么 毕竟他们离开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秘境的湖畔 沈幼楚还以为她走了呢 结果她非常淡定的 在湖畔烤鱼 接着 林轩描述了一下湖畔的场景 以及 她帅气的外表 林瑶有些迫不及待 然后呢 林轩看向沈幼楚 嘴角翘起 我本来在烤鱼 然后 一只小蝉猫 被吸引了过来 沈幼楚的脸 一下就红了 林轩这不就是说的 她在湖边烤鱼的那件事情吗 还说 她是小蝉猫 哼 坏人 本来我是拒绝的 但是这只小蝉猫 太可怜了 红卓眼 看着我 我好心就把她抱在怀里 安慰她 说到这里 沈幼楚的脸 已经通红 呼呼 她感觉身上好烫 好羞耻 这样听自己的事情 林瑶却有些不明所以 所以 爸爸 你为了一只小蝉猫 和你把娘亲带回来这件事情 有什么关系吗 听着林瑶说这个 沈幼楚把头低了下去 心里再次催了一句 坏人 林瑶看向沈幼楚 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你去问娘亲 小蝉猫是不是觉得我很帅 林瑶看向沈幼楚 此时 沈幼楚的脖子 都是飞红一片 呀 娘亲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林瑶赶忙跑过去 摸了一下沈幼楚的额头 好烫 没 没事 沈幼楚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不自然 心底默默补上一句 哼 坏人 混沌中 仙界外 一道身影 从混沌中迈出 刀鬼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疑惑 他明明感应到人 是来到这里的 然后气息就消失了 可是这里什么也没有啊 刀鬼看着眼前的混沌 完全没有任何东西 眼神之中 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难道是自己的追踪之术 出现了问题 这不能够把 他低头在原地想着 这也太奇怪了 怎么可能凭空消失 然而 就在刀鬼出现的那一刻 林瑶心底一愣 产生了感应 抬眼看向仙界外 透过大阵 林瑶看到了一道身影 正在仙界外的混沌中驻足 低着头 看起来正在思考着什么 林瑶眼神瞬间变得凝重 刀鬼一定是有什么追踪手段 都找到仙界门口了 一股危机感 从心中产生 虽然暂时刀鬼 还没有发现仙界 可是 只要他心底起疑 对着前方的虚空攻击 这个隐匿阵法 是不可能挡得住的 此刻 林瑶警惕地看着混沌中的刀鬼 只要刀鬼 亦有风吹草动 林瑶就带着沈幼楚他们离开 至于在这里和刀鬼战斗 是不可能的 林瑶的弟子大多都在这里 道宗也在这里 仙界可以说是林瑶的大本营望 在自己家和敌人打架 然后把自己家弄烂 这种事情 林瑶可干不出来 在林瑶的注视中 刀鬼站在混沌中思考了一回 然后消失在原地 可是 林瑶没有放松心神 因为一个咒语镜的强者 不可能这么轻易地离开 果然 一个时辰之后 刀鬼又出现在混沌中 他眼神之中满是疑惑 他明明有种被人盯着的感觉 难道是他多疑了 刀鬼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林瑶身上留下的气息 在这个地方消失 这周围肯定有他 没有发现的玄妙之处 不然怎么可能挡住 他一个咒语镜强者的探查 想着 刀鬼还是没有头绪 他准备离开 既然人跟丢了 那么就先回去复命吧 在仙界看着刀鬼的林瑶 看着刀鬼的表情变化 心底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 刀鬼是被骗过去了 他以为追丢了 准备离开了 然而 正在这时 一遍发生了 混沌中 一道流光闪过 林瑶脸色一变 流光不仅吸引了林瑶的目光 同样的 也吸引了刀鬼的目光 混沌中 刀鬼正想离开 数万里之外的混沌中 一道流光 忽然往这边飞来 一个年轻的修士 正在混沌中修行 看样子 应该是在练习顿法 林瑶看着 脸色一变 是刀心 林瑶千算万算 没有想到 刀鬼会跟着过来 同样的 他也没有想到 刀心会在混沌中修行 不过 这个时候 只能静观其变了 刀鬼修为这么高 刀心在他眼里 就是一只蝼蚁 估计他不会 把刀心放在眼里 刀鬼发现了刀心 但是刀心却没有发现 正有人在旁边观察他 毕竟两人之间的 境界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刀心像是一道流光 在混沌中 起起伏伏 不断施展顿法之下 神情之中 一缕喜色 也慢慢出现 这门顿法 他修行了一年多 终于算是小成了 刀鬼看了一会 觉得没意思 一个还不到 混沌镜的小背靶了 根本不能在混沌中远行 想到这 刀鬼正准备 离开的身形顿主 对啊 一个修为 还不到混沌镜的修士 出现在混沌中 只能说明 这周围有一个世界 毕竟混沌镜以下 都不能在混沌中待很久 最多不过数日 就该回去了 想到这些 刀鬼脸上 浮现一丝笑容 他准备去把那个 小修士抓起来 问话 而在仙界的林轩 看到刀鬼脸上的笑容 脸色一变 知道坏事了 刀星还一无所觉 林轩脸色凝重 这个距离 他根本来不及救下刀星 就在刀鬼准备倾下刀星 准备问话的时候 刀鬼忽然顿主 刀星练完顿术 又在混沌中 演练起了刀法 一股纯粹的刀意 在那片虚空传开 一缕缕凌厉的刀意 在虚空中蔓延 这改变了刀鬼 擒住刀星的主意 作为一个痴情于刀刀的男人 刀鬼自然看得出来 刀星身上的刀意 虽然不强大 但是很纯粹 看着刀星 刀鬼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 也是这么纯粹 一心练刀 也正是看到了刀星这纯粹刀意 刀鬼临时改变了主意 等到刀星练刀结束 刀鬼出现在他面前 刀星脸上一宁 他竟然没有发现 这个人什么时候出现的 小子 你可愿做我弟子 刀星一愣 哈 第一百张哈 刀星带住了 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面孔愣住 林轩也愣了一下 这剧本 怎么感觉有些不对 这个想法在脑海里出现的时候 林轩看向混沌之中的眼神 变得有些复杂 刀星这小子 这么有魅力的吗 看着刀星呆住的面孔 刀鬼眼神之中 露出一丝惬意 像他这种强者说要收徒 无论是谁 都会吃惊嘛 想着 刀鬼再次道 不要怀疑 我就是要收你为徒 然后 刀鬼抬起他高傲的头颅 眼神之中带着得意 他已经准备好 接受刀星的膜拜了 毕竟 他虽然是第一次收徒 但是 以往那些强者收徒 哪个不是兴奋的跪下 而他的实力 比很多所谓的强者都要强 所以 刀星肯定在心底高兴疯了 表面却还装作这么镇定的样子 刀鬼看着刀星 心道 小家伙 本作早就看穿你了 刀星不知道 刀鬼心里想的是什么 他只是疑惑地 看向这个好像在意淫的人 忽然冒出来 还说什么要收他为徒 这怎么听都感觉奇怪 难道这个人 是有什么奇怪的癖好 刀星看着刀鬼 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警惕 他听柳如霜说过 有些男修是 表面长得俊美帅气 人模狗样的 实际上 背后就是喜欢找那些 年轻帅气的徒弟 不是为了传承 只是贪徒弟子的 想起柳如霜那些奇怪的男修 会在深夜 把弟子 叫进他们的房间里面 让弟子给他们减肥皂 虽然刀星不知道 肥皂是什么东西 但是 听柳如霜所说 他当时大为震惊 同时 他心底也深深庆幸他的师尊 林轩不是那样的人 不过 要是刀星知道 柳如霜这些东西 都是从凡人世界的 画本小说中看到的 或许他就不会对刀鬼 有这样的误会了 毕竟当时 柳如霜为了把事情 说得逼真 谎称 他是在上古卷轴中看到的 刀星对此深信不疑 看着刀鬼的眼神之中 满含警惕 刀星从刀鬼身上 感受到一股 极其强大的威势 是他根本无法比拟的 刀星知道 要是他惹怒面前这人 结果一定很惨 想到这里 刀星脑海中浮现 柳如霜 大多数都是心里有问题 大多数是形式 不拘小节的魔修 很危险 刀鬼等了一会 有些不耐烦 看向刀星 看到刀星眼底深处的警惕 刀鬼心底忽然了然 多么熟悉的眼神 想当初 他还是一个弱小的先帝的时候 在混沌之中 也是这般模样 对谁都不相信 随时都是带着警惕 多么令人怀念啊 想到这 刀鬼看向刀星的眼神 变得温和 小子 别怕 师尊以后会给你撑腰的 可是在刀星眼中 刀鬼的神色忽然变得暧昧 刀星心底一个机灵 他心底有种深深的危险感 然后他就听到刀鬼说出那句 师尊以后会给你撑腰 这句话一出 一幅画面 从他的脑海中出现 他站在窗口 刀鬼站在他身后 手放在他的腰上 嘴上流露出邪义的笑容 乖徒 别怕 师父给你撑腰 刀星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样的画面 实在是太美 不敢想象 而他再次看向刀鬼 身体不禁往后退了一步 危险 太危险了 刀星想到 以后会变成此人的玩物 完全被其掌控 刀星就一阵难受 不行 虽然刀鬼看起来实力强大 但是他不能够坐以待毙 要是就这么放弃了 刀星会后悔一辈子 现在刀星满脑子里都是 和刀鬼的师徒幸福生活 恐怖 刀鬼却不知道 刀星在想什么 看向刀星的眼神 愈发温和 他最知道 这种一个人孤独舔血的感觉 因为他以前也是一只毒狼 别怕 师尊以后会保护你的 说着 刀鬼往前一步 刀星下意识 往后退一步 咽了口唾沫 刀星眼神之中 有种不自然 不用了 我有师尊了 刀星不去和刀鬼对视 眼神之中满是害怕 怎么这么惨 出来联系下法术 就遇到这么个变态 实在是太令人悲伤了 这个悲伤的故事 此刻完全被林轩目睹 他看着混沌中 通过刀星和刀鬼的嘴型 他知道 两人到底在说些什么 刀星拒绝是正常的 毕竟他已经有师尊了 可是刀星的表情 有些奇怪啊 这小子 到底在想什么呀 林轩感觉他第一次 没有看透自己这个弟子 原来 刀星可是所有弟子中 最为老实的那个 怎么现在却让林轩看不透 这表情也太奇怪了 林轩感觉就像 凡间教坊寺里的清官人 面对一个来的大老爷的眼神 有种莫名的 楚楚可怜的感觉 有种被欺凌的柔美 看得林轩感觉 他好像错过了什么一样 而在混沌中的刀鬼 在听到刀星说的这句话 愣了一下 玄吉却并不在意地说道 没关系 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 能够什么厉害的人物 这种好苗子 给对方教 完全是浪费 而且 刀鬼确实在刀星身上 看到了很多共同之处 他真的很喜欢这个 和自己很像的年轻人 而这话在刀星听完 却有些不对劲 实锤了 一个恐怖的想法 在刀星脑海中被证实 那就是 刀鬼确实不是来收徒的 正常来收徒的 都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因为正常修士 都不会去抢别人的弟子 特别是当刀星说出 他有师父了之后 刀鬼居然只是 轻描淡写地说了句 没事 多么恐怖 如果对方不在乎这个 那么就只能说明 对方不是真心地来收徒的 所以 真相只有一个 刀星脑海中 冒出一个恐怖的想法 那就是眼前这人 和柳如双收的一样 他是一个 有那种癖好的魔修 他根本就不是来收徒的 他是看中了自己的帅气 刀星心中悲凉 想不到 长得帅 也会成为 他命里的意见 我能拒绝吗 刀星脸上 已经流露出一股愤痕之情 想不到他一带添骄 今天就要陨落在此 是的 就算是死 他也不会让眼前 这个魔修得逞 刀鬼看向刀星 眼神之中有些不耐 想不到他都这么说了 还要被这个小修士拒绝 他也是要面子的 好吗 不行 刀鬼说得很干脆 完全没有回转的余地 听到这句话 刀星脸上露出 视死如归的表情 就算你得到我的人 你也得不到我的心 刀鬼一愣 第101章 这也行 什么玩意 刀鬼被整猛了 在仙界观察 这混沌中场景的林轩 差点没被呛到 这小子干什么呢 在这眼苦情居啊 林轩感觉 他越来越读不懂 自己这个乖驼了 刀鬼此时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他看向刀星 得到身体是什么鬼 夺赦 刀鬼感觉 他居然看不透 这么一个先递进的小子 诡异 刀星眼神一宁 看向刀鬼的眼神之中 带着决绝 脸上带着一丝 慷慨就意的示人 回头留恋地 看了一眼仙界的方向 师父 还有师兄师弟 师妹们 我走了 林轩在仙界 看着刀星的这个小表情 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迷惑 这小子 又要整什么幺蛾子 刀星看完之后 拿起他的刀 对着刀鬼 眼神之中满是凌人 既然命中有此一劫 那便坦然应对 看着刀星拿起刀 对着自己的刀鬼 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诧异 玄机一股欣赏 在他的眼底出现 他就喜欢这样的 坚毅 有自己底线的年轻人 哪怕面对自己 这样的强者 也敢于拔刀 这不就是刀的含义吗 想着 刀鬼似乎在刀星身上 看到了当年 那个不屈的身影 一人纵横混沌 无数次战斗 浴血 从混沌中 杀出了一条 属于他的刀 而这一切 都是凭借着 他不屈的意志 一个美丽的误会 就这么产生了 刀星完全是 不想让眼前的这个男人 玷污自己的清白 却被刀鬼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要是刀鬼知道 刀星心中的真实想法 那么他绝对不会说 刀星和他年轻的时候很相像 而且他不是gay 不过 终归没有如果 刀鬼温和地看向刀星 小子 放心吧 我不会伤害你的 刀星完全不信 看向刀鬼的眼神之中 充满死质 一刀劈出 带着他的刀到 一往无前 恐怕就算是混沌精的修饰 吃了他这一招 都得重伤 刀鬼看着这一刀 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有他当年的风度 但是 在刀星看来 刀鬼是在对他的嘲笑 满意地点头 是对他的身体满意 刀星心中怒吼 就算你是强者又如何 我刀星就算是死 也不会让你得到我的身子 刀星决定 就算是自爆 也不会让眼前这人 拿到他的身体 是可杀不可辱 然而 刀鬼看向刀星 只是伸出一根手指 对着刀星一压 刀星就感觉浑身一清 什么也感受不到了 他的神魂和丹田 都被禁锢了 一丝实力 都无法发挥出声来 看到这一幕 林轩终于不能愣住了 不管对方要做什么 欺负自己的弟子 就是不行 虽然刀星这个小子 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然后 林轩身形一晃 消失在原地 混沌中 刀星看着刀鬼 面如死灰 他现在连自杀都做不到了 刀鬼看着刀星 这副面如死灰的样子 有些不能接受 难道做自己的弟子 难道就真的让人 那么难以接受吗 要知道 他在整个混沌北域 都是有数的强者 他不管去哪个地方 去收弟子 人家不是抢着 成为他的徒弟的 怎么到了眼前 这个小子面前就不行了 看向刀星 刀鬼脸上露出笑容 你小子 说说 为什么不愿意做本作的弟子 刀鬼看向刀星 眼神之中 带着笑意 他并没有生气 跟一个先递进的小孩生气 他还没有到那种地步 刀星偏过头 没有回答刀鬼这个问题 他不想说这个问题 既然已经落到了对方的手里 他就已经不再抱有其他的期望了 只要一想到 那些即将到来的屈辱 刀星内心 就已经是数不尽的凄凉 想不到他一带添交 居然会以这种方式落幕 见刀星这副模样 刀鬼倒是笑了 你说说 本作哪里配不上你了 刀鬼本意是问刀星 他哪里不配做他师父了 可是在刀星听来 却变成了另一种意思 你无耻 刀星从牙缝里 挤出这三个字 刀鬼愣了一下 无耻 这个词 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他又不是在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这个时候 林轩也赶到了混沌之中 利用详字秘 将身形藏匿在混沌中 暗中观察 准备伺机将刀星救出来 林轩将浑身气息收落 他有自信 只要他不出手 刀鬼是没办法发现他的 而正被刀鬼束缚的刀星 站在刀鬼面前 眼神之中 满含着屈辱 要做便做 装什么 你这个龌龙老贼 刀星的语气中 满含屈辱 仿佛一个受气的小媳妇 被刀星说 龌龙的刀鬼 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更加迷糊了 他怎么就龌龙了 这小子怎么回事 难不成是个傻子不成 刀鬼心中怀疑 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隐匿在混沌中的林轩 有些蹦不住了 刀星这小子在干什么 好好一个大男人 怎么像是个 受了屈辱的小媳妇似的 这样子 实在是让他匪夷所思 小子 我是真的想收你为弟子 刀鬼作为一个 很少与人交流的强者 就是这么直来直往 刀星叫道 有你这么收弟子的 收弟子 还封尽我的修为 刀鬼一愣 好像刀星说的 也没有问题 这么收弟子 好像确实不对 我恢复你修为你 你会不跑 刀鬼看着刀星 语气有些狐疑 刀星看着刀鬼 心道 不拍是傻子 但是嘴上 还是说着 放心吧 有话好好说 我跑什么 听刀星这么一说 刀鬼这才将信将疑的 解开刀星的禁止 就算刀星骗 他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然而 在刀鬼刚解开刀星的禁止 刀星眼睛忽然瞪大 指向混沌中的一个方向 师父 本来刀星是 准备来个声东击西 以便于他尝试逃跑 但是万万没想到 林轩真的 就在那片虚空 看着刀鬼 随手一张拍过来 破碎虚空 林轩脸色一变 你TM 第102章 你不会是怕了吧 林轩突兀地出现在混沌之中 脸色铁青地看着刀星 早知道他就不来了 刀鬼愣住了 刀星也愣住了 半傻 刀星脸上 带着一丝诧异 难难道 师父 看着刀星的样子 林轩只恨他 为什么要过来 简直就是猪队友 他来救刀星 结果被刀星给曝光了 现在他人都站在了刀鬼面前 还怎么出其不意 而刀星在最初的震撼后 脸上流露出喜色 师父 救我 看到了林轩 对于刀星来说 等于脱离苦海 毕竟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死难过 残忍的事情 而对于刀星来说 跟刀鬼离开 就是比死还要难受的事情 毕竟 柳如双口中 那种没有尊严 暗无天日日子 刀星真的不想要体验 林轩没有像刀星想象中的那样 过来和刀鬼打一架 然后就踏于水火之中 那啥 我就是路过 你们俩继续 不用管我 林轩笑了笑 就准备离开 至于救刀星 救个鬼 刀鬼咒语境的实力 可不是摆设 在他面前这样出手 但凡刀鬼对刀星出手 刀星必死无疑 那么近的距离 林轩根本没有办法救下刀星 不过 这也怪不得林轩 本来是有机会的 但是 刀星把林轩的位置给爆出 现在很尴尬的一点 林轩来救徒弟 被徒弟曝光了 唉 啥也不是 刀鬼看着林轩 眼神之中闪过诧异 林轩这张脸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忘了 毕竟 林轩以咒语境以下的实力 击败了他 戏弄他 把他弄得狼狈不堪 你是他师父 刀鬼指着刀星 看向林轩 眼神之中满是质疑 虽然看上去是询问 但是 慢慢的 都是不敢相信 因为 刀鬼不敢相信 林轩那么鸡贼的人 怎么会有这么呆的一个徒弟 当然 这所谓的呆 就在刚刚 在刀鬼眼里 还是纯粹 一颗赤子之心 林轩看了一眼刀星 摊开手 无奈道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这么一个 玉树林峰的师父 会有这么一个徒弟 说起来 我也很无奈 林轩说着 看向刀星 是吧 乖徒 你说 你怎么想的 把师父曝光出来 刀星也不傻 想明白了 是怎么一回事后 他的脸上 满是无奈之色 打死他也想不到 他随手指着的地方 就是他师父的藏身之处 师父来救他 他反手 就把师父给卖了 实在是经典 刀星苦着脸 他命中该有此一劫啊 师父 你走吧 是徒儿命中 该有此一劫 都是命啊 刀星的话 发自肺腑 说到情深处 动人心魄 林轩一愣 脸上满是疑惑 自己这个徒儿 什么时候还心命了 这 林轩感觉 他有必要了解一下 他道宗的那些弟子的精神状况 最好是在入门前 就加上一门考核 只要是迷信的 通通不能进 这不是带坏门风吗 刀鬼也是一脸黑线 咋的 跟着我 委屈你了 刀星也是心如死灰 家人们 谁懂 一带天骄 竟然要落得如此下场 要是林轩知道 刀星心中的想法 估计会投也不会的 直接离开 真 TM服了 不过 刀鬼很明显 是不会让林轩 这么简单的离开 走 莫非你忘了 我们之间的事情 还没解决 刀鬼看向林轩 目光灼灼 他和林轩之间的战斗 还没有结束 之前被林轩 用些下三滥的手段 给击败 刀鬼心底一直不服 林轩眉头一皱 刀星看着两人 眼睛瞪大 心底巨震 不会吧 师父竟然 一些画面 浮现在刀星的脑海中 简单描述 辣眼睛 刀星嘴巴无声地张了又张 眼神之中 有一道光暗了下去 他很想问林轩 师父 你这样做 就不怕师母知道吗 不过 此时 也没有人在乎刀星在想些什么 林轩看着刀鬼 眼神之中满是凝重 仙界就在他的身后 要是跟刀鬼打起来 仙界势必会被暴露 这是个问题 在这里出手 林轩势必会束手束脚 休想拿我去威胁我师父 刀星忽然开口 并且对着林轩大喊道 师父 你不用顾及我 我没事的 好好教训这个家伙 让他知道你的厉害 林轩默默地看了一眼刀星 你想多了 谁顾及你了 林轩对刀星的自作多情 实在是有些头疼 也不知道跟谁学来的 以前刀星不这样的 而刀鬼却看了一眼刀星 放心好了 我刀鬼还不屑去做这样的事情 刀鬼作为一个纯粹的刀修 有自己的立场 自然是不屑去用一个先递进的小家伙 去威胁人家的师父 这不是他能做出来的事情 林轩看了一眼刀鬼 没事 就算你要拿他威胁我 也威胁不到 扎星了 刀星只感觉心中一痛 师父 你不爱我了 林轩 看着刀鬼 林轩忽然开口 这样吧 我也不欺负你 我给你看一眼 我踪门密传 免得击败你 击败得太轻松了 林轩说着 一块石碑出现在林轩手中 刀鬼脸上一愣 这正是之前 林轩用来挡住 他攻击的宝贝 很容易看出 这个是个好宝贝 而林轩现在居然说 要把这个给他看 刀鬼感觉 林轩是不是迷惑了 他们现在可是敌对关系 而刀星确实眼睛一瞪 大喊道 师父 咱们宗门如此厉害的秘书 被这个歹人 学会了还了得 到时候 这个世界上 又会有不知道 多少个青葱少男 受到他的迫害 刀星的话 让刀鬼一愣 青葱少男是什么鬼 直觉告诉刀鬼 刀星这小子 说的绝对不是什么好话 不过 前面 刀鬼倒是听懂了 刀星在说 林轩的功法秘书很厉害 要是他学了 就会变得更强 这岂不是说 林轩拥有的功法秘书 比他的还要好 刀鬼不能接受 怎么可能 区区一个林轩 他承认 林轩在阵法和盾法上 有些噪音 但是 说他的秘书有多么厉害 他表示他不信 这是作为一个 咒语尽强者的骄傲 刀鬼不屑道 放心 本作对你们的秘书 毫无兴趣 刀星讥笑道 最好 林轩忽然道 你不会是怕了吧 第103章 用爱来感化 你不会怕了吧 这句话在刀鬼耳盼响起 他脸色一黑 他会怕 虽然知道 林轩这个是激将法 可是区区林轩 上次他完全是因为大意了 不然不会让林轩离开 本作会怕你 上次要不是你跑得快 本作岂会那么轻易地放过你 刀鬼脸上 带着巨傲之色 神色嚣张 林轩含笑着点了点头 你说的对 你最厉害 这种语气 就是像是在夸一个小朋友一般 完全是在敷衍 刀鬼脸色一黑 你不信 林轩点头 嘴角含笑 我信 我怎么不信 我完全相信你 好了 你是最厉害的 行了吧 行了吧 刀鬼瞪着眼 看向林轩 怎么林轩说话 听得那么刺耳 实在是难受 你就是不相信 无妨 本作会亲手证明 刀鬼生气了 林轩说话 实在是太可恶了 他听着难受 虽然林轩满嘴都是相信 可是他怎么听 怎么难受 这个时候 刀心开口 呵呵 你就吹牛吧 我还不知道你 哗众取宠 就是为了套路我师父 想骗我师父 把宗门秘书给你看吧 刀鬼脸色铁青 林轩开口道 哎 徒儿 怎么能这么说 这样不好 就算说 也是偷偷在师父面前 跟师父说说就好了 当面说什么大实话 不懂事 林轩在这和刀心一唱一和 刀鬼心里很难受 头上青筋抱起 林轩是第一个 能够让他暴怒两次的男人 林轩 放心吧 我能够让你暴怒无数次 够了 林轩 既然你对你们宗门的秘书 那么有信心 那你就来啊 跟我打一架 刀鬼受不了了 这两人说的 他头都大了 不是在说 你们宗门秘书 有多么牛吗 来跟他打一架 那不就知道 谁更厉害了 则则则 生气了 不行啊 刀心开口 一看就是魔修 修性的功夫 都没有 这才说几句就生气了 小子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你师父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刀鬼神色一宁 准备动手 林轩却开口道 那你还是不敢 林轩将误道杯 直接扔到刀鬼面前 变成了一个大的石碑 你可以亲眼见识一下 我们宗门的秘法 刀鬼看向林轩 眼神之中充满了惊疑 他想到 上次林轩也是这么记他的 然后他就被林轩给绊了 现在还来 休想用什么招数骗我 你怕了 林轩脸上 带着了然的表情 依附爱 我懂了的样子 弄得刀鬼很生气 你们根本不懂 刀心 唉 师父 你说你 也就是你好心 还让这个人了解一下 我们宗门的秘法 你都不怕这人学会 这人却连看一眼都不敢 林轩也做出一脸无奈的表情 唉 没办法 现在孤名钓鱼之辈太多了 你师父我啊 早就习惯了 林轩说着 脸上还做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 这让刀鬼眼角不断地抽搐 这都是什么人 怎么让人那么生气 偏偏他还说不过人家 你们休要用激将法了 林轩 你不敢 刀心 你就是不敢 刀鬼 好 我就看看 你们的宗门秘法 有多厉害 说着 刀鬼就要将手掌贴上误道碑 刀心眼神之中 还是有些担忧 他害怕刀鬼 修行了他们宗门秘法 变得更强 而林轩脸上 却是看不出什么表情 心里却是笑了 他就等着刀鬼学呢 他巴不得刀鬼学 至于刀鬼学了之后 会变得多强 能强过他 只要刀鬼去主动查看 误道碑中的功法 秘术 那么 刀鬼所有的经验秘术 以及对刀的感悟 都会被误道碑复刻下来 故意林轩所有 毫不夸张地说 在刀鬼手贴上去的那一刻 林轩连他苦茶子 是什么颜色的都知道了 而刀鬼 虽然手贴到了误道碑上 却没有完全相信林轩 他留着心神观察林轩 只要林轩一动手 他就立马反击 他没有从误道碑上 察觉到异常 他认为林轩是准备 在他看功法秘术的时候偷袭 对此 林轩只能表示 小了 格局小了 只是林轩 一直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 刀鬼心底犯嘀咕 难道真的是他误会了 人家真的就只是好心地 给他看看而已 不可能 刀鬼心底 否定了这个结论 林轩要是真这么好 就有鬼了 接着 刀鬼感受着 道碑里面的功法秘术 一道秘术 在他神魂中出现 上面清晰地写着一个字 冰 冰 什么东西 刀鬼神魂触碰 阅读这个秘术 他倒要看看这个秘术 是个什么玩意 然后他眼神瞪大 妈了 能够在战斗中反客为主 直接夺取人家武器的秘术 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秘术 刀鬼心神俱正 要知道 凡是修饰的本命武器 无不是 需要祭练无数年 在旗上 打上无比坚固的印记的 这怎么可能在战斗的瞬间被控制 刀鬼有种认知被颠覆的感觉 还不止是这样 很快 刀鬼又看到 新的超出他认知的秘法 斗字秘 诸天最强攻伐秘术 能够演化一切攻击 皆自秘 能够瞬间爆发十倍战力 速度 力量 全方面爆发十倍 渐渐的 刀鬼麻木了 这都是些什么玩意 这么强 刀鬼认知 不断地在被颠覆 这些秘法 一个比一个变态 让他这个咒语 尽强者 都感觉自己是个井底之蛙 凭借他的修为很眼见 刀鬼知道 这些秘法 很可能是真的 上面玄妙的术法 让他很难不相信 手从悟到碑上面离开 刀鬼眼神复杂地 看向林轩 林轩居然真的没有任何动作 大方地 让他看了人家的功法秘书 而且 这哪里是看 简直就是直接把这个秘书送给了他 以至于抬起头 再看向林轩的刀鬼 心里已经不好意思 对林轩出手了 第104章 调查背后的隐秘 来吧 出手吧 林轩看着刀鬼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决然 通过对刀鬼的观察 他就不相信 刀鬼在看了他们道宗秘书 还得到了道宗这般逆天的酒秘 好意思对他出手 在林轩被刀心暴露的一瞬间 林轩就已经做好打算 至于刀鬼修行了酒秘 他林轩是不是会亏 林轩淡淡一笑 刀鬼可能会小赚 但他永远不亏 都是给他打工的 亏啥 听了林轩的话 刀鬼眼神复杂地看向林轩 说真的 看了道宗的秘法 甚至获得了酒秘之中几秘 刀鬼还真的不好意思出手了 作为一个纯粹的刀客 他做不出来这种事情 两久 刀鬼仿佛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你走吧 我就当没见过你 毕竟他也是奉命行事 之前他已经让林轩离开了 这次从林轩那里 拿了这么多秘法 他决定放了林轩 林轩看着刀鬼 表面做出吃惊状 实际上 心底已经乐开花了 还是好人啊 他林轩就喜欢这样讲原则的人 林轩看着刀鬼 眼神真切 放了我 你们店主那里 好交代吗 林轩的眼神之中 带着真诚 好像就是 在为刀鬼打算 没办法 做一个真诚的人 可是 一门必修客 即使林轩心底并不关心这个 刀鬼脸上 带着一丝复杂 放心吧 本来我也没发现你 要不是有刀心指路的话 刀鬼在心底默默补充一句 听着这话 刀心脸色一黑 他当然知道 这是在说他 要不是他的神助攻 林轩也不会被发现 这以至于他现在有些尴尬 林轩看了刀心一眼 默默道 你不是喜欢这小子吗 带走吧 看着闹心 林轩想到 刚刚刀心 那波珠队友行为就头疼 简直是杀队友于无形 一般人根本做不出来 刀鬼一愣 指着刀心 你真的愿意把他给我 刀心脸色一变 安嚎道 师父 不要啊 闭嘴 林轩看了刀心一眼 其实刀鬼也不错 可以教导刀心 再刀到这方面 林轩却是没有什么 可以教刀心的 而且他也没有时间 去教刀心 刀心不成长 他怎么受个经验 反正都是他的经验宝宝 去哪里不是去呢 于是 在这样的想法之下 林轩无情地 将刀心抛弃 这个时候 刀鬼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看向林轩 干脆道 好 既然林轩都没有意见 他也不矫情了 刀心 就真的没有人 考虑下我的感受吗 既然这样 你这个朋友 我刀鬼交了 不过神武店店主 对神女势在必得 就算我走了 下次 他还会拍其他人来 你最好小心点 带着生无可恋的刀心离开前 刀鬼提醒林轩 林轩看了一眼刀鬼 点了点头 多谢 说完 刀鬼就离开了 等到刀鬼离开好一会 林轩脸色绷不住了 这咒语镜的感悟也太多了吧 林轩身上法则之力喷涌而出 搅乱四周的混沌 这个时候 林轩才敢释放气息 修为瞬间突破上清静 而且还在一直在长 很快 林轩的修为来到了太清静 进入太清静之后 林轩修为增加的速度放缓 慢慢的 只不于太清静 然而 这还只是修为 林轩真正的收获 是刀鬼的刀道 真正面对过刀鬼的林轩 可是知道他的刀道 到底有多么恐怖 掌握一个咒语镜所掌握的法则 这样的刀道 林轩可以肯定 再遇到咒语镜 他有把握将其斩杀 长遇一口气之后 林轩闪身消失在混沌之中 没有回仙剑 留下一具分身在仙剑附近 他本人便往混沌深处去 他心底有些疑问 沈幼楚的这件事情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 他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而刀鬼带着刀心 回到神武殿之后 来到他所在的大殿 刚将刀心放下 刀鬼便注意到 刀心紧闭双眼 眼神之中满是无奈和绝望 还有一丝释然 刀鬼看向刀心 眼神之中带着一丝古怪 小子 用不着这样的表情 你又不是卖身 听到刀鬼的声音 刀心睁开眼 看向刀鬼 眼神之中有些迷惑 不是卖身 难不成是他想多了 刀心一瞬间想了很多 然后他就想清楚了 心里默默地将柳如双骂了一顿 脸色恢复正常 既然是林轩 让他来跟着刀鬼修行 那么他既来之则安之 瞬间起身 看向刀鬼 老师 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刀心这里很细节 叫了刀鬼老师 师父只能有一个 但是老师可以有很多个 这个是原则 刀鬼也没有在意 开始安排刀心的事宜 与此同时 神武殿也知道了刀鬼实力的消息 同时他们也知道了 紫霄神女身边有一个修为不高 却能够在刀鬼身边周旋地修饰 一个正道天才 这个是刀鬼之前传回来的消息 至于回来后 刀鬼倒是没有再补充消息 一个是他感觉没必要 零一点就是他故意隐瞒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林轩 以报林轩的传道之恩 对 传道 那些功法秘书 对于刀鬼来说也是 珍贵无比 甚至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能够大幅度地提升他的实力 说是传道也不过分 而此时的林轩已经在调查 当初紫霄神殿被灭后面的疑点 毕竟当初 紫霄神殿怎么说 也是混沌北域的三大势力之一 就这么被灭了 实在是说不过去 而且 身为三大势力 就算殿主走了 但剩下的那些强者 可不是吃素的 而且还是在紫霄神殿的主场 护宗大阵之类的 必不可守 那些人怎么攻破紫霄神殿的大阵呢 终于 林轩在暗中找到了 当初一个参与了围攻紫霄神殿的修士 尚清静修为 不算太高 但是也不错 一定知道些什么 找到此人 林轩没有留守 只手封禁了他的修为 带到一个隐秘的角落拷打 不多时 林轩再次出现之时 身后那个修士已经没有了声息 看着空中 林轩知道了一个消息 混沌海 当初出来破了大阵的是 混沌海的人 第105章 说好的很弱的 很快 林轩在混沌中的一处秘境中 找到了当初那个 破了紫霄神殿的那个人 是个年轻人 修为才上清静 林轩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趴在女人身上 等到他发现林轩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区区一个上清静 在林轩面前 根本没办法反抗 林轩直接将他抓起来 严刑拷打 还没多久 这人就老老实实地招了 混沌海首领 林轩皱着眉 杀了这人 思考着从这人身上找到的信息 混沌海的主人 没有人知道 此人究竟是谁 大家只知道 这位这人叫首领 就连混沌海中 也没有人知道 这人的真实身份 于是 林轩又四处抓了一些 混沌海中的人 结果很统一 没有人知道 混沌海统领真实身份 大家只知道 叫他首领 所有的疑点 都指向了混沌海首领 这个人身上 作为混沌海首领 居然能够凭借一张 福禄就让一个上清静的修士 破了紫霄神殿的护踪大阵 这真的不合理 紫霄神殿的护踪大阵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破 对于这点 林轩是没有办法知道 调查的同时 林轩还在各个世界 不断地传道 说是传道 其实是为了积累经验宝宝 虽然林轩拥有的经验宝宝 已经够多了 但是还是不够 时间紧急 林轩有种预感 风雨欲来山满楼 整个北域 都被一种奇怪的气氛笼罩 对此 林轩的心底 是不知道该怎么说的 男人的直觉 所以 林轩在混沌北域 每前往一个大世界 都要传道 他修为也在快速增长 而这一切带来的风险 就是他的踪迹被暴露 神武殿知道了他的踪迹 派人来追杀他 两个咒语静强者带队 十个泰青静强者跟着 围剿他 但是 林轩早就不是之前 和刀鬼交战时候的他了 十个泰青静 乘着他们分头行动的时候 林轩逐一击破 遇到一个杀一个 导致那两个咒语静强者 不敢再让那些泰青静强者分开 被林轩杀了四个 他们把剩下的六个聚集在一起 咒语静强者单独成对 六个泰青静强者成一对 要是正常这么干 也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的对手是林轩 两名咒语强者 分别叫刘明和千山雪 都是刚入咒语静的悟道境 咒语三静 悟道 荣道 和何道 刘明他们接到消息 林轩在这个血凤世界传道 等到他们赶来的时候 林轩已经不见了 于是他们在血凤世界周围的混沌中搜查 他们相信 林轩就在这血凤世界周围 一定没走远 混沌中 刘明看到 和他一起来的咒语静强者 千山雪 此时 千山雪脸上也是愁容 他们找了林轩这么久 连毛都没摸到 还被林轩杀了四个泰青静强者 就算再神武殿 泰青静强者 也不是大白菜 非但不是大白菜 还是神武殿的中流砥柱 要是店主知道他们 连人都没有看到 就损失了四个泰青静的长老 非得找他们麻烦不可 唉 刀鬼不愿意干 就丢给我们 千山雪看着茫茫混沌 眼神无奈 对方实力不弱 能够从刀鬼手下逃走 所以他们对于抓到林轩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 但是 这些泰青静的长老 都是神武殿的未来 他们可不希望他们折戟在这里 要不 我们去和他们回合吧 我心底总有种不好的感觉 千山雪开口 他感觉 将剩下的六个长老放在一起 也不是那么保险 刘明看着千山雪 觉得他多虑了 放心吧 以我们的速度 只要发现他们出事 两三个呼吸之内 就能赶到他们身边 难不成那个林轩 还能在三个呼吸之内 解决了他们六个不成 刘明开口道 听刘明这么一说 千山雪也点头 要是六个泰青静强者 在区区一个林轩面前 连三个呼吸都坚持不住 那干脆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就在千山雪和刘明两人 正说着的时候 他们身上令牌亮起 是那六人的求救信号 念词 两人不敢停留 直接往六个神武店 长老所在的地方赶去 他们速度很快 一点时间都没有耽误 三个呼吸 不多不少 他们赶到了 然而在他们赶到的时候 瞬间呆了 脸色接着变得铁青 好消息是 他们赶过来 只用了三个呼吸 坏消息是 六个长老没有坚持住 三个呼吸之内 杀了六个泰青静长老 千山雪和刘明两人对视 纷纷看到了 对方眼神之中的震撼 就算是他们 也做不到 在这么短的时间 杀了六个泰青静长老 毕竟泰青静长老 又不是大白菜 岂是说杀就杀的 见来人 林轩冲着刘明和千山雪 露出一个 他认为很和善的笑容 只是这个笑容 在千山雪和刘明的眼里 却是比死神的更恐怖 不好意思 你们来晚了 林轩露出洁白的牙齿 对着两人笑道 看得千山雪和刘明心底 一阵发毛 你 千山雪指着林轩 眼神之中满是愤怒 林轩看着两人 眼神变得冷漠 杀人者 人横杀智 他们既然来围剿他 就要做好被他杀了的准备 至于为什么先杀太清静 单纯的是因为 林轩喜欢游一道难 看着千山雪和刘明 林轩舔了下嘴唇 嘴角斜一一笑 接下来 该你们了 刘明和千山雪 两人脸色一变 林轩疯了吗 他们两个 可都是咒语尽强者 区区一个林轩 竟然大言不惭地说 要杀了他们 两人脸色沉下去 大言不惭 就凭你也想要杀我们 千山雪和刘明两人 脸色阴沉 这些太清静长老 全被林轩杀了 他们不把林轩抓回去 不好向店主交差 林轩笑了笑 猛然抱起 杀不杀的了 试试不就行了 说着 林轩一跃而起 身上带着恐怖的威势 接字密 抖字密 杭字密同时发动 千山雪和刘明 脸色一变 怎么可能 不是说 被刀鬼打的 只能跑路吗 第106章下辈子 学聪明点 面对林轩强烈的攻势 千山雪和刘明两人 虽然脸色变了 但是 他们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能迎战 短暂的碰撞后 千山雪和刘明两人 眼神之中 都流露出极度的震撼之色 怎么可能这么强 这完全超出了 他们的情报 刀鬼 把眼前这个一一敌二 还压着他们打的人 打得落荒而逃 在逗他们 千山雪和刘明 心里已经下定决心 回去就要找刀鬼碰一碰 就算他们单个拿出来 实力都比刀鬼弱 可是两个一气 根本不耸刀鬼 刀鬼居然敢拿着假情报 来忽悠他们 又交手了数个回合 千山雪和刘明 被林轩打得齐齐吐血 浑身气息紊乱 看向林轩的眼神之中 都充满了忌惮 这个时候 林轩也停手 看向了两人 眼神之中带着思索 他本来就是 为了验证他现在的实力如何 法则强度上 因为有了有了刀鬼的 刀刀法则 林轩在法则之力上 还是压着两人一头 再加上功法秘书 拿下他们 根本不是问题 林轩看着两人 眼神之中 慢慢变得冷淡 验证得差不多了 是时候解决这两个了 小子 你别太嚣张 等我们回去 一定禀告店主 到时候 你的好日子就结束了 千山雪和刘明两个人 脸上满是叫嚣 既然打不过 那就在嘴上占点便宜 秉持着这种良好的思想 两个人准备在跑路前 先过过嘴尹 林轩冷冷地看向两人 眼神淡漠 你们以为 你们能够跑掉 林轩的眼神之中 带着饥讽 千山雪和刘明眼神之中 满是不屑 怎么 小子 我们承认你很强 但是 想要留下我们 不可能的 千山雪和刘明 完全没有在怕 他们可是咒语尽强者 像他们这样的强者 怎么可能随便 被林轩这样的小子给杀了 就算林轩的实力 要比他们强 但是 打不过 还不能跑吗 要知道 咒语尽强者的保命能力 可是很强的 因为对道的掌控 理解极深 咒语尽强者 一般 就算打不过 也能够跑掉 看着两人 林轩眼中露出讥笑 怎么 你们觉得 你们能够从我受伤跑掉 小子 别装了 就凭你一个人 还想留下我们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千山雪看不得有人 在他面前装插 出言嘲笑道 凭林轩一个人 就想留下他们 真把他们咒语尽强者 不当咒语尽啊 林轩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施展数字密 接着 千山雪和刘明 眼睛瞪大 满脸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 他们看到了一个 绝对是从来未曾想过的一幕 好多个林轩 看着这么多林轩 他们眼神之中 变得凝重 接着 他们又想到了什么 心中互相安慰 这绝对是幻术 小子 不要以为 掌握高深的幻术 就能够留下我们 这种东西 还是留着去骗小孩吧 两人脸上笑着 看向林轩 满是嘲讽 还想用这种小伎俩来骗他们 真当他们是两岁的小孩 看着两人满是不幸的样子 林轩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对 我就是骗你们的 真可惜 你们没有被骗到 见林轩承认 两人心底松了一口气 实在是这个太逼真了 要不是他们知道 根本不可能存在 这么恐怖的分身之法 他们差点就要相信了 想着 两人心中冒出一个想法 林轩就是林轩 不过是一个 没有什么见识的小辈 就算实力强大 也不过是有勇无谋罢了 知道就好 小子 你要走的路还长 奉劝你 不要这么嚣张 千山雪看着林轩 眼神之中带着不屑 林轩点头 不过 我都用出来了 还是一丝一丝吧 说着 林轩眼神一鸣 九个林轩同时施展皆自秘 攻向千山雪和流明 感受着铺天盖地的恐怖气息 流明心中有点慌张 要不 咱们走吧 流明语气有些慌乱 他感觉真的很危险 这感觉 就像是真的一样 千山雪此时 脸色也不好看 但是他依旧镇定地看着流明 放心吧 世界怎么可能 有这么厉害的分身之法 一定是幻术 这九个里面 只有一个真身 我们防住就好了 千山雪虽然心里慌的一批 但是表面 依旧装作镇定的样子 当然 这一切都要源自他的无知 要是 林轩知道他们心中的想法 一定会笑 井底之蛙 还笑别人 就在林轩公相两人的时候 两人脸上 依旧带着嘲讽 虽然他们很慌 但是他们相信 这绝对不是分身之法 也就是说 他们站在原地不动 完全就是为了看林轩的笑话 要是林轩知道 他们心中所想 一定会给他们点赞 并给他们颁发年度好人卡 真的是好人啊 这样的好人 哪里去找 站在原地不动 给林轩省去了不少麻烦 终于 林轩靠近了他们 当九个林轩同时攻向他们的时候 两人还是摆好了防守阵容 虽然他们笃定 这个分身之术是假的 但是林轩本身的实力 本来就是强劲 所以他们依旧不敢 有任何懈怠 林轩攻向他们 看到他们眼神之中的自信 还有从容 林轩心中没来由地 可怜了他们一下 真蠢 下辈子 学聪宁点 林轩的声音 从两人的耳畔响起 两人还没有搞清楚 是什么状况 一股强大的威势 就从他们四面八方传来 攻击到他们身上 九个林轩 九倍的威力 同时打在他们身上 他们的护盾 瞬间就被打破 接着 他们绝望地认知到 竟然是真的分身之术 九个林轩 全部都是实体 原来 幻术都是他们一厢情愿 不过 为时已晚 要是他们能够一开始就不疲 麻溜的直接跑了 那么林轩 还不一定能够杀了他们 就算能杀 也不会这么轻松 也就是说 本来他们还有一线生计 结果 完全被他们弄没了 一阵剧烈的爆炸后 混沌之气翻涌 两久 林轩出现在原地 手中握着两颗本圆珠 里面蕴含着两个 咒语静强者的大盗 看着 毫无痕迹的两人 林轩微微叹气 下辈子 学聪明点 真 TM蠢 第107章 神武殿殿主 千山雪和刘明死的一瞬间 神武殿震动 怎么回事 一道暴怒的声音 从神武殿大殿中传出 神武殿殿主 李莫凡 此时 整个神武殿大殿中 无一人出生 因为 就在刚刚 他们神武殿 有两个咒语静强者的 浑灯面了 咒语静强者 无论在哪里 都是顶尖的存在 全军覆灭 李莫凡看着整个大殿中 眼神阴沉 区区一个紫霄神殿的余念 居然弄得你们这么狼狈 李莫凡很生气 这个是他不能接受的 紫霄神殿 明明已经只剩下余念 这么多年都没有搞定 而且 要不是他每次想出手 都会被混沌海的 那个混蛋给拦住 他早就直接出手 将紫霄神女拿下 想到这些 李莫凡心底就莫名的烦恼 殿主 紫霄神殿的余念 倒是不足为惧 只是这混沌海 屡屡阻止我们 实在是令人难受 殿上有人开口 一看 也是一个咒语静强者 李莫凡眼神之中 闪过阴沉与狠辣 要不是混沌海的那个首领 他早就拿下了紫霄神女 他就想不明白了 紫霄神殿被灭的时候 混沌海也出了不少力 结果他要去抓住 紫霄神女的时候 混沌海那群混蛋 忽然反水 阻止了他 紫霄神女事关重大 是他修为在 进一步的希望所在 绝对不容有失 想着 李莫凡心底有了决定 把刀鬼给我找过来 当刀鬼来到 神武殿大殿上的时候 脸上写着疑惑 直到有人告诉他 林轩杀了千山雪和流明的时候 他满脸都写着 不相信 怎么可能 明明之前 他和林轩交手 就算他没办法解决林轩 但是林轩实力 还是要弱他很多 主要是凭借着那块石碑 跟他周旋 想着这个 刀鬼将自己知道地说了出来 当然 他后来放走了林轩这件事情 被他自动省略了 所有人听着刀鬼所说 均感到不可思议 要是按照刀鬼这么说的话 林轩的实力 应该是远不足以战胜 千山雪和流明 甚至来说 能够在千山雪和流明手下逃出去 都已经很不错了 所有人的脸上 都闪过沉思 震惊 不解 接着 李莫凡皱着眉头 他拿出了一面镜子 速回镜 道兵 速回镜 神武殿镇殿之宝之一 既然李莫凡拿出这个宝物 大家都知道 殿主真的没了 速回镜 百年才能使用一次 非必要不会用的 而李莫凡拿出来 就代表他 真的对林轩起了杀心 看着速回镜 刀鬼眼神之中 也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他没想到 林轩居然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能够将李莫凡惹怒 逼得李莫凡 都将速回镜拿出来了 不过 刀鬼脸上 也闪过一丝好奇之色 他也很想知道 林轩究竟是怎么样 将千山雪和流明杀了的 两个咒语尽强者 就算是刀鬼去面对 也不敢说能够战胜 甚至会被压着打 李莫凡也不啰嗦 直接使用速回镜 和千山雪 和流明熄灭的魂灯 建立联系 探查他们死之前 到底遇到了什么 随着速回镜的速回 上面渐渐浮现画面 千山雪和流明两人 正十分嚣张地 站在林轩面前 对林轩大言不惭 众人看着 觉得也没有问题 可是两人怎么 被林轩杀了呢 李莫凡也有些疑惑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速回镜中发生了异变 林轩以一人之力 力压两大咒语镜强者 众人的嘴巴 都不禁张大 怎么会这样 从速回镜上面 众人很明显地发现 林轩的修为 根本就没有到咒语镜 以咒语之下的修为 压着两个咒语镜的强者 这样的实力 这样的天赋 假以时日 这人必将成为 他们神武殿的头号大敌 一个头发花白的咒语镜强者 站了出来 殿主 此子留不得 此子留不得呀 李莫凡看着镜中的画面 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狠力 他当然知道 这个留不得 这样的天赋 就算是他也没有见过 假以时日 还了得 再让他成长下去 恐怕整个神武殿 都不够他杀的 不过 就目前表现的实力 根本不足以杀了 千山雪和刘明 底下许多人的眼神之中 也都出现沉思之色 显然他们也想到了这点 林轩的实力 是很厉害没错 可是 这种程度 就像杀两个咒语镜强者 这不是将咒语镜强者 当成大白菜吗 然而 在这个时候 他们看到速回镜中 千山雪和刘明两人 很明显 和他们是一样的想法 此时 他们正在十分嚣张地打嘴炮 听得李莫凡一阵气机 这就是他神武殿的 咒语镜强者 打不过就算了 居然还要在这里过嘴饮 李莫凡不能接受 接着 他们终于看到林轩分身 从速回镜中 他们可以看出 千山雪和刘明两个人 明显对这套表现的不屑 而林轩那边九个分身 众人先是惊奇 然后他们和千山雪和刘明两人 产生一样的想法 好高明的幻属 用来逃跑还不错 但是对敌的话 用处不大 最多用来骚扰敌人 可是下一刻 这样想的千山雪和刘明两个人 就这么变成了灰烬 而林轩出现在混沌中 至此回溯结束 所有人都沉默了 刀鬼看着里面 他看到林轩的实力 知道林轩 之前是让着他的 可是也不像 林轩之前 可是跟他打得很艰难 想了很多 刀鬼依旧不知道缘由 最后只能摇摇头 他也不明白林轩的用意 只不过 他心底肯定了一点 林轩对他有不杀之恩 至于李莫凡 此时脸色已经彻底阴沉下来了 林轩的实力 现在已经可以对神武殿产生威胁了 若是放任下去 恐怕又是一个混沌海 不 恐怕比混沌海更恐怖 想着 李莫凡收起速回镜 脸上一凝 这次他要亲自出手 第108章 神武殿殿主出手 探查了到了一些消息 林轩又回到了仙剑 刚回 发现沈又楚的修为 已经突破欲清境 感受着沈又楚身上的盗欲 林轩微微皱眉 沈又楚的修炼速度 好像比以前快了很多 沈又楚见林轩 脸上露出笑容 他也知道 林轩是去干什么 但是他又劝不了林轩 所以 当林轩出去的时候 他一直都很担心 林瑶修炼的速度很快 已经突破仙殿 出现在林轩面前时 林瑶个子 已经到了林轩的肩膀 脸也不像小时候那样 婴儿肥 精致的瓜子脸 越来越出落水铃 爸爸 你看这件裙子怎么样 林瑶转动着身体 裙摆随之摆动 林轩这才注意到 林瑶换上一件紫色的长裙 好看 林轩夸奖 林瑶喜滋滋的笑着 娘亲给我做的 不过还没有名字 沈幼楚柔柔的声音传来 不然 你就给这件裙子 取个名字吧 看着这件精美的紫色裙子 林轩沉映了一下开口 那就叫她广秀流仙裙吧 广秀流仙裙 喃喃地念着这个名字 林瑶的小脸上 满是惊喜 这个名字 她很喜欢 真好听 看着林瑶小脸上的笑容 沈幼楚也露出满足的笑容 娘亲 我们去当鞦韆吧 你好久都没有 陪我当过鞦韆了 林瑶拉着沈幼楚的手 往秋千架那边走去 林轩在一旁看着 看着他们母女俩开心的样子 林轩的眼神之中 露出坚定之意 无论怎么样 她都不会让任何人 破坏现在这份安宁 幸福的时光 总是短暂 看着沈幼楚和林瑶玩得那么开心 林轩眼神之中 也带着笑意 爸爸 你也一起来玩啊 坐在秋千上 林瑶招手 让林轩一起来玩 林轩正笑着要回应 忽然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势 从混沌中传来 林轩脸色一变 你们乖乖待在这里 我去去就来 说完 林轩消失在原地 留下沈幼楚和林瑶两人 娘亲 是不是有危险啊 林瑶眨了眨眼 看向沈幼楚问道 沈幼楚的俏脸上 也写着担忧 可是有没有什么办法 她现在的修为 根本就给不了林轩什么帮助 相信爸爸 没有什么 是她不能解决的 沈幼楚摸着林瑶的头发吗 出言安慰 至于她相不相信 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看着林轩消失的地方 沈幼楚咬着嘴唇 眼神之中 闪现无力感 这种没有办法 去帮助林轩的感觉 她很难受 她多么希望 她也能够出一份力 娘亲 相信爸爸 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一只手握住沈幼楚的手 偏头望去 沈幼楚看到林瑶的眼神之中 坚定的目光 她轻轻点头 嗯 给林轩多一点信任吧 不知道为什么 沈幼楚的心底 有些不好的预感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心计 如果这次她回来 就答应她的那个请求吧 沈幼楚心里想着 说了之前 林轩对她说的话 翘脸上浮现一抹红侠 林轩闪身 出现在混沌之中 一到身影 似乎早就知道 她会来一般 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 神武殿店主 李莫凡 看着李莫凡 林轩的眼神之中 满是凝重 前所未有的大敌 李莫凡身上散发的气息 根本就不是之前千山雪 和流明之流可以比拟的 林轩看着李莫凡 心底有着不好的预感 来者不善 你就是林轩 李莫凡出生 言语中带着霸道的上位者气息 林轩听着皱眉 她心底对眼前这人的身份 大概有了猜测 神武殿店主 李莫凡笑了 既然知道本作来此 还不快将紫霄神女交出来 林轩冷冽地 看向李莫凡 凭什么 语气干脆 没有丝毫犹豫 就凭她一个神武殿店主 就想要把沈幼楚带走 怎么可能 李莫凡听着林轩的质问 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笑道 小子 你可知道 来之前 我神武殿中 不少长老建议将你救地割杀 认为你未来不可限量 可是本作不这么认为 本作决定给你一个机会 交出沈幼楚 本作既往不救 还可以让你加入神武殿 李莫凡起了惜财的心思 在他眼里 有天赋 有实力的人 杀几个人怎么了 林轩盯着李莫凡 眼神之中 带着不容置疑 那我也明确告诉你 想要我交人 门都没有 李莫凡神情 瞬间就阴沉下去 他神武殿店主 是何等人也 混沌中最顶尖的几个人之一 他愿意既往不咎 是给这个小辈面子 可是 如今他的面子被驳回了 这让他脸上很不好看 被一个小辈啪啪打脸了 小子 不要以为获得了几个厉害的秘法 就可以目中无人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虚妄 李莫凡看着林轩 眼神之中满是警告 他最后给林轩 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可是 很明显 林轩不想要这个机会 多说无意 有我在 你想动子消神女 一根汗毛都不可能 李莫凡的脸色 彻底沉下去 就算他稀才 也不会给对方太多机会 林轩已经彻底没有机会了 好 那么 本作就亲手来拿 说着 李莫凡伸手向林轩抓去 一只巨大的手掌 在混沌中探出 朝着林轩抓来 同时 林轩感受到无边的威势 朝着他压过去 站在混沌中的身子 都不经意矮 林轩脸色沉重 神武殿殿主 果然和那些长老不一样 这一出手 就已经是碾压那些长老的实力了 面对巨长 林轩不敢拖大 接字密 瞬间发动 身上气息 瞬间暴涨十倍 看得李莫凡眼神之中 闪过诧异之色 这样强大的密法 就算是他也从未见过 然而 这样还不够 就算林轩实力暴涨十倍 面对这样的攻击 依旧显得有些不够 林轩感受着 巨长上的威势 一咬牙 数字密发动 身边出现两道分身 三个林轩合力 组成三材阵法 挡住那巨长 一阵爆破声响起后 巨长消散在混沌之中 林轩挡住了这一招 第109章如何 见林轩挡住了这一招 李莫凡眼神之中 并没有诧异 他本就从速回镜中 见识过林轩的实力 这招只不过是为了 验证林轩的实力吧 接着 李莫凡看向林轩 小子 我还未使出权力 本座劝你早早投降为好 一个女人罢了 什么地方找不到 李莫凡声音计较 林轩看着李莫凡 神色没有丝毫变动 要让他放弃沈幼楚 根本不可能 要战变战 林轩声音干脆 别说他面前面的 是一个神武店店主 就算是站在 整个混沌的对面 又如何 作为一个男人 怎么会放弃自己的女人 这一刻 林轩心中没有其他的想法 想要带走沈幼楚 除非他死 而李莫凡 似乎也感受到了 林轩的坚定 玄吉也不再劝说林轩 小子 既然你要为神女陪葬 那就怪不得我了 李莫凡 也不再给林轩机会 既然林轩执迷不悟 那么他也只好 亲手终结眼前的天才了 看着林轩 李莫凡眼神之中 没有丝毫怜悯 手一伸 周围混沌 便像是停止了一般 凝固住 便使林轩 也感觉周遭被凝固 无法动弹 空间法则 林轩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惊骇 空间法则 和时间法则 并称制高法则 以李莫凡的实力施展起来 恐怖无比 千山雪的实力 在李莫凡面前 恐怕连提鞋都不配 林轩不敢留手 全力出手 九密全力发动 数字密发动 九个林轩同时出手 结阵 加上阶字密 瞬间破开李莫凡的空间封锁 李莫凡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他没有想到 林轩居然能够突破 他的空间封锁 要知道 他的修为 早已在咒语镜达到顶峰 咒语三镜中 悟道 荣道 合道 李莫凡 早就是合道巅峰的强者 名为至尊镜 然而 至尊不可寻 难以突破 李莫凡无数年 都在寻找突破之法 终于在沈幼楚身上 找到突破的希望 李莫凡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放弃这次 既然这样 那么 这招你接得住吗 李莫凡抬手再度出手 一道无可辟腻的气息 从混沌之中席转 攻向林轩 林轩眼神之中充满警惕 使出全力抵抗 但 李莫凡终究不是千山雪 和刘明这样的人 他是整个混沌北域 真正的致强者 他的实力 却是无可比拟 林轩倒飞千万里 大口可泻 气息低迷 小子 不知道你现在还觉得 你能够在我手底下 就像紫霄神女吗 李莫凡的声音 在林轩的耳畔响起 满是嘲讽之意 林轩没有出声 拿出误道杯 用误道杯挡在面前 这个时候 林轩已经没有退路 或许他能够凭借 杭字密和数字密逃跑 可身后就是仙剑 里面有他无论如何 都要守护的人 他无路可退 那又如何 至少我还活着 我不死 你休想前进一步 林轩眼神之中 充满了坚毅 看向李莫凡的眼神之中 满是坚定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后退一步 这一事 他既然拥有了 那么他就会拼尽全力地守护 可笑 你凭什么守护 李莫凡再度出手 一掌打在误道杯上 尽管误道杯 已经抵挡住 道则的伤害 但是其中那股距离 依旧要林轩去承受 撕裂身体的痛苦传来 林轩眼睛通红 浑身都散架了的感觉 施展者自密 身上伤势瞬间恢复 但同时 林轩身上的精血 消失十分之一 老狗 再来 林轩眼睛通红 看向李莫凡 满是疯狂 李莫凡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差异 林轩一次次使出的秘书 就算是他也觉得吃惊 根本就是不该出现在 这片混沌的强大秘书 如此秘书 就算是他 心中也难免产生心动之意 本做到要看看 你这恢复伤势的秘书 能够用几次 说着 李莫凡再度攻向林轩 一朝一世不再留守 林轩一次次可险 督用者自密 治疗好伤势 精血使用五分之一 精血使用三分之一 精血使用二分之一 精血使用三分之二 林轩体内的精血 不断地使用 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李莫凡看向林轩 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技巧 果然 你这样的秘书使用 也是有限制的吧 这般恐怖的疗伤秘书 不可能没有限制 看林轩的脸色 李莫凡知道 瞬间恢复伤势的秘法 使用的代价一定不小 林轩看向李莫凡 眼神之中 没有丝毫色彩 那又如何 林轩目光灼灼地 看向李莫凡 李莫凡的实力 虽然远远高于他 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 以弱胜强 阵法是最为关键的 在和李莫凡交手的过程中 林轩不断地 在虚空之中打下阵眼 只要启动阵法 能够抵挡住李莫凡片刻 所以林轩现在 有意在引导李莫凡 每次受伤 都是他在虚空中 布置阵法的好机会 很快 林轩的阵法布置完毕 而他体内的精血量 也只剩下五分之一 此时 他面色苍白 毫无气血 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 久病将死的公子哥 李莫凡眼神之中 带着笑意 林轩根本和他耗不起 就算林轩能够凭借密法 挡住他一时又如何 他没有受到 一丝一毫的伤害 而林轩 已经要把自己玩死了 小子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技巧 都是无用之功 李莫凡眼神之中 带着嘲笑之意 掌尖气息凝聚 准备解决林轩 然而 林轩脸上 却没有他想象中的半分害怕 是吗 林轩的脸色平静 看向李莫凡 眼神之中 没有丝毫慌乱之色 小子 别装了 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李莫凡话还没说完 脸色忽然一变 你什么时候 李莫凡脸上第一次闪过震撼 混沌之中 星星点点闪起的光芒 将李莫凡笼罩 恐怖的威势在凝聚 李莫凡脸上 满是不可思议 林轩什么时候布置的阵法 第110章1点 林轩眼神冷冽 看着正在正宗的李莫凡 露出一丝冷笑 李莫凡内心震撼 林轩什么时候布置的阵法 他居然一丝一毫都没有感受到 这个时候 阵法已然成形 李莫凡再去纠结 阵法什么时候布置 已经意义不大 林轩已然成功达到 阻止他片刻的目的 混沌之中 无数混沌之气翻涌 阵法成形 将李莫凡 困在阵中 林轩淡淡地看了一眼 转头就要离去 他准备回去 把沈幼楚和林瑶等人带走 至于仙界的普通人 林轩已经无暇顾及他们了 看着林轩即将离去的背影 李莫凡脸上 闪过一丝交集 眼前这个阵法 看起来 威势并不是特别强 甚至不足以让他受伤 但是这个阵法 能够阻挡他片刻 而对于林轩 片刻就够了 要知道 对于他们这种强者来说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都可能会造成天差地别的变化 而像林轩这样的人逃走 几个呼吸 可能李莫凡 就失去他的踪迹 李莫凡脸色瞬间变得阴沉 看着林轩 小子你以为这样 你们就能逃掉吗 告诉你 无论你们 跑到什么地方 我都一定会亲手 将紫霄神女抓回来 说着 李莫凡不再迟疑 一拳轰向阵法 整个阵法在混沌之中 阵法巨阵 造成混沌之气 上下翻涌无边 四处扩散 但是这个阵法 依旧没有直接崩溃 只是上面出现了浅浅的裂纹 他还能抵挡李莫凡一会儿 而林轩 转身往仙界飞去 正当林轩要步入仙界之时 一道穿着紫红袍 蒙面的人影 出现在虚空之中 一见此人 林轩脸色一变 沈又楚 就在这个红袍蒙面人手中 林轩 我 沈又楚张了张嘴 看着林轩 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声来 林轩看着眼前的紫红袍蒙面人 脸色很不好看 你是谁 放开他 林轩默然开口 眼神盯着那个紫红袍蒙面人 没有一丝色彩 满是冰冷 那人却根本不理会林轩 只是冷冷一笑 哼 就凭你也想从我手中 带走紫霄神女 你可知道 为什么神武殿殿主 费尽千辛万苦 也要得到紫霄神女 林轩看向蒙面人 不明所以 对于这点林轩之前 也曾有所耳闻 说紫霄 神女体内有拼图的 而所谓的拼图是什么 林轩却是不知了 看着林轩疑惑的眼神 这紫红袍蒙面人眼中 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你可知道至尊 蒙面人一开口 却是说的 不是和沈幼楚有关系的 林轩一愣 至尊 见灵山表情 没有什么变化 紫红袍黑衣人也明白了 林轩并不知道 什么是自尊 于是他开口介绍道 小子 你不会以为 咒语镜 就是修行的终点吧 林轩没有接他的话 红袍蒙面人也没有在意 他接着往下说道 咒语镜是道的终点 是目前混沌之中的最强境界 而咒语镜 又分为三个境界 悟道 入道 河道 像神武殿殿主 就是和道境巅峰 然而在河道之后 还有一个境界 是真正的至强境界 从未有人踏足这一境界 这个境界名为至尊 紫红袍蒙面人说着 眼中露出了深深的向往 林轩皱眉 这人到底要干嘛 而此时 在紫红袍蒙面人的阻止下 李莫凡终于打破林轩布置的阵法 直接出现在三人的身旁 一出现 李莫凡没有直接看向林轩 而是眼神紧紧地盯着 那个紫红袍蒙面人 语气之中带着忌惮 混沌海首领 你 你来这干嘛 李莫凡语气之中 带着一丝惊乱 似乎害怕什么秘密 被这紫红袍蒙面人知道了一般 听了李莫凡道出 紫红袍蒙面人的身份 林轩心中一惊 原来眼前这个人 就是那个身份神秘的混沌海首领 林轩之前调查过混沌海这个势力 关于紫萧神殿的负面 混沌海在其中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紫萧神殿之所以这般轻易的负面 其后充斥着混沌海的身影 在调查之前 林轩听到的最多的是 许多势力群起而攻之 导致了紫萧神殿的负面 而经过调查 林轩从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疑点 还有为什么紫萧神殿 这么轻易的负面 对此 林轩可以肯定地说 这后面绝对不是什么各大势力群起而攻之 紫萧神殿当时只是殿主 不知道去了哪里 搞得好像他就不强了一样 紫萧神殿除了殿主 当时 咒语尽强者依旧不少 而面对有这么多咒语尽强者的势力 只要不是傻子 都不会没事找事的去找他麻烦 但是 混沌北域中的这些势力 还真就这么做了 他们就这么的群起而攻之 为了一个奇怪的主张正义的理由 去围攻紫萧神殿 这个理由就更是奇怪 修行这么多年 林轩从来没有见到过 这么正义感爆棚的修行者 对 无论在哪里 摩修是会遭到唾弃 除了摩修的不择手段 会影响到众人的利益的以外 还有一点 就是 摩修实力强大 修行速度很快 这让大多数认认真真修行的修行者 很不爽 凭什么在相同的时间内 摩修就是比他们修行的更快 但是 从林轩了解的这些看来 仅仅凭着摩修 这么一个不讨喜的人设 就要混沌北域这么多势力 群起攻打混沌北域之中的一个霸主 这很不科学 完全就是不合理 对于这些势力 这究竟有什么好处 别说紫霄神殿的底蕴 那个时候 紫霄神殿仅仅只是没有殿主 就凭这个 这也不是趁火打劫啊 完全就是没事找紫霄神殿这个巨无霸应纲 最关键的 还刚过了 特别是 他们好像还没有受到特别大的损失 这很不合理 从林轩开始了解到的 混沌海中的那人 凭借这一张 俯路就破了紫霄神殿的大阵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林轩作为一个阵法大师 可以负责地讲 这根本不可能 除非这个大阵 就是这个化俘虏的人布置的 而且光是这点 还不行 还要在布置的时候 故意留下这个破绽 方便它破了 可是这怎么可能啊 这不是闹着玩吗 第111章拼图的来历 看着混沌海的主人 林轩眼神之中 闪过冷冽之色 他本能的感觉 此人比李莫凡更加危险 很多疑点 最后都在此人身上被截断 混沌海主人 在林轩眼里 就像是被一团迷雾包围 看不清样貌 想着 混沌海首领开口 李莫凡 你来这里又是为何 混沌海首领 看向李莫凡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讥讽 似乎是感觉 李莫凡问的问题 很白痴 你都知道了 李莫凡声音有些凝重 混沌海首领 看向李莫凡 语气不屑 你李莫凡都知道了 为什么我不可以 得到混沌海首领的确定 李莫凡脸色阴沉 只有林轩 看着很是猛逼 这两人在说什么哑泥 还有沈幼楚 此时她看着林轩 眼眶红红的 里面带着歉意 她在为现在的局面愧疚 她认为 都是因为她才造成 现在这样的局面 看得林轩心里一痛 看向沈幼楚的眼神之中 带着坚定 沈幼楚读懂了 林轩眼神中的含义 林轩不准沈幼楚 把所有的责任 都往自己头上按 她本来也是受害者 沈幼楚扁着嘴 红着眼眶 她知道林轩在安慰她 可是她过不了心里这一关 这一切 终究都是因为她而起 林轩还想用眼神 安慰沈幼楚 却被李莫凡 和混沌海首领打断 你说吧 怎么样才能把紫霄神女 交给我 李莫凡阴沉着脸 看向混沌海首领 眼神之中 带着些许后悔 要是她一开始 不把时间浪费在林轩身上 或许就不用现在这么麻烦了 混沌海首领的实力 不在她之下 两人打起来 根本于事无补 她也没有办法 从混沌海首领手中 抢走沈幼楚 混沌海首领看着李莫凡 眼神之中带着技巧 还有什么比成为至尊 更让人着迷呢 李莫凡沉默了 混沌海首领说的没错 对于他们这种 级别的强者来说 还有什么比境界的突破 更具有诱惑力呢 她根本拿不出 满足混沌海首领的东西 那就只能出手了 李莫凡 看向混沌海首领 无论如何 她都要试试 事关重大 她一定要得到那块拼图 混沌海首领却没有表示 只是摇了摇头 你是否太急了些 你知道拼图在哪里吗 混沌海首领说着 眼神之中带着一丝不屑 什么都不知道 也敢来和她争 李莫凡沉默了 她能确定的是 沈幼楚身上有那块拼图 但是 那块拼图究竟在哪里 却是不知道 这也是为什么 她没有在最初 一开始就自己出手 一方面是为了掩人耳目 另一方面 就是当时混沌海首领盯着她 太紧了 李莫凡为了拼图的秘密 不被泄露 她选择了和混沌海首领周旋 可是 没想到 混沌海首领 最终还是知道了拼图的消息 并且在她抓到沈幼楚前一刻 抢占先机 无妨 等我抓到紫霄神女之后 一切自然会真相大白 李莫凡看向混沌海首领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自信 合到巅峰的强者 已经是站在混沌的巅峰了 她相信 只要沈幼楚落到她的手中 她就能找到拼图的下落 至于她为什么那么肯定 拼图在沈幼楚身上 感受到过拼图的气息 只不过那次 就被混沌海首领阻止了 为了防止混沌海首领 知道拼图的秘密 李莫凡 才一直跟混沌海首领周旋 可是 没想到 混沌海首领早就知道了 混沌海首领 忽然大笑了起来 你只知道 拼图有可能 帮助你突破至尊境 可是可知道 拼图的使用 也是有限制的 李莫凡 看向混沌海首领 脸色阴沉 你什么意思 李莫凡 看向混沌海首领 眼神之中带着凝重 这些明明是李莫凡 在一处遗迹的古籍上发现的 为什么眼前的混沌海首领 好像比他知道的还多 混沌海首领笑了笑 接着往下说 所谓拼图 就是混沌本源种子碎片 混沌就像是一个蛋一般 从一颗混沌本源种子 开始发育 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混沌世界 但是 不是所有的种子 都有机会成长为一个混沌世界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些种子 在还是混沌本源种子的时候 就枯萎破碎了 无法再发展为真正的混沌 这样的混沌本源种子碎片 被我们称之为拼图 而因为拼图本身就来自混沌本源 融合拼图 能够使得和道敬强者更进一步 成为至尊强者 李莫凡听着 脸色愈发阴沉 他本来还期望 混沌海主人 或许不知道那么多 可是 这么看来 混沌海主人 真的知道很多 就连拼图的来源都知道 林轩听着混沌海主人的说话 眼神之中 流露出思索之色 如果是他们只是 为了得到什么拼图 他们完全可以给他们 比起沈幼楚的安全来说 一个所谓的拼图 又算得了什么 林轩看着沈幼楚 沈幼楚眼神之中 满是迷茫之色 他也不知道 拼图是什么 但 不管沈幼楚知不知道 林轩要尝试一下 这是救他的机会 等等 虽然我不知道 拼图是什么 但是 只要我知道在哪 一定交出来 林轩脸上 带着无辜之色 他表示 他对什么拼图 真的不感兴趣 他只想让沈幼楚好好的 听到林轩的话 混沌海首领 莫名看了一眼林轩 眼神之中 有股说不明的意味 林轩却不在意 接着说道 不过 你们有两个人 就算我拿到拼图 只能给一个人吧 听着林轩说话 李莫凡脸色阴沉下来 林轩这手 挑拨离间是阳谋 混沌海首领笑道 你倒是有意思 为何我们 不能解决了你之后 再来商量拼图的分配之事 林轩看向混沌海首领 脸上带着笑意 相比起我来说 你们最主要的矛盾是彼此 只有解决对方 你们才能真正 获得拼图 所以 你们根本不可能合作 林轩的语气 满是自信 李莫凡和混沌海首领 才是竞争对手 虽然林轩不知道拼图在哪 但是 只要他表现出 交出拼图的意愿 那么 他就置身于两人的矛盾之外 甚至两人 还要拉拢他 虽然他是三方势力中 最弱小的一方 但是他 无论加入哪一方 又会给带来极大的助力 这一刻 林轩主导了局面的发展 第112章得不到 就毁掉 李莫凡脸色瞬间 变得更加阴沉 小子 你莫要以为 吃定了我们 我们凭什么要和你这个小辈合作 李莫凡脸色阴沉 看向林轩 沙哑着嗓子说道 林轩没有回答李莫凡 而是默默地 看向混沌海首领 怎么样 你觉得我这个主意如何 混沌海主人看向林轩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笑意 小子 你这个方法倒是不错 你虽然实力不及我们 但是却也不容小觑 林轩看着混沌海主人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淡然开口道 怎么样 我这个条件很诱人吧 我们一同杀了他如何 神武殿殿主这样的人物 把他的头颅 挂在混沌海的外面 应该很有面子吧 听着林轩说着 混沌海首领 眼神之中 流露一丝诧异之色 小子 你这个想法 倒是有些吸引力 神武殿殿主这样的人物 被挂在混沌海前 想必那个场景 一定很有趣 混沌海首领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野鱼 打亮着李莫凡 李莫凡健壮 脸瞬间变得铁青 小子 就算加上你 凭你们两个就想杀我 简直可笑 李莫凡看向林轩 他承认林轩有些实力 但是 战胜他和杀了他 这完全是两码事 他修为已经到了河道巅峰 他这样的强者 除非一心求死 他想走 这个混沌之中 谁能拦得住他 林轩看向李莫凡 眼神没有什么变化 杀一个河道巅峰的强者 确实有些难度 但是 只是阻止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的话 很轻松就能办到 不是吗 林轩看向李莫凡 语气之中带着反问 让李莫凡 哑口无言 良久 他开口道 那样 你又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 紫霄神女 依旧会混沌海首领带走 你终究是无法保护她 说到这个 混沌海首领开口道 李莫凡 你说什么 我只是想要得到混沌本源碎片 对于紫霄神女 我可没有其他想法 不过 你李莫凡就说不定了 听说 你私底下可是有些癖好 听着混沌海首领说着 李莫凡脸色一变 他怎么知道 他心底俱正 这些事情 明明他做得很是一臂 就算是在神武殿中 也只有他几个心腹 知道这件事情 看着李莫凡微妙的表情 混沌海首领笑道 你紧张什么 我又没把你喜欢 的事情说出来 说着 混沌海首领 看了一眼沈又楚 李莫凡眼神一变 要是林轩被混沌海首领拉拢了 对他来说 可没有一丝好处 难道你就真的能够保证 能够在得到混沌本源碎片后 把紫霄神女放了 李莫凡开口道 他才不相信 混沌海首领这样心狠手辣的人 会在得到混沌本源碎片之后 将紫霄神女放了 而林轩看向 沈又楚的眼神之中 也闪过一丝阴霾 这两人根本就不是 什么好相遇的货色 要是他们事后反悔 他真的没有一点办法 而且 林轩根本不知道 什么拼图在哪里 沈又楚告诉过他 这个谣言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 有人在谣传 他知道那个拼图 也就是混沌本源碎片在哪 既然如此 你敢不敢发一个混沌本源誓言 林轩看向混沌海首领 语气淡漠 混沌本源誓言 已经发出 就会受到这个混沌的制约 只要你还在这个混沌之中 违背誓言的代价 就是任何一个修行者 都不想承受的 混沌海首领看向林轩 眼底带着一丝笑意 有何不敢 说着 混沌海首领便发誓 我保证 在得到混沌本源碎片之后 绝对不伤害紫霄神女 一丝一毫 如为此事 此生修为不得寸净 我也可以发誓 李莫凡开口 他向林轩妥协了 林轩看向李莫凡 眼神之中 没有任何情绪 晚了 李莫凡之前 一直都在威胁林轩 现在才让步 林轩根本不可能跟他合作 默默地看了混沌海首领一眼 林轩眼神之中 流露出一丝思索 他两方都不相信 可是他又必须要有所取舍 这个局面 同时面对两个混沌中的绝顶强者 林轩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完美 而沈幼楚 此时却看向林轩 眼神之中带着水雾 你走好不好 别管我了 沈幼楚语气带着哭腔 他知道这之中有多么凶险 他不想把林轩拖进来 他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情 所谓的拼图 他根本就不知道在哪 看着林轩 沈幼楚眼眶红着 泪水在眼眶中 滴溜溜地打转 他不想连累林轩 看看着林轩 沈幼楚了解林轩 林轩有那么多厉害的功法秘书 假以时日 林轩一定会成为混沌之中的新霸主 林轩根本没有必要 为了他在这里和神武垫垫主 混沌海首领 这两个赌命 林轩看向沈幼楚 不语 良久 林轩语气吻合地道 傻丫头 你还不明白吗 如果没有你 我一个人会多么孤单 心底默默算计着 带着沈幼楚离开的可能 林轩心底变得凝重 他不管 无论面前有怎么样的难关 他都要将沈幼楚从中救出来 沈幼楚眼眶红着 泪珠低落 悬浮在混沌之中 晶莹的泪珠中 林轩的身影倒映着 混沌海首领 你真的要跟这个小子合作 若是你执意如此 那我就算是毁了他 我也不会让你得到拼图 李莫凡看向混沌海首领道 他根本不可能看着一个 有可能突破的机会 就这么放任到他的对手手中 混沌海首领 看向李莫凡 神色之中 带着一丝不屑 紫霄神女 我无论如何 各凭本事 得到混沌海首领的明确肯定 李莫凡眼神之中 挂上了一丝争鸣 从知道这个拼图开始 他谋划这份机缘 已经花了数万年 谁知道现在 混沌海首领从中插手 阻止他 他无法接受 他谋划数万年的机缘 最后变成他人嫁衣 好啊 既然如此 我得不到 你也别想得到 说着 李莫凡脸色争鸣的功相沈幼楚 是要一招杀死沈幼楚 既然他得不到 那么 大家就都别想了 李莫凡出手很快 甚至没有什么征兆 既然他吃不到 那么他就要把锅砸了 一瞬间 无比恐怖的威势 从李莫凡身上爆发 他瞬间 出现在沈幼楚面前 是要一招了结沈幼楚的性命 既然你们非要如此 那么大家都不要好了 李莫凡脸上 带着争鸣之色 看向沈幼楚 眼底完全是杀意 他得不到的 别人也别想得到 瞬间 混沌海首领 脸色一变 赶忙攻向李莫凡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逼迫他收手 然而李莫凡 像是完全没有看到 混沌海首领的攻击一般 凭着受伤 他也要杀了沈幼楚 混沌海首领眼底的淡然 终于烟消云散了 要是沈幼楚 被李莫凡杀了 那么他那么久的准备 就都白费了 可是 李莫凡的架势 就算是受伤 他也根本不打算收手 一瞬间 混沌海首领心底 充满了阴霾 而沈幼楚 看到李莫凡 争鸣地攻向他的时候 领底反而没有害怕 他死了的话 林轩就不用这么纠结了 或许死对于他来说 也算是一种解脱 他不想再连累林轩了 最后的关头 沈幼楚下意识 看向林轩那个方向 生命的最后尽头 他想要再看一眼林轩 或许 这样 就都没有遗憾了吧 沈幼楚心底想到 可惜李莫凡的速度太快 沈幼楚根本没办法看到林轩 沈幼楚心底有些难过 想不到死前 再看他一眼的愿望 都没办法实现 那么 下辈子 换我追你吧 沈幼楚心底暗道 看下个李莫凡的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世人 这辈子相遇得太晚 还有很多误会 那么下辈子 我一定会先找到你 然后追你 想着 沈幼楚脸上 竟然看不到一丝害怕 完全平静地面对死亡 就在李莫凡的拳头 即将落到沈幼楚身上的时候 一道身影 挡在深沈幼楚面前 将沈幼楚拦在怀里 背对着李莫凡 沈幼楚眼中 瞬间变得慌乱 想要推开林轩 然而根本来不及 一声轰鸣声响起 混沌之中 无数混沌之气翻涌 两道相拥的身影 从从混沌之气中 显露身影 嗨嗨 林轩此时 只感觉浑身跟散架了一般 李莫凡这一拳 真是难顶 就算是林轩 此刻也受了不轻的内伤 你干嘛要过来 沈幼楚看着林轩 眼眶里满是心疼 他眼睛水汪汪的 又要落泪 林轩温柔地 将指尖放在林轩的眼角 我抗揍 沈幼楚手环在林轩身上 紧紧地将林轩抱住 仿佛他只要一松手 林轩就会消失不见一般 同时 沈幼楚肩膀微微颤动 他怕了 他怕刚才之后 他就再也见不到林轩 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没有怕 可是 就在刚刚 林轩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怕了 你以后不许这么做 听到没有 沈幼楚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 林轩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安定 手轻轻抚过沈幼楚的发烧 放心吧 没事了 可是沈幼楚却没有松开 抱着林轩的手 刚刚那一瞬间 他好像真的失去了他 他承认 他那一瞬间 心底慌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林轩已经深深 走进了他的心底 成了那个无人可以替代的人 对于沈幼楚不放手 林轩也只是轻轻抚过他的秀法 下次 不许这样了 我会难过的 沈幼楚声音小小的呢喃着 而混沌海首领 在经历了短暂的震惊后 变得暴怒 沈幼楚 差点就被李莫凡给杀了 他准备了无数年的计划 差点就化为一团泡影 李莫凡 要是你很闲 本座来跟你过几招 说着 混沌海首领 也不等李莫凡说话 直接就出手 向李莫凡攻去 两人的身影 不断地在混沌之中闪现 将这片混沌搅动 无数道 则在混沌之中显现 这是两人的大道 他们之间的交手 就是他们之间大道的碰撞 看着两人交手 林轩和沈幼楚 却没有动作 看着混沌海首领 带着沈幼楚离开的想法 在林轩的脑海中 一闪而过 就被林轩给否定了 且不说 这件事情的成功率为多少 仙界就还在这里 林瑶还在仙界 他的弟子还在仙界 他根本做不到 抛下仙界 带着沈幼楚离开 所以 林轩和沈幼楚 只是静静地站在这里 看着混沌海首领 和李莫凡交手 享受着片刻的宁静 终于 在数百个回合后 李莫凡满脸不可思议地 看着混沌海首领 怎么会 你已经触碰到至尊的门槛了 李莫凡眼神之中 满满的都是震撼 他还在想着 怎么才能获得 混沌本源碎片 为他修炼纸 一条明路 有人已经摸到了至尊的门槛 虽然触碰到至尊镜门槛 离突破至尊镜 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可是 那也算是有了方向 就算是再难 也知道 要往哪个方向走 混沌海首领 看着李莫凡 眼神之中满是冰寒 差点就被李莫凡得手了 李莫凡 李莫凡看了一眼混沌海首领 眼神之中满是警惕 没想到 混沌海首领 已经触碰到至尊镜 再加上 旁边还有一个林轩 要是不小心 我可能就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 寻找混沌本源碎片 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之后再徐徐途之 也未尝不可 一瞬间 李莫凡心底想了很多 瞬间 他做了决定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混沌海首领 再会 说完 李莫凡头也不回地离开 刚才一瞬间 他想清楚了 混沌本源碎片 现实阵仗一定不小 到时候 他把事情闹大 最后 来个浑水摸鱼 也未尝不可 正是想着这些 李莫凡爽快的 没有丝毫 拖泥带水的离开了 在李莫凡离开后 混沌海首领 看向林轩和沈又楚 现在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我们之间的事情了 第114章到时候 你要天天这样抱着我 混沌海首领 看着林轩和沈又楚 林轩将沈又楚 拉到身后 我会兑现我的沉默 只要我知道 混沌本源碎片的下落 就交给你 气氛忽然变得沉默 林轩警惕地 看着混沌海首领 他本以为混沌海首领 会以为他在 欺骗他而生气 可是 良久 混沌海首领 只是淡淡地点头道 嗯 和林轩想的不一样 混沌海首领 没有愤怒 甚至什么表现的没有 这让林轩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最开始的时候 林轩就知道 无论是和混沌海首领 还是和神武店店主合作 都不亚于与虎谋皮 他们两个 没有一个好相遇的 就在刚才的一瞬间 林轩的心底 闪过无数个 关于混沌本源的说辞 谁能够想到 混沌海首领 只是淡淡地回了一个 混沌本源碎片的消息 暂时不知道 知道了会立刻告诉你 沉默了一下 林轩开口道 在混沌海首领面前 林轩选择了妥协 混沌海首领 无论是从实力 还是心智上 都要比神武店店主李莫凡 要强上一筹 所以 林轩也没打算欺骗他 面对这样的人物 单靠几句谎言 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听了林轩的话 混沌海首领 没有什么表示 只是看着林轩 然后 他又偏头 看向了沈又楚 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莫名的意外 面对这样的目光 沈又楚害怕地低下头 不敢与混沌海首领对视 林轩不着痕迹地 将沈又楚 拉到自己身后 挡在混沌海首领 和沈又楚之间 也挡住了 混沌海首领的视线 混沌本源那边 我希望你也要信守沉默 林轩看向混沌海首领 目光灼灼 混沌海首领 对上林轩的目光 稍稍回过神来 语气之中 带着一丝莫名的意味 没事 混沌本源 这种神物的出现 本身就是带着波折的 我不急 林轩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混沌海首领 这么轻易地就相信了他 甚至都没有催促他 这么佛系的吗 林轩看向混沌海首领的 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诧异 虽然 混沌之中 关于混沌海首领的传言不多 但是无论怎么样 这个身份神秘 实力强大的人物 绝对不是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 林轩可不敢忘了 混沌海首领 仅仅凭借着一张福禄 就破了紫霄神殿的护宗大阵 似是看出了 林轩眼神之中的诧异 混沌海首领忽然道 虽说神物出世 买是机缘 不可预测 可是他必须要跟着我 混沌海首领 指向沈幼楚 此时 沈幼楚正站在林轩的身后 听到混沌海首领的要求 林轩立刻回绝 混沌海是什么地方 林轩怎么会不知道 整个混沌北域 藏屋纳垢的地方 里面的人 哪个不是十恶不赦的大恶人 把沈幼楚 放在那种环境下 林轩想想就心疼 听到林轩的拒绝 混沌海首领的脸色 瞬间就冷了下来 听你的语气 你是不想配合了 林轩对上混沌海首领 毫不示弱 两人之间的气势 凝结成实质 一股进风在混沌之中吹起 似乎随时两人都会大打出手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软软糯糯的声音 从林轩身后传来 我跟你走 沈幼楚开口了 他看向混沌海首领 眼神之中满是坚定 他不想站在林轩的身后 这本来就是和他有关系的 他要去面对 混沌海首领 听到沈幼楚的话语 微微一愣 看向沈幼楚的眼神之中 多了一丝莫名的情绪 似乎对沈幼楚 说出这样的话 感到很诧异 而林轩在听到沈幼楚说 要和混沌海首领离开的时候 拉住了沈幼楚的手 然后 他就对上了沈幼楚 那双柔软的毛子 一瞬间 林轩从里面 看到了漫天星辰 看到了潮起潮落 更看到了沈幼楚的坚定 煞时间 林轩明白了沈幼楚的心意 他沉默了一下 终究还是点头 你小心点 沈幼楚没有做错 这是现在最好的解决方式了 沈幼楚作为人质 一方面在混沌海 混沌海首领 也能保护他的安全 另一方面 如果今天 林轩不让混沌海首领 带走沈幼楚 那么 他们之间闹白 来一场大战 结局可能更凄惨 面对混沌海首领 林轩没有一丝机会战胜他 最好的结果就是 他惨烈逃走 仙界和沈幼楚 都落在混沌海首领的手中 想通了这些 林轩看向混沌海首领 他跟你走没问题 但是 我要随时能够去看他 混沌海首领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开口道 没问题 只要沈女在我的掌控范围内就可以 而且 你知道 现在李莫凡被逼急了 沈女并不是那么安全 在我这里 也是对他的一种保障 混沌海首领开口解释 林轩听着有些古怪 他竟然从混沌海首领的语气中 听出了对沈幼楚的关心 转念一想 林轩便知道了缘由 要是沈幼楚没了 混沌海首领 去哪里找他要的混沌本源碎片 没了混沌本源碎片 就没有突破至尊境的机缘 这么想来 混沌海首领 担心沈幼楚的安危 也实属正常 想通这些 林轩也便放心 让沈幼楚去混沌海了 毕竟 现在暗地里 还有一个李莫凡 沈幼楚在他身边 安全方面 可能还没有在混沌海有保障 听到林轩答应了 沈幼楚也露出了笑容 他不想做一个 只会躲在林轩背后的花朵 他是紫霄神女 他也是独当一方的大人物 沈幼楚仰着头 看着林轩 林轩的脸色不是很好 虽然他答应了 但是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终归是让他有些郁闷 沈幼楚拉着林轩的手 白嫩的食指在林轩的手掌心画着圈 不要生气了吗 我会好好的 林轩一把将沈幼楚抱进怀中 等我 我很快就会去找你 到那个时候 没有人能够再欺负你 沈幼楚翘脸贴在林轩的胸膛上 感受着他强有力的心跳 心底无比安定 好 那个时候 你要天天这样抱着我 第115章 重新定义中二 看着林轩和沈幼楚 两人难舍难分 混沌海首领 眼角有些抽搐 他们是不是没把他放在眼里啊 你们旁边还有这么大个人 你们都看不见 混沌海首领有些尬 他从来没感觉自己这般耀眼过 嘿嘿 战术性咳嗽了一声 让林轩和沈幼楚看了过去 林轩眼底带着一丝不满 他都同意了 这家伙还要怎么样 他们夫妻恩爱一下 都不行吗 不过 沈幼楚到底是女孩子 脸皮薄 在混沌海首领咳嗽了之后 他就不能旁若无人的 和林轩亲密了 恋恋不舍地 从林轩的怀抱中离开 沈幼楚 来到混沌海首领的身边 我会好好的 沈幼楚声音柔柔的 一如既往的沁人心脾 看向沈幼楚 林轩眼神坚定 等我 沈幼楚目光和林轩的目光 在混沌中汇聚 虽然一言不发 但盛似千言万语 混沌海首领 有点绷不住了 他怎么感觉 混沌中的糖分有些超标 特别是像他这种 无数年单身过来的人 最受不了这种氛围 嘿嘿 混沌海首领 再次战术性咳嗽了一声 林轩偏头看了一眼 混沌海首领 然后被沈幼楚温声说道 有些话 下次见面再说吧 这里不方便 沈幼楚也看了一眼 混沌海首领 点了点头道 确实不方便 混沌海首领 直接说 多了个我就行了 拐弯抹角地侮辱谁呢 终于 混沌海首领忍不了 他开口道 事不宜迟 我们走了 你要是有什么问题 欢迎随时来混沌海 这地方 他是一秒钟也不想多待了 林轩和沈幼楚 虽然心中也有不舍 但也懂得侍从全集 两人道别 本想着多说几句 可是旁边有人 就像是得了肺劳一样 咳咳咳的 最后 两人只好简短地说了几句 就算是告别 刚告别完 混沌海首领 就迫不及待地 带着沈幼楚离开了 这个地方 他真的待不下去了 看着沈幼楚离开的身影 林轩的眼神变得坚毅 等我 林轩心中暗道 不会太久 他一定会亲自去把沈幼楚接回来 送走了沈幼楚之后 林轩便开始处理仙界事宜了 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跟林瑶解释 他娘亲怎么又离开了 林瑶已经张大了 林轩没有再隐瞒 他选择河盘拖出 当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林瑶捏紧小拳头 狠狠地挥动 等我修炼又成 一定去把那些人抓起来 吊打一万遍 好给娘亲出气 林瑶确实也做到了 之后 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修行 而林轩在跟林瑶解释之后 就把仙界的强者都召集过来 将仙界的处境告诉他们 仙界正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 混沌之中 仙界的位置已经暴露 而且 跟混沌本源碎片 这种逆天的神物牵扯上 势必会不得安宁 如果被那种心术不正的修饰之道 说不定会将仙界恋化也不一定 在得知仙界面临的处境之后 众人心情难免低落下来 林宗主 我们听你的 魔地红唇清起 美目看着林轩 眼神之中满是坚定 他选择相信林轩 是啊 林宗主 我们听你的 众人纷纷附和 林轩看着众人信任的目光 心下感动 便开口 既然这样 我便说说 我能给出的两个方案 很快 林轩将两个方案说了出来 第一个方案 是林轩将他们送到其他的大世界 毕竟混沌之中的大世界很多 没有谁会一个个大世界去找他们 然而 这个方案说出来之后 直接遭到众人的否决 林宗主 我们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 当初你在域外天魔手下救下我们的时候 我们这条命 就是你的了 然后 在林轩还没有说出第二个方案的时候 众人直接排除第一个方案 盲选第二个方案 林轩心里感动之余 也开口说了第二个方案 将仙界恋化为一方秘境 然后迁移到混沌的其他地方 以林轩的阵法造诣 这个倒是不难 就是 仙界被恋化之后 众人可能难以从仙界中出去 毕竟为了保护仙界 林轩对进出 也会做一些限制 众人对此 却是毫不在意 一致选择了方案二 众人愿意选择相信他 林轩就也不再多言 直接准备去着手布置阵法 将仙界挪到混沌中的其他地方去 就在这时 柳一一开口 师尊 二师兄从之前去混沌之中修行 就没有回来了 柳一一的语气中 带着一丝担忧 说到这个 林轩想起来了 刀星上次被他送去 登刀鬼学刀了 没事 他的事情我自有安排 听到林轩知道刀星的下落 柳一一松了一口气 就在林轩将要离开的时候 他又开口道 师尊 还有一件事 林轩转身 看向柳一一 五师兄最近也不知道去哪了 我都没见着他 柳如霜 如果为师没猜错的话 这小子 应该在挖矿吧 挖矿 柳一一小小的眼睛里 藏着大大的疑惑 五师兄 还有这种爱好 他怎么不知道 看着柳一一疑惑中 带着怀疑的眼神 林轩刚想开口跟他解释 一道张狂中 带着得意的声音 在仙界上空传开 天不生我柳如霜 矿到万古如长夜 我终于突破先帝了 随着这道声音的响起 柳如霜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他眼神之中带着兴奋 看到林轩 兴奋之意 更是难以言表 他悟了 在挖矿的途中 他学会了耐心 学会了忍受修行的寂寞 这就是师父对他的考验 看着林轩 柳如霜 眼中带着三分犹豫 三分彷徨 还有四分惆怅 师父 我 柳如霜话还没说完 他身后一道声音响起 五师兄 没想到 你全是这样的人 柳如霜转头一看 脸色一变 卧槽 人好多 林轩也是无奈 他常常因为不够中二 而无法融入弟子们的世界 矿道万古如长夜 这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台词吗 你咋不说 你是黄金矿工呢 第116张双啊 这把铲子 就传给你了 既然你这么喜欢挖矿 林轩刚开口 就如同一道晴天霹雳 在柳如霜的头顶响起 师父 我 柳如霜的语气中 带着犹豫 干 刚才光顾着装毙了 没想到 这里还有这么多人 早知道就不装这个弊了 柳如霜完全是为了顺口 才说出这句话 可 现在 他后悔了 林轩淡淡地看向柳如霜 眼神之中 没有什么表情 让柳如霜一愣 那就是说 你刚刚在骗师尊了 柳如霜张了张嘴 最终没有说出来 周围这么多人都听到了 他说的话 已经说不回去了 他甚至看到了 不少人眼角带着笑意 这件事是抵赖不了了 柳如霜任命地低下头道 师父 我没骗你 你知道的 我柳如霜 从来不喜欢说假话 林轩一愣 这小子还说 他不喜欢说下话 现在不就在睁眼说下话吗 林轩缓缓缓地 走到柳如霜的跟前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为师知道了 你是为师门下 最为诚实的弟子了 柳如霜眼前一亮 真的吗 师尊果然最为气重我 想通了这点 柳如霜眼底 竟然带着一丝得意之色 当然这个眼神 是给子依依的 子依依鼓着嘴 不是吧 武师兄也算得上诚实啊 子依依想着 他都怀疑 是不是柳如霜这小子 给林轩灌了迷药 不然 为什么林轩会说出这种话 柳如霜正得意地 看着子依依的时候 林轩话风一转 为师也不是一个迂腐的人 最喜欢的 就是满足弟子的需求 既然你这么喜欢挖矿 那么就跟为师走吧 啊 子依依已经捂着嘴在笑了 叫柳如霜喜欢嘴剑 这下好了 要被送去挖矿了 林轩看向柳如霜眼神之中 看不出丝毫情绪 怎么了 你不是喜欢挖矿吗 师父这是在为你实现梦想 开心点 笑一个 柳如霜语色 没有再说什么 低着头 准备跟林轩离开 就在他将要离开的时候 子依依在他身后开口 师兄 加油 天不生你柳如霜 狂到万古如长夜 柳如霜回头 正好就看见了 子依依正对他比着加油的手势 不过 听到那句中二的台词 柳如霜感觉自己有点不好了 他不过适口嗨了一下 他做错了什么 但是 没有机会了 林轩带着柳如霜来到混沌之中 回首望着仙剑 柳如霜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先等一下 林轩开口 柳如霜愣住 他不明白林轩这是要干什么 但是 很快他就知道了 林轩看着仙剑 手上一道道阵法倒印 打入仙剑附近的虚空之中 无数宝材 也被林轩不断地打入 仙剑虽然不强 但是要将它炼化为秘境 海量的天才地宝 是必不可少的 随着林轩不断地打入倒印 加入天才地宝 一道完整的阵法正逐渐成形 三天后 仙剑不断缩小 最终变成一个小圆球 落到林轩手中 看着手中的圆球 林轩心底微微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搞定了 虽然以他的阵法造诣 炼制一方世界为秘境 是可以办到的 但炼制仙剑 这样的大千世界 林轩还是第一次去 不过 终究是平稳地完成了 一旁看着林轩 将仙剑炼制成秘境的柳如霜 依旧一脸雾水 想要了解真相的他 赶忙询问林轩 林轩将事情 简单地跟柳如霜解释了一下 然后 当柳如霜知道了这一切 眼眶瞬间红了 这些人太可恶了 竟然敢对师娘出手 要是让我柳如霜看到他们 非得让他们后悔 来到这个世上 林轩淡淡地看了柳如霜一眼 平淡道 你最好是 听到林轩说话 柳如霜瞬间想到了什么 刚刚只是他一时心血来潮 又犯了口嗨的毛病 现在想来 就连林轩 都要将仙界恋化为 秘境隐藏起来 这样的敌人 真的是他这个小小的先帝 可以应对的吗 想了一下 柳如霜只感觉脚底发凉 看着柳如霜 脸上微微有些发白的样子 林轩点头 这小子终于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 师父 不管怎么样 我柳如霜 一定会站在你这边 柳如霜说着这话 眼神坚定 倒是让林轩微微点头 这小子 觉悟挺高 既然你有这样的觉悟 师尊就不再难为你了 你可以像他们一样 自主选择 是留在仙界 还是去另外的大事件 林轩开口道 毕竟 真的送柳如霜去挖矿 也不合适了 现在这个情况下 仙界面临危机 正是需要大家都齐心协力的时候 林轩却也不想再让柳如霜去挖矿了 毕竟柳如霜的天赋 在仙界是最为顶尖的 不然也不会被林轩收来作为清传弟子 毕竟林轩到现在 也就收了那么几个清传弟子 这样的天赋 去挖矿 实在是有些浪费 可柳如霜听到林轩说这样的话 却是眼神一定 看向林轩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开口 师尊 让我去挖矿吧 这回轮到林轩吃惊了 这小子 不会是挖矿 把脑子挖坏了吧 你小子 这里没别人 别跟我装了 林轩开口 这小子 现在就他们两个人 还说这个就没意思了 但是 柳如霜眼神坚定地摇了摇头 师尊 我不是开玩笑 挖矿真的能有助于我修行 我发现我在挖矿的过程之中 思维灵敏 仿佛犹如神柱 平时修炼上的难点 都水到渠成地被解决 柳如霜认真地说道 虽然开始的时候 他是真的不想去挖矿 可是 挖矿的时候 他的状态 简直就像 是在顿雾一般 修为速度非常快 听了柳如霜说的话 林轩一愣 难不成柳如霜这小子 是矿道之子 天生适合挖矿 在联系上那句 天不生我柳如霜 矿道万古如长叶 林轩在看向柳如霜时 眼睛不禁眯了起来 这小子 越看越有黄金矿工的感觉了 师父 你相信我 我是认真的 被林轩看得有些不自在 柳如霜开口道 林轩这才意识到 他的眼神可能有些奇怪 干咳了两声道 既然这样 那么为师 便将这件宝物赐予你了 助你在矿道上 一路高歌猛进 说着 林轩手中出现一把黑漆漆 泛着冷光的 军工铲 第117章突破至尊镜 怎么说 看到这把铲子的一瞬间 柳如霜就知道 非他不可 这把盖世神铲 只有在他的手中 才能够物尽其用 结果军工铲 柳如霜看着铲子 眼神之中闪着光 林轩一愣 你小子 这给你演出了爱情片的样子 不过 人与铲子 是不是多少有点另类 甚至比美女与野兽 更有噱头 就柳如霜捧着铲子 含情默默的眼神 林轩相信 要是放在他前世的蓝星上 绝对是超前炸裂的存在 听过和二次元 虚拟人物恋爱的 听过同性别的 甚至美女与野兽 林轩也不是没看过 但是 人与铲子 这个绝对炸脸 就在林轩想着的时候 柳如霜默然抬头 她有名字吗 柳如霜看着铲子 林轩从她的眼神之中 莫名地看出一抹爱意 当然 林轩坚信 这一定是喜爱的爱 还没有 你可以给她取个名字 柳如霜看着铲子 眼神之中闪过追忆 要不是林轩知道 这小子所有的事情 还真就以为 这个铲子和她有一腿了 半晌 柳如霜开口道 既然黑黑的 这么有光泽 那么就叫她 小黑 林轩开口道 这也很一般啊 你小子就给你产朋友 取这样的名字 林轩表示不认可 柳如霜却微微摇头 林轩点头 还算你小子 不是那么随便 然后 柳如霜接着说道 我叫柳如霜 是因为我爹姓柳 出生时 面色苍白如霜 而你无父无母 又黑得那么有光泽 所以 就叫你 铲子光吧 可可爱 林轩发誓 她真的没想到 柳如霜取名字的能力 也这么炸脸 一如她看待 这个世界的角度一般 师父 你怎么了 柳如霜担忧的眼神 看过来 林轩赶忙摆手 没事 你开心就好 我 CG